第八十一集 他叫了好几声也没有人答应 他怕出事才来找了杨泽南 荒郊野外怎么会有金戒指 金桥一愣也觉得奇怪 或许是什么人丢的吧 想想又觉得不对 谁会来这种地方丢戒指呀 宁若鱼走了过来 皱着眉头打亮了金桥一阵 他身上弥漫着一股阴森的鬼气 那门金戒指上有没有什么标记啊 金桥鄙一地瞥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在他的眼中 这个女生就是个没有廉耻心 不要脸的女人 要是换了别的女生 看到整个学校都是男生 早就走了 怎么会留下来 他留下来干什么 不就是听说御灵理工有钱人多 想要调个有钱人吗 这种女人他见多了 自从他们家报复之后 他把身边全是这种女人 就因为这些不要脸的女人 他爸已经很久没回家了 妈妈整天一泪洗面 他金桥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拜金女 回答他的问题 就是没普通的戒指 哪有什么标记 那戒指那一圈 似乎有个女人的名字 那是没男戒还是女戒 那么大一头金子 当然是男戒了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没见过金戒这么值钱的东西吧 宁若宇却根本没有理会他的无理 对杨泽难道 张华恐怕是拿了别人的礼金 被抓去结婚了吧 你发什么神经呢 这荒郊野岭的 难道跟鬼结婚啊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话中取宠 杨教官 你就认这个女人胡说八道啊 详细说说 杨教官 你也相信她的鬼话 闭嘴 杨泽难盯了他一眼 他像是被捶了一拳 顿时说不出话来 只恨恨地瞪着你若语 这种戒指 是用来结阴婚的 周围的学生都倒抽了一口冷气 以前的人认为 如果谁家有未婚的子女死了 必须让他们结婚 否则他们就会回来闹事 找到家里不得安宁 于是他们就打了一对金戒指 如果死的是女孩 就在南街上刻女生的名字 然后丢在马路上 等着过路的人捡 他们会在旁边偷偷地看 如果是不合适的人捡到了 他们就出来说是自己掉的 将戒指拿回来 如果是合适的人捡到了 就算是收了他们的礼金 要和他们死去的子女结婚 既然收了别人的礼金 张华应该是被那家人带走了 举行冥婚去了 宁若语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周围的学生们沉默了几分钟 然后爆出了一阵大笑 宁同学 你不去写小说实在太取材了 对呀 来什么冥婚 你还相信那些东西啊 我本来还不相信他哗中举丑 现在看来吧 周围全是嘲笑和鄙夷的眼神 宁若语皱起了眉头 整个中学时代 他经常被人陷害 当众出丑 被人这样肆无忌惮地嘲笑 就像个小丑 都给我闭嘴 杨泽南冰冷的声音打断了众人的笑声 他的身上有一种魄力 一瞬间就能压制住所有人 宛如一个天生的王者 这几年某些地方 冥婚盛行 很多人购买年轻女性的尸体 甚至还有人为了钱 杀活人进行冥婚 张华很有可能被一户极端迷信的人家抓住 成语 队伍之中一个身材高大的男生出列 杨泽南道 你带其他人回校 我和宁同学去救张华 不 杨教官 是你把他们带出来的 就必须把他们完好无损地送回去 张华交给我 用户一国云天 震惊同学 获得养之三百点 杨泽南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一阵 好 宁若宇点了点头 转身便走 杨泽南忽然叫住他 宁同学 小心些 宁若宇汗手 看着他的背影 众人都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只有金桥觉得没面子 小声嘀咕 谁知道他是不是贪身怕死 一个人逃走 话还没说完 杨泽南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将他推到一棵大树枝上 他没觉得痛 却剧烈地咳嗽起来 你再说一句他的坏话 就自己一个人回去 杨泽南的目光森冷 就像一个可怕的漩涡 要将他给卷进去 他吓得双腿发抖 脸色煞白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们走 杨泽南放开了他 他一屁股坐倒在地 教官太可怕了 简直就像一头远古巨兽 山中云雾缭绕 弥漫着一股浓郁的阴气 宁若宇寻着这股阴气找过去 发现浓雾的深处 隐隐约约现出了一座小村庄 这种地方怎么会有村子 村头挂着两盏大红的灯笼 村中空无一人 他将一张正轨服藏在袖子里 缓缓走进了村子 忽然 一声喜庆的唢呐声传来 朴味十足的音乐响起 似乎是两户人家在办喜车 他悄悄地接近那户人家 发现这座小院挂起了大红灯笼 门上贴着两个惨红惨红的喜字 院子里人声鼎沸 他偷偷往里面看 发现里面正在大摆宴席 似乎全村的人都到了 个个喜气洋洋 但气氛却很诡异 让人毛骨悚然 他正想悄悄绕到屋子后面 去找张华 却听见身后传来了脚步声 骤然回头顿时呆住 杨泽南 宁若宇看了一眼 他身后 整个队伍都在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们遇上了鬼打墙 走不出去 无论我们往哪个方向走 最后都会回到村子里来 看来 你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 你打算怎么办 我本来打算救出张法就走 现在看来 我闹个天翻地覆 他们不知道我的手段 诚意皱起眉 眼中是满满的不赞同 宁同学 这可是一整个村子的人 这一代的民风都很彪悍 你是去送死 我们有二十个壮汉 如果连这点胆量都没有 今天谁都别想从这里逃出去 教官 你就由着这个女人胡来 你有更好的方法 诚意抽了抽嘴角 没说话 宁若宇整理了一下衣服 大步朝面前这座宅院走去 杨泽南紧跟起后 其余学生互相望了一眼 有些犹豫 这个村子看起来好怪异啊 你们说 这里是不是弄鬼啊 有个学生战战兢兢地说 其他人的脸色都有些发白 鬼打墙 明昏 诡异的村庄 简直就像是恐怖片 众人沉默了片刻 都默默地跟了上去 宁若宇抬头看了一眼 挂在头顶的门边 上面用惨红色的字写着 未宅 看目光一明 一展开在路面上 沉重的木门应声而开 喧闹声一下子停了 一院子的人都看了过来 你是什么人 你要来干什么 一个穿着大红衣服的中年女人 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 胸口上别着一朵大红花 下面是一张红纸写着岳母 您若宇微微抬起了下巴 我来要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八十二集 中年女人眼神有些慌张 恼羞成怒道 今天是我女儿出嫁 你们赶快给我滚 你们要是不把我的同学交出来 今天来参加宴会的人 一个都别想走 诚意在后面着急 这个女人是脑残吗 有这么谈判的吗 这简直就是找死 你要找死 别伤得上我吗 中年女人咬了咬牙 忽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撒泼喊道 哎哟喂 你们快来看 这些外人欺负我们 孤儿寡母啊 村民们纷纷站起身 面色不善地围了过来 这些村民一个个都榜大腰圆 看起来十分彪悍 学生们都有些犯处 而宁若宇却面色冷静 目光在他们身上扫过 冷笑一声 不过一群孤魂野鬼罢了 还敢在我面前拖大 立刻把人交出来 我可以放过你们 如果敢跟我动手 就别怪我让你们魂飞魄散了 诚意等人都吃了一惊 脸上肌肉不停地愁畜 疯了 这个女人真是疯了 很多学生都在心里 将宁若宇的家属 狠狠骂了个遍 考虑该如何逃走 这时 岑少手中提着 之前捡来的一根木棒 我们现在也算是半个军人 战友被人抢走了 都不敢去救 算什么男人 宁若宇有些意外 看了他一眼 见他一脸坚定 并不是做做面上功夫 而是真的想帮他 不禁对他改观了 不必了 你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退下吧 说吧 他召唤出阴魂琉璃扇 朝着汹涌而上的村民们 迎了上去 岑少正想上去帮忙 被承意给拦住了 你干什么 放开 你没有发现吗 这些村民很古怪 什么古怪 他们穿的都是 民国时期的衣服 岑少一震 细细一看 发现这些村民脸色惨白 眼圈漆黑 身上穿的都是民国服饰 上面打满了补丁 怎么看都不像是现代的人 难道 他觉得后几辈 一阵阵阵发麻 咱们还是想法子 赶紧跑吧 宁若宇 那是送死 他暗暗后退了两步 找准了机会就要逃跑 很多学生都存了这样的心思 趁着宁若宇拖住这些村民 他们才好逃走 村民们已经冲到了宁若宇的面前 他们的脸扭曲成了极为恐怖的模样 嘴巴张大 里面满是血水 完了 学生们摇头 宁若宇完了 惨叫声响起 众人不忍再看都憋过眼去 却觉得不对 这声音不对 仔细一看 宁若宇踏着一种奇异的步伐 手中拿着一把琉璃折扇 在村民之中穿梭 他的姿态极为优美 就像是跳舞一般 动作也软绵绵的 看起来毫无攻击力 但琉璃扇所过之处 那些村民全都化成了一团黑雾 发出一声声凄厉的惨叫 这 学生们目瞪口呆 他们是产生了幻觉吗 拥护霸气威武 震撼在场众人 获得养慕之两把点 这些村民鬼魂等级都很低 最多也就是个出击恶鬼 在宁若宇的手下 就如土鸡娃狗一般 所过之处寸草不留 诚意瞪大了眼睛 宁若宇居然是个术士 程家是修武世家 与术士多有接触 他父亲还想让他大学毕业之后 就送去给一位大术士当保镖 术士们有着强大的实力 神仙般的手段 那些顶尖的强者们 更是能呼风唤雨 移山填海 能够成为术士们的保镖 跟随在他们身边 好处极多 而这个宁若宇 不是传说 它只是小地方来自穷丫头吗 怎么还会悬术 杨泽男嘴角微微勾起 才几天不见 他居然又进阶了 这天赋 哪怕是华夏那几个仙才 都比不上他 宁若宇横扫小院 将村民鬼杀光之后 见那位岳母想要逃跑 抽出两张困鬼符 派在他的身上 他就像中了定身咒一般 一动也不能动 宁若宇卡着他的脖子 立声道 我同学在哪 他受了我们的礼金 就是我们魏家的 倒叉门女婿 别想反悔 拿颗戒指就想招上门女婿 有父母之命 没受之言吗 交换过婚书吗 有没人保人吗 什么都没有 你这不叫结婚 叫做拐人 再说了 人鬼有别 你们强行让活人和鬼结婚 违反天道 必遭天谴 立刻把人给我交出来 否则我把你们打得魂飞魄散 话音未落 忽然正堂之中 有一股黑气弥漫出来 四周的气温骤降 众人都觉得寒气往骨头里钻 纷纷后退了几步 终于来了一个有意思的 女儿啊 快来救我呀 众人定心看去 那正堂之上停放着一口棺材 此时 那棺材盖子缓缓打开 里面涌出了阵阵黑雾 好浓的怨气 这是一个恶鬼 众人都变了脸色 只有宁若语气定神闲地摇着扇子 正主终于出来了 话音刚落 那棺材中便直挺挺地立起来一个少女 那少女穿着一身民国时期大红色的绣盒装 头上盖着红盖头 阴风吹过 红盖头被微微撩起 露出一个惨白惨白的下巴 众人只觉得全身发冷 这些学生大多出身显贵 一般的显贵家族 对这些神呀鬼呀的东西 多多少少都是知道一点 接受起来也容易 只是更加害怕了 魏小姐 你也算是个家人了 居然跟女土匪一样 强强梁家名男 说出去 也不怕人笑话 魏小姐似乎被激怒了 忽然冲着她一声怒吼 盖头被掀起一个脚 正好露出的黑乎乎的大嘴 一股怨气朝着她迎面扑来 宁若欲展开扇子 那一口怨气打在阴魂琉璃扇上 被琉璃扇给装碎了 你懂什么 我本来定了李家的公子 没想到 那李公子是个短命鬼 我还没过门就死了 我得夹着为了一名贞洁牌坊 逼着我穿上嫁衣 将我活生生的盯进了棺材里训捷 想为一个16岁的如花女子 就这么惨死在了棺材里 我不甘心 不甘心 所以我杀光了整个村子的人 他们不是想沾我的光吗 我就让他们沾个垢 那是你的事情 和我同学有关系吗 他们不是嫌弃我 渴死了魏官夫吗 嘲笑我没有人要 进不了祖坟 一辈子当个孤国野鬼 既然如此 我就要找个男人结婚 让他永永远远地陪在我身边 说了这么多 不过是个自私自利的女鬼罢了 我也懒得听你不说吧 她展开扇子正要动手 魏小姐忽然大喊一声 你敢 她伸手朝棺材里一捞 将张华给抓了起来 此时的张华已经穿上了民国的马褂 头上戴着民国帽 胸口戴着一朵大红花 面色惨白 双眼紧闭 简直跟个死人没多少区别 青桥吓得腿一软 幸好当时她没答应分金戒指的钱 不然说不定躺在这里的就是她了 女鬼掐住了张华的脖子 你要是赶过来 不就杀了她 没什么心意 你们恶鬼最擅长的幻术 都使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八十三集 女鬼气得浑身发抖 怒道 贱人 受死 一股浓郁的黑雾弥漫开来 将所有人都笼罩其中 这才有些意思吗 黑雾散去 宁若语发现自己穿着一身大红的绣和服 坐在一间闺房之中 屋子里挂满了红绸 看起来像昏房 其实异常冷清 忽然门开了 一群粗壮的婆子冲进来 大小姐 我们来送你上路 说完 他们死死地抓住宁若语 将他给硬生生举了起来 朝着正堂跑去 正堂上已经摆放好一口棺材 一队穿着大红衣裳的中年夫妇 站在棺材旁 面色冰冷地望着他 那正是魏老爷和魏夫人 女儿啊 别怪爹娘心狠 是你命不好 你到了下面 好好伺候丈夫 不要给我们魏家丢脸 说吧 便让婆子们将他硬生生地放进了棺材中 然后将盖子合上 钉钉子的声音响起 四周变成了一片黑暗 空气仿佛在一瞬间被抽走 恐惧绝望和窒息涌上来 几乎将他淹没 怨恨吗 愤怒吗 绝望吗 小贱人 你就带着这些下地狱吧 忽然 宁若宇笑了起来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 看来也不过如此 宁若宇忽然伸出手 抓住了女鬼的脖子 她的四周忽然出现了七张灵符 灵符金光闪烁 将一切的虚妄全部破除 四周的黑暗褪去 宁若宇发现自己躺在棺材里 女鬼骑在她的身上 锋利的爪子正掐着她的脖子 而外面的同学们也受了幻觉影响 打成了一团 杨泽南在一旁看着 谁下手中了就上去挡一下 所以打虽然再打都没受什么伤 宁若宇有些无语 你还有心情看热闹 也容不得她想太多 宁若宇抓起身边的张华 将她往外一扔 然后召唤出血魂剑 一箭刺进去 血魂剑疯狂地吸食着 魏小姐身上的阴气 她满脸惊恐和扭曲 头上带的盖头也掉了下来 露出她满是抓痕的脸和脖子 她是被活生生闷死在棺材里 死之前非常痛苦 在棺材和自己身上 都抓出了无数的伤口 不 我不甘心 女鬼拼命地挣扎着 无论你有多少冤屈 也不能牵连无辜之人 你被怨念浸泡了上百年 早已将善良给耗尽 只剩下仇恨和怨度 既如此 我便送你一程吧 女鬼凄厉地叫着 最后被吸尽了阴气 变成了一个最低级的阴魂 丧失了神志 茫然地飘在半空中 宁若宇本想将她打得魂飞魄散 但到底是心软了 这也是个苦命的女人 她拿出一张超度的符禄 念诵咒语 符禄燃烧起来 带着魏小姐的魂魄朝着天空飞去 消散无踪 用户超度出几个鬼一只 获得银色福袋一个 宁若宇从棺材里出来 见同学们身上的幻觉已经消失了 全都一脸茫然地望着她 宁 宁 同学 女鬼呢 已经超度了 宁若宇侧过头去 看了一眼还被钉在原地的魏夫人 没有手下留情 直接一见结果了她 让她魂飞魄散 这种为了自己的名声 连女儿的性命也不顾的人 她从来不会手下留情 她的果觉让众人都瞪大了眼睛 用户杀法果断 震撼众人 获得眼眸值两百点 杨泽南拍了拍她的肩膀 嘴角微微勾起 看得漂亮 宁若宇却白了她一眼 以她的实力 想要打破女鬼的鬼打墙还不容易 她分明是想借此机会 好好地震慑一下这些刺头 算了 看在她带着这些人 给自己刷了一波仰慕值的份上 她就不跟杨泽南计较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众人早已被她刚才的战斗给惊呆了 再没有一丝不满 默默地跟在她后面 快速离开了村庄 登上山腰 众人回头看去 发现崇山峻岭之间 哪有什么村子 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 不知道荒废多少年 众人只觉得后背凉嗖嗖的 不由地加快了步伐 折腾了这么久 天已经完全黑了 走上路不安全 杨泽南带着众人翻过一座山峰 便到了一处露营的营地 这个营地有人经营 可以租到帐篷 杨泽南便让众人就地安营扎寨 休息一个晚上 明天再回去 众人虽然不愿意 但不敢违抗杨泽南 只得默默地忍了下来 心中暗暗发誓 等回去之后 一定要动用家里的关系 让它好看 宁若宇单独租了一个帐篷 打开刚得的那只银色福袋 里面是一卷红月珠丝 红月珠丝可以用来织布 炼制法技 这种法技防御力一般 却能提高人的魅力 古时候 宫里的娘娘们最喜欢 经常一掷千金 只为得到一件 对宁若宇来说 这东西就显得鸡肋了 她心中一动 虽然她用不上 但可以做成衣服卖出去 多的是女人愿意买 您同学 外面传来了岑少的声音 您若欲钻出帐篷 有事吗 那个 老板那里有个小温泉 我买了一张温泉票 你 你今天累了吧 泡泡温泉 对身体好 谢谢 没 没关系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 随时叫我就行 用户得到岑少的青木 获得M之三百点 您若语无语了 看到她大杀四方之后 还会喜欢她 这个岑少口味还真重 难不成是个斗M 走了一天的路 再加上升级后 她的身体之中 排出了一些有害物质 身身黏黏的 确实需要好好洗一洗 她拿着温泉 飘进了农家乐 那所谓的温泉 其实就是室内小泳池 用一个雕化的木板 隔成两半 一半女用 一半男用 那些男生出身富贵 嫌弃着乡下泳池脏 不愿意来洗 里面很安静 宁若语脱下衣服 缓缓走入水中 温水冲刷着她的肌肤 热气蒸起 让她十分舒服 每一个毛孔 仿佛都张开了 宁凤雪 你这是干什么 一个熟悉的男生想起 宁若语猛然一惊 见杨泽南坐在对面 腹部摸在水中 露出坚实的胸肌 正似笑非笑地盯着她 宁若语大怒 立刻召唤出死神剑 一剑刺向她的熏腾 她身形一闪 瞬间便出现在了 自己的身后 宁若语转身掐住她的脖子 将她狠狠按在泳池边也 另一只手举着剑 剑剑点在她的喉咙上 只要再往前送一送 就能割断她的气管和动脉 你进南浴室偷看我洗澡 还想杀我 杨泽南似乎一点都不害怕 勾了勾嘴角 什么 宁若语抬起头 果然看见门楣上 一个硕大的男子 怎么回事 我居然会走错 杨泽南抬起手 轻轻抚摸她的脖子 她敏感地颤抖了一下 迅速后退 你干什么 你脖子上的伤 音若语摸了摸脖颈 女鬼掐她的时候 留下了几道血痕 小声而已 明天就能恢复了 那女鬼怨气冲天 双爪被怨气浸泡多年 带着很重的轨度 如果不赶快治疗 会在体内留下暗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八十四集 我自己会治疗 您若语无所谓地说 鬼师商场里 那么多疗伤丹药 这点小伤 根本不算什么 您若语想走 杨泽南轻轻握住了 她的手腕 明人想 这种伤没处理好 很麻烦的 她从岸上的衣服里 拿出了一只小瓷瓶 里面是洁白如玉的膏体 散发着悠悠清香 像是兰花 她沾了一点药膏 轻轻地涂抹在 宁若语的脖子上 她的手指温热 划过她的肌肤 带起了一阵战力 又忽然杨泽南情动 获得养慕值三百点 宁若语一惊 立刻拍掉她的手 我不需要你的药 我只是替你擦药 没有别的意思 杨教官 我不知道你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但我要告诉你 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不要白费心思了 说吧 她抓起岸边的毛巾 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快步而去 在地上留下了一串 湿漉漉的脚印 杨泽南的脸色阴沉 沉默了许久 她伸出手 轻轻地抚摸 宁若语留下的脚印 她 似乎陷得有些深了 宁若语回到自己的帐篷 心情很不好 她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刚才杨泽南替她擦药的时候 她在心中生出了一种古怪的感觉 那种感觉让她很恐惧 她动情了 那一刻 他们俩都动情了 因为宁若沁在背后推波助澜 宁若语经历的 是噩梦一般的中学时光 她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世家子弟 对她有那么大的敌意 只要宁若沁随随便便造个谣 他们都会想尽了办法羞辱她 从精神上折磨她 让她成为人人厌弃的虚荣心机女 以为她妄想着飞上枝头变凤凰 如果高中时代没有楚天忆出手 他们会变本加厉 她不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 自己能不能撑下来 在别人眼中 那些世家子弟长相俊美 成绩优秀都是难得的俊杰 而在她的心里 他们是一群以欺凌别人为乐的变态 她知道世家子弟中也有好人 她不该一棍子打死 但她不想和他们有感情纠葛 她能有今天来之不易 宁若语不想跟他们玩恋爱游戏 提醒用户 杨泽南的气运极高 和他谈恋爱 可以分享气运哦 我的气运如何 用户的气运很低 十八年前命运坎坷 因意外关注了本公众号 气运才有所上升 那不就对了 只要有你在 我就有地球上最高的气运 杨泽南根本不算什么嘛 用户的想法很正确 奖励仰慕之一百点 威克服 我对你们的公众号的景仰 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啊 用户不是真心花奖 没有奖励 算你狠 经过威克服的这一番插科打混 宁若宇的心情好了不少 再加上今天太累 他很快便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杨泽南带着众人整队出发 就仿佛昨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他连一个多余的眼光都没有给他 宁若宇心中暗松了口气 回到学校 就听见学生们都在传 说杨教官得罪了学校里 好几个背景极深的学生 他们联合起来要报复他 恐怕他在学校里待不了几天了 但一个星期过去了 杨泽南还在 而且操练学生更狠了 理工大的学生们大都出身豪闷 能考上这所学校的都不是傻子 慢慢地看出来 这位教官的背景 恐怕比那些世家子弟更深 而那几个想要找事的学生 不知道被家族嘱咐了什么 什么都不敢说 只是偶尔眼里会流露出一股浓烈的怨毒 杨泽南也得了个魔鬼教官的绰号 而在山中鬼村发生的事情 魔鬼教官下了封口令 没有人有打量说出去 张华因为被恶鬼馋过 又在那口棺材里躺了几个小时 阳气耗尽 身体极度虚弱 生了大病 被他父母接回去休养了 一个月的军训很快过去 从那天之后 杨泽南就没有再跟他说过一句话 群训最后一天 因为只有他一个女生 列队检阅没有他的份 他也乐得清闲 但检阅结束之时 他却被叫去了学生会办公室 理工大的学生会很有权势 据说里面的成员都是最顶级的学霸 有着显赫的绅士和最高的智商 只要能进入学生会 将来都会成为华夏的栋梁 学生会在第一办公楼里 有一整层楼座位办公室 他敲了敲文鱼部的门 里面传来了一个淡淡的男生 进来 音若宇特门进去 看到一个男生正在拉大提琴 低沉的琴音如同磅礴的大河 从远古流淌而来 这男生穿着一身休闲装 长得很漂亮 高鼻深目 似乎是个混血儿 他就是理工大学学生会 文鱼部的部长 宋藩 宋部长 找我有什么事吗 宋藩没有理他 继续拉紧 笑容 既然宋部长没空 我就下次再来吧 宁若于转身就走 大提琴立刻停了下来 宋藩抬起头 目光有几分不满 站住 宋部长还有事啊 今晚有一场联谊会 打起军训的教官 你要在联欢会上跳舞 准备一下吧 不是询问 是命令 要我跳舞为什么不早说 我哪有时间准备啊 宋藩调试着手中的大提琴 连头都没有抬 你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女生 当然要表演 你现在有六个小时 足够排出一支舞蹈 除了专业舞者 谁能在六个小时里排出一支舞啊 我家的所有女性都可以 宋藩出身艺术世家 家族中人都很有艺术天赋 你若宇刚要开口 又听见他说 玉玲理工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上的 你如果做不到 最好夹着我不要做人 别在学校里招风引蝶 招惹是非 他是故意针对我的吧 我好像没有得罪他吧 宋藩的语气冷漠而疏离 这些上流社会的人 都是这个态度 仿佛他只是路边的一条野狗 根本入不了对方的眼 你出去吧 以后不用再来了 您若宇觉得 不狠狠打这个 自以为是的男人的脸 他一定会生出心魔 好 我会在联欢会上跳舞 宁同学 咱们学校的学生都很挑剔 不是随便转几个圈 就能糊弄过去的 你具体又跳 看来宋部长对我很没有信心 不如我们来打个赌 怎么样 打赌 如果我能够跳出一支完美的舞蹈 我要你这把琴 宋藩眉头皱了起来 这把琴对他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 怎么 不敢啊 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 只是希望以后宋部长 不要狗眼看人低 如果你跳不出来呢 那我任你处置 好 我跟你赌 很快 理工大的学校论坛上发出了一个帖子 理工大校花宁若宇 与娱乐部长宋藩定下今天赌局 若是输了 任体处置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发帖的人名叫李公白小生 他的这个帖子将宁若宇和宋藩的赌局详细地介绍了一遍 然后用暧昧的语气说 宋部长的母亲可是国家特级舞蹈家 宁若宇前都堪忧啊 如果输了宋部长会怎么处置他呢 真是让人期待 很快这个帖子就被飘红盖起了上千高楼 宁若宇对自己的舞蹈这么有自信 我和宁若宇都同一所高中 我可以用脑袋担保 他根本就不会跳舞 他就是个没爹的穷鬼 连食堂里的饭菜都只敢打三块钱的 哪有钱去学才艺 楼上帮料地啊 既然他不会跳舞 为什么要设这个赌局啊 他就是个绿茶表 高中的时候就特别虚荣 特别爱出风套 不知道闹出了多少笑话 楼上的 你这就不懂了 人家宁笑话肯定是看上了宋藩部长 就盼着能任其处置呢 呵呵 真是绿茶 怪不得敢去读男校 别搞笑了 宋部长能看上他 今晚一定要去参加联欢会 这么大的热闹 必须去围观 宁若宇刚回宿舍 岑少就找来了 他一脸的交集 宁同学 你怎么能和宋部长赌呢 为什么不能赌 你赶快去看看学校论坛吧 先不说能不能赌赢 你的名声快被这些人毁了 宁若宇看了看那个帖子 很显然 里面有水军在带节奏 一万多个回复 大部分都是在骂他 有的还说得十分恶毒 宁同学 学校论坛的版主 我认识我认识几个 要不我让他们把帖子删了 雕虫小记而已 不必管他 你可别不当回事啊 宋部长他 他性格很恶劣的 你要是落到了他的手上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 你觉得我会怕他吗 岑少想起那天 他在鬼村之中大杀四方 他手指折扇 在群鬼之间穿梭 姿态优美如同舞蹈 却能杀鬼于无形之中 实在是太帅了 恭喜用户 得到岑少的轻木 获得仰慕之五十点 提示还没结束 就看见岑少鼻子里流出了一丝鼻血 宁若于满头黑线 这小子到底在想些什么呀 岑少连忙擦掉鼻血 假咳了两声 那个 那我 那我支持你 宁若已见他是真关心自己 美好恶语恶言 点了点头 夜幕降临 滑灯初上 理工大的学生几乎全来了 还来了不少外校学生 把举办联欢会的大礼堂 给挤得水泄不通 连过道里都沾满了人 现场的女生也不少 都想来看看 这个大名鼎鼎的绿茶 长什么模样 舞蹈能跳得多差 杨泽南穿着一身鼻挺的绿色军装 虽然没带肩章和领章 但一身英气 再加上容貌十分俊美 引得外笑的女生们连连尖叫 沈明宇和陆景二人听到风声也赶过来了 二人已经商量好 如果宋番胆敢为难宁若宇 他们一定会出手 宁若宇来到后台的时候 一群跳街舞的男生正在议论 脸上带着一抹暧昧和鄙夷的笑意 你们说今天宁若宇跳什么舞 看过节目单了 好像是扇子舞 扇子舞 不会就是拿把扇子 随便挥两下吧 说不定挥都不挥一下 直接认输 人家可是等着宋番学长处置他呢 好想围观宋番学长怎么处置他呀 还记得上次得罪宋番学长那个小子吧 宋番学长逼得他脱光了绕着学校跑了一圈 这视频都发到微博了 转发上万 那个学生后来也退学了 要是这次宋番学长也让宁若宇光着身子跑圈 那就有意思了 一边说这些人一边爆发出哄笑 宁若宇走进去 目光在他们身上冷冷扫过 笑声戛然而止 众人都有些乏冷 那个 其实我们 一个男生不好意思想要解释 另外一个拉住他冷哼一声 那个小伙 你不会这么开不起玩笑吗 我跟你很熟吗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开玩笑 你 那男生想要大骂 被旁边的人拉住了 您若于走向女更衣室 那男生讽刺道 您笑话 祝你 旗开得胜 我不会输 转什么转 一个出身下贱的绿茶吧 下一个就是他们的舞蹈 上场表演后 他们赢得了掌声无数 兴冲冲的回到后台 那个女人的衣服换好了吗 再下一个节目就是她的了 我们还等着看她出场呢 话音未落 就看到女更衣室的门开了 宁若宇大步走了出来 他们一下子愣住了 宁若宇的舞衣是一件粉红色的竖腰长裙 下裙是破开的 里面穿着一条粉色的宽松长裤 在脚踝处用粉色的袋子扎住 一双玉族光着 脚踝上还带着两串金色的铃铛 她化了一个淡妆 一头长发竖在头顶 插了一根琉璃发簪 再加上她大家闺秀的气质 从身体里散发而出的灵气 宛如仙人 这身衣服是宁若宇 从鬼市商场里兑换的 威克福说 是某个高级修仙卫面的 灵武宗弟子 刚进宗门时穿的服饰 不是发器 但非常结实 也很漂亮 最适合用来跳舞 男生们看得有些呆 本来觉得 她也就是一般好看而已 没想到稍加打扮之后 居然这么漂亮 用户惊艳重男舞者 获得仰慕之一百点 宁若宇神色不变 淡定地越过他们 走向舞台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 让出一条路 目光不由自主地跟随着她 此时 舞台上一男一女 两名主持人正面带笑容 下一个节目 就是我们玉林女工 唯一的女生 宁若宇的舞蹈了 我知道各位都是为了 宁笑话而来 大家是不是等不及 看我们宁笑话的舞台下 爆发出了一阵红笑声 有人喊道 别他们废话了 让他上台 让我们看看 他能跳得有多难看 杨泽男冷冷地 瞥了一眼起哄的人 脸色有些阴沉 沈明渝的人心中很是气愤 陆锦怒冲冲地说 这些人神经病啊 明渝又不是他们的杀父仇人 为什么这么恶毒啊 这就是人性 一旦有人带头欺负一个女生 给她扣上绿茶 放荡 虚荣之类的帽子之后 这些人就会一拥而上 在满足自己变态的欺凌欲望之后 又让自己有种替天行道的满足感 至于那个女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根本不在乎 拳头有点痒 想揍人 沈明渝面沉如水 拳头握起 眼神如刀一般锋利 而宋帆坐在第二排 眼中满是讥讽之色 坐在第一排的某个领导 问是怎么回事 她的秘书给她添油加速地说了一通 她摇了摇头 真没想到啊 咱们学校招的第一个女学生 竟然是这样的人 主持人又嘻嘻哈哈地调侃了宁若雨一番 那么我们现在有请万众期待的宁若雨 为我们带来舞蹈 仔细上舞 在众人的起哄声中 一道光芒从后台飞了出来 在半空中盘旋 那居然是一把扇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八十六集 当然 您若雨不会拿着英魂琉璃扇来跳舞 这只是一把普通的檀香木的折扇 扇子上镶嵌了两颗宝石 在美光灯下熠熠生辉 接着 一道纤细曼妙的人影从后台飞出 稳稳地接住了折扇 在空中一个大云帆 轻巧如飞燕地落在了舞台的中央 这个出场 令所有人都惊了一下 急促的音乐响起 宁若雨以单脚脚尖点地开始旋转 她姿态优美 动作轻盈 急转如风 她的裙子也快速旋转 如同朵朵祥云 一瞬间便惊艳了众人 红笑声渐渐小了下去 人们都盯着舞台 目光不自觉地跟随着那道粉红色的身影 杨泽南背着双手 眸光深邃如同星空 而那星空中 唯有一道旋转舞蹈的身影 宁若雨踏着鼓点 手中的折扇在身体四周不停地飞舞 如同一只蝴蝶般 弦鼓一声 双袖举 回雪飘飘转捧舞 她腰肢纤细柔软 每一个跳跃都又高又美 有的动作非常考验基本功和力度 普通女孩子根本就跳不出来 宋藩越看越觉得心惊 她母亲是国家特技演员 跳了几十年的舞蹈 也做不出这些动作来 这时 坐在她旁边一个身材高大的男生说 这不是普通的舞蹈 这是杀人的武术 宋藩侧过头去 那男生是理工大体育部的部长 也是舞蹈社的社长 名叫唐宇 他出身舞蹈士家唐家 在舞蹈界很有地位 武术 唐宇是个舞痴 激动地说 这个女生绝对是个武林高手 真想和她过两招 宋藩脸色更难看了 沈明渝等人都满脸惊艳之色 他们只知道宁若宇悬殊惊人 没想到她的舞蹈居然也如此地出尘脱俗 楚天忆此时正坐在第二排 他是学校宿管会的会长 本想着如果宁若宇输了 他一定会替她求情 宋藩无论如何也会给她一个面子 但如今看到宁若宇的舞 他知道不需要了 他不会输 从什么时候开始 平凡的他居然变得这么耀眼 异曲终了 随着最后一个鼓点 宁若宇一跃而起 手中的折扇飞出 在空中旋转着杀向宋藩 那一瞬间 宋藩觉得自己像是被什么压制住了 一动也不能动 那折扇顷刻间飞到了他的眼前 唐宇伸手去挡 却迟了一步 扇子从宋藩的额头飞过去 割断了他额前的一缕碎发 然后又飞了回去 稳稳地落在了宁若宇的手中 他轻巧落地 一个优美的回旋 结束了舞蹈 会场中静了一瞬 然后便是如雷的掌声 很多人大声吹着口哨 喊着再来一个 第一排的领导们也纷纷点头 之前询问过秘书的那个领导说 看来传言始终是传言 做不得准 我看这个女生就很不错嘛 比那些国家级的舞蹈家 叫得还要好 他的秘书连连成事 而宋藩却脸色发白 缓缓地抬起手 摸了摸额前的头发 衣服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如果那把扇子再伸入一寸 他的头盖骨就会被削下来 他握紧了拳头 宁若宇将折扇一收 朝着台下微微欠身 转身走下了舞台 早有好事者将刚才的舞蹈 录了下来 放到了理工大的网站上 谁说宁若宇不会跳舞的 这个帖子刚发出来没多久 就刷了上百层楼 到底是谁造的羊啊 人家宁若宇舞跳得那么好 就是 怪不得敢跟宋藩对动的 原来人家有真才是学 哇 宁若宇好漂亮啊 气质也好 姿态也美 我看笑话一词 他当之无愧 当然 也有说话恶毒的 会跳个舞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看他就是哗众取宠 虚荣心强 人家真正有本事的人 才不会出这个风头呢 我是他高中同学 我由性命保证 他人品一点都不好 像这种人 就算成绩再好 舞跳得再美 也不值得推崇 跳舞跳得再好 也只是个戏子 在古代就是 祭乐 剑吉 下九流的东西 这个人的帖子 让论堂里 一下子炸开了锅 艺术学校的学生组队来嘛 有好事者 又把舞蹈视频和照片 发到了微博和朋友圈 小伙伴们快来看 神仙 今天本来却看人出手 没想到看到这么一场 一支舞蹈 不许死刑了 你让雨小姐姐跳得好好 我学末 从今天开始 她就是我的女神了 这个视频被网友疯狂转发 也引来了不少人的质疑 这是掉了微雅了吧 不然人怎么可能跳这么高 对啊 你看这个大云帆 一般都是男舞者的动作 女人根本做不出来 这女生真是有多大的腰力 多大的腿力啊 这要是没掉微雅 我建议她去参加奥运会跳高 肯定能得冠军 我当时就在现场 她要是掉了微雅 我们能看不出来 对啊 我也在现场 你们看她的动作 根本不像掉了微雅的样子 而且那把扇子 可是在她身体四周围飞舞 三百六十度无私角 要是有微雅 早就撞上了 右边的是黑粉吧 就算掉了微雅 她的舞也跳得很好了 你们偏偏要把她吹成神仙 这不是给她招黑吗 右边的 不要你做不到 就认为别人也做不到好吗 网上吵成了一团 把神仙跳舞这个话题 给吵上了热搜 宁若宇一下子就成了名人 有人开始把之前 宁若宇在黑夜街道中 打败一大群壮汉 在朵兰大厦里 用电线救人的视频 挖了出来 一针一针的分析 你们看 从体型来看 这位女侠 和这位舞蹈的姑娘 非常相似 头发长度也差不多 年龄也很相近 经过技术帝的一番分析 网友们都觉得很像 这时 又有技术帝从视频里 抓到了一张宁若宇的 半侧面照片 这个镜头只有不到一秒 居然被她给抓到了 她将那张照片 和宁若宇跳舞的照片 重叠了一下 五官完全重合在了一起 宁若宇虽然通过升级 容貌越来越美 但五官的变动并不大 只是微调 别人只会觉得 她的脸长开了 女大十八遍而已 仍然能够一眼看出 她就是宁若宇 我的天 她真的是妹妹神秘女侠呀 我可是神秘女侠的粉丝啊 右边的 先不要放 她是不是还不一定呢 何况 你们不觉得 这是有人安排的吗 这根本就是炒作呀 这明显就是炒作 那 先放出打坏人的视频 然后呢 就是装神弄鬼的视频 都不放正脸 然后呢 一看时机成熟了 再打扮一番 放出最好看的视频 这 这简直就是教科书似的 炒作过程嘛 右边 不要用你的恶臭思维 去揣测我们的神秘女侠好吗 我们神秘女侠 可是有真功夫的 对 有舞蹈视频为证 这灵敏度 这力度 哪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 网友们真的不可开交 又给宁若宇刷了一波热度 宁若宇的名字 渐渐地传扬开来 也引起了一些 影视家族的注意 而宁若宇从舞台上下来 就激动地手有些抖 就刚刚那一支舞 他居然刷了五千的仰慕值 整整五千呀 升十二级 需要一万的仰慕值 他现在已经将近七千了 只要这样再刷几次 他岂不是又能晋级了 要获第一次一次性 获得五千点仰慕值 获得抽奖机会一次 这可是喜上加喜 宁若宇开心极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八十七集 宁若宇点开摇奖转盘 连上面有些什么东西都没有看 直接点下了抽奖剑 轮盘迅速转动起来 就在这时 有人进了后台 他立刻从意识中出来 见杨泽南快步来到他面前 一把抓住他 宁若宇皱眉 正要将手抽回来 却听他说 外面有很多人等和你合照 现在不走 待会儿走不了了 宁若宇朝外面一看 果然有不少人涌向后台 立刻关上了门 后台还有其他的门 跟我来 杨泽南拉着他 钻进一间杂物室 里面果然有一扇门 这扇门是方便运送道具的 常见锁着 他手指再锁上一点 门咔哒一声开了 宁若宇跟着他出了大礼堂 一直跑到一处偏僻的小树林 才停下 宁若宇这才抽回了手 杨教官 对我们学校很了解吗 作为一个军人 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观察四周地球 宁若宇 脸部肌肉跳了跳 说得好有道理 我竟然无法反驳 他扯了扯嘴角 挤出了一个笑容 谢谢你啊 已经很晚了 告辞 我很可怕吗 为什么一直躲着我 杨教官 我不喜欢跟人纠缠不清 宁小姐 我也不是纠缠不清的人 今天我的确有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商量 什么事 我听说 你要开一家法器店 下个月月中 在玉陵市有一个法器大会 法器大会 嗯 近几年华夏的术师越来越多 卖法器的店铺也越来越多 五年前 我们领祖开始在各地举行法器大会 炼器师和法器店 都会带着各式的法器来参加 术师舞者都齐聚于此 是一季度一次的盛会 西南地区这次 就在玉陵市举办 如果你能拿出几件上了品级的法器 你的店铺肯定能一炮而火 您若宇没有理由拒绝 到时候我来接你 谢谢你 我会报答你的 杨泽南忽然笑了 静静地望着他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也是这么说的 明天下了很大的雨 你倒在别墅里 雨水打在你身上 你的身体冰冷 冷得像冰块一样 当时你躺在我车里 抓着我的手术 你会报答我 明若宇想起那天 他在楚天玉学长那里受了乳 如果不是杨泽南路过救了他 或许他已经死了 我有个任务 马上就要出发 危险吗 你在关心我 不是 那个 有点危险 但我总能化下为一 更担心 谁担心你了 那 祝你齐开得胜 明若宇将手身借一兜 假装拿东西 其实是从个人包裹里 取出了一条手链 那是一条银白色的链子 上面坠了一颗金色的珠子 那珠子非常漂亮 就像一颗沉星在月光下熠熠神灰 这条手链能救你一命 请务必带着 杨泽南一惊 轻轻摩缩着那颗珠子 脸色正重 你知道这条手链的价值有多高吗 我知道 这条手链名叫替身手链 能代替人死一次 有了它 就像是多了一条命 价值连城 知道你还随便送人 我只是想还你的救命之恩 我会珍惜 再见 我从来不在出任务之前说再见 我怕真的再也不见了 你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他的气运那么旺盛 紫气冲天 怎么可能那么轻易死去呢 杨泽南笑了 笑容明媚 仿佛整个夜晚都被他照亮了 为了你这句话 我也要活着回来 宁若羽望着他的背影 心中有些异样的情绪在涌动 威克福 我刚刚想跟他相面 看看这趟任务的吉凶 却什么都没有看出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气运太高 你的等级太低 无法看清他的过去未来 宁若羽安松了口气 身负这样的大气运 他根本不需要担心 回到宿舍 远远地却看见一个人影 等在门口 他不由地皱起眉头 是楚天忆 他来干什么 若羽 他深深地望着您若羽 似乎有很多话想说 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们曾经那么好 我曾是你唯一的朋友 可是我在你最绝望的时候 推了你一把 将你推下了悬崖 是我自己亲手毁了一切 宁若羽轻轻地叹了口气 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 高中三年 正是因为有他护着 自己才能安然度过 否则 他早就被校园欺凌 和无休无止的流言 给逼死了 楚学长 我不喜欢欠别人的 你可以要求我 为你做一件事 报答你高中三年的保护 楚天忆心口一通 刚开始的时候 他保护对方 是因为那个预言 可是到了最后 他是真心想要呵护他 不让他受伤害 可自己却被猪油蒙了心 就因为一个小小的流言 便认定了他骗了自己 将怒火撒在了他的身上 自己保护了他 却伤他伤得最深 若语 你是要跟我划清界限 我只是了结 我们之间的恩怨而已 楚天忆沉默了许久 目光忽然变得坚定起来 那我有个要求 你说 我也想休息悬术 你若语一愣 没想到 他竟然提这样的要求 楚学长不愧是楚学长 他永远知道 什么对自己最有利 好 我要先测测你的天赋 跟我来 楚天忆也没想到 他会一口答应 心中激动 进了他的宿舍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味 和他身上的幽香一模一样 宁若语拿出一张紫色的福禄 这是专门测试天赋的符咒 悬术不像武术 谁都能学 如果没有天赋 永远也不可能入门 虽说自己有太阳精 可以改变对方的天赋 但那是绝世珍宝 能不用 还是不要随便用 他割开楚天忆的手指 滴了一滴鲜血在福禄上 福禄嗣得一声燃烧起来 现出了一道金光 宁若语一愣 他的天赋居然这么高 火光的颜色象征着天赋的高低 没有天赋就是白色 天赋最高就是金色 他居然是个仙才 宁若语有些无奈 有的人天生就是上天的宠儿 维克佛 推荐一本适合他的修炼功法 我买得起的 推荐大玄神雷姐 需要六千点雅慕值 宁若语肉痛 但可以和楚天忆了断恩怨 也算是值得了 楚学长 法不可清传 我可以赐你功法 让你修习玄术 但是你不可以背叛我 用这个玄术来对付 我愿意发下毒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八十八集 修习玄术之人若是发下毒誓 就绝不能违背 一旦违背 便要遭受天谴 三必五缺还是轻的 重的会遭受雷劫 九死无生 因此 术誓都不会轻易发誓 何况是毒誓 宁若语本来就想与他解了恩怨 自然不想与他签订生死器 让他发毒誓最合适不过了 皇天后土作证 我楚天意 将来若是背叛宁若语 意图伤害他 必遭天打五雷轰 修为被废 死无葬身之地 话音刚落 原本晴朗的夜空 忽然打过了一声炸雷 这是上天听到了你的誓言 今后你再不能违背 楚天意一惊 我不会违背 好 宁若语抬起手 将食指点在他的额头上 他便感觉一股知识的洪流 涌进了自己的脑海 让得他的脑袋快要裂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那种胀裂感才消失 他身体一软 倒在了地上 太阳穴还在一条一条地疼 但是 当他细细思索脑海中 所得到的庞大知识时 却激动不已 再痛都是值得的 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 从今往后 我们互不相见 楚天意深深地望了他一眼 迟疑良久 若语 我会记得你的恩情 门在身后轻轻合上 宁若语心中一阵轻松 那段高中岁月 所带来的所有快乐 悲伤 痛苦和悸动 都已经随风远去 他的心思 从来没有这般通达过 那一瞬间 他觉得自己似乎领悟到了什么 有种茅塞顿开之感 用户顿悟 奖励仰慕值一千点 宁若语立刻召唤出阴魂琉 打了一套紫须善舞 发现对每一个动作的理解 都更加深刻 动作也更加流畅 威力更加强大了 擦着一声清响 扇子的弧光 从窗户飞了出去 落在几十米 外地棵大树之上 竟将那大树起起砍断 大树轰然倒下 惊起了好几个 坐在树下看书的学生 他居然领悟到了一丝剑意 剑客对剑的领悟 达到极高的境界 这个境界便被称为剑意 剑意是人与剑合二为一 人便是剑 剑便是人 剑意不是人人都能领悟到的 需要极高的悟性 以及对天地万物的理解 有的剑客 哪怕是轻其一生 也无法领悟到剑意 宁若语的武器虽然是扇子 但这世上的冷兵器千千万 万便不离其宗 真没想到 他了断与楚天翼的恩怨情仇 居然会帮助他心思通达 领悟建议 或许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 神秘女侠和神仙跳舞的视频 在网上越来越火 宁若语根本就没有上网 第二天一早 就来到了学生会文娱部的办公室 宋藩正拿着一条手卷 细心地擦拭大提琴 眼中是满满的不舍 他看了宁若语一眼 满脸的不甘心 但还是说 你赢了 那走吧 我不要你的琴 你什么意思 你以为我说不起 我不会拉大提琴 要来也没有用 我要的 只是你这句你赢了 你在羞辱我 我与你无怨无仇 你却让我去跳舞 想要羞辱 我只不过是教教你 羞辱别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哪怕你有权有势 但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用户正经送发 获得仰慕之六十点 说吧 他转身便走 却看见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 拦住了他的去路 你想干什么 宁若语一眼就看出 他是个恋家子 还是个暗尽舞者 说得好 宁若语 我喜欢有骨气的人 我要和你切磋切磋 我不喜欢世强凌若 你看不起我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唐宇忽然一跃而起 朝着他一拳打来 在宁若语的眼中 他的速度很慢 慢得每一个动作 都看得清清楚楚 唐宇心中奇怪 他怎么连躲都不躲 难道他真的不懂武功 那只扇子舞 只是普通的舞蹈而已 可是下一刻 他忽然觉得后背一痛 脸色一变变 扑倒在了地上 刚才宁若语侧身 一个手刀 砍在了他的背部 好快的速度 他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拥护震慑唐宇 获得养慕之六十点 承让 宁若语淡淡地 转身而去 唐宇愣了半天 才从地上爬起来 他 他居然这么强 他看了一眼宋帆道 输给他 你不远 宋帆皱着眉头 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宁若语心情很好地去上课 班上的学生都用怪异的目光打量他 他也不在意 下课后他刚走出教室 一个男生就走了过来 那人他不认识 正打算绕过去 男生拦住了他 宁若语 我们刘少 今晚请你吃饭 刘少 宁若语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他好像不认识这人吧 春风十夜的刘洋 刘少 那男生鄙夷地瞥了他一眼 果然是小地方来的 孤陋寡闻 连刘少都不知道 不认识 站住 你敢不给刘少面子 我又不认识他 为什么要给他面子 敢得罪我们刘少 你胆子挺大呀 别以为你火了就能嚣张的资本 我告诉你 我们刘少生气了 三分钟让你身败名裂 宁若语 用你是傻叉的目光看了他一眼 转身就走 男生气得脸都有些扭曲 回到自己班的教室 一个穿着阿玛尼外套的男生 坐在最后一排 问 他答应了 刘少 那女人不是台诀 不仅不答应 还出言不逊 刘少脸色一沉 旁边一个跟班道 刘少 他自认为自己有点名气 就开始飘了 这种女人 如果不教训教训 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对呀 咱们刘少型的师范 那是看得起他 他却敢拒绝 疲痒了 刘少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他是圈子里有名的玩家 和几个同样身份的二代 经常比拼谁戴的女人 漂亮 有名 他已经夸下了海口 说今晚的聚会 一定会戴上宁若语 要是没戴 岂不是要被那些二代们笑死 让他的面子往哪搁呢 刘少 要不我们哥几个 下课了之后 去把他给你绑来 哼 绑来都没意思 我要让他跪在地上求我 宁若语没走出去几步 岂少就追了上来 压低声令说 你 宁同学 你知道那个刘少是什么人吗 宁若语挑了挑眉头 他的母亲来自首都赵家 在玉林市 无论黑白两道 都要给他们家几分面子 首都赵家 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 首都赵家可是个庞然大物啊 据说这个家族是玄术世家 从明代开始就是朝廷兴富 富可敌国 全是滔天啊 玄术世家 这倒是有点意思 我是理工大的学生 不是以门卖校的风尘女子 要是有点背景 就叫我去陪酒陪饭 那我成什么了 虽说是这个道理 但刘洋向来心狠手辣 软得不行就来硬的 上次他让一个小明星陪他 那小明星不愿意 第二天就被封杀和血藏 那小明星也是有骨气 死活不肯 最后被他设计下了药 送进他房间 第二天一早 那小明星跳楼自杀了 他居然摘得干干净净 一点都没有牵扯到他 可见他家的势力有多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八十九集 那个小明星是岑少家里的 刘家祥的父亲施压 他们也没有办法 其实那小明星人不错 他还挺欣赏的 准备让父亲力捧 想起这事 他就觉得憋屈 我有分寸 话说 我还不知道你的全名 只是听他们叫你岑少 岑少的脸一下子红了 结结巴巴地说 啊 我 我叫岑非凡 宁若鱼点了点头 这个岑非凡 虽然人有些讨厌 但本性不坏 倒是可以结交 也会让岑非凡春心蒙动 获得养殖五十点 少年你的春心 也太容易动了吧 宁同学 我送你回警示吧 不用了 我有事要回家一趟 我送你回家 你别误会 柳阳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你 我怕他对你下黑手 他要是敢下黑手 我就敢把他的爪子给剁了 岑非凡被他的笑容吓了一跳 好 好帅啊 要获得到岑非凡成敬 获得养殖五十点 少年 这个少年一定是个斗M 打发走了岑非凡 宁若鱼出了学校 正打算交辆出租车 忽然一辆银色的兵力开了过来 停在他面前 车窗摇下 之前来找他的那个男生露出脸来 宁同学 上车吧 别让我们留少九等 宁若鱼朝着车内看了一眼 一个穿着阿妈你外套的男生正冲着他笑 那男生面色发青 眼窝深陷 一看就是被九色给掏空了身子 一过三十岁 就会患上阳尾早泻之类的疾病 老了之后就算有钱治疗 也会疾病缠身 出来跑 迟早是要还的 宁若鱼懒得搭理他 转身就走 刘洋脸色一沉 那跟班男生立刻到 先别着急走啊 宁同学 我有个东西想让你看看 说着 他将手机递了过来 宁若鱼一看 竟然是自己母亲的照片 他正在躲篮大厦之中 监督着工人们对自家的店铺进行装修 宁若鱼的脸色沉了下来 你们威胁我 装修的时候啊 很容易出事 要是你妈妈磕着碰着 可就不好了 况且这开店可不是个简单的事情 会有很多的部门来检查 要是哪项检查没过关呢 这店可就开不成了呀 宁若鱼微微眯起眼睛 母亲就是他的逆领 谁要是敢对他母亲下手 他绝对不会放过 宁若鱼抓住那跟班男生的衣领 将他狠狠拉了一下 额头砰的一声撞到了车顶 疼得他刺牙咧嘴 宁若鱼冷眼盯着他 沉声道 我警告你们 谁要是敢对我母亲下手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说着他冷冷地看了刘洋一眼 刘洋脸色一变 只觉得自己像是被某种远古凶兽给盯上了 额头上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冷汗 等宁若鱼走了 那跟班的男生才色力内染地说 刘少 我就没见过这么不实抬举的女人 咱不能放过他呀 刘少脸色阴沉得快要滴出水来 他咬牙道 去跟马老二说 让他派几个人 去教训教训他 让他知道 不是有点明气 就什么人都敢得罪的 马老二是东城区有名的混混头子 手下带着上百号小弟 他很懂得钻营 抱上了刘少的大腿 成了刘少的打手 这几年混得风生水起 接了刘少的电话之后 他没怎么放在心上 不过是个不听话的小娘皮而已 能费什么事 他叫来两个小弟 让他们半夜的时候摸进朵兰大厦 将正在装修的店铺给砸了 那小娘皮知道了刘少的厉害 还不乖乖投进刘少的怀抱 朵兰大厦每晚十点斜夜 今天 安璇跟女儿一起吃了饭 宁入雨便回学校了 他觉得麻烦 就没有回家 准备在店里将就一个晚上 店铺装修得很快 他在装好的礼物搭了个床铺 将吉娃娃放在床下 便睡了过去 半夜 那两个混混悄悄摸进了大厦 用夹子夹断了塑料锁 钻进了店里 一个黄发的混混低声道 等等 少 里面有人 外号寿猴的混混 朝里屋一看 果然看见一个女人 躺在床上 眼珠子一转 黄毛 麻哥不是说 要叫醒叫醒 那个小娘皮吗 既然他妈在这 要不咱们 麻哥只让砸店 没让弄人 咱们自作主张 麻哥会不会生气啊 怕什么呀 咱们弄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上次还弄死一个 麻哥也没有说什么呀 不过是个没什么背景的老妇女罢了 咱们只打一顿 不弄死不就行了 黄毛想了想 也对 二人捡起钢管 正要进去 忽然看见一只小狗 颠颠地跑了出来 那是一只急娃娃 长得十分娇小 小的能放在女人的手提包里 黄毛朝他一脚踢去 哪来的死狗 滚开 这一踢 居然没有踢动 黄毛还想再踢 被兽猴拉住了 他惊恐地指着墙上 你 你看 外面昏黄的应急灯灯光打过来 将他的影子打在墙上 那哪里是一条狗 分明是一头巨大的远古凶兽 安璇做了一个怪梦 醒了过来 奇怪地看了看四周 他怎么感觉刚才有人在说话 是听错了吗 他站起身将店铺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 没有发现人 便钻回了被窝 想着可能是他听错了吧 而床下的急娃娃却舔了舔嘴唇 眼里闪过了一抹嗜血的光 天快要亮了 马老二搂着一个妖艳的女人正在熟睡 忽然被一个电话给吵醒了 小冬 你披痒了是吧 说 到底什么事 要是说不出个子丑银某来 你就等着当老子的杀暴吧 马可 火门和兽猴死了 刘阳看着站在面前 战战兢兢的马老二 脸色很难看 你说什么 你派出去教训宁若宇的人死了 刘少 他们俩的尸体尽早在臭水沟里发现 已经不成人形了 条子说是被巨型猛兽咬死的 巨型猛兽 城市里哪来的巨型猛兽 我已经看过尸体了 身上确实有猛兽的牙印和转印 而且是非常巨大的猛兽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伤痕 他顿了顿 上前一步压低声音的 是不是 对方会悬术 刘阳一阵 他母亲出身悬术世家 他虽然没有修习悬术的天分 但对悬术也劣之一二 悬术师的手段层出不穷 极难防范 可以杀人于无形之中 难道宁若宇 是悬术师 不 不可能 刘阳摇头 有修习悬术天赋的人太少了 可以说万里无一 其中的女生更少 哪怕是赵家 都只有三四个女悬术师 年纪小的 只会一些最低级的法术 哪能用这么酷利的手段杀人呢 这时 他的一个跟班道 刘少 前几天不是有个新闻 说几个农民进山去采草药 被老虎给袭击了吗 把几个人咬得是面目全非 说不定黄毛他们 也是被老虎给咬的 我从来没听说过哪种拳兽 能够化作巨兽杀人 你那两个小弟 不会是磕要磕嗨了 走错路跑山里去了吧 马老二还想说什么 被刘阳挥手指住了 我堂堂刘少 要是被吓唬一下就收手 以后传扬出去 我在御灵市还怎么混 我不要面子的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九十集 刘少的意思是 直接把他给我绑来 今晚在黑火KTV 我要见到他光着身子 躺在我面前 刘少放心 我一定坐得妥妥当当 宁如雨早晨一醒过来 就接到了威克福的提示 提醒用户 昨晚傀儡犬袭击了两名 对主人意图不轨的青年 怎么回事 威克福发了一个视频过来 他打开一看 原来是两个混混 想要袭击母亲 结果被傀儡犬给撕碎了 整个过程拍得很清楚 画面略血型 宁如雨微微眯了眯眼睛 傀儡犬好强的战斗力 这个刘洋 居然敢向他母亲下手 真是活腻了 威克福 尸体处理好了吗 用户放心 我们的傀儡很智能的 尸体处理妥到 不会有人找到用户的身上 我们的傀儡 可是杀人越户 居家旅行便便的好物 欢迎购买 宁如雨放下心来 有傀儡犬在身边 母亲暂时不会有危险 但刘洋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上课的时候 岑非凡又凑了过来 宁同学 你没事啊 我能有什么事啊 你昨天拒绝了刘洋 刘洋居然没有对你下手 这不是她的性格 或许她没空吧 下了课 宁如雨直接回了宿舍 她的宿舍地处偏僻 但平时还是能看到 一两个背书复习的学生 今天却一个人都没有 安静地出起 宁如雨嘴角勾了勾 露出一道浅浅的微笑 她刚走到门边 忽然一辆面包车急驰而来 横在她的身后 挡住了她的去路 车门一开 几个壮汉跳了下来 抓起她的胳膊就往车里拉 她也没怎么反抗 上了车 就被人用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 然后用麻袋套住了脑袋 一路上她都很安静 抓她的壮汉笑道 马哥 这娘们儿很好抓嘛 您老人家何必亲自跑一趟啊 这个娘们儿有点邪惑啊 你们都给我警醒点 车子一路开到了黑火KTV 这个KTV从外面看 就像是废弃的楼房 老旧的砖墙上面 涂满了诡异的涂鸦 但一进去 里面却是一副热闹非凡的模样 无数男男女女 在霓虹灯的照耀下 随着重金属音乐 疯狂地扭动着身体 马老二亲自扛起您若语 大步走进KTV之中 根本就不避讳别人 也没有人在意 每个人的脸上 都写满了享受和疯狂 马老二来到二楼走廊尽头的房间 敲开门 只见刘洋敞开衬衣扣子 怀中搂着一个衣着暴露的美女 她那几个跟班 也各自搂着一个美女 唱歌的唱歌 调情的调情 玩得非常开 现场画面有些辣眼睛 刘少 我把人给带来了 刘洋抽了一口烟抬起头 正好看到您若语 纤细的腰肢和细长的大腿 顿时觉得一股热流往下窜 哈哈大笑道 再清高又怎么样 只要我想要 就没有得不到的东西 把她的衣服给我剥了 刘长 昨晚那几个大少居然敢嘲笑你 你怎么着也在他们面前把面子找回来 不如把他们一块叫来一起玩怎么样 好 你小子这主意出得不错 去给他们打电话 把他们全都叫来 说有场好戏 向着他们欣赏 那跟班去门外打电话了 马老二将您若语扔在地上 刘洋摸了摸下巴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要怜香惜玉 马老二黑黑音笑 刘洋搂着的那个妖艳美女 不满地看了您若语一眼 趴在他身上撒娇的 刘少 你今晚不让我陪你吗 哼 急什么 今晚你们两个 我全都要 刘少 是他好看 还是我好看啊 都好看 他的身材好 还是我的身材好 刘少瞥了一眼宁若语 见他腰细腿长 就像一朵含苞带缝的百合 透着一种清新脱俗 不染尘世喧嚣的美 他的心一下子火热起来 对马老二说 把头套给取了 马老二摘掉头套 露出宁若语那张清雅的脸 他没有一丝慌乱 而是用平静的目光看着刘洋 就像在看一个死人 刘洋被他的眼神看得很不舒服 脸部肌肉跳了跳 拿起酒杯 宁若语 你还真是难请啊 我这不是来了吗 要不是我使出非常手段 恐怕今晚还见不到你 如果我不想来 你请不动 刘洋像是听了天大的笑话 哈哈大笑起来 他的跟班和马老二 也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宁若语 你这吹牛的功夫可真不错呀 不知道那方面的功夫 是不是也这么好啊 哈哈 放心 等那几个大少来了 我就当着你们的面 好好地教训 教训这个女人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 她的功夫好不好了 啊 哈哈 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宁若语依然稳如泰山 何必他们来 现在 你就可以试试 我的功夫如何 哈哈哈哈 刘洋 她已经按耐不住了 不如 你就成全她吧 面对这些乌言晦语 宁若语站在原地 丝毫不为所动 刘洋将杯子里的红酒 一饮而尽 笑道 马老二 把她的衣服给我脱了 马老二答应一声 走上前来 伸手就去撕宁若语的衣服 忽然 一声清脆的 葡萄碎裂声响起 一个跟班喝得醉醺醺地说 马老二 都让你脸相细了 你怎么把她骨头都给 后面的话她没能说出来 因为她看见 娇小的宁若语 用一只手轻松 抓着马老二的手腕 已经将她的手生生捏碎了 用获震惊所有人 获得养殖200点 马老二痛得浑身发抖 想要将手抽回来 但宁若语的手 就像是铁钳一样 死死地夹着她 她根本动弹不得 怎么可能 马老二可是体重200斤的壮汉 居然被一个体重不满百的小女生给压制住了 马老二不信邪 大吼一声 举起另一只往好的手 朝着她的后脑勺打去 她在急痛状态下打出的一拳 足足有300斤的力道 可以将一块大石头给击碎 刘阳回过神来 激动地大喊 给我打 马老二 给我打死她 马老二以为 这一拳能够将宁若语的脑袋 像西瓜一样打碎 没想到 她只是抬起手轻轻一接 就将自己拳上的所有力道全部卸去 然后对着她的拳头又是一拳 啪的一声 清脆的骨头碎裂声再次响起 马老二的趾骨被全部震碎了 尖锐的断骨 从她的手背上刺出来 鲜血丝剑 马老二再次发出一声惨叫 宁若语又往她的膝盖上踢了一脚 腿骨断裂 半月板碎裂 马老二跌倒在地上 痛得打滚 她的四肢都被击碎 算是彻底废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九十一集 整个过程前后不过几秒 宁若语缓缓抬头看向刘洋 刘洋浑身一抖 觉得面前的女人简直是头远古凶兽 被她看上一眼 都浑身发冷 两股战战 恨不得跪地求饶 用户惊吓众人 获得养母之两百点 所有人在震惊之余 都感到不可思议 一个娇滴滴的小女孩 看起来毫无战斗力 居然描边女金刚 大杀四方 她们一定是在做梦 宁若语缓缓来到刘洋的面前 微微弯身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你现在知道我的功夫如何了 刘洋的手在发抖 她身边的女人下得一个劲往后缩 几乎要缩进沙发里面去 一个跟班指着宁若语教导 你完了 你敢伤害刘少 就是和京城的赵家作对 赵家 绝对不会放过你了 你不能杀我 我赵家是玄术世家 我家的玄术世 法力高下 抬手之间就能杀人于无形 你要是伤害我 他们一定会让你死得很惨的 宁若语轻轻一笑 这个笑容本来很美 但看在刘洋等人的眼中 却十分可怖 我倒是想看看 你们赵家 是不是真如传说中那样强 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传来一阵嘻嘻哈哈的声音 刘洋一阵 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 高声喊道 光少 胡少马上 你 你们快来 这个刘洋 简直就是饿死鬼偷胎嘛 这么呼吸 又不是没见过女人 这个宁若语挺漂亮 身材也好 难怪他按耐不住 三人说笑着 打开了包房的门 马老二此时已经痛得昏死了过去 又在阴暗的角落里 所以他们一时间没有看见 只对着刘洋笑道 哎 刘少 你不是说 要给我们看一张好戏吗 刘少 戏什么时候上演啊 我都等得不耐烦了 刘洋满头大汗 心中却暗松了口气 这些可都是 玉灵一流世家的子弟 宁若语肯定不敢将他们 统统都得罪 你们来得正好 刘少说他很不舒服 哪儿不舒服啊 不会 不会是那儿吧 他说他的腿不舒服 还是带他去医院看看吧 你他妈的胡说八道什么 我的腿什么时候 后面的话 生生地卡在了喉咙里 他低头看向自己的腿 刚才 他的腿真的麻了一下 他站起身来走了两步 那种麻木感越来越强烈 几个大少爷发觉不对 刘洋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我 我的腿这是怎么了 刘洋 刘洋慌张地往腿上捶了两下 没有多少知觉 他觉得浑身发冷 恐惧令他颤抖不已 他抓起桌上的水果刀 就往自己的腿上刺 他的跟班们一拥而上 将他手中的刀给抢了下来 刘洋脸色发白 挣扎着往前走了两步 然后双腿一软 跌坐在地上 他的双腿完全失去了知觉 刘少 你没事吧 刘少 你怎么了 刘洋面白如指 挣扎了两下惊恐的教导 我的腿 我的腿怎么了 这不可能 众人都觉得蹊跷 刘少之前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双腿失去了知觉 宁若宇刚才也没有动手打他呀 众人这才想起 之前马老二派去袭击宁若宇母亲的两个混混 被恐怖巨兽给杀死了 死得非常惨 用户极度惊吓众人 获得养股之两百点 他们缓缓回过头 看向宁若宇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把他送到医院 他肯定是玩女人玩得太多 感染了什么病毒 损坏了他的脊髓 才会变成这样子的 众人一听说是病毒 都不约而同地后退了一步 连那些根班也是如此 刘少 你撑着点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啊 一个根班拿出手机 匆忙叫了救护车来 医院和护士们匆匆进来 当场给他检查了一番 都露出了奇怪的神情 先生 你没有病 没有病 没有病 我的腿怎么动不了了 我的腰一下 我就没有任何感觉了 救护车上的东西有限 不如我们回院里再仔细检查吧 众人七手八脚地 将刘洋抬上救护车 宁若瑜引在人群中 用诡异的目光深深望着他 嘴角勾起了一道神秘的弧度 刘洋一惊 愤怒地指着他喊 是你做的 宁若瑜 一定是你做的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 病人 你的病因未明 很可能是感染某种病毒造成的 请不要随意下结论 怪在无辜之人的头上 刘洋气得吐血 他知道是宁若瑜做的 但没有任何证据 对方做得非常干净 病人请不要动 我们会先给你输药的 在刘洋惊恐的目光中 救护车急迟而去 众人都觉得宁若瑜邪门得很 纷纷找借口离开了 那几个大少更是脸色惨白 生怕得罪宁若瑜 宁若瑜望着救护车远去的方向 天道好轮回 你做的一切最终都会报应在你自己身上 刘洋在医院做了一大堆检查 仍然什么都没查出来 他很健康 但就是双腿动不了 第三天 他得了疾病成了残废的事情不进而走 传得整个理工大学人尽皆知 岑非凡忍不住问 宁同学 刘洋的病 是不是你 宁若瑜勾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岑非凡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当时那么多人在场 我连碰都没有碰你一下 他的病 和我没有半点关系 对对 肯定是他平时坏事做多了 遭了报应 宁若瑜笑而不语 忽然一个笑领导面色冷肃地走了进来 谁是宁若瑜 林校长 他怎么来了 我就是 林校长是咱们学校的副校长 奉管纪律的 他要是出现准备好事 你别急着承认啊 有人找你 出来吧 宁若瑜淡定地走出教室 留下一般的人议论纷纷 林校长 有什么事吗 这时 两个人气势汹汹地走上前来 语气不善地说 宁若瑜 你涉嫌用悬术攻击刘洋 跟我们走一趟吧 说着 二人拿出了锁灵铐 你们是灵族的人 我要看你们的证件 等你跟我们去了灵族 自然会让你看 不 我现在就要看 你们不出示证件就要抓人 要是假的怎么办 你说是吧 林校长 我可以证明他们不是假冒 宁若瑜 希望你配合国家机关进行调查 宁若瑜微微眯了眯眼睛 看来刘家已经买通了这位灵校长 学校是不会保护他了 既然如此 他只能自救 证明 灵校长看到他们的证件了 那你说说 灵族的证件长什么样 灵校长一时语色 灵族的权势很大 做事一向蛮横 再加上他们要对付的 都是邪修或者鬼魂 根本就用不上证件 因此平日里出来执行任务 都不会带证件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九十二集 但宁若瑜咬死了 必须看到证件 所则就是假冒的 那两个术师怒了 厉声道 宁若瑜 你要是再不乖乖靠上左灵靠 就算是拒捕 我们可以将你当场割杀 就凭你们这点实力 二人向来被人捧着 第一次有人敢这么跟他们说话 顿时脸色一沉 其中一人掐了个法诀 一道定声符便朝着宁若瑜打来 雕虫小技 宁若瑜手指一动 那灵符被生生斩成了两半 二人一惊 正要再次动手 宁若瑜猛地放出法师器术师的威压 他现在是十一级 相当于法师境巅峰 再加上体内的灵气十分精纯 可以碾压同等级的术师 这二人都是法师境中企 只感觉一股磅礴的力量 朝他们碾压而来 二人不育儿童后退了一步 都用不敢置信的眼神盯着他 法师巅峰 怎么可能 他才多大的年纪 居然能达到这样的修为 这二人从外表上看来三十来岁 其实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只是休息悬术 寿命比普通人长 看起来更年轻罢了 您若欲冷冷地看着他 你们想在这里动手吗 别忘了 这是学校 学生们都看着呢 二人互望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惊骇 看来今天这人是带不走了 只能回去搬救兵 你别得意 哪怕你跑到天涯海角 我们领祖都能将你捉拿归 谁说我要跑 你们尽可以回去搬救兵 不管来的是谁 我都接着 二人心中恨得咬牙切齿 退出了学校 但其中一人 仍然藏在暗处监视宁若云 另外一个 则急匆匆地赶回 林祖办事处搬救兵去了 林校长满脸惊讶 他出身悬术世家 但是没有修习悬术的天赋 因此出来打拼 凭着家族的势力 好不容易才坐上了 理工大副校长的位置 因此 他对悬术界很了解 也知道那两位 林组成员修为很高 他们居然被宁若云 一下就退去了 难道宁若云的修为 比他们还高不成 用火震慑林校长 获得仰慕指五十点 林校长 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上课了 可以 等宁若云走后 他匆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打了个电话出去 六夫人 那个女生不是简单人物 那个回去搬救兵的领组成员急匆匆地进了办事处 从外面看 这只是一家普通的五星级酒店 但在酒店的地下 有着非常先进的地下基地 里面的种种设施 简直就像是科幻电影一般 他进了一间宽阔漂亮的办公室 谭香木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容貌漂亮 身材火辣的女人 那女人穿着一身军装 眉目之间弥漫着一抹鹰气 看上去鹰姿萨爽 十分干脸 他的修为 居然已经达到了天师境初期 而他对面坐着一个中年男人 也是天师境中期的修为 小赵朝二人行了一礼 李队长 乔队长 小赵 有什么要紧事吗 队长 李公大有个女悬术师动手伤人 将一个普通人打成了残废 我们去抓她回来审问 没想到她修为了得 我们不是她的对手 哦 李队长挑了挑眉毛 悬术师地位超然 这种小事领祖一般是不管的 除非那悬术师丧心病狂 大开杀戒 他们才会出手 那个普通人 恐怕不普通吧 受害者是刘家的刘洋 玉陵市居然有敢向他下手的人 我倒是想见上一见 那个女生叫什么 她叫宁若宇 是理工大大一的学生 非常嚣张 简直不把我们领祖放在眼里 什么 才大二 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 就把你们给吓跑了 队长 她是法师巅峰的修为 你说什么 队长 我怀疑那是个老妖怪 伪装成年轻人混进学校 就是为了对刘洋下手 既然如此 我倒是要去会议会这个女人 她刚要起身 乔队长却叫住了她 等一等 李队长 信命荒 小赵 你说那个人叫什么 宁若宇 李队长 这件事 我劝你不要管 怎么 你还记得前不久 白虎门的案子吗 白虎门捉活人炼制鬼魂 丧心病狂 被一位意识图灭 怎么 那件事和宁若宇有关系 宁若宇就是那个意识 什么 就是他 白虎门的事情 可是有那个人插手 这个宁若宇和那个人 关系匪浅 我劝你啊 最好别插手这个事 免得惹那位不高兴 李队长沉默了片刻 看向小赵 你给我说说 这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赵正要开口 李队长冷冷地盯了他一眼 你最好实话实说 这件事 涉及到某个大人 如果因为你颠倒黑白 添添油加错 导致了我做了错误的决定 后果很严重 你承担不起 小赵脸色一理 只得吸了胡说八道的心思 将来龙去脉简单说了一遍 只得吸了胡说八道的心思 将来龙去脉简单说了一遍 哼 我看这个刘阳是活该 让他半身不随还是轻的 换了是我 早就捏断他的脖子了 这件事情 我们领祖不要管了 李队长瞥了小赵一眼 见他低着头不敢说话 小赵 我知道刘夫人和你是亲戚 但你们的关系 应该隔得很远了吧 不要为了一个八竿子 打不着的亲戚 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甚至是性命 明白吗 这就是赤裸裸地敲打了 小赵只得点头到 队长 你放心 这件事 我不会再插手 出去吧 小赵出了领祖办事处 便给刘家打了个电话 此时 刘夫人坐在家中 看了一眼轮椅上的儿子 脸色很不好看 妈 怎么样 那个贱女人抓起来了吗 我什么时候可以折磨她 杨杨 你别着急 这件事有些麻烦 且先让她快活几天 先置你的腿要紧 妈 怎么能这样 您不是已经答应我了吗 不剥她的皮 拆她的骨 我不甘心 杨杨放心吧 她把你害成这样 我怎么会轻易放过她 只是 她有点背景 我们暂时还奈何不了她 等咱们回了赵家 请赵家的叔祖们帮忙 一定能将她碎尸万段 安抚助了刘阳 刘夫人心中暗恨 那个赵天雀 说话支支吾吾的 她问对方 为什么领祖不肯出手 对方也不说 只说是上面的命令 让她也别去找 宁若宇的麻烦 免得惹祸伤身 刘夫人催了一口 不过是个赵家的远知 有点天赋 会点悬术 就敢支持起她来了 她才不信这个血 就算那个小贱人 有点后台 能比得过赵家 只要她回家 请动了家里的叔祖 肯定能让她 死无葬身之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九十三集 她立刻安排了私人飞机 带着儿子飞往京城 刘家有意压制舆论 当日的事情 都不许往外传 因此 人们都以为 刘阳只是得了病 根本没想到 是您若语下的手 刘阳向来 嚣张跋扈惯了 得罪了不少人 她这一病 学校里不知道 多少人开了庆祝宴 甚至还有人放了一挂鞭炮 岑飞凡对您若语 是心服口服 想尽了办法讨好她 敢都敢不走 让她很无语 这天一上课 岑飞凡又凑了过来 您若语满头黑线 想换个位置 却听得哀求道 若语 不 您东选 你别走啊 我又不是瘟疫 你比瘟疫还烦 我今天是有正事 想求你帮个忙 说吧 什么事 岑飞凡一喜 只要她肯帮忙就好 要获得到岑飞凡的信任 获得仰慕指五十点 是我爸公司里的事 苏强你知道吧 好像是一个女明星 苏强是我们公司旗下的艺人 金曲奖 飞天奖 双两影后 最近还在国际上 捧了一个影后回来 可以说如日中天 您若语对娱乐圈的事情 不感兴趣 她怎么了 上次我不是说我们公司在拍一部电影吗 是根据一部非常有名的玄幻小说拍的 叫飞天月 苏强是女主角 这部戏已经开拍了快一个月了 剧组里天天发生怪事 有时候 盒发里突然多了很多蛇中鼠蚁 有时候是道具莫名其妙的坏了 有时候拍了一天 摄像机的袋子里放出来的全是黑屏 但摄像机明明是好的 我爸请了几位有名的大师来看过 也做过法事 花钱无数 还是没有什么效果 就在昨天 苏强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 因为是古装戏 所以演员都要戴假发 苏强也戴了一顶 他在拍一场悬崖边的打戏时 忽然朝牙下摔去 好在另一个演员眼急手快 把他给拉住了 才没有出事 苏强说 当时像是有人抓着他的头发 往悬崖下拉 剧组的人查看录像带 发现他当时的头发飞起来了 往悬崖下面飘 真的像有人在拉他的头发 最可怕的是 他的假发取不下来了 已经长在了他的头皮上 我可以过去看看 那真是太好了 有你出马 就绝对没有办不成的事 下了课 岑飞凡开着他那辆白色的宝马 带着宁若宇 就到了玉林市郊外 玉林市有山有水 风景秀丽 很多电影电视剧 都喜欢在这里取景 飞天月之部小说 非常有名 粉丝无数 再加上苏强的明星效应 这部剧喂拨鲜火 在网上的热度很高 这个剧组很专业 岑飞凡家里的 非凡娱乐投资非常高 剧组的人都认识这位少东 脸上挂起产媚的笑容 十分热情 那边那个穿黑外套的 就是中岛 他脾气很古怪 中岛全民中兴 是国内一流导演 他拍的剧叫好又叫做 非凡娱乐这次能请动 他是花了大力气的 岑飞凡带着您若宇 来到了中心的面前 中岛 这位是 我不是说过了吗 不要把你那些 不三不四的人 往剧组里塞 我的剧组不是垃圾场 中岛 你误会了 这位是 我不管他是谁 总之我是不会同意 他进剧组的 我要的是 演技精湛的演员 不是光找了一张 好脸蛋的花瓶啊 岑飞凡有些生气 居然敢这么说 他的女神 中岛 要是没有我 你这个剧组 怕是维持不了几天了 你在威胁我 我告诉你 不管你是什么来头 有多大的后台 都别想进我的剧组 我中心不是下大的 三分钟之后 你们剧组就要出事 你还敢咒我们剧组 三少 你这是什么意思 看我们剧组 最近事情多 专门带个人来气我 是不是 我看你的面 想硬堂发黑 必有灾祸 三分钟后 一切可见分响 你还是个神怪 好啊 我就等你这么做 如果三分钟之后 没有出事 就别怪我叫人 把你给打出去 岑飞凡心中很不高兴 再怎么说 宁若鱼也是他带去的 怎么也要给他 留点面子吧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这是在打他的脸呢 中心虽然脾气古怪 但也不会这么暴躁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最近越来越管不住自己的脾气 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情 就会破口大骂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中心盯着自己的宝格力表 三分钟到了 你是自己滚 还是我叫人用棒子 把你打出去 话音未落 就听见一声惨叫 中心一惊 回过头 看见一个正在调威亚的群众演员 从威亚上摔了下来 宁若与双手 截了一个法印 朝着那群众演员一指 群众演员的身体 在半空中停滞了一瞬 然后摔倒在地 中心急忙跑过去 有没有事 是伤了没有 导演 我没事 中心这才松了口气 对着调威亚的几个工作人员大吼道 你们干什么吃的 是不是不想干了 中导 你骂他们是没用的 你这个剧组英气冲天 到现在还没出事 已经脱了你平时基因德的福了 中心一愣 他喜欢做慈善 每次拍完戏都要将酬劳和分红捐出去一部分 但他很低调 从来没有找记者报道过 所以知道他做慈善的人很少很少 你到底是什么人 用户震惊中心 获得仰慕之五十点 曾飞凡终于能够摇眉吐气了 上前道 中导 这位是我请来的大师 什么 忠心不敢置信地打量您若语 这么年轻的大师 别是个江湖骗子吧 他对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本来是不幸的 苏强的事情发生后 他有些动摇了 但要他相信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是悬术大师 他怎么都不信 宁若语知道他不信 对曾飞凡道 先带我去见见苏强吧 好 宁同学 这边请 忠心想了想 也跟了上去 离剧组拍摄地不远 有一座山庄 平日里 供游客吃饭和住宿的 被剧组包了下来 供掩置人员休息 苏强作为最大的玩 自然住的是最好的房间 曾飞凡敲开门 宁若语便见到了这位艳冠群芳的女影星 她正坐在梳妆台前 满脸愁容 即便如此 她也非常美 肤如白雪 唇如点珠 身姿婀娜 动人心魄 苏姐 你情况怎么样 苏强的眼睛一下子红了 站在一旁的助理也哽咽着说 还是老样子 假发怎么都去不下来 苏强梳着一个古代发迹 将她衬托得更加美貌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九十四集 苏姐 你别怕 我请了您大师来 他肯定能治好你 苏强抬头看了看您若语 微微皱眉 这么年轻的大师 丛少 谢谢您的关心 不过苏姐认识一位大师 已经请了他来 苏姐 商大师来了 太好了 商大师来了 我有救了 快 快把商大师请进来 他要是聪明 见了你就会跑 苏强不满的皱眉 你助理不高兴了 你这是说了什么话 商大师可是真正的大师 十年前 他曾经帮助了一位影帝 去除了体内的蛊虫 在娱乐圈里很有名望 是吗 这说明他真的有两分真本事 那他更要跑了 否则一乱击石 必死无疑 你这是咒谁呢 我只是实话实说吧 苏强不再理他 以他的身份 要是还跟一个小姑娘一般见识 传出去就太丢人了 女助理不高兴地哼了一声 上前迎接商大师 满脸堆笑道 商大师 可把你判来了 有了你 我们就像是有了主心骨 再落的鬼也不判了 那商大师是个六十多岁的老者 留着一把白色胡须 鹤发童颜 一副先锋道鼓的模样 难怪那么多明星相信他 您若语淡淡一笑 他不过是个 入到中期的术师罢了 不必客气了 先让我看看苏女士吧 是是是 您这边请 苏强起身 微微弯了弯腰 尊敬地说 商大师 多谢您能波容前来 话音未落 就见商大师猛地 倒吸一口冷气 惊恐地望着苏强 双骨沾沾 连嘴唇都在发抖 商大师 苏强试探地问了一句 商大师猛然惊醒 什么话都不说 直接转身就跑 众人都呆住了 商大师 您等等啊 女助理追了上去 谁知道商大师跑得更快 直接上了自己的家常林肯 对司机吼道 开车 快给我开车 司机一踩油门 家常林肯扬长而去 女助理没追上 满脸惊恐地回来 苏强脸色惨白 缓缓后退了两步 跌坐在凳子上 苏姐 你别着急 我们再找别的大师就行了 滑下那么多寻术师 我就不相信没有人能治好你 你们眼前就有一个 却偏偏要舍近求远 女助理看下您若宇 还是不相信他能行 岑少 都什么时候了 您就别开玩笑了 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既然你们不信我 我也不是一定要上赶着帮忙 不过有句话我要提醒苏小姐 自从假发长到你头上之后 你每天都会失忆一段时间 对吗 苏强一惊 这件事除了女助理 没有任何人知道 她是怎么知道的 附身在你身上的恶鬼 想要的是你的肉身 不出三天 你的身体就会被她彻底的占据 她会吃光你的灵魂 她微笑着对女助理说 你不用担心 你不会失业的 只不过到时候雇你的 就不是这个苏强了 又对岑非凡和中导说 就是不知道 那个占据她身体的女鬼 演技如何 能不能继续拍完这部戏 苏强吓得浑身发抖 见您若语要走 连忙喊道 这位大师 您真的能救我 我可以救你 但我的收费很高 只要能把女鬼给赶走 要多少钱都可以的 苏姐 她是在吓唬你呢 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啊 苏强一想到自己被女鬼夺赦 就吓得头皮发麻 咬牙道 我相信宁大师 又获得到苏强的一丝信任 获得养之五十点 好 看在你这句话的份上 我就救你一命 如果宁大师真的能救我 我 我愿意报答你五百万 五百万 对苏强来说 就是几集电视剧的片酬 比起她的性命来 根本算不了什么 宁若语让她坐到自己面前 发现那些假发 果然已经钻进了她的头皮中 还继续往里生长 像蛛丝一样缠住了她的大脑 这个女鬼有点疑似 宁大师 情况怎么样 情况有些不好 苏强吓得一抖 宁若语又道 不过不碍事 我能解决 妹子您能别大喘气吗 我都快被你吓死了 道具师呢 他们就是剧组的道具师 组里的道具 全部都是他们准备的 这头发从哪来的 道具师们互相看了看 都没有说话 我看你们是不想干了 还是没人说话 岑非凡冷笑 对付这些人 他有的是办法 好 你们都讲义气 都不肯说 你们都被辞退了 我们非凡娱乐 还会放出话去 谁要是敢雇你们 就是和我们非凡娱乐作对 非凡娱乐 在业界很有地位 没有人会为几个 小小的道具师 得罪他们 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的道具师 绷不住了 开口道 孙少 这可不关我们的事啊 这些头发都是小孙找来的 我听说他图便宜 可口族里的采购款 这些头发都是从火葬场弄过来的 什么 众人都是一惊 特别是苏强 吓得差点昏过去 一想到头上的发迹 是从一个死人身上剪下来的 他就觉得恶心 那个性酸的道具师脸色惨白 其实他这么做已经很久了 他有个亲戚是火葬场的 有次他去找那个亲戚喝酒 看见一具尸体正要被推进火化炉 那尸体的头发特别好 他忍不住说 要是能够把这头发剪下来做成假发 一定很好看 那个亲戚文言 便拿了把剪刀来 把头发剪了下来 尸体做完了告别仪式 都要把亲属给请出去 由专门的工人焚烧 所以焚烧尸体的工人 总会偷偷拿走尸体 身上所带的珠宝首饰 有贪心的连衣服都要偷 小孙从中看到了商机 现在古装剧玄幻剧大火 剧组对假发的需求量很大 他用死人头发做假发用 简直是无本万利 但他没想到 久走夜路必撞鬼 这次弄来的假发 居然出大事了 忠心怒了 指着他骂道 孙九 我见你手脚麻利做工也好 才让你来我族里做事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 孙九吓得缩着脑袋 不敢说话 这头发到底是从哪来的 你还不快说 孙九咬了咬牙 似乎豁出去了 高声道 给我一百万 我就告诉你 你还敢要钱 反正你们也会封杀我 不弄到一笔钱 我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啊 苏强不是说了吗 只要能救他 多少钱都行 我只要一百万 一百万 买苏颖猴一条命 这不过分吧 众人都被他的无耻给震惊了 别忘了 头发是你弄来的 你就不怕女鬼报复你吗 别吓我啊 我可不是吓大的 总之一句话 要想知道假发从哪来的 必须给钱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九十五集 苏强正要开口 被您入狱挡住了 其实我也不是真的想知道假发的来历 只是给你一个机会将功补过吧 既然你不珍惜 就怪不得我 说吧 他抽出一张灵符 狠狠地拍在苏强的额头上 苏强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 那嘶吼听起来已经不像是人了 头上的头发一个劲儿的疯着 灭处 还不快滚出来受死 苏强跌坐在沙发上 满头绣发忽然飞了起来 越来越长 越来越多 那黑发之中 露出了一只漆黑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众人 他是我的 谁都不劲强 那鬼吕声道 众人都被这景象吓呆了 特别是忠心 觉得自己的三观今天彻底被摧毁了 冥顽不灵 既然如此 本座就送你一程 他拔出血魂剑 朝着那头发鬼刺了过去 苏强的头发疯狂地生长 然后像洪水一样朝宁若雨缠了过去 不过短短几秒 就将它缠成了一个残剑 宁若雨 曾非凡大惊 想要上去将它救出来 没跑出去几步 就被头发给捆住了 道具师们吓得屁滚尿流 纷纷往外跑 就在他们跑到门边之时 忽然砰的一声巨响 大门被死死地锁住了 哈哈哈哈 你这小小的白人树士 居然敢来生我 既然如此 就把你给吸收 成为我的食粮 树士的惊喜和肉身 对我们来生是大武之物 曾非凡拼命挣扎着 眼中满是绝望 他后悔了 他不该带宁若雨来的 这个鬼屋这么凶悍 要是他没有来 就不会丢掉性命 是自己害了他 忽然 他听见了宁若雨清冷的声音 雕虫小记而已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琉璃光芒 从那个黑色的大箭里射了出来 女鬼不敢置信地惊呼 不可能 哗啦一声 黑箭轰然碎裂 宁若雨完好无损地 从里面走了出来 手中拿着一把琉璃折扇 在胸前轻轻地扇动 不要以为你修行了几百年 就能打败我 就算你修行一千年 也不是本座的对手 用户威武霸气 弃吞山河 震慑在场所有人 获得养慕值250点 用户震惊三百年老鬼 获得养慕值100点 宁若雨嘴角一勾 将扇子一收 指着头发里的女鬼道 我念你三百年修行不易 可以不杀你 你给我立刻离开苏强 我会大发慈悲 超度你投胎的 好 好 好一个法师尖锋修为的术师 如果能吸收入你的金钱 我一定能不必打增 晋升射青鬼 说吧 她的头发猛地舞动起来 四周墙壁上也长出了 无数的黑色发丝 疯狂地飞舞着 朝着她涌来 那些发丝缠住了一个道具师 发丝迅速长进了她的肉里 钻进了血管经脉 疯狂吸食精细 请客之间就将她给吸成了人干 道具师们见此惨壮 都惊惧地惨叫起来 连不信鬼神的忠心 都吓得紧紧贴着墙壁 一动也不敢动 维克弗 现在不止防御阵法来不及了 怎么她能保护她 请用户对换一次性金钟罩 对换 用户对换一次性金钟罩 扣除杨木质一千点 什么 这个金钟罩不过一次性的消耗产品 怎么这么贵 鬼师商场童锁无期 请用户不要质疑 好 算你狠 都聚到一起 她的话有着某种威慑里 众人连忙聚集在一起 她拿出金钟罩 那是一个巴掌大的小同龄 她将同龄扔出去 请客见同龄变得巨大 咚得一声响 将几人都牢牢地罩住 还切断了周围的头发 潮水一般的头发疯狂地抽打着金钟罩 想要钻进去吃人 却不能撼动金钟罩分好 这个金钟罩的时间 有消息多久 一个小时 对 宁如雨抬头看向那一大团黑发 头发缝隙里的眼睛变得血红 直勾勾地盯着她 里面充满了贪婪 三百年休息 不过如此 宁如雨纵身而起 手中琉璃扇飞舞 宛如一朵翩翩蝴蝶 充满了美感 刷的一声 折扇忽然一荡 一荡胡慌朝着女鬼而去 女鬼吃笑一声 提起苏强挡在了自己的面前 哈哈哈哈 有本事 你就杀了她呀 怎么现在的鬼物都只会用人质威胁术实 也太没有情了 说吧 她将扇子硬 那道胡光居然生生分成了好几个 绕过了苏强朝着女鬼展来 女鬼大惊失色 只觉得那些胡光之中蕴藏着无尽的力量 自己完全被压制住了 根本动弹不得 这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剑影 这个女术士 到底是哪里来的天才人物 年纪轻轻 修为就达到了法师巅峰 还领悟了剑影 她的运气怎么这么倍 无数胡光硬生生地打在了她的身上 她只觉得魂体被四分五裂了 紧接着 宁若宇又拔出了血魂剑 一剑插入她的脑袋 这把剑 就像一只贪吃的凶兽 疯狂地吸收着她的阴气 她惊恐地尖叫挣扎着 却没有任何用处 很快 她积攒了三百年的阴气 全都被吸收一空 在不甘的怨念之中 化为了一团黑雾 一寸一寸地消散了 用户杀孽出击恶鬼 获得银色福带两个 用户战功赫赫 惊诧众人 获得养殖值两百点 他们不是被金中罩召起来了吗 怎么还能看见我怎么杀鬼啊 这种一次性金中罩 是单向透明的 外面看不见里面 里面能看见外面 真好用 宁若宇叹息一声 可惜是一次性的 提醒用户 金中罩的有效时间是一个小时 用户只用了十分钟 还有五十分钟的使用时间 宁若与心中大喜 立刻一伸手 将金中罩给收了起来 此时 满屋子的头发全都消失了 苏强倒在地上 女助理连忙跑过去搀扶她 一碰 她头上的假发就落了下来 原本柔顺发亮 和真发没有什么区别 但此时却迅速地腐朽摔摆 最后成了一团灰 苏强艰难地睁开眼睛 茫然地问 刚才 发生了什么事情 苏姐 你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是您大师救了您 您大师真是太厉害了 你是没看见 他刚才大战女鬼 简直就像循环电影里的特效 所有人都用敬畏的目光 望着您若宇 连忠心都一脸崇敬 用户得到众人敬畏 获得养殖两百点 不过是个三百年的女鬼罢了 哪怕是千年女鬼 也不过是我动动手指的事情 众人又是一阵崇拜 用户装差 得到众人崇拜 获得养殖两百点 维克福 你可以不要这么扎心吗 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苏强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假发果然不见了 他激动地抓住宁若宇的手 感激地说 您大师 您是真正的大师 要不是您 我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这是答应您的五百万 多余的两百万 是我的献礼 我这人说一不二 说收你五百万就五百万 一分也不多 一分也不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九十六集 苏强文言 心中对他又高看了一分 又获得到苏强 忠心感激 获得养母指五十点 是是 您大师说的是 他立刻吩咐女助理去办 很快就把卡里的两百万转走了 您大师 这次您可千万不要推测了 您若以这才将银行卡收起 转头看向那个早已吓尿了的小孙 他是真的吓尿了 身上散发着一股恶心的尿骚味 现在 你还不肯说吗 小孙早已被他的神仙手段给吓到了 立刻扑通一声跪道 大师 都是我的错 是我一时贪心 求您放过我 我再也不敢了 原来一个月前 附近山社修建度假村 挖出了一座三百年前的古墓 墓主是一个官化人家的小姐 未出嫁就过世了 文化局来了人进行考察 打开棺材 发现里面躺着的女尸蜡化了 所谓的尸体蜡化 就是尸身长期存放在水汽充足的土壤 或者隔绝空气的地方 脂肪会变成蜡烛一样的成分 尸体不再腐烂 慢慢变硬 最后变成石膏一样的硬武 但诡异的是 女尸的头发却保存得相当完好 简直像是活人的一样 专家研究了一下墓里的随葬品 断定这个墓没有什么价值 收走瓷器和金银首饰之类的文物之后 便让开发商将墓道回田 尸体送去火化 正好这部《飞天月》就要开拍 小孙又去火葬场的亲戚那里拿头发 看见了这具尸体 见她的头发保存得十分完好 而且也很漂亮 便起了贪婪之心 将女尸的头发剪了回来 做成假发 果然十分漂亮 用在主角苏祥身上正好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通那死人的头发 我最该万死 她的精神已经崩溃了 不停地扇着自己的耳光 你若于懒得搭理这种被金钱蒙了心的人 对岑飞凡说 这是你的人 由你处置 哼 这种人还留着干什么 立刻赶出去 从今往后 就不要在娱乐圈里混了 小孙文言哭得更厉害了 他没什么本事 只会做点手工 非凡娱乐将他给封杀了 他以后还怎么混饭吃呢 岑飞凡叫来保安 直接将小孙给带走了 女助理气冲冲地说 便宜他了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他做了那么损应得的事情 这些罪孽全都会抱在他的身上 刚才我关他面相 本来应该一生顺利 无病无灾 但因为长期偷到死人的头发 导致面相越来越差 现在已经成了穷困潦倒 横死街头的面相 宁大师 还会看相算命 岳董 众人都是一脸崇拜 用户成功装插 得到众人崇拜 获得养民之一百七十点 忠心凑过来 一脸兴奋地打量之宁若宇 呃 宁大师 不知您有没有兴趣来娱乐圈发展啊 我刚才看你用擅子杀鬼那几招 对就那几招 简直敬畏天人 我这部剧里面 就有一个角色很适合你 抱歉 我治不在死 呃 宁大师 这个角色浪费不了您多少时间 只要几个镜头 几句台词就行了 我看了 圈内这么多明星 论气质论身段 没有几个比得上您的 您能选 这个角色我知道 只要一天时间就能拍完 要不你试试 苏强也来劝 忠心还开输了十万的高薪 对于一个新人来说 演的是只有几个镜头的角色 这个片酬简直是天价 尼若宇看在 陈飞凡和忠心的面子上 勉强答应了 拿到剧本 他才发现 自己演的这个角色 是个上仙 名叫风铃 属于传说中的人物 在整部剧中实力排第一 总结起来 就是狂拽 酷霸 屌炸天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个角色 很适合他嘛 化妆师们得了 陈飞凡的吩咐 用心地为他上妆 几个副导演布置好了拍摄现场 担心地说 中导今天是怎么回事 怎么让个新人演这个角色 虽然这个角色戏份少 但很重要 要是演砸了 整部戏都会逊色不少 你没看见女的 是岑少胆的吗 少东的女朋友 要个角色算什么 可咱们中导不是看不惯这种行为吗 中导再应些 能应得过钱 但那个女人长得也就一般吧 虽然气质好点 要演风铃上仙这个角色也太 话还没有说完 就听见了一阵抽气声 众人抬头看去 只见穿着一身白衣的宁若羽迎面走来 他手中拿着一把折扇 白裙飘飘 头上挽着一个百合计 插着一串白色的珍珠小钗 挂在肩膀和臂弯处的白色披驳 随着他的走动而飞舞 步履轻盈 仙气灼然 倒真像是道行高深的仙人 好美 众人都不禁看呆了 宁若羽的容貌是大家闺秀级别 平时他不爱打扮 便将光彩演去了几分 如今精心装扮 再加上术士的气质 恰好与这个角色契合 用户眼睛四座 获得仰慕之三百点 没想到层上的眼光不错嘛 风铃上仙这个角色 一直没有选到合适的人选 中导要求高 说他们没有仙气 只有一身的风尘气 本来我还不觉得 现在有这位姑娘一对比 那些雍之苏凡 不就是一身风尘气吗 我觉着 这姑娘要活 再没人反对了 忠心兴冲冲地跟宁若羽说戏 他这一段戏 是女主角被反派虐得快死了 风铃上仙从天而降 打跑反派 将女主角救走 你是第一次拍 肯定会紧张 别怕 咱们多拍几条就熟悉了 忠心对他十分和善 看得众人目瞪口呆 这还是平日里 那个严厉地经常 把演员骂哭的 魔鬼导演吗 宁若羽点了点头 忠心叫道具过来 给他调薇娅 宁若羽看了看薇娅 摇头道 忠导 我不想用这个 旁边的几个演员 都冷吃一声 刚进组就耍大牌 以为自己傍上了岑少 就能为所欲为了 忠导从来不把岑少 放在眼里 这个不识好歹的女孩 肯定会被骂个狗血临头 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忠心微笑着说 好 不想调就不调 你准备一下 带我上场 众人满脸震惊 用户装逼震惊众人 获得哑慕之三百点 宁若羽退到了一边 拍摄开始 女主名叫苏月 追杀她的是她的师姐 名叫雅清 雅清一直嫉妒 苏月的美貌和天赋 在宗门内 给女主各种下绊子 表面上 却和苏月是好姐妹 这次雅清玩了个大的 诬陷苏月杀了宗主 害得苏月 被宗门追杀 苏月本来不知道是雅清陷害了她 雅清假意帮她逃跑 将她引了出来 谁知这是陷阱 宗门的师兄弟们将苏月打成了重伤 一路追杀 苏月 不要跑了 前面就是悬崖 你跑不掉的 雅清带着众人 手中提着长剑 高声道 跟我们回去 我会向行堂长老求秦的 苏月已经知道 她就是陷害自己的罪魁祸首 捂着胸口的伤 咬牙切齿的 雅清 亡我这么信任你 你居然害我 苏强不愧是影帝 演技炸脸 而那个演雅清的女演员 虽然演技差一些 但模样长得又美又坏 很适合这个角色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九十七集 雅清摇了摇头 叹息道 师妹 既然你执迷不悟 就别怪师姐对你不客气了 师兄弟们 给我上 师兄弟们提着剑冲了上去 苏月硬撑着和他们打斗 很快身上又添了许多伤 最后实在撑不下 被雅清一剑刺中了右胸 倒在了地上 苏月奄奄一息 死死地盯着雅清 我就是死 也不会放过你的 苏月 你到死还执迷不悟 我们姐妹一场 我就送你最后一程吧 说着一剑劈了下来 这个时候就该宁若宇上场了 忠心朝她使了个眼色 她点了点头 手指一抬 一颗石子打在雅清的剑上 雅清只觉得虎口震得发麻 道具剑差点脱手而飞 与此同时 宁若与纵身而起 在树枝上点了几点 飘然而下 众人都看呆了 包括那几个演员 都惊得目瞪口呆 半天没有想起说台词 刚才在山庄那边的事情 这些演职人员并不知道 看到她没有吊威亚 居然能飞 都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影护再次眼睛四座 获得眼眸之三百点 咔 你们干什么 您 小姐演得这么好 你们一个个都傻了 为什么不说台词 导演 她 她 她什么她 这是我请来的武功高手 都给我打起精神 不要一副 没见过师妹的样子 真狗丢脸 演员们被骂得没脾气 只好重新排 宁若与还是和上次一样 从天而降 衣美飘飘 手拿折扇 风姿绰约 让众人又呆了一瞬 宁若与巍巍抬着下巴 目光在众人脸上扫过 她的气势很强 众人都感觉一股 威压压的自己 抬不起头来 有的演员 还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好在严雅清的演员反应快 举着剑道 阁下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插手 我做门带的事情 我与这姑娘有些渊源 不能眼睁睁看着她死 你们退下吧 前辈 这是我们飞天宗的内务 请您不要多管闲事 不然 我们宗门内的大臣妻老祖 可不是吃素的 您若欲轻轻一笑 笑容里满是惊灭 可看起来就是那么漂亮 大臣妻老祖 这等威莫的修为 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你胆敢对我们飞天宗老祖不敬 师兄弟们 这等贼人 绝对不能放过 给我上 众人一拥而上 宁若宇忽然哼了一声 放出一股凌厉的气势 众人只觉得一股阴风扫过 惊恐地后退了一步 刚才 是特效吗 没看见古风机啊 而且 什么古风机的效果能这么好 他们看向宁若宇 那一瞬间 他们觉得这个女孩 美则美意 就是太吓人了 宁若宇淡淡道 还要再来吗 我已经多年没有杀生 今日 不妨用你们的血破个剑 雅清知道今天是杀不了苏月了 将剑一收 道 阁下请留个名号来 我也好像宗门内的老祖禀告 风铃 什么 他就是传说中的风铃上仙 不可能吧 风铃上仙已经消失很久了 苏月这叛徒 虽然跟风铃上仙有关系 既是上仙驾到 我们怎敢不从 告退了 我们走 群众演员们纷纷退走 离开拍摄场地后 都松了口气 那姑娘的气势太强了 压得他们心口痛 严雅清的演员恨得背驰咬碎 原本以为只是个磅大款的花瓶 没想到演技这么好 刚才那一幕他的戏份最多 演好了能吸一大波粉的 现在全程被宁若宇碾压 让他心中极不识滋味 宁若宇的戏份还没完 苏月起身行礼 多谢上仙救命之恩 你的祖上与我有些渊源 我才会出手救你 算是报答你祖上的恩情 说吧 又拿出一本书人给他的 这是飞天局的下策 是我多年前在某个拍卖会上买下来的 留着也没什么用 就给你吧 多谢前辈 原著飞天月中 飞天宗的宗法只有上策 因此这个宗门发展得很不好 而苏月正是得到了这本飞天诀下策 修为才突飞猛进 后来还做了飞天宗的宗主 我与苏家的恩情已了 以后你好自为之 宁若宇足先一点 施展出凌波玉仙部 如同一阵风 消散在了森林深处 咔 过 众人都不由地鼓起掌来 惊诧地看着宁若宇 不仅仅因为他武功高强 来去都不用威亚 而是他身上那种仙人气质 仿佛他就是风铃上仙本人 刚才不过是本色出演罢了 这等演技让人惊叹 硬呼让众人惊叹 获得雅木之三百点 忠心满脸喜色 您 若宇啊 你真的不考虑来娱乐圈发展吗 只要演几部合适的戏 你一定会大红大紫的 不用了 宁若宇摇头 他时常要去完成 鬼市公众号发布的任务 没时间跟着剧组拍戏 忠心满脸的遗憾 以后你要是改变主意了 随时来找我 我一定想尽办法 给你安排好角色 忠导 恐怕这个轮不到你 别忘了还有岑少呢 哦 对对 我倒是忘了 他拍了拍 站在一旁 满脸惊艳的岑非凡 岑少 你可要努力啊 这么好的姑娘 踢着灯笼都吵不到啊 岑非凡红着脸不说话 偷偷地看了宁若宇一眼 宁若宇淡淡笑道 岑少有的是红颜知己 而我今生志在休息 不愿沾染红尘 岑非凡的脸 一下子变得煞白 您若宇朝着中岛等人点了点头 这里的事情了了 我也该回去了 告辞 我送你 忠心连忙跟上去 苏强拍了拍岑非凡的肩膀 岑少 你不用担心 他既然到理工大读书 又替人看像捉鬼 本来就是入了红尘 你还是有机会的 岑非凡一听 眼中又重燃起希望 好女怕蝉狼 岑少 拿出你纵横花场的本事来 我怎么听着不像是在夸我 回了学校 你若与拆开杀女鬼掉落的两只银色符带 又是材料 不过其中有一卷白色的丝绸非常漂亮 摸上去就像是美女的肌肤 手像被吸住了一样 很舒服 威克福 这是什么 江湘 东海娇人所知的布 具有温度调节功能 夏季穿着 两手宜人 也就是一个小心空调 他忽然想起 之前杀初级恶鬼得了一卷金蚕丝 金蚕丝做成的布料 可以抵御普通冷兵器 如果将它和江湘 混合在一起做成衣服 岂不是一件防御法器 炼器炉还在炼制空间时 他将材料放好 等到空间时炼制好了 再炼制衣服 三天的时间过得很快 终于到了空间时出炉的时候了 宁若狱有些激动 直接逛了一节课 回到寝室 叮咚 炼制完成的提示音响起 一只玉石镯子 从炼丹炉中飞了出来 恭喜鹰护 炼制空间手镯一只 奖励养慕汁一百点 居然有奖励养慕汁的 空中号特别抠 很少会奖励养慕汁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九十八集 他拿出空间手镯 玉石温润 绿的清透 其中没有一丝的絮 在阳光下 晕着淡淡的绿色荧光 美艳不可分物 空间手镯 四平上灯法器 内有空间一平方公里 灵泉一口 宁如雨喜不自胜 看了看空间手镯内部 里面空荡荡的 只有角落里有一口灵泉 他取出一杯泉水喝了一口 清甜可口 充满了灵气 疲惫一扫而空 真是好东西 个人包裹的格子很有限 他将里面的东西 全都取出来 放进了手镯之中 然后 他又拿出娇嚣和金蚕丝 放进了炼气炉中 炼气炉又跳出了一个界面 让他上传衣服设计图 居然还要设计图 倒是很人性化 他想了想 自己还没有一件合适的礼服 下个月要去参加法器大会 自然要穿得正实一些 他画了一条连衣裙 上传到公众号里 一晃一个星期过去了 公众号也没有发布任务 一切都很平静 这天 他刚出门 就看见一群人兴冲冲地往体育馆跑 听说玉陵大学 集权道社团的秦义 来挑战咱们体育部部长唐宇了 这可是难得一见的比武 绝对别错过了 今天的课我不去上了 秦义 那是谁啊 你连秦义都不知道 外地来的吧 这秦义可是西南地区 青少年比武大会的冠军 一手集权道 练得是出神入化 据说一个人打五个特种兵都不是事 那还真是厉害啊 玉陵是能和秦义做对手的 只有咱们体育部部长 也是武道社的社长唐宇 唐部长也是比武大赛冠军 不过是上街的 我听说这次秦义获胜后 有人将他和唐部长做对比 说他不是唐部长的对手 他不服气 专门来向唐部长挑战 这战可一定要看啊 反正我不去上课了 快点快点 万一点连站到位置都没有了 几人加快了脚步 宁若宇也觉得有趣 兴冲冲地跟了上去 体育馆已经人山人海 根本寄不进去 宁若宇干脆放出一点威压 周围的人都感觉 被什么东西压着很不舒服 不由自主地让出了一条路 宁若宇便趁机钻了进去 体育场里人满为患 阶梯上坐满了人 曾非凡眼间 一眼就看见了他 喊道 宁同学 我给你占了个位置 曾非凡来得早 占的是第一排 位置非常好 宁若宇也没有推辞 旁边几个没位置的学生 冷哼一声 阴阳怪气地说 有个金主就是好啊 连看比赛都能做头等层 宁若宇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他哼了一声 看什么看 再看把你眼珠子抠出来 这学生是外校过来的 素质很差 曾非凡愤怒地想要去教训他 被宁若宇拦住了 要是街上有狗冲你狂吠 你还要去跟他对骂吗 你说谁是狗 谁应生谁就是狗啊 那学生大骂一声 挥起拳头就要上来打人 旁边理工大的学生 看不下去了 怒道 把他赶出去啊 让他再怎么学校出没 简直拉低咱们理工大的水平 那学生见众怒难犯 冲着宁若宇狠狠瞪了一眼 悄悄地走了 宁同学 约我一条狗坏了好心情 咱们看比赛 今天队展双方 都是代表了 玉林市最顶尖的战斗力 这场比赛 肯定非常精彩 鸡来了 入场口一阵喧哗 一个身材高大 足有一米九几的男生大步走来 他穿着一件白色背心 露出暴突的肌肉 像一块块坚硬的石头 他留着板寸 长相说不上丑 但十分刚硬 一看就是很不好惹的那种 他忽然双腿一蹬 在半空中一个前空方 稳稳地落在了擂台中央 理工大的体育馆非常大 这个擂台是武道社专门用来比武的 秦义得意地环视四周 外向来看热闹的学生们发出一阵阵欢呼 让他十分受用 而理工大的学生们脸色很不好看 墙上的石钟敲响了上午十点 秦义嚣张地笑道 时间到了 唐宇那个闹肿不敢来应战吗 这小子也太嚣张了 也不看看理工大到底是什么地方 秦义嘴角上钩继续道 既然他不敢来迎战 理工大还有敢上来一战的吗 没有人回答 他哈哈大笑 看来理工大都是闹肿 没有一个能打 你们这些爷们 比起我们学校的女生都不如 理工大的学生们勃然大怒 都对着擂台破口大骂 而秦义却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用大拇指指着自己高声道 从今往后 我秦义 才是御灵市各大高校第一人 现在说这话还太早了吧 众人便看见一道人影急迟而来 速度极快 跳起足有三米 稳稳地落在秦义的面前 来的正是唐宇 理工大的学生们爆发出一阵欢呼 学生们大声叫着他的名字 如山呼海啸 岑非凡终于露出了几分笑容 唐宇来了 秦义这回惨了 肯定会被打得满地着牙 现在说这个还为是上早 你的意思是唐宇会说 你面很小 怎么会 唐宇可是暗尽期高手 岑家是一流家族 对于舞者和术士都略知一二 自然也知道唐宇的修为 在他眼中 暗尽期高手的修为 已经非常高了 不信你看 拨出五十个回合 唐宇必败 岑非凡还是一副 不敢置信的表情 旁边几个学生也听见了 不满地说 还没开打呢 就让他人致见 灭自己的威风 你还是不是李公大的人啊 我只是实话实说 头发长见识短 既然你敢到我们李公大 来挑衅 就不要怪我手下不留情 牛被吹得太大 免得破了把自己的账 不要废话 来吧 刘刘 既然要比 就要有个彩头 你想要赌什么 这样 如果你输了 就把你们学校里 唯一一个女生 给我玩三天 会场一阵哗然 李公大的学生们 都满脸怒容 义愤填膺 宁若宇呆了一下 我躺着都中枪 这关我什么事啊 唐宇露出个 一言难尽的表情 朝坐在第一排的 宁若宇看了一眼 这位可是一招 将我打到的高手 你居然要我 把他给你玩 你不要命了吧 哼 那位女生 又不是我的私有物 我没有权利用他来的 哼 我看你是不敢吧 李公大的学生们 被他的无耻彻底激怒了 唐部长 跟他赌啊 宁若宇不会反对 反正你又不会输啊 宁若宇满头黑线 谁说他不会反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九十九集 这些人神经病啊 他们什么玩意儿 敢代替你做决定啊 宁若宇握紧了拳头 他的手有些痒 你要是输了呢 我不会输 秦义对自己很有信心 这么说来 你没有猜头 想空手套白狼 哼 好 如果我输了 我就自断经脉 从此不再习武 众人再次大话 对于一个舞者来说 自断经脉 跟要他的性命差不多 这个秦义不仅嚣张 而且非常狠 唐宇已经骑虎难下 咬了咬牙 跟你赌 宁若宇露出了一道 诡异的笑容 好 好 曾非凡忽然觉得 他有点可怕 情不自禁地 往旁边挪了挪 为什么他有种预感 今天无论是唐宇 还是秦义 都会很惨 秦义露出一个 奸济得逞的笑容 那就开始吧 说吧 一个杀招便朝着唐宇打去 这个秦义真是无耻 两人全权盗肉地厮杀 那秦义居然每一招 都是杀招 有的招数还极为狠毒 根本不像是比武 倒像是拼命 唐部长 打他 打他 唐部长要败了 旁边的男生大位不满 你说什么藏气话呢 谁说唐部长要输的 他明明压着秦义打呢 你不会是看上那个秦义 想让唐部长输吧 宁若语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他顿时觉得自己脊背后 像有千万根细针在扎一样 立刻别开了脑袋 我走 这女的怎么回事 为什么眼神这么可怕 此时擂台之上 唐宇一拳打在秦义的肩膀上 心中正得意 却听见秦义冷笑一声 哼 你就这点本事吗 唐宇一惊 秦义忽然朝他胸口打出一拳 这一拳又急又快又猛 唐宇只觉得胸口一痛 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这 怎么可能 他惊得瞪大了眼睛 这一拳他根本没有看清是怎么出手的 秦义居然是暗进后期的修为 而他只是暗进初期 差了两个境界 他根本不可能赢 他记得秦义在比武大赛的时候 还只是刚刚突破暗进 为什么他晋级这么快 秦义不肯放过他 足间一点便冲到他的面前 将他一脚狠狠地踩在地面 然后朝着他的俊脸 一拳一拳地打了下去 全场再次大化 理工大的学生们都不敢置信地张大了嘴 缓缓地站起身来 这不可能啊 宁若宇旁边的男生难难道 似乎想到了什么 转头对宁若宇说 都是你 如果你不咒他 他绝对不会输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 秦义还在不停地殴打唐宇 一拳又一拳 打得唐宇面目全非 脸上到处都是鲜血 别打了 你会打死他的呀 秦义已经打红了眼镜 一直打得唐宇掩掩一息 他才停下拳头 喘着粗气的 我赢了 我赢了 秦义 秦义最强 李公大的学生们气得浑身发抖 却无力反驳 谁叫他们败了呢 秦义带着胜利的笑容 指着观众习道 我的战利品呢 你们李公大唯一一个女生 现在你是我的了 立刻给我上来 李公大的学生们咬牙切齿 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 就在这时 一个清冷的声音 从秦义身后传来 你在找我吗 秦义一正 回过头 看到了宁若宇那张 洁白无暇的脸 他心中有些疑惑 这女人什么时候来的 为什么他都没发现 之前坐在宁若宇旁边的男生 阴阳怪气的说 他居然主动送上门 真是贱 这老子闭嘴 信不信我弄死你啊 那男生出身普通工薪家庭 看了一眼他的穿着 知道他非富即贵 张了张口 没敢再说什么 秦义上下打量宁若宇 黑黑一笑 哼 长得还行啊 比视频和照片里看起来 还要漂亮些 幸好你不是那种雍之俗粉 否则我就只能把你送给我 截拳盗舍的那些舍员玩了 宁若宇冷眼看着他 一言不发 只要你把我伺候好了 我保证让你平安无事地回到学校 不过你要是敢耍花招 我 我很好奇 你这么嚣张 怎么活到现在的 你惹老子不高兴了 立刻给我跪下 填我的鞋 否则我截拳盗舍的几十个社员 都在等着你 秦义 我代表整个理工大 挑战你 在场的众人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要获震惊 在场所有人 获得养慕值一千点 她是吓傻了吧 去跟秦义挑战 她也为自己谁啊 连唐宇都败在秦义手上 她去挑战 不就是宋吗 小姑娘 你是在开什么玩笑 向我挑战 你有什么资格向我挑战 连我有没有资格 你都看不出来 你也不过如此吗 我可没有不打女人的心跳 你要是惹怒了我 我照她 你到底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如果你不敢 马上认输 给我滚出理工单 秦义眯起眼睛 脸色变得很难看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 她这是真的动怒了 很好 你成功激怒了我 今天我不打了你这张脸 我就不姓秦 这么容易就被激怒了 可见是个莽夫 难成大气啊 宁若宇的每一句话 都像是刀子一样 狠狠扎在她的心口 让她暴怒 她瞪大同龄般的眼睛 大吼一声 挥起拳头朝着她的面门 狠狠打了过来 秦义是个狠人 她愤怒起来谁都打 上次还把她的老师给打了 不过她家里有些关系 最后学校都没有寄过 只是口头警告了一下 完了 这女生死定了 最清楚的是毁容 谁叫她自己作死呢 怪不得别人 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 作死的是情义 在宁若宇面前 她没有半分胜算 周围的人都以为她失心疯了 根本没有搭理她 此时宁若宇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众人连连摇头 看来这姑娘是吓傻了 哎 谁叫她逞一时之快呢 有的人心有不忍 别过脸去 不敢再看 秦义勾起了嘴角 一个小贱人也敢来挑衅我 简直找死 就在她的拳头 打在宁若宇身上的瞬间 宁若宇忽然不见了 这一拳落空 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地面 哗啦一声响 居然将擂台 给打出了一条裂痕 人呢 秦义环视四周 发现宁若宇正站在她的身后 你往哪儿打呢 秦义大惊 回头又是一拳 宁若宇又不见了 请客间出现在她另一侧 拳头的准头 似乎有些不好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百章 秦义惊得说不出话来 好快的速度 宁若宇所用的 正是凌波玉先布 快的只剩下一道残影 好神奇啊 秦义怎么都打不中的 会不会是秦义刚才打唐宇的时候 耗费太大力量了 才会打不中的啊 有可能 曾非凡鄙夷的瞥了他们一眼 傻瓜不是因为秦义变弱了 而是因为宁若宇太强 那个秦义根本不可能是宁若宇的对手 不过 他看向舞台心中默默吐槽 你是个法师啊 搞近战 你是要弄哪样啊 秦义一脸打了几十拳 却没有一拳打在宁若宇的身上 观众们都看得目瞪口呆 连欢呼地忘记了 如果只有一拳两拳 还可以说秦义打偏了 可几十拳都没打中 难道您入狱真有那么快 用户震惊全场 获得养殖一千点 你就会逃跑吗 有本事 别用你这个诡异的身法 原来你所谓的比武大赛第一 就是靠别人站在原地不动 给你打得来的吗 秦义气得不轻 大吼一声 双掌合十 食指相扣 朝着他的脑袋狠狠地抡了下来 想要将他的脑袋 给硬生生拍成烂西瓜 可是眼前一花 宁若宇又不见了 这一击狠狠打在地面 在地面上留下了 猪网一般的裂痕 好了 玩够了 该结束了 宁若宇的声音从上方传来 秦义惊诧回头 看见宁若宇跳到了半空之中 一拳朝他击来 别看他出的是拳 其实他出的是剑 误出剑意的人 手中无剑 而心中有剑 拳就是剑 无形胜有形 无招胜有招 秦义根本无法躲避 他感觉到一股恐怖的威压 从四面八方向自己挤压而来 那一拳不疾不徐 仿佛带着雷霆晚军 他惨叫一声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宁若宇已经落在了几米开外 而秦义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场下的观众面面相去 这是谁赢了 还用说吗 肯定是秦义赢了 你看那女孩打了他一拳 他连动都没动 这一拳肯定没有什么杀张力 对 你看那女孩被反弹出去那么远 我就说嘛 秦义怎么可能败在一个小女孩的手上 绝对不可能的 话还没说完 秦义的身体便摇晃了一下 然后扑通一声跪倒 倒在了地上 什么 整个会场都惊呆了 用户击败秦义震惊全场 获得养殖一千点 宁若宇缓缓来到秦义的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现在你知道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吧 你这点微末的武功 也敢如此嚣张 怕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吧 秦义没有昏倒 只是浑身痛得钻心 特别是丹田处 痛得像被冻穿了 你 你 他艰难地想要爬起来 但支撑了片刻 又摔倒在地 你说过 如果你输了就自断经脉 从此不再练武 秦义浑身一抖 让他不习武 那还不如杀了他 他笃定宁若宇 不敢对他怎么样 咬牙切齿地说 我那是和唐宇的赌鱼 不是和你的 场下的观众文言 大都露出了鄙夷的神色 这明明是想赖账呀 也有和秦义一个学校的 大声说 对啊 那是秦义和唐宇的赌鱼 我们秦义明明赢了 你一个小姑娘 居然这么心狠手辣 要人家自断经脉 我看你以后怎么加得出去 理工大的学生 也不甘示弱 讥讽道 既然要赌 就得输得起 你们大英雄 输给我们学校 唯一一个女生 那只是输了全 你现在想抵赖 连人都输干净了 两边骂得不可开交 宁若宇倾笑了一声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抵赖 无妨 反正你已经是个废人了 我这人很仁慈的 还是让你做个普通人吧 有户惊吓秦义 获得养慕之六十点 秦义颤抖着手摸了摸自己的丹田 没有任何伤口 但诡异的是 她体内所集聚的内力 居然全都消失了 她的丹田就像是一口井 她练武所得来的内力 全都装在那口井里 现在那口井漏了 她的内力全都跑光 今后也不可能再聚集起 任何一丁点内力了 她被宁若鱼给废掉了 她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怒吼 不 贱人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大哥一定会为我报仇 你大哥 我大哥是化尽器的污者 他一拳 就能把你打成一堆肉泥 化尽器 武者 在我眼中不够蝼蚁罢了 如果你不想她变成你这样 尽可以让她来 场下懂行的观众都有些惊讶 这个女孩到底是有多大的能量 居然连化尽器的武者都不怕 不懂的人只觉得宁若宇霸气侧漏 实在是甩呆了 也有人觉得宁若宇不过是虚张声势 在说大话罢了 根本不相信她能打得过秦义的大哥 用户霸气威武 得到在场一部分人的尊敬和心态 获得养蒙之八百点 宁若宇不再跟秦义多言 转头看向地上奄奄一息的唐宇 他对唐宇拿自己跟秦义打赌这一点十分不满 但他毕竟是理工大的学生 不能将他扔在这里 否则自己就成了毫无同情心 没有集体意识的小人了 他输了一缕灵气到唐宇的体内 唐宇这才缓过气来 刚才他虽然伤重得动不了 但意识却是清醒的 他深深地望了宁若宇一眼 说 谢谢 对不起 等你好了再补偿我吧 一百万两百万我都不会先少的 你要不要这么现实 宁若宇缓缓走下台来 看了一眼目光呆滞的体育馆负责人 说 还愣着干什么 打电话叫救护车 哦哦是是是 那人连忙拿出手机 拨打120 岑飞凡迎了上来 满脸崇拜的说 您 您同学 你刚才真是帅呆了 只用一招就将东南第一给打趴下了 他哪能算得上东南第一啊 对 他得了个B5大赛冠军就目中无人 眼睛欲顶了 其实咱们西南地区这么多大学 不知道藏了多少高手 只不过不屑于参加什么比赛罢了 你知道秦毅的大哥是谁吗 我管他是谁 只要他敢来 我就打着他满地着牙 秦毅的哥哥可不是简单人物 他名叫秦磊 今年三世有余 是圣天舞馆馆主的得意门生 年纪轻轻就晋升华晋 被称为玉林社年轻一辈中的武学天才 将来有机会晋升宗师的 秦家之所以有今天的威势 正是因为有这位天才存在 宁同学 你要小心啊 威克福 以我现在的实力 能对付华晋奇的高手吗 在数十面前 五者就是托十 威克福你变了啊 你不再是那个严肃认真 美丽可爱的客服了 对我们鬼市公众号用户 一途不轨的人 都是客服的仇人 好 给你五星好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01集 谢谢 我们的宗旨是 一切为了客户 为了客户的一切 您若雨一边和威克福扯淡 一边往外走 原本拥挤的水泻不通 但观众们却自动 让出了一条路 默默地望着它 眼中还有些不可置信 就这么一个柔柔弱弱 白白嫩嫩的女孩 居然将铁塔一般的秦义 给一招秒杀了 用户被围观 得到围观群众的惊叹 获得仰慕值一千点 宁若雨满头黑线 这都有仰慕值 刚才宁若雨和秦义战斗的一幕 早就有人录了下来 迫不及待上传到了网上 震惊 比武冠军秦义 打败上届冠军唐宇 却被理工大唯一女生 一招秒杀 跳舞的神仙姐姐 再一次威战四方 一招秒杀比武冠军秦义 理工大学校论坛 还有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的 海角论坛上 都有人发了帖子 配上照片和视频 很快就盖起了高楼 开玩笑吧 这么个小姑娘 能打败这个一米九的庄汉 炒作 绝对炒作 这都是摆拍 对呀 你看这小女孩那一拳 轻飘飘的 没有一点力量 别说这个壮汉了 就是打在小孩身上 那都不疼 哎呀 现在的人呢 为了炒作 真是啥都敢做 楼上的我告诉你们 当时我就在现场 这绝对是真的 注意看那家旁边啊 还有一个浑身是血的人 那是理工大武道社社长 被这个壮汉打成那样的 这个女孩是为她报仇呢 呵呵 以为涂点红原料 我就会信了 楼上真是傻唱 理工大武道社社长汤宇 玉林大学 杰拳道社社长秦义 都是玉林市有名的人物 现在俩人都在医院躺着呢 你要是不信啊 可以去医院看看 我去 这两人我知道啊 一个是上届青年武术比赛冠军 一个是这届冠军 这个女孩真这么强 这是何方神圣 求真吧 这不就是之前那个 跳扇子舞的小姐姐吗 对 之前有人说她是神秘女侠 本来我不相信 她是神秘女侠 现在我相信了 不到两天 宁若宇就上了热搜 渐渐的 人们不再提起宁若宇的真名 而是称呼她为宁女侠 宁若宇看着这个绰号 满头黑线 这名字也太没有特色了吧 都什么时代了 还女侠 说出去都丢人 算了 她将手机关上 言不见为敬 此时 夜已经深了 她正准备进浴室洗澡 忽然察觉到了什么 接着 一只手雷模样的东西 从窗外扔了进来 咕噜噜滚到了她的脚边 嘶的一声 手雷中喷出了一股烟雾 是迷烟 她捂住口鼻 拿出一颗回春丹吞下 到底是谁要害她 秦义的大哥 这么快就找来了 既然如此 她倒是不介意去 会一会这个秦大少 于是她装作中毒的模样 身体晃了晃 倒在了地上 两个戴着防毒面具的舞者 跳了进来 扛起她悄无声息地出了门 穿过一条小树林 钻进了一辆黑色的轿车 急驰而去 三十分钟之后 车子停了下来 那二人又抬着宁若宇 进了一个小院 这院子怎么这么眼熟 进了正厅 两个舞者将宁若宇扔在地上 就听见一个声音严厉地说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孙媳妇 还不快把她扶起来 立刻上来一个女佣 搀扶起宁若宇 让她坐在凳子上 然后用一个味道 很难闻的东西 在她鼻子下晃了一下 她借机睁开了眼睛 果然站在面前的是 沈老爷子 老爷子 你这是干什么 若宇啊 别怪爷爷 用这种方法请你来 你要体谅爷爷的苦心 我们沈家 只剩下明宇这一个孩子了 就指着他给沈家传宗接待 可我这孙子 你也知道 他的身体状况啊 是没办法和别的女人结婚的 你就面为其难 做我沈家的媳妇吧 我这孙子天性善良 从小就懂得腾人 模样长得也好 你嫁给他呀 也不算是无默了你吧 等你们结了婚 我沈家这偌大的家业啊 以后就都交给你打理 你就是沈家的当家主母 你看如何 不怎么样 强扭的瓜不甜 我和沈明宇只是普通朋友 我对他没有别的感觉 是不可能跟他结婚的 宁若宇 我承认你是有点本事 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你行事这么嚣张 不懂得中庸之道 得罪了那么多人 如果没有一个强硬的后台 恐怕要不了多久 你就会被人吃得连这儿都不胜 想要我死的人很多 但他们不是死了 就是去往死的路上 你到底是哪儿来的自信 你不过就是个被家族抛弃的孤女 你以为我是那种 依靠着家族作为作福的二代三代吗 沈老爷子 我今天得到的一切 都是靠自己的实力得来的 阴谋诡计又如何 家大业大又如何 只要我有足够的实力 全都可以碾压 沈老爷子被他身上的气势惊了一下 这姑娘不是池中之物 迟早有一天 要一飞冲天 这样的人如果成了沈家的媳妇 沈家将来必定会成为华夏顶级世家 哎 若宇啊 你又何必这么倔呢 我们沈家在御灵市 也算得上是顶级世家 虽然人丁不枉 但也说明我们家 不会有那些勾心斗角的阿杂事 等你嫁进来啊 什么都由你说了算 你看这样行吗 老爷子 我是不会嫁给沈茗玉的 我今生要潜心休息 不会结婚的 不会让自己被红尘俗世所累 沈老爷子见他彻底铁了心 脸色也不由的沉了下来 你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他侧过头 对身后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妇人道 小陈啊 去安排吧 今天晚上就举行婚礼 那名叫小陈的女人 是沈家新来的管家 他的父母也是沈家的老下属了 大少爷结婚的东西 早已经准备好了 喜堂也已经布置妥当 只等大少爷回来 就可以完婚了 去叫几个佣人来 带少奶奶去洗漱 少奶奶身上没力气 你们一定要伺候好 是老爷 他们以为您若雨中了迷香 身体还酸软无力 根本无力反抗 这件事沈明宇也知道 要是那小子有这心思 你们早就成婚了 他不许我对你用墙 真是个死脑袭 女人嘛 只要举行了婚礼 圆了房 有了孩子 就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了 说着 两个佣人走上前来 要把他搀扶起来 宁若雨眯起眼睛 眼神有些危险 就在这时 忽然一个声音从门外传来 都给我住手 正堂的门被一脚踢开 沈明宇大步走了进来 他挥手推开那两个佣人 关切地说 宁小姐 你没事吧 宁若雨冷眼看着他不说话 他心中愧疚 转头对神老爷子道 爷爷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 我当初就说过 只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结果你连个女人都搞不定 要是等着让你自己来做 我这辈子都别想抱孙子了 不如就由我来当个恶人 促成你们这对天作之和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百零二集 爷爷 我是那种强迫女人的人吗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 但她是我们沈家唯一的希望 不然我们就只能断字绝寸了呀 说吧 这位纵横商场数十年的老人 老泪纵横 看得沈明宇心酸不易 爷爷 我自己会想办法的 你要相信我 别的事情我都相信你 只有这些 你必须请我的 沈老爷子朝小陈使了个眼色 小陈拍了拍手 一大群保镖冲了进来 居然都是舞者 大少爷 请不要让我们为难 都给我让开 我不想伤了你们 大少爷 你还是听老爷子的话吧 你们敢和我动手 抱歉了 大少爷 保镖们一拥而上 手中都拿着电颈棍 沈明宇沉声道 这是你们逼我的 说吧 他抬手便挡住 其中一个保镖打来的电颈棍 然后一掌将它击飞 他戴着手套 因此没有使用赌掌 这些保镖毕竟是他家的人 他不会要他们的命 他在这些保镖之中左冲右图 但他毕竟没有学过正统的武技 而这些舞者全都出身名门正派 训练有素 很快他就败下阵来 宁瑜 别抵抗了 我知道你喜欢这丫头 就是因为我喜欢她 才不能让您做这种事 说吧 他双手快速结了个法印 大声道 这 话音一落 四周便弥漫起了一股淡绿色的雾气 保镖们一闻到那雾气 便露出痛苦之色 倒在地上挣扎翻滚 茗玉 你 他并不知道沈茗玉已经入了悬门 开始休息悬术 爷爷 我能有今日 全靠宁小姐的帮助 我不会让你 做这种忘恩负义之事 你难道拜他为师了 没有 但确实是宁小姐 传我玄术 唉 那就好 你们还能结婚 沈茗玉和宁若宇互相看了看都很无语 这不是重点吧 忽然 众人眼前一花 宁若宇已经出现在了沈老爷子的身后 沈老爷子只觉得后颈窝一凉 宁若宇的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脖子上 拇指和中指掐着他的颈动脉 沈老爷子震惊地望着宁若宇 他的眼神令人胆寒 一个小女孩 怎么会有这样的眼神 用户霸气侧漏 战舍沈老爷子 获得养慕之六十点 宁小姐 请手上流行 沈老爷子 我要杀你一如反掌 不过看在沈茗玉的面子上 我可以饶了你 但死罪可免 我最难逃 宁小姐 我沈家库房中 有不少古董玉器 只要你愿意 全都可以拿走 他这么识时误 宁若宇表示很满意 宁若宇收回了手 沈老爷子蹬蹬蹬后退了几步 沈茗玉立刻上前搀扶住 我也不狮子大开口 你库房里的东西 我只选一件 我现在就带你去 等等 爷爷 沈家的库房 必须要有我的红膜 才能打开 沈老爷子摸了摸脖子 后继被一阵阵发了 宁小姐 请跟我来 沈家的库房就在老宅的地下 他们坐着一个隐蔽的电梯下了地下三层 面前是一扇巨大的防盗门 上面有一个船舵般的圆盘 比起银行的金库也不慌多让 沈老爷子亲自上前 将脸凑过去 门锁一扫 发出了电子音 红膜通过 请输入密码 沈老爷子将自己的手掌放上去 这是一种最先进的锁 必须要用活人的DNA数据才能打开 那种杀人砍手 或者假造一个红膜的方法 根本行不通 厚达一米的金属门缓缓打开 宁若于走进去一看 里面放满了古董字画 陶器 瓷器 青铜器 应有尽有 全都价值连城 沈家在御林市经营多年 果然有底蕴 但这些古董字画 他还不看在眼里 目光在库房里一扫 忽然 他察觉到一股强大的灵气 走过去一看 居然是一面八卦镜 那八卦镜居然不是青铜做成 而是用木头做成的 上面雕刻着八卦图 若只看外表很不起眼 因此被随意地扔在地上 这沈家人真不识货 这面八卦镜 我要了 宁小姐 要不要再看看 这里还有几样 古时候留下来的法器 这些法器加起来 都比不上这面八卦镜 这八卦镜 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宁若已将八卦镜 递给沈明宇 你有什么感觉 好强大的灵力 这绝对是个宝贝 这面镜子 名叫镇邪 由陶木制作而成 陶木又称降龙木 古书上说 陶木五木之精也 故压服邪气者也 陶木之精生在鬼门 治愈百鬼 这面八卦镜 是用六百年的陶木所作 威力很大 雕刻制作之人 神通广大 雕得十分惊喜 绝对是一位大恋骑士 这八卦镜 在五手中也是浪费 请您小姐 一定不要推辞 宁若已一挥手 将八卦镜 放进了空间手镯之中 神老爷子看着心惊 这秀里乾坤的本事 果然是神仙手段 看来不能用墙了 只能将希望 寄托在自己的孙子身上 他深深地看了孙子一眼 这小子 恐怕早已经陷进去了吧 这么光彩照人的女子 又有哪个男人不心动呢 用户让沈明以心动 获得养木之七十点 用户得到沈老爷子尊敬 获得养木之六十点 看在镇邪八卦镜的份上 今日之时我不再追究 但我不希望有下次 宁小姐 不会的 我想你保证 沈家再不会用 这种卑劣的手段 但我可以 正大光明地追究 与此同时 在城市的另一边 一座武馆 屹立在苍茫的夜色之中 秦义的父亲秦云 脸色发黑地坐在待客室中 一位穿着白色盘扣 练功服的弟子上前 给他上了杯茶 秦先生 请稍等 大师兄正在闭关 如果不出所料 今晚就会突破 阿雷又突破了 太好了 这次他一定能给他弟弟报仇 话音未落 就听见轰的一声响 那弟子喜道 大师兄突破了 秦云兴冲冲地跑出去 见一个壮汉 从练功室里大步走了出来 而练功室的门 已经被他踹飞了 上面还凝结着一层薄薄的冰 恭喜大师兄 韩兵长练成第三冲 韩兵长是圣天武馆的鼓舞舞学之一 也是圣天武馆馆主的成名武功 一共有九重 但五重之后已经失传了 连圣天武馆馆主都只突破了第四重 秦磊年纪轻轻就能突破第三重 是难得一遇的天才 秦磊微微点了点头 看向自己的腹脊 爸 你怎么来了 阿雷啊 你弟弟被人给废了 是谁 谁敢废我弟弟 那个人 名叫宁若宇 是理工大的学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在零三集 宁若宇 女人 秦云点头 秦磊一拳打在旁边的桌子上 将坚硬的红木桌子 给打了个粉碎 秦亦那个废物 居然被一个女人废了 我们的脸都被他丢尽了 当时小义去理工大挑战唐宇 和那唐宇大战了一场 已经体力耗尽 才被那个女人捡了便宜 不然 她怎么可能打得过小义 小义伤得如何 小义被他伤了丹田 我已经请了本事最好的国医 给他看过了 医生说他武功已经被废 就算养好了伤 也不能再习武了 好狠毒的手段 阿雷亚 你可一定要给你弟弟报仇啊 我是上天武馆的首席大弟子 堂堂化尽其武者 让我去找一个女人挑战 我这张脸往哪里割 是你的脸面重要 还是你的弟弟重要 但他不敢说出来 毕竟整个秦家都要依仗秦磊 阿雷亚 那个是你的亲弟弟 你小的时候也很疼他 不能眼睁睁的 看他成为一个废人啊 秦磊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他刚刚练成了寒冰掌第三重 正打算和江源武馆 争夺玉林龙头的位置 哪里能顾得上这点小事 要是让玉林是黑白两道的人 知道他自己亲自出手 教训一个女孩 他不就成了只会打女人的孬肿了吗 这样吧 我派我三师弟去对付他 秦云皱起眉头 他知道秦磊生性梁博 对他们没有几分亲情 却没想到他居然梁博到了这样的地步 但他不敢得罪秦磊 只得忍着怒气的 你这位师弟修为如何 他的修为比小姨高上一筹 是安静后期的修为 对付一个小女孩绰绰有余 如果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他根本不会出手 去打一个女人 可是很丧面子的事情 秦云没有办法 只得答应下来 心中却对这个儿子恨上了几分 宁若宇上完了课 到了朵兰大厦 娇小可爱的吉娃娃撒着花跑出来 轻腻地蹭着他的腿 宁若宇俯身将他抱起来 轻轻摸了摸他的头 真难以想象 这小东西居然能化为一头凶狠的巨兽 母亲安璇喜滋滋地走出来 热雨来了 店铺快装修好了 你来看看装修得如何 宁若宇走进店里 里面是按照古董店的风格装修的 古色古香 谈道德响得十分周到 连桌衣板凳都被置齐了 只是这墙上光秃秃的 显得不大好看 他偷偷问威克福 商场里有字画买吗 有 普通古董字画很便宜 用户是否兑换 给我换五幅 用户兑换古董字画五幅 扣除养芽之五十点 这也不便宜吧 但他将那几幅字画拿出来一看 就知道太值了 简直大赚呀 赵孟府的行书 唐银的美人图 宋徽宗的字 还有一幅顾凯之的山水 威克福 这些都是真迹吗 请用户不要质疑公众号 鬼市公众号同所无期 宁若鱼眼冒惺惺 这随便一幅拿出去 都能拍卖好几亿呀 五十点养木质 千值万值 为了不下这母亲 宁若鱼背了个大包 假装从里面拿出字画 妈 把这些挂上吧 这些是真迹吗 当然我们家从来不卖假货 安玄连忙将画卷好 紧张地看了看外面 快 快拿回去还给你师父 这些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不能放在店里 要是被人偷了 我可负不起这个责呀 别担心了 我师父说了 这些字画是一定要挂的 来买法器的人看见 才会更加相信我了 可是要是被人偷了怎么办呢 放心吧 没人敢偷 我师父可是神通广大的人 是要敢偷他的东西 就要做好家破人亡的准备 安玄这才放下心来 他见过宁若鱼的本事 对那位神秘的师父 更是深信不疑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大步走了进来 脸色很难看 先生 我们还没有营业呢 安玄上去客气地说 那人冷哼了一声 谁是宁若鱼 宁若鱼见来者不善 将母亲拉到身后 然后拍了拍吉娃娃的脑袋 让他保护好母亲 我就是 阁下时 是你废了秦义 你是秦义的大哥 看来传言有误 你根本就没有突破花锦 秦义大哥是我大师兄 我放了大师兄的命令 前来为你讨个公道 既然要讨公道 为什么他自己不来 那人本来就不愿意来 他一个大男人 来找一个女孩子的麻烦 说出去就丢人 但大师兄的命令 他不敢不遵从 谁不知道大师兄 得师父器重 将来是武馆的继承人呢 废话少说 你要是想活命 就自己废了武功 也省得莫动手了 就凭你区区一个 暗尽后期的武者 也敢在我面前叫嚣 小贱人好大的口气啊 找死 他懒得和宁若宇多说 只想早点教训了这个女人 免得被人围观 说他欺负女人 说吧 一拳便朝着宁若宇的胳膊寄来 大师兄说要废了这女人 他就打断他的四肢 让他以后只能瘸腿走路 他这一拳 足有八百斤的实力 足以将一块三指厚的钢板给打猎 打在人身上 那就是粉碎性骨折 很可能要截肢 若宇 小心啊 宁若宇纵身而起 那壮汉只觉得眼前一花 女人已经不见了 什么 她的速度居然这么快 我说过 暗尽后期的你 不是我的对手 宁若宇闪身来到她身后 一拳打在她的后背上 她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 在身体里碾压而过 猛地扑倒在地 挖得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不可能 那人脑子里闪过这三个字 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身体里却痛得撕心裂肺 好不容易扶着旁边的八仙桌才站稳 她受了极为严重的内伤 用户一拳退敌 震惊万小刀 获得养殖七十点 原来 这个人叫万小刀 念在你只是奉命而来 我饶你不死 回去告诉你大师兄 他要是有胆量 就自己来 我随时恭候 万小刀心中恨得要死 他被安排了这么个丢脸的差事 也就算了 还被一个女人给打成了重伤 让他以后怎么在江湖上立足 但他知道 他不是这个女人的对手 这女人如此年轻 居然有这么高深的修为 这到底是哪里来的天才人物 这样的人 不是有一个庞大的家族 就是有个庞大的师门 他得回去告诉大师兄 滚吧 万小刀忍着痛 一瘸一拐地出了门 安玄担忧地说 若宇啊 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又跟人打架了 妈 别担心了 一个小憋三而已 我三拳两脚就打跑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04集 若宇啊 能不打架就不要打架 安玄 唠唠唠叨叨地教训他 他也只有乖乖听着 心中默默问候了 秦家十八倍祖宗 来找他报仇也就算了 还敢到他母亲这里来献业 害他被骂 是可忍孰不可忍 万小刀回到了盛天武馆 刚一进门 身子一软便跌倒在了地上 在武馆内练拳的师兄弟们 连忙来搀扶他 三师兄 你这是怎么了 快 快去向大师兄 万小刀一边说一边可血 师兄弟们都吓坏了 连忙将他抬进内室 然后拿出疗伤的药给他吞下 秦磊大步而来 见他这副模样 不禁皱起眉头 小刀 是谁打伤了你 难道是江源武馆的人 万小刀摇了摇头 艰难地说 大师兄 打伤我的 是那个女人 什么 区区一个女人 怎么可能把你打成这样 她实力很强 绝对不是泛泛之辈 秦磊还是不信 女人因为天生体力不如男人 在武道意图 成就也不如男人 因此 华夏的女舞者并不多 何况 对方还只是一个 十八岁的小姑娘 她是不是用了 什么卑鄙的手段 她只用了一招 秦磊有些不敢相信 万小刀好歹还是安静 后期已经算得上是高手了 那女人将她一招打败 这是何等的修为 连她都不敢说 能一招打败万小刀 她沉默了半上 如今和江源武馆争夺御灵士龙头老大的位置 才是我们的头等大事 其他的事情 等到结束之后再说 万小刀只能忍气吞声 不再言语 虽然他心中对您若雨恨的怨度 却不敢在这个时候做什么 争夺龙头是师父的意思 如果他敢做出不利于这个的事情 师父一旦发起怒来 后果不是他能承受的 接下来的几日 一切都风平浪静 宁若雨原本准备好了迎战秦磊 但秦家并没有找他麻烦 谁知道没过一个星期 宁若雨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是陆金明打来的 陆金明声音中带着哭腔 宁小姐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才给你打这个电话 求求你救救小景吧 小景出什么事了 一言难尽 现在小景还在医院里 医生说 如果他今晚没有醒过来 恐怕就只能准备好事 宁若雨大惊 立刻打车前往陆金所在的医院 一走进家户病房 宁若雨就察觉到了一股圣人的寒气 宁小姐 求求你救救小景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要是没我 宁若雨安抚住他来到床边 看到陆金躺在床上 身上盖着三床被子 屋子里的暖气也开得非常高 但他还是浑身冰冷 头发上脸上截了一层薄薄的冰霜 威克风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中了寒冰涨 寒气冠季四斤八脉 不到三天就会被冻成冰人 宁若雨的脸色很难看 陆锦是他在得到鬼市公众号后 遇到的第一个人 给他贡献了第一点养木质 他其实早已经将陆锦当成了自己人 有人敢对他的人下手 真是活腻了 威克风 有解药吗 有 推荐红颜丹 可解寒冰长的寒毒 对换 用户对换红颜丹一颗 扣除药蒙之五十点 宁若雨手一翻 一只玉瓶出现在他的手中 打开瓶盖 一股汹涌的热浪卷来 让屋子里的温度又上升了好几度 热得陆金鸣满头大汗 宁若雨拿着红颜丹 正要给陆锦卫 正好医生来查房 惊道 住手 你干什么呢 当然是在救他 乱谈起 陆先生 他是你什么人 怎么能随便给病人 吃来历不明的药 如果吃坏了 谁负责 人是我请来的 我信任他 黎医生 请不要妨碍宁小姐治疗我儿子 既然你信这个骗子 和这乱七八糟的药 干嘛把人送我们医院来 药给他吃药可以 立刻出院 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 放心 他很快就不需要住院了 说吧 将瓶子里的丹药 塞进了陆锦的口中 那医生立刻对身边几个护士道 你们几个 拿手机录下来啊 这病有什么三长两短 跟咱们都没关系 护士们点了点头 拿出了手机 治疗我儿子的时候 没见你们这么用心 推责任倒是积极的很啊 李医生冷哼了一声 不说话 红颜丹化为一股热流流 进了陆锦的胃中 陆锦的身体立刻热了起来 脸色从苍白变得通红 他似乎极为痛苦 身体不安地扭动 陆金鸣又惊又急 宁小姐 小警他 不用担心 这红颜丹在他体内产生了作用 陆先生 我建议你啊 还是先报警 免得你儿子出了什么事 被这女骗子给跑了 你给我闭嘴 再多话老子弄死你 他是混混出身 只不过现在都做正经生意 人也有素质了 但骨子里还是个江湖人 李医生打了个寒颤 嘴角抽出了两下 虽然不满 但没敢再说话 心中却想 等你儿子没救了 你就知道他是不是骗子了 陆锦大叫一声 身上的热气和寒气全都消失了 整个人都安静了下来 缓缓睁开了眼睛 小姐 陆金鸣激动地扑上去抓住他的手 发现他的身体不冰了 手掌心一片温热 爸 我怎么了 小姐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我不是被秦雷打伤了吗 怎么 你这个臭小子 什么本事都没有 还敢去帮人抢猪头 我看你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爸 江湖是我的好哥们 他家有难 我怎么能够不帮他 你才几斤俱俩 你能帮得了他 我看你就是去送死的 还不赶快谢谢宁小姐 要不是宁小姐 你已经死了 宁姐来了 他侧过头 看到站在一旁的宁若宇 有些激动又有些不好意思 宁姐 对不起 宁若宇还没有开口 就听见一个声音激动的说 这不可能啊 你明明都要死了呀 连首都来的专家都说没救了 这怎么可能 一颗弹药就好了 饮护震惊在场所有人 获得养慕值150点 他冲上来对宁若宇道 那种药还有吗 快 拿给我看看 滚 给老子滚出去 老子敬你是个医生 你还蹬鼻子上脸啊 去把你们院长叫过来 老子要投诉你 你居然敢打我 保安 快叫保安 陆金明冷哼一声 拿起电话 没多久 一个领导模样的人 就赶了过来 他一见到陆金明 便满脸笑意 陆总啊 什么事这么生气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05集 老方 你们医院是不是不欢迎我 居然派了这么个蠢货来治疗我儿子 治不好小景也就算了 还对我恩人不敬 你倒是来说说 这是个什么道理 老方皱起眉头 怒瞪了李医生一眼 李医生连忙道 方医生 他不仅交个女骗子来治疗病人 还殴打我 谁说您姐是骗子 他这不是把我治好了吗 方院长满脸差异 陆锦进来的时候他是见过的 已经奄奄一息 没几天活头了 没想到竟然被治好了 他不仅有些诧异地看了看您若愚 早方 陆金明加重了语气 方院长立刻道 李医生 从今天开始 你被停职了 方院长 为什么呀 陆先生 是我们医院的大股东 李医生浑身一抖 他知道这对父子有钱 却没想到他们居然是自己的老板之一 方院长对保安道 带李医生去收拾东西吧 方院长 院长 您就原谅我这次吧 李医生不停地求情 但方院长铁了心 你得罪谁不好 非要得罪大股东 嫌自己命太长呢 闲杂人等很快就离开了 您若语严肃地问 陆锦 你这伤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 陆锦最好的哥们江周 是江源武馆馆主的儿子 江源武馆 曾是御林市最强的武馆 也是御林地下世界的龙头老大 所有人见了江源武馆馆主江东青 都要恭恭敬敬地叫一声 江龙头 但是江东青几年前跟人比武受了伤 修为衰退 武馆的势力也越来越弱 而圣天武馆强势崛起 早就想娶江源武馆而代之 三天前 圣天武馆召集御林市各大地下势力 在天籁会馆开了一场鸿门宴 想要在宴席上挫挫江源武馆的士气 为争夺龙头地位铺路 此时的江源武馆已经是重判清理 原本的手下势力大都被圣天武馆夺走 连馆内的弟子都跑了很多 转投到圣天武馆的旗下 江东青没有办法 便想请一些能人意识为他助权 江周见陆锦成了术士 便请他出手 他和江周是铁哥们就答应了 那天 他跟着江东青 江周父子俩去了天籁会馆 江东青还请了几位外省的舞者助权 但那圣天武馆的大弟子秦磊 已经是化尽初期的修为 将那几位舞者全部打败 还心狠手辣地杀了两人 废了一人 陆锦看不下去 挺身而出 但他毕竟修为低为 才刚刚突破入到中期 不是秦磊的对手 他被秦磊的寒冰掌打中胸口 寒毒入体 差点命丧当场 还是江家父子拼着老命 将他给带了出来 经此一意 江源武馆的龙头老大位置 是彻底没了 再加上圣天武馆穷追猛打 恐怕没几天 江源武馆就只能关闭 江家父子也只能离开御灵室 去别的地方求生存 圣天武馆是不会让他们活着离开御灵室的 爸 江州和江叔叔现在怎么样了 放心吧 他们没事 但已经准备解散武馆 离开御灵室了 我和江州是从小玩到大的发小 我不能借死不救 你去能顶什么用 还不是送死 爸 我们想办法把他们送出御灵室吧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 等我将来修为高了 再帮他们重建武馆 好吧 我来想办法送他们走 你给我好好养伤 爸 谢谢你 臭小子 宁若雨微微皱起眉头 这个意思 秦蕾所在的武馆 已经成为御灵室的龙头老大了 仇人的势力越来越大 可不是什么好事呀 等他突破了十二级 就要想办法除掉这颗毒瘤 只有千日抓贼 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秦蕾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会来找他的麻烦 吃下红颜丹后 陆瑾的身体已经没有大碍 只需要痒痒外伤 宁若雨也没有骂他 如果自己最好的朋友遭逢大难 他不出手相助 自己才要怀疑他的人品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晚上他带着水果去看路径 却看见特护病房的护士 满脸疑惑地问另外一个护士 三号病房的病人哪去了 他的身体还很虚弱 不能乱跑 我见他急急忙忙地往外跑 好像是出了什么急事 他这是干什么呀 什么事能比身体更重要 宁若雨皱起眉头 就在这个时候 沈明宇忽然打了电话过来 语气急促 林小姐 陆家父子出事了 陆瑾拜托陆金明 安排江家父子逃出御林室 但陆金明的一举一动 早就在盛天武馆的监视之中 他带着江家父子 上了早已安排好的渡船 谁知道船上就是秦磊 秦磊将三人抓住 听闻陆瑾没死 以三人为之逼迫陆瑾前去 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宁若雨坐在沈明宇的车上 眉头紧锁 陆瑾这小子真是蠢 他一个人去根本就是送死吗 他是入刀器的术室 天赋很高 盛天武馆 是不会允许他成长起来的 必定会将他扼杀在摇篮之中 感动我的人 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宁小姐 我 写错你的人吗 当然 你们都是我的自己人 宁若雨在二人身上下了死气 这二人都不会背叛他 当然是他信得过的自己人 沈明宇的脸一下子红了 又获得到沈明宇的一丝爱意 获得养门之八十点 少年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此时 陆瑾已经来到了江边 他身体还很虚弱 脸色苍白 目光却坚定无比 一艘小渔船在夜色的掩护下 他开了过来停在他面前 船上是两个身穿灰色盘扣练功夫的弟子 陆瑾 行不改名 做不改姓 我就是陆瑾 上船吗 陆瑾上了船 盛天武馆的弟子开动引擎 朝着江中心开去 长江中心停着一艘稍大一些的渔船 小渔船停在旁边 其中一个弟子推了陆瑾一把 叫道 还不快上去 陆瑾脸色一沉 掐了个法觉朝的意志 他惨叫一声 落入水中 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 拉着自己往下沉 无论怎么挣扎都扶不起来 船内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不得对陆大师物理 快请进来 陆大师 请 陆瑾冷哼一声 足间在绳梯上一点 纵身跳上船去 大步走进了船舱 船舱之内 秦磊大马金刀地坐在椅子上 旁边站着几个盛天武馆的弟子 都是暗尽气的好手 而江管主身受重伤 浑身血肉模糊 倒在地上人事不知 江周和陆金明被捆了个结结实实 两人身上都有重伤 爸 小周 陆瑾心痛不已 咬紧了牙关看向秦磊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秦磊惊讶地看着他 自己打他的那一掌 用了七成的力 寒气入体 他很快就会死亡 但他不仅没死 还活蹦乱跳的 连修为都没有半分解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106集 我想知道 是谁救了你 你不配知道 秦磊眯了眯眼睛 一脚踩在陆金明的脑袋上 陆金明口中发出了一声乌液 爸 如果你不说 我就操到他的头 不要说 陆金深吸了一口气 抽出宁若宇送给他的桃木剑 朝着秦磊刺了过去 他将灵气注入桃木剑中 剑身泛起一阵之灵光 一削而过能斩金断银 哪怕你练成了铜皮铁骨 也能一剑斩断 但秦磊却淡笑道 你如果修为再高深一些 或许我就不是你的对手 但你不过是个入道中企 想要杀我 还欠些火候 话音未落便一掌拍出 陶木剑硬生生被掌风拦截在了半空 陆金咬着牙 用尽全身之力 想要冲破掌风 却始终无法突破 秦磊大喝一声 双手一翻再次打出一掌 击在他的胸口 他闷哼一声 倒飞出去 猛地咳出了一大口鲜血 那鲜血落地 居然就凝结成了红色的冰晶 落进胸口中掌的地方 再次凝出了寒霜 一个青黑色的五指印 生生印在他雪白的皮肤上 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秦磊一脚踩在他的胸口 他痛得面色扭曲 目光如刀 狠狠地瞪着秦磊 你还是不肯说吗 陆锦摇紧牙关 一眼不发 秦磊的脚在他胸口上 用力地碾了碾 他痛得闷哼出声 却还是不肯开口 好 有骨气 我欣赏你 只可惜你是我的敌人 不然 我倒是可以和你交个朋友 谁要和你这种 心狠手辣 阴险狡诈的人做朋友 心狠手辣 阴险狡诈 好 我喜欢这样的评价 也罢 你不肯说 我总能尝到 今晚 我就先送你们上路吧 说吧 他抬起手 朝着陆锦的脑袋 就要狠狠地拍下去 住手 一声轻斥传来 仿佛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威压 秦磊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手掌 什么人 话音刚落 就看见一个少女缓缓走了进来 那少女容貌秀美 穿着一条蓝色的条纹连衣裙 看起来像个大学生 但她眼神灵力 身上有一种威吓的气势 让人不容小觑 她的身后跟着一个身材高挑的男人 气质更是不俗 用户惊艳秦磊获得养慕之八十点 沈大少 秦磊的目光扫过宁若宇 落在了沈明宇的身上 沈家是御灵师的一流世家 虽然这位沈大少 极少在众人面前露面 但秦磊曾在沈老爷子的大寿上 见过他一次 沈大少这是什么意思 沈家要帮助江源武馆 和我们圣天武馆为敌 我站在宁小姐这边 宁小姐要帮谁 我就帮谁 沈大少真是个情种 居然这么宠爱自己的女人 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 那么 宁小姐 想要救这个男孩 他是我的人 我当然要救的 宁姐 陆景满心的感动 泪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 用户感动陆景 获得养慕之七十点 沈大少 你女人和这少年的关系 不一般呢 你居然能容得下的 你弄错了 我不是他的女人 也不是任何人的女人 我就是我 有意思 真有意思 沈大少 你真的要与我为敌 我表现得 还不够明显吗 既然如此 今天我就杀了你 这个女人 也归我了 说吧 她一掌拍向沈明宇 沈明宇冷哼一声 双手一翻 一个绿色的掌印 凌空而起 朝着她迎了上去 轰的一声 秦磊一惊 后退了一步 看了看自己的手掌 发现手掌发黑 竟然是中毒了 毒长 你也是习武之人 我是术士 说吧 她双手快速 结了一个法印 四周弥漫 旗鼓绿色的雾气 秦磊大惊 立刻大声道 屏住呼吸 圣天武馆的弟子们 立刻用手臂 封住口鼻 但已经晚了 他们面露痛苦之色 纷纷倒地 宁若宇看着 面前这幅景象 终于明白 为什么威克福说 和术士比起来 舞者就是一坨屎了 你武功再强 在术士神鬼莫测的 能力面前 也是枉然 当然 这也要看修为 譬如入到中期的路径 就不是秦磊的对手 秦磊目自欲裂 怒吼一声一掌拍出 四周的温度骤降 森冷的寒气 顿时将毒物 抵挡在寸许之外 对他造不成伤害 您若遇有些意外 圣天武馆的 绝学寒兵掌 果然厉害 很多武学其实都来自于远古时期的术士修炼功法 只不过后来 灵气渐渐稀薄 修为有成的术士越来越少 才有人将修炼功法修改一下 变成了武功心法 这武功心法修炼起来 比术士的功法要快 但内容毕竟是阉割过的 所集聚的内力不纯 远远比不上术士的灵气 威力自然也远远比不上 只不过最近几十年 地球上的灵气似乎有渐渐复苏的迹象 术士越来越多 微风渐渐盖过了武者 武者也慢慢被边缘化了 大都开始依附术士成为他们手下的得力干将 沈大少 你算是有几分本事 但我的实力也不弱 要杀我 做梦 秦磊大喝一声 如同出唐的炮弹朝着沈明宇冲来 沈明宇目光一领 浑身爆发出惊人的气势 宛如一尊战神 宁如雨再次惊了 没想到沈明宇平时看起来很阴郁 不显山不漏水的 居然是个天生的战士 秦磊十招之内必败 果然不出他所料 战斗只持续了不到十分钟 二人过手第九招时 沈明宇惊天一掌 击中了秦磊的左肩 秦磊痛呼一声往后飞出 重重地砸在墙上 秦磊咬着牙撕开自己的衬衣 肩膀上赫然是一个黑色的手印 手印中发散出了很多细小的黑色丝线 往四周弥漫 这是中了剧毒 沈明宇缓缓来到了秦磊的面前 秦磊 你服还是不服 有本事 你杀了我 我圣天武馆跟你们沈家不死不休 哼 我随时奉陪 说吧 一掌朝着他的脑袋拍去 就在这时 一个雷霆般的声音传来 沈大少 何必赶尽杀绝 沈明宇察觉到了一丝危险 迅速转身击出一掌 却被一股强大的寒冰之气给击中了 他蹬蹬蹬后退了好几步 发现自己的双手居然被寒冰给封住了 动弹不得 师父 一道瘦高身影从外面飞了进来 一把抓住秦磊的胳膊 双手齐飞 在他受伤的地方一阵轻点 封住了所有血位 防止毒液顺着血管流动 那瘦高男人转过身来 他身上穿着练功服 头发和胡须花白 双手背在身后 一副先锋道骨的高人模样 这位就是盛天武馆的管主 秦磊的师父 马朔祥 马朔祥凭着一手寒冰长成名二十年 在御林市的风头越来越盛 渐渐盖过了原来的龙头 江源武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再加上江管主和人比武失败 修为跌落 马朔祥更是一人独大 这次铁了心要毁掉江源武馆 杀掉江家父子俩 马朔祥冷冷地看着沈宁 我和沈家老爷子有过一面之缘 如果你没伤我徒弟 我还能饶你一命 但是你既然伤了我这么多弟子 我今天只能把你留在这长江之中了 说吧 他伸手便向着沈明宇的脑袋抓来 秦磊露出了兴奋的神情 他师父可是画境巅峰的高手 只要他出手 这个姓沈的必死无疑 只要他死了 沈家就绝后了 他们武馆就可以想尽办法对沈家下手 而他的女人 最终也会落到自己的手中 忽然 一只手伸了出来 按在了沈明宇的手臂上 卡拉一声脆响 他闭上凝结的尖兵出现了一道道裂纹 然后哗啦一声轰然碎裂 沈明宇的双手一解开 就立刻朝着马朔祥迎了上去 两人掌风相接 发出轰隆一声巨响 他被马朔祥的强大内力 给逼得后退了好几步 又是那只手伸过来 拉住了他的胳膊 让他站稳 沈明宇有些羞愧 宁小姐 似乎无能 你才刚修炼没多久 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 已经是不可多得的天才了 说吧 他抬头看向对面的马朔祥 马朔祥露出了惊讶之色 这个女孩居然捏碎了他的尖兵 他才多大岁数 怎么能有这样强的实力 秦雷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原本以为宁若鱼只是沈明宇的女人 没有什么本事 却没想到 他的实力竟然还在沈明宇之上 用户震惊在场众人 获得仰慕汁两百点 用户仰慕汁达到一万点 可以升到十二级 是否升级 宁若鱼心中激动 立刻点下了试 一股淡淡的金光将他包裹住 他身上的灵气顿时大胜 连马朔祥都被他身上惊人的气势 给震得后退了一步 这女人到底什么修为 咱们身上的灵气暴涨了几倍 到底是什么人 有户再次震惊在场众人 获得仰慕汁两百点 宁若鱼缓缓睁开眼睛 一般的术式突破之后 要花时间来稳固修为 但宁若鱼升级不需要 每次升级之后 他体内的灵气都十分精纯凝实 立刻就可以加入战斗 你是何人 你们武馆派了弟子来杀我 居然不知道我是谁 马朔祥皱了皱眉头 侧头看向秦磊 你是宁若鱼 用户震惊秦磊 获得仰慕汁七十点 怎么回事 师父 他废了我弟弟 还把三十弟打成重伤 你敢打伤我弟子 我不过是反击罢了 留他们一条性命 已经是我仁慈开恩 马朔祥目中喷火 打他的弟子 就是扫他的颜面 而他一向把颜面 看得比什么都重 小贱人 居然有仇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拿命来 马朔祥一掌拍来 四周温度骤降 连船壁上都凝结出了一层白霜 秦磊心中庆幸 好在师父来了 有师父在 今日便可以将这个小贱人 彻底铲除 也省得他再想办法动手 宁若宇年纪太小 就算是术实又如何 他不相信师父赢不了他 师父可是画尽巅峰的高手 这一手寒冰掌 打遍玉林无敌手 哪怕是放眼整个西南地区 那都是顶尖的 宁若宇这个小贱人 必死无疑 他的嘴角勾起了 一抹得意的笑容 轰的一声巨响 宁若宇和马朔翔 各自后退了一步 二人交锋所产生的力量 震得整艘船都开始摇晃 铁皮舱壁上 出现了一条条的裂痕 宁若宇的双臂和脸上 都凝出了一层冰晶 秦磊大喜 哈哈 宁若宇 你这个小贱人 现在你知道我们 圣天舞馆的厉害了吧 今天 你们都要死在这里 谁知宁若宇 却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一握拳头 喀拉一声 深深的冰晶 应声而碎 而与此同时 马朔翔身体摇晃了一下 面如金纸 我败了 我居然摆在一个女人的手上 我不甘心 不甘心 有什么不甘心的呢 我是法师巅峰的术师 离天师镜只差一步 你 不过化镜巅峰 一个法师初期的术师 都可以杀你 什么 你 你是法师镜巅峰 不可能 你才多少岁你 勇护极度震惊 马朔翔 获得养慕值一百点 他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 秦磊惊恐地扑上去 搀扶住他 师父 马朔翔眼中满是绝望 仙才 秦磊惊得说不出话来 仙才 只有全华夏天赋最顶尖的人 才配得上仙才儿子 迄今为止 所有的仙才都是男子 这个十八岁的小女孩 竟然是仙才 用户极度震惊 秦磊获得养慕值八十点 马朔翔抓着秦磊的手臂 抬头望向宁若宇 眼中有着一丝祈求 我活不了了 宁小姐 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说吧 求你饶过我的弟子 我不是试杀纸 马朔翔长长地松了口气 脸上露出了一丝 如释中复的笑容 对秦磊说 阿磊 不要报仇 带着你师弟 好好活下去 说吧 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师父 秦磊痛苦地抱着他泪如泉用 宁若宇冷冷地看了秦磊一眼 我答应你的师父不杀你 但死罪可免活最难逃 他猛然出手 朝着秦磊丹田出一指 一道剑气射出 打进他的丹田 他惨叫一声 用手一摸 小腹出没有任何伤口 但他就像被突破的皮球 内力迅速往外溢散 最后彻底消失了 他满脸痛苦 却不敢有半分怨言 连师父都败在了他的手下 他肯饶自己一命 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宁若宇不再搭理这些人 对沈明宇道 带上陆景他们 我们走吧 沈明宇点了点头 此时的他早已力大如牛 一手一个 肩膀上还扛了一个 跟在宁若宇身后 乘船离开了 陆景四人被带回了 宁若宇的湖边别墅 妈妈安玄住在店里 倒不用担心他被吓着 四人身上都结了一层冰霜 特别是江管主 寒毒攻入心脉 恐怕是没救了 宁若宇兑换了四枚红烟丹 给他们吞下 又一人给了一颗回春丹 但江管主的伤势太重 回春丹的效果很小 用户一片善心 得到陆景四人衷心感谢 获得M值180点 宁若宇大战马朔降的时候 除了江管主 其他三人的意识 都是清醒的 心中对他又近又畏 而江管主却一脸茫然 小周 这在哪 我 我没死 他以为自己肯定会死在 秦磊的手下 却没想到 还能有一条活路 江周抓着他的手 激动地指着宁若宇说 爸 是他救了我们 江管主微微起身 对站在宁若宇身边的 沈明语道 多谢先生的救命之恩 动情 莫知难忘 爸 这位沈先生也帮了我们 但是真正救我们的 是这位宁小姐 江管主有些不敢置信 仔细打量了一下宁若宇 什么 小周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这位 这位姑娘 怎么可能打得过秦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08集 他不是打败了秦磊 秦磊若是能被这个小女孩打败 那他就不是秦磊了 他打败了网朔宇 现在马朔宇已经死了 什么 小周 你不是在骗我 爸 宁小姐可是法师镜巅峰的书士 江管主再次震惊了 好半天才吐出两个字 仙才 这是决定的仙才呀 用户震惊江东卿 获得养殖70点 他只犹豫了片刻 便艰难的起身 拉着江州岛 宁小姐 请允许我们父子俩 成为您的随从 武者成为术士的随从 是很正常的事情 很多武者 都会寻找实力强大的术士投靠 我不需要随从 宁小姐 就算我已经不再是化尽巅峰的武者 但江源武馆 怎么说也是当了十年的御灵士龙头 人脉极广 一定能帮到您 宁小姐 现在马朔祥扶珠 闲磊被废 盛天武馆 已经完了 这御灵士 失去了龙头 各大地下势力 为争夺这龙头之位 恐怕 会有一场腥风血雨 到时候对整个御灵士来说 都是一场灾难 不如扶植江源武馆 重新接掌龙头之位 可保御灵士 稳定平安 说的有道理 江东青 你真的愿意成为我的随从 我愿意依附您小姐 为您小姐 马首是瞻 宁若宇微微汗手 在心中对微客服道 给我兑换一颗 能够治好他内伤的弹药 用户兑换洗精丹一颗 扣除养慕值一百点 宁若宇将洗精丹 递到江东青的面前 吃了它 江东青连想都没想 直接一口吞下 只觉得一股凉意 顺着自己的喉咙流进了体内 然后在胃里炸开 难受得他弯下了腰 爸 宁若姐 您给我爸吃的是 宁若宇没有说话 静静地望着江东青 难受只有几秒 接着 一股清凉的感觉 开始顺着他的精脉涌向全身 冲刷过他受伤的不闻 疼痛立刻就消失了 仿佛大热天泡在冰水中 十分舒服 很快 他就发现堵塞的精脉都被疏通了 那种运转内力的持质感 消失无踪 他心头大喜 恭敬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弓 多谢宁小姐 用户乙德夫人 获得仰慕值一百点 你身体里的暗伤已经治好了 用不了多久就会恢复实力 我要你夺回龙头之位 维持御灵的平稳安定 能做到吗 江东青觉得 自己早已经如死灰的心底 再一次燃烧起熊熊火焰 豪情万丈 能 好 你回江源武馆去吧 用得上你的地方 我自然会找你 是 如果你敢背叛我 后果 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 他说得很平静 就像在谈论天气 但江东青却感觉 自己的后脊被窜上了一股森然良意 宁小姐 对我们父子有再造之恩 我们绝对不会恩将仇报 记住你们今天说的话 下去吧 二人恭敬地退了下去 陆景有些紧张 结结巴巴地说 宁姐 我 宁若雨在他脑袋上敲了一击 他可怜兮兮地说 宁姐 疼 好小子 有鼓腔 陆景露出了高兴的笑容 又获得到陆景的成敬和喜欢 获得养殖八十点 宁若雨拿出两把宝剑 都是他在鬼市公众号里连制的 顿沈明宇和陆景当 之前给你们的陶木剑都是最低级的 已经不够用了 这两把剑是一品中等的法器 你们收着吧 二人都露出了激动的神情 各捐起一把剑 顿时便感觉一股磅礴的灵气涌来 与自己心灵相通 看着手中的剑 二人眼中放光 用户宝剑赠英雄 得到沈明宇二人的崇敬 获得养殖之一百六十点 宁姐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宁小姐 多谢 宁若雨微微汗手 让他们各自回家休息 没过两天 岑飞凡就激动地跟他说 宁同学 你知道吗 这几天御灵室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 原本圣天武馆已经打败了江源武馆 成为御灵室的龙头 但不知是哪位高手 杀了圣天武馆的馆主 马硕祥 废了秦磊 圣天武馆一连射了两个高手 顿时成了一块肥肉 谁都想上去咬一口 人人都幻想着 能成为新的龙头 没想到 这个时候江源武馆的江东青 忽然回来了 还恢复了修伪 他一连打败了 其他势力的四名高手 龙头之外 又重新落在了江源武馆的手中 宁同学 你不用再担心秦家的报复了 秦家的顶梁柱秦磊 已经是个废人 再没人能威胁到你了 说起来 那秦磊也是惨 他生性凉薄 据说对家人很不好 以止气使的 现在废了 父亲直接宣布和他断绝关系 他恐怕又流落街头了 宁如雨心中毫无波动 秦磊此人心狠手辣 下手从不留情 自然该有这样的下场 也不知道 打败马硕祥的到底是谁啊 马硕祥被称为 是御灵士五道第一人 能打败他 肯定是精彩绝艳的人物啊 用户得到曾非凡的崇拜 获得仰慕之七十点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 西北沙漠之中 某个荒凉的遗迹 石头建成的高大建筑 经过了几千年的风化 依然依稀可见 上面的浮雕花纹 轰的一声 遗迹之中发出了一声巨响 沙尘四起 遮天蔽日 没过多久 一个高大的身影从遗迹之中 缓缓走了出来 他穿着一件绿色的背心 和一条迷彩裤 奇怪的是 他身上干干净净 不染钉点沙尘 这时 一下直升飞机 从天空中缓缓降下 悬停在半空中 他纵身一跃 便跳进了机舱内 助理临北戴着耳机说 少爷 欢迎回来 嗯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情况如何 领祖里面 我想听的不是领祖 临北的嘴角抽了抽 这还是以前那个杨少爷吗 怎么遇到宁小姐之后 他就变了 以前 他可是从来都不计女色的 宁小姐 很 威武霸气 临北将这一个多月的事情 都讲了一遍 杨泽南看着平板电脑上 宁若与大战情义的视频 嘴角露出了一道淡淡的微笑 他的女孩 比他想象的还要强 去玉岭市 您不回林祖总部看看吗 那些老家伙翻不起什么巨浪来 我答应了要带他去参加法系大会的 您已经很久没有回总部了 长老们对你都颇有悲词 上次他们被我教训的不够 还敢关起我的事来 他们只是希望你回去主持大局 华夏暂时没有什么大事 亲在什么都没有他主意 临北相听见了什么恐怖的事情 用看怪物的眼神望着他 这真的是他的少爷吗 会不会已经被什么鬼物给附身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杨泽南望向窗外 脸上露出愉快的神情 明如雨打了电话给沈明雨 今晚参加法系大会 她打算好好打扮一下 让沈明雨安排自己去做造型 沈明雨带着她来到一处造型事务所 这是一处藏在城市深处的低调沙龙 里面的装潜红简约却让人觉得很舒服 呦 沈大少 稀客呀 一个清脆的女生传来 宁若与抬头望去 从内室走出一位妆容精致的美女 杨娜 今天来 是想请你为宁小姐做个造型 真没想到 沈大少居然也会带女伴来 我还以为你喜欢男人呢 雅娜 不知道宁小姐是哪家前前 我记得月灵市没有哪个大家族姓宁啊 我是从小地方来的 家境普通 不是什么大家族的子女 雅娜更加惊讶了 这位宁小姐的气质 不像是普通人家教养出来的呀 雅娜 你是造型师 不是片井 还差户口 著名洁癖外加性格古外的沈大少 居然也会开玩笑了 看来宁小姐是你的真命天女了 沈明宇随小勾勒勾 似乎很愉悦 但宁若宇的话 给了她一个当头帮贺 雅娜 我不是她女朋友 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我不希望别人误会 我就说嘛 有哪个女孩会看上她呀 好了不说了 我们先来选衣服 不用了 我带了衣服 说着 她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件 叠好的白色裙子 雅娜轻轻抚摸裙子 感觉自己的手 像是被吸住了一样 这是什么布料做的呀 不 这都不像是布料了 简直像是女人的皮肤 宁若宇笑了笑 拿着衣服走进了换衣间 片刻之后 她撩开白色的布帘缓缓走出 沈明宇和亚娜 都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有户惊讶二人 获得仰慕之一百点 这条裙子单看是白色的 但穿在身上 却泛着一层极淡的蓝光 款式是低胸的 而宁若宇的胸围可观 露出一条深深的沟壑 袖子是半截透明的青纱 连接在胸口 腰上装饰着金色丝线 所致的藤蔓和花朵 一直蔓延到裙摆 两侧坠着透明的白纱 随着她的走动 金色的花朵 在白纱之中若隐若现 有种动人心魄的美 我的天 太美了吧 这件裙子将你的身材和容貌 衬托得纯美绝伦 一美人更美 宁小姐 你能告诉我 她是出自哪位大设计师之手吗 这条裙子是我自己设计做的 什么 亚娜这次真的惊了 这设计 这做工 哪怕是全球最顶尖的设计师 也不过如此 居然出自眼前这个小姑娘之手 用户震惊亚娜 获得眼眸之五十点 亚娜 你是不是该工作了 来来来 让我给你化个美美的妆 保证让你咽压全场 亚娜一边给她化妆一边感叹 你皮肤真好 你平时都是怎么保养的呀 这肌肤简直跟婴儿一样 因为我修仙 宁小姐 你可真幽默 宁若语无语 她说的都是真的 好了 亚娜的声音在头顶响起 宁若语站起身来 看着敬重的自己 娇好的容貌 精致的妆容 高高挽起的发际 并边的珍珠发夹 月白长裙 虽说不是倾国倾城 却也是个 优雅动人的大家闺秀 我有预感 今晚之后 我这个沙龙肯定要活 宁小姐 简直就是个 行走的活广告啊 顿了顿 她又充满期待地说 宁小姐 你能帮我设计一款礼服吗 用户用绝佳的品位 和超凡的恋青术倾倒亚娜 获得养蒙值五十点 我收费很贵的 她不是故意拿瞧 这条裙子是用焦箫和金蚕丝制作而成 可谓是价值连城 这么漂亮的衣服 多少钱都值得 好了宁小姐 我们出去把沈大少吓一跳 亚娜牵着她的手走出化妆室 沈大少正拿着水杯的手微微一顿 眼睛仿佛黏在了她的身上 用户惊艳神迷雨 获得养蒙值八十点 凝珠雨清咳了两声 她才回过神来 尴尬地别开脸 掩饰自己脸上的红色 那个 很漂亮 是亚娜的手艺好 我手艺再好 也不能把丑八怪 变成绝世美女啊 还是你底子好 哦 对了 今年的法系大会 我也收到了一张请柬 不如我们 话还没说完 她的手机就响得起来 拿起来一听 脸色立刻就变了 发生什么事了 家里出了点事 需要帮忙吗 是我父亲的堂弟 见我们家人丁凋零 就带着他家那一大群子女 想来我家打秋风 现在正在我家闹呢 那你快回去吧 会场那边 我自己能去 没错 你自己回去 我来带他去 沈明宇皱起眉头 目光不善地看向来人 来的正是杨泽南 他穿着一身黑色的正装 头发收得一丝不苟 他本来就很英俊 这番打扮之后 更显得翩翩公子 气度不凡 那一瞬间 沈明宇竟然觉得 有些自残行贿 杨泽南微笑着 对宁若宇道 明小姐 我早已经为你准备好了造型师 你应该先联系我才对 我觉得 亚娜老师做得很好 亚娜心中倍感安慰 杨泽南沉默了片刻 来到宁若宇的面前 低声道 如果你把我当朋友 就不要和我这样划清界限 朋友之间相互帮助 不是应该的吗 我也是他的朋友 我跟他的关系 比他跟你更好 他有什么事情找我帮忙 有什么不妥 杨泽南 杨泽南眼底闪过一抹冷意 但他微微勾起嘴角 笑了笑 隔下还是回去处理自己家的问题吧 然后又对宁若宇温和地说 宁小姐 法系大会就要开始了 我们还是赶快动身吧 宁若宇点了点头 沈明宇本想跟去 但家里的电话一声紧似一声 沈老爷子的助理发来短信 告诉他老爷子被堂弟气得 差点心脏病发作 他恨恨地咬了咬牙 不甘心地上车回家去了 杨泽南看着坐在身边的宁若宇 他对自己始终是客气而疏远的 不 除了他母亲 他对每个人都是客气而疏远的 他在心中包裹了一层尖兵 对任何人都拒之门外 杨泽南转动方向盘 嘴角翘起 总有一天 我要将你心中的尖兵打破 你 只能是我的 这次的法器大会 在青翠山山上的青园山庄内举行 这个山庄与那些号称山庄的农家乐完全不同 是一家极为有名的私人会所 里面是江南园林市的 环境优美 到处可见奇花异草 此时 青园山庄的停车场里 已经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豪车 简直就像是在举办豪车车展 杨泽南所开的大切诺基倒显得寒酸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0集 下了车 二人一起来到大门口 就看到一对年轻男女在跟门童争吵 为什么我女朋友不能进去 按照法器大会的规矩 您只有一张请柬 只能进去一个人 你们这什么规矩 谁家请柬不能带女伴 抱歉 我们家不行 那年轻男人还要争辩 杨泽南走了上去 将一张请柬递给门童 门童看了一眼 脸色顿时一变 恭敬地弯下腰 先生 您请快进 杨泽南带着您若鱼 走进了清源山庄的大门 那对年轻男女急了 为什么他能带女伴 先生 这位先生的请柬 是金色请柬 他不仅能带女伴 还能带随从 而您的请柬 是白色请柬 只能您一人进去 真是 您可是入道境界的术师啊 还出身世家 怎么连个女伴都不能带 这也太看不起人了吧 睁大你狗眼看看 我乃是入道境的想者 你敢刁难我 这位先生 这些年 术师越来越多 入道境刚刚够进 法器大会的资格 如果连入道都达不到 是没有资格进这个门 真是要脸上的肌肉抖了抖 他好不容易搞到了 法器大会的请柬 今天是打定了主意 要来多结交几个 法器店的老板 最好是能结交练器师 弄几件 衬手的法器提升实力 绝对不能无功而返 他怀中的女伴 娇嘀嘀嘀的撒娇 真少 你回酒店等我 真少 你不能 滚 女伴咬紧了牙关 哭着跑了 真少不敢怪随门童 毕竟这是灵族的人 他就算有十个胆子 也不敢得罪灵族啊 便将一腔的愤怒 都迁怒到了杨泽南的身上 他恶狠狠地想 你最好不要落在我手中 不然我一定让你知道 我真大杨的厉害 刚进门 您若宇就看见了几个大人物 是那种 平日只能在御林市的 新闻连播里见到的 他们在这里 没有丝毫的上位者傲气 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 他用探测术一扫 发现这里大部分都是术士 修为都在入道境之上 其他的就是大世家的当家人 都是西南地区有头有脸的人物 一个个全是陶天 您若宇二人 男的俊美 女的漂亮 一进门 就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这样人怎么看着眼神 从外地来的吧 现在华下的术士越来越多 看他们的年纪 修为不会太高 数十戒都是以实力为尊 二人收敛了气息 没有泄露真实的修为 因而众人只是多看了几眼 便不再关注 杨泽南问您若宇 你的店铺准备怎么样了 已经装修完了 这次法界大会之后就会开张 店名想好了吗 想好了 就叫天赐阁 这个名字很俗气 但他之所以有今天 正是因为扫描了 鬼市公众号的二维码 全是运气 说起来 不就是老天爷赐给他的吗 那正好 法界大会有个斗气的环节 各家法界店拿出自己手中 镇垫之宝进行比试 谁家胜出 就能得到灵足给出的 二十万奖金 当然 谁都没有把这二十万 看在眼中 要是能在斗气比赛中 获得头筹 法界店自然会名声大噪 店主肯定会名利双收 有点意思 那我们去那边 凉亭喝杯茶吧 江南园林班的花园之中 凉亭上 有一个美女在煮茶 几个术室坐在一处饮茶 杨泽南和宁入宇 在一张空石桌旁坐下 就听见有人道 你们听说 那个宁女下了吗 就是在网上 闹得沸沸扬扬扬那个 不就是个网红吗 也不值一提 当我看了那些视频 那宁女侠 似乎有点本事 她曾在朵兰大厦 破了阵法 应该是个入道的术士 入道的术士 又不稀奇 谈论那个网红啊 还不如来说说 那个一亿人之力 灭了整个白虎门的 神秘女术士 白虎门的事情 我倒是听说过 将她们灭门的 真是个女人 千真万确 这件事在术士界 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白虎门虽然只是个 三流门派 但也有几百年的根基啊 他们的门主方天秀 乃是天师镜 初期的修为 能将她连根拔起 突灭满门 此人的实力 不容小觑啊 听说那女人 还很年轻 我倒是想见见 那女人到底 长什么模样 是美是丑啊 怎么 黄师兄对她有点兴趣 这样的高手 自然应该解交 她若长得美 我倒是不建议 做她的入木之兵啊 那黄兄 是个四十来岁的 中年男人 但保养得好 看上去还有几分英俱 杨泽男的脸色 沉了下来 冷冷地瞥了那黄兄一眼 黄兄只觉得 后背像被什么东西 遮了一下 浑身发冷 寒毛都竖了起来 怎么回事 他看了看四周 一头雾水 宁若宇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宁若宇的动作 微微一顿 随即皱起了眉头 这些人 怎么阴魂不散呢 来的正是 他生理上的父亲 宁宇涛 宁家本来是没有资格 来参加法器大会的 但清源山庄 有个经理 和宁家沾亲带故 宁家便出了大价钱 请他弄了一张请点 宁宇涛正在想尽办法 结交一个入道巅峰的树士 想请他到宁家做供奉 现在 全华夏各大家族 都想要供奉树士 有树士庇佑 家族更安全 将来发展的也会更好 这次宁老爷子派他来 首要任务就是结交树士 如果能买到一件法器回去 自然更好 他没想到 居然能遇上宁若雨 他的目光落在 杨泽南的身上 这个男人是谁 看起来气度不凡 难道也是树士 宁若雨的本事 他是见过的 但他对树士的法术 和等级了解不多 再加上长久以来的偏见 他瞧不上这个女儿 便认为 他只是学了两天法术 实力并不强 比不上身边这位牛大师 牛大师上下打量宁若雨 眼底浮起了一抹银邪之气 宁先生 这位是你的什么人 宁宇涛因为要讨好老爷子 对察言观色很有一套 一眼就看出 牛大师对宁若雨有意思 心中顿时大喜 他 是我女儿 若雨啊 快来跟牛大师打个招呼 这位牛大师 可是入道巅峰的强者 有他庇护 你将来修行会更顺利 明明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想要出卖女儿 却表现得像个全心全意 为女儿考虑的好爸爸 宁若雨差点笑出声来 见过无耻的 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 原来是宁先生的女儿 竟然也是术士 小姑娘 我看你骨骼轻奇 试炼悬术的了 不如你拜我为师如何 若雨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拜师啊 牛大师不轻易收徒的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宁若雨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这个丢死人的男人 居然是他生理生的父亲 妈妈以前 怎么会看上这么个丢人玩意儿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百一十一级 他勾了勾嘴角 站起身来对牛大师道 你要收我为徒 没错 是不是要想学的会 先得给师父睡啊 看来你很懂嘛 怎么 以前也是这么干的 你跟多少男人睡过呀 我对破鞋 可没有多大兴趣啊 我有些好奇 像你这么愚蠢的人 是怎么在数世界 活到现在的 宁若雨 你疯了吗 怎么这么跟牛大师说话 还不快道歉 道歉 他配吗 还是个小辣椒 呛口啊 我就好这口 宁先生 你这个女儿 我是要定了 是是是 她一定是你的 她一直以为宁若雨 很想回宁家 做宁家的大小姐 以前自己觉得 她出身卑微 根本不配 既然现在 她对自己有用 那认回来又何妨 反正是个女人 以后嫁出去就行了 只要你把牛大师 给伺候好了 就是宁家的功臣 到时候 我就重新认你为女儿 让你认作归宗 宁先生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不要因为我们都姓宁 就来乱判亲戚 你 臭丫头 你说什么 杨泽南的心中满是怒气 他和宁若雨 之前的气氛正好 喝喝茶 赏赏花 不知道有多惬意 这两个人居然不识相 出来找不痛快 他的人生信条 谁要是让他一时不痛快 他就让谁一辈子不痛快 他也站起身来 不动声色地挡在了宁若雨的面前 似笑非笑地看着二人 宁小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并不认识两位 如果没什么 两位可以先请了 牛大师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因为杨泽南和宁若雨收敛了气息 他看不出二人的修为 只认为杨泽南是个富家公子 而宁若雨不过是攀龙富凤的小贱人 闭嘴 笑白脸 这儿不是你能耀武扬威的地方 杨泽南脸上仍旧带着笑 但四周的空气却仿佛凝固了一样 连温度都抖降了好几度 牛大师察觉到了不对 想要后退一步 却发现自己像被什么东西定住了 动弹不得 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 从心底深处钻了出来 他突然意识到 眼前的这个男人 不是他能够得罪的 杨泽南收回自己的威压 牛大师觉得 压在身上的巨石消失了 顿时松了口气 他放过自己了 太好了 这个男人绝对是个魔鬼 宁若涛却浑然不觉 怒气冲冲的说 你是什么东西 也敢跟牛大师这么说话 说完又怒斥宁若雨 你 你教的都是些什么朋友 还没等杨泽南和宁若雨说话 牛大师先怒了 呵斥宁若涛道 放屁 给老子闭嘴 牛大师 宁先生 这位 这位先生 也是你能随便骂的吗 我看你是不知道死怎么写 先生 刚才 我有眼不识泰山 多有得罪 还请您见谅 我不想再见到你 是 是 我这就走 牛大师连多余的话都不敢说 退出了梁亭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跑了 宁若涛惊呆了 再次打量杨泽南 难道他真看走了眼 这小白脸其实是个强者 或者 是某个隐世家族 或者宗门的弟子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宁若雨一眼 没想到这个丫头的眼光这么好 攀上了这么一棵大树 他的想法都写在了脸上 宁若雨一眼就把他看透了 顿时觉得没意思 实在是不想和他多说半句话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了喧嚣声 有人激动地说 三位大恋骑士来了 宁若雨来了兴趣 杨泽南道 来 我们去看看 说完 也不搭理宁与涛 静止走了 宁与涛想了想 连忙跟了上去 二人来到前厅 见三位气势不凡的术士正坐在首座 这三人之中 为首之人外貌有六十多岁 精神绝朔 一派先锋倒鼓 得到高人的模样 另外两人 年纪看起来在四十岁上下 一个面宽口阔 一个身材消瘦 那老者名叫楚亮 是清中七生人 已经有两百多岁了 是华夏赫赫有名的四品恋骑士 宁若雨用探测书一扫 这位楚亮老前辈 是天师敬后期的高手 那面宽口阔的男人 今年已经七十六岁 名叫翁震 那销瘦男人八十五岁 名叫罗婷 都是名声在外的三品恋骑士 领祖这次请这三位来 是让他们做评委的 领祖的面子真大 领祖在华夏的势力很强 地位很高 要请这三位 还不在华夏 领祖的李队长和乔队长二人 客气地对楚亮三人拱了拱手 今天能请到三位 做斗气大赛的评委 是我们领祖的荣幸 也是万千炼气师之性 如果能得到三位的青睐 指点一二 终生受影无穷 提携后辈 是我们这些老家伙 应该做的 如今天地之间 有灵气复苏的迹象 数识越来越多 是数世界的一大信使啊 我没有什么别的愿望 只求华夏 能多几个大炼气师 我就满足了 摇乡几千年前 华夏的大炼气师 数不胜数啊 我们这等修为和炼气术 根本排不上名号 如今却在华夏 数一数二 嘿 惭愧 惭愧啊 希望这次的斗气大赛 能多出几个实力高强的炼气师 超过我们这几个老头子 我就心满意足了 除老前辈心喜天下 我等自愧不如 只是当今华夏 能比得上三位的少之右手 今天能有一件三品法器 已经是万幸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 乔队长啊 你要对华夏的年轻人 有信心 几人客套了几句 李队长站起身来 他今天穿了一套全黑的职业套装 显得精明干脸 笑道 时候不早了 三位炼气师前辈 斗气大赛是否可以开始了 楚亮三人点了点头 李队长站起身来 高声道 各位同道 欢迎各位今日来参加 灵族举办的法器大会 接下来便是万众期待的 斗气大赛 各位炼气师 各大法器店手中 若有宝物都可以参赛 胜利者可以得到 二十万的奖金和金杯一则 话音未落 就有一个身宽体盘的男人 大步走出来 朝着周围一个团拱 各位 在下张起 先走了 说吧 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陶土坛子 这是我所炼制的收鬼坛 他又拿出一张黄符 那黄符叠成了三角形 隐隐有鬼气弥漫 那黄符中收着一只鬼屋 他将黄符撕碎 一时间阴气大声 一道黑影从黄符之中冒了出来 发出一声怨恨的嘶吼 他尖叫着 朝向人群中阳气最弱的人扑去 那人本来就是个普通商人 因为做房地产而豪富 花了大价钱 买了一张邀请函进来 就为了求一件能聚才的法器 哪里知道会被一只鬼物给盯上 他吓得大叫 抱头鼠窜 那胖子练气师哈哈大笑 打开陶罐 催动法器 大声道 收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2集 那鬼物只觉得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抓住 不甘地大叫 却还是硬生生被拖进了陶罐之中 胖炼气师立刻盖上陶罐的盖子 陶罐震动了一阵 没了声息 胖炼气师拍了拍陶罐 笑道 还求三位评委点评 不错 是个上了品级的法器 算得上是一品上等吧 多谢前辈 他抱起法器 喜自私地退了出去 立刻有几个术士围了上去 想要从他手中买下这只收鬼弹 胖炼气师满脸的傲气 对那几人爱理不理 那几人去一心奉承他 没有半点的不耐烦和不敬 在术士节 炼气师地位崇高 谁都不会轻易得罪他们 不然 他们要是在所炼制的法器中动点手脚 等到发现的时候 命都没了 接着 便有好几个炼气师和法器店的老板出来 展示自己手中的法器 有的品级太低 有的根本上不了品级 储量很少点评 都是另外两位发言 只有能够入得了他眼的 他才会出演点评 现场的气氛已经被炒得很热烈了 这时 有一个壮汉从人群中走出来 高声道 各位 我是宝城阁的郑宝城 平时多得各位道友台爱 我那小店生意还算不错 正好前几日 我们店里的炼气师 炼出了一件法器 这品级嘛 还算过得去 今日我就拿出来 在大家面前献献丑 还请各位 不要怪罪啊 宝城阁是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法器店 据说他们店里有一位三品巅峰 接近四品的炼气师 那位炼气师没有来 听说那位炼气师突破在即 正在闭关 那边 郑宝城拍了拍手 两个穿着黑色西装的壮汉 抱着一根三米多长的东西走了进来 那东西用白色的布裹着 十分沉重 那两个壮汉都是暗境初期的舞者 抬着这东西居然十分吃力 郑宝城环视四周 各位 请看 他抓住白布用力一扯 白布被撕破了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晃 都不由自主地遮了这眼睛 等他们定睛一看 那居然是一根方天化戟 这种武器顶端做紧字形 戟杆上本来应该加彩绘装饰 但这把方天化戟上却是绘满了符咒 阳光照在上面 仿佛有淡淡的冷光在流转 众人都感觉到 一股阴寒森冷的气息迎面而来 整个屋子的温度都降了好几度 各位请看好 郑宝城身上气势顿时一变 抓住方天化戟 将全身的灵气都注入其中 然后大喝一声 猛地朝屋外一展 一道冰寒的冷气横起而出 打在院中的一块巨石之上 那巨石轰然碎裂 每一块碎块都凝出了一层尖冰 而巨石所在之地 也生出了一层寒霜 众人满脸震惊 这法器他至少得三品吧 宝城阁的炼气师果然不同凡响 听说那位炼气师要突破了 一旦突破成为四品炼气师 整个御灵市 不 整个西南地区 法器行业的狼头 非这个宝城阁莫属了 这件法器 这件法器乃三品中的 名为冰破戒 杀伤力十分强大 冰破戒没有任我为主 不能心意相通 无法发挥出他的真正实力 一旦法器认主 一位法师境的术士 手持冰破戒 能迎战天师境初期的术士 众人更加惊诧 法师境能迎战天师境 不可能吧 天师境的力量那么强大 法师境根本不是人家的一盒之敌啊 三名评委缓缓起身 来到那方天化戒的面前 仔细研究法器 为首的楚亮伸出食指和拇指 在冰破戒上轻轻弹了弹 一道浅浅的冰蓝色光芒扫过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道 好挤 真是好挤啊 众人都暗暗吃惊 能让楚亮老前辈赞不绝口的法器 绝对是宝物中的宝物 不少术士都露出了际觎的眼神 心中盘算着 要怎么得到这件宝物 但正宝成很有背景 向他下手 只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只能想尽办法将他买下来 正宝成满脸喜色 眼底满是得意 楚亮三人看过冰破戒 回到座位上互相商量了一阵 李队长笑道 还请三位前辈 公布今天斗戚大赛的最终结果 肯定是宝成阁的冰破戒了吧 那肯定的 今天只有这么一件三瓶的法器 不是他还能是谁 宝成阁今天又要大出风头咯 寿宇 赶紧上场了 宁若鱼调了调眉毛 我跟你那么熟吗 可是想想 要是自己纠结一个称呼 也未免太小气了 便没说什么 正要出去 却忽然听见一个声音道 且慢 先看看我的法器如何 众人都是一惊 齐齐看去 只见人群分开了一条路 一个穿着黑色休闲西装的男人 大步走来 那男人的口音有些重 长相也与华夏人有些差别 宁若宇宙媚道 紫国人 阁下是什么人 在下李忠浩 紫国李佳人 原来是外国友人 不知道阁下到这里来 有何贵干 今天不是法器大会吗 我当然是来参加斗气的 我们华夏人斗气 你们外国人来凑什么热闹 有规定不许外国人参加吗 众人面面相去 还真没有这个规定 华夏每个地区都有法器大会 欢迎全国的练习室来参加 有不少练气师 在这个地区没能胜出 会去参加其他地区的法器大会 这样就算不能胜出 也可以打响名气 至于外国人 最多只是来看看 没有参加比赛的 李忠浩比仪的目光在周围一扫 道 怎么 堂堂华夏 竟然不敢让我参加比赛吗 众人都露出了愤懑之色 李队长道 既然李先生想要参加 当然也可以 不知道李先生今天带了什么法器来 这个紫国李家 是什么样的家族 李家是紫国王的后裔 在紫国的势力很大 据说这个家族 在古时候出了不少练习大师 近些年发展得很快 家族中 已经诞生了一位六品练习大师 宁若宇摸了摸下巴 若有所思 李忠浩将背上所背的一把宝刀取了下来 那宝刀看起来很普通 就跟某宝上几百块钱一把的刀没什么两样 套着一个黑色的皮刀鞘 你们紫国人拿这么把刀来参赛 而楚亮却皱起了眉头 眼中的警惕更浓 宁若宇也睁大了眼睛 这把刀 李忠浩口中念诵咒语 用力一拉将刀鞘拉出了一条缝 一股强烈的气息迎面而来 四周狂风大作 众人只觉得后脊背发凉 危机感如影随心 就在这时 威克福的声音响了起来 用户触发随机任务 恐怖刀魂 紫国邪恶炼器师 将一只青年射青鬼封印在刚刚炼成的宝刀之中 炼器成为刀魂 碎成制邪鬼刀 一旦出鞘 必饮鲜血 吞噬生魂 紫国将此刀带到华夏 其心可诛 用户当诛杀刀魂 荒扶正义 降妖除魔 是否接受任务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3集 宁若于眼神一礼 好一个紫国李家 该啥 他立刻点了接受 用户已接受任务 任务完成奖励 金色福袋一只 抽奖机会一次 副本券一张 任务失败 则扣除养墓值两万点 养墓值为副 用户将会失去生命 请认真对待 需要要扣那么多养墓值 我一共都没有那么多 魏克福 你是不是太狠了 用户连冒犯国 为的外国人都不能教训 还有什么脸面活着 说的好有道理 我居然无法反驳 等等 这个副本券是什么东西 副本券可以开启副本 完成副本任务 可得到大量养墓值 和珍贵奖品 宁若鱼也玩过网络游戏 不禁心中一动 好东西啊 这个肉只能成功 不许失败 而站在他旁边的杨泽南 眼神冰冷如刀 拳头微微握起 楚亮站起身来 惊呼道 鬼刀 无品初等的鬼刀 里面封着一只射青鬼 雷忠浩 你要干什么 什么 射青鬼 人群一下子骚动起来 不少入到真人禁的术室 纷纷往后退去 他们连恶鬼都对付不了 何况是射青鬼了 一旦射青鬼出拢 他们全都逃不了好 李忠浩嚣张地说 怎么 我们的法器太强 华夏人连看都不敢看了吗 赶快阻止他 一旦那射青鬼出来 今天这清云山状必被血洗 既然你们不敢 跟我们子国的法器比斗 也可以 我不让宝刀出窍 只要你们肯认输 说一句华夏的法器 比不上子国的法器 做梦 欢面阔口的翁震 豁然站起怒喝道 我们华夏只有战死的 没有认输的 那好 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是真正的法器 他咬破自己的食指 在刀锹上一抹 然后用力一拉 大喊道 鬼刀出窍 那宝刀通身漆黑 只看一眼就让人从心底深处冒出恐惧之意 那刀身之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涌动 渐渐的竟然浮现出了一张恐怖扭曲的人脸 那人脸居然从刀身之中钻了出来 先是一团黑色的液体 就像利青 然后在半空中涌动 化为了一个全黑的人影 他发出了嘎嘎的音笑声 将鬼刀拿在手中 身上的鬼气 压得周围的树式全都抬不起头来 而那些没有修为的富豪们 吓得跑得跑 逃得逃 还有一些跌坐在地上 连跑的勇气都没有 那射精鬼站在李中浩的身侧 李中浩得意地问 谁有那个胆子 甘与我的法器比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都不说话 李队长上前一步道 赵茂城先生 你的兵破戟对付这鬼刀如何 我这兵破戟只是三品中等的法器 而这鬼刀可是五品出的 他一个照面 就能将我的兵破戟给砍断了 李队长露出一丝失望之色 环视四周却没有一个人出来 众人都纷纷憋开了脸 怎么 没有人敢与我一较高下 众人沉默不语 明天早上 紫国的新闻就会报道这件事 我李家所炼制的射青鬼刀 震慑华夏群雄 夺得斗气大赛冠军 华夏上下竟无一人敢应战 听了这话 众人都露出愤慨之色 却无计可使 拜托 那可是五品的法器 哪怕是一些实力高深之人 譬如乔队长 李队长之类 他们手中也只有三四品的法器 众人只觉得脸上无光 心中愤懑 却没有任何办法 卑微华夏 不过如此 这话说得太早了吧 一个清脆的女生传来 众人都惊诧地看向那人 那是一个穿着白色礼服长裙的女人 容貌漂亮 气质出众 每走一步 裙子上的金线 都在熠熠闪光 来的正是宁若宇 众人都奇怪地看着她 有人低声问 这女人谁啊 不认识 咱们御灵室的圈子里 似乎没有这么个人吧 难道是每个世家大族的千金 御灵室的世家大族 我都认识 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个人啊 外地来的吧 这位美丽的女士 你有什么话要说 小国毕竟是小国 没见过世面 总以为除了老天爷 自己就是宇宙最强 殊不知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这种所谓的自信 不过是夜郎自大吧 众华下人都觉得解气 心中不由地暗暗竖起了大拇指 又获得到在场所有人的好感 获得哑慕之五百点 李中浩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笑容里多了几分狠毒之意 怎么 你们华下人都是怂货 派一个小女孩出来讽刺我 以为我不打女人吗 众人都恨不得打她一顿 乔队长皱了皱眉头 这姑娘 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小姑娘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快退下吧 她是一片好心 不希望这个小姑娘激怒李中浩 那射清鬼刀十分厉害 一刀下来 这小姑娘就要被砍成肉泥 怎么 斗气大赛不许女人参加吗 你要参加斗气大赛 没错 我本来不想出这个风头 但一个外国人 敢在我华下的领土上耀武扬威 真当我华下无人了 你是炼气师 没错 不知道你师成何人 我师父乃师外高人 不喜欢别人知道他的名号 小姑娘 你可要想好 那射清鬼刀十分厉害 一旦不敌 可是有生命危险的 我自然知道 你不怕 该怕的 不是我 您若宇露出一道意味深长的笑容 缓缓来到李中浩的面前 说 是 该害怕的 是你 看来华下真是没人了 也罢 只要胆敢挑衅我们李家的人 不管是男是女 都要付出代价 小姑娘 爆出你的名号 我不杀无名之人 行不改名做不改姓 宁若宇 听到这个名字 李队长和乔队长都惊了一下 要获镇尖灵族两位组长 获得仰慕值一百五十点 原来他就是宁若宇 才两个月 居然变漂亮了 连气质也变得越来越好 怪不得没认出来 等等 他如果来了 那位是不是也 他在人群中找了找 便看到了杨泽南 他顿时就松了口气 哎呀 只要有那位在 就什么都不用怕了 宁若宇 我记住你了 我会去你坟前献花的 同样的话 回敬给你 废话少说 把你的法器拿出来吧 无品以下的 就不用拿出来丢人现眼了 宁若宇抬起手 手中缓缓出现了一团金色的光芒 光芒刺得众人都睁不开眼睛 而楚亮三人 却惊得缓缓站起身来 满脸的不敢置信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4集 拥护震惊三位练剂师 获得仰慕值两百点 待光芒散去 众人见宁若于手中拿的 竟是一面镜子 那镜子背部赫然铸造着阴阳八卦 每一个线条都极为惊细 那是阴阳八卦镜 阴阳八卦镜可不好练之 特别是阴阳八卦 要是有一丁点的错误 哪怕是每个卦项的线条粗细有误差 都会毁掉一件罚器啊 没有几十年的功力 是不敢炼制阴阳八卦镜的 这面镜子应该不是出自这小姑娘之手 恐怕是他师父的手笔吧 不管是出自谁之手 今天的事情也许真的有转机啊 李忠浩深深地望着那面阴阳八卦镜 他是识货之人 知道这东西不简单 明笑道 明小姐 这镜子恐怕不是你炼制的吧 当然是我炼制的 这种小玩意儿 哪里还需要我师父出手 又会以装插的方式震惊在场所有人 获得养慕之三百点 你们华夏人就是虚伪 也罢 我不跟你一个小姑娘计较 就看看是你的阴阳八卦镜厉害 还是我的射青鬼刀厉害吧 他朝站在身侧的射青鬼刀 杀了他 众人心中都是一惊 这个李忠浩还真是心狠手辣 居然一开口就要人命 但数世之间的鄙视 旁人不能插手 否则就坏了规矩 哎 这小姑娘怎么就那么想不开 非要去逞强呢 这里这么多大老爷们都没办法 他除了说几句痛快话 还能干什么 围观的人中有人摇了摇头 不忍心再看 杨泽南面无表情地站在人群之中 一言不发 楚亮 李队长等人的心 也是提到了嗓子眼 这小姑娘的法器 真的能与射青鬼刀抗衡吗 这面阴阳八卦镜是宁若与意外炼制出来的 他这段时间做任务开出的材料剩了不少 再加上有次鬼市商场里打折 他抢了一块上古金铜 便突发奇想 干脆炼制一面阴阳八卦镜 于是就将所有的材料和上古金铜一起扔进了炼器炉中 没想到真的练成功了 而且等级达到了五品初等 除了阴魂琉璃扇之外 这面镜子是他手中等级最高的法器 射青鬼嚎叫着冲了上来 他身上有黑色的液体在半空中涌动 有几个站得比较近的术士 被那黑色液体一卷 居然硬生生给变成了浑身漆黑的干湿 好阴毒的力量 众人纷纷后退 再没有人敢上前帮忙 杨泽南站在原地没有动态 双手背在身后 面色没有多少变化 射青鬼发出阴险的笑声 双眼放出了怨恨而贪婪的光 哎 那姑娘完了 那姑娘那么年轻 怎么滑下 那难道真的没人了吗 宁宇涛并没有逃走 他躲在人群的后面 死死盯着宁若宇 心中有些不满 他上去逞强 被人杀了也就算了 要是紫国李家查出他的身份 迁怒他们宁家可怎么办 他对宁若宇 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妇女之情 说起来慢 其实也不过短短的几秒 射青鬼的刀已经举到了头顶 就要一刀劈下 将他给活生生劈成两半 李中浩的脸上露出了 志得意满的笑容 就在这时 宁若宇将阴阳八卦 卦镜高高举起 将全身的灵气都注入镜中 那一瞬间 他的身体就像是被抽空了一样 差点软倒在地 但他咬牙坚持住了 一时间 阴阳八卦镜光芒大盛 红镜背面的阴阳余图案 变得黑白分明 然后迅速地旋转起来 而周围的八卦也纷纷亮起了金光 前阵砍梗 昆讯离队 传说上古时期 福西化八卦于卦台山 这八卦之中 蕴含着天地间的大道智力 这是天道之力 可知过去未来 可通旦夕祸复 可驱邪避鬼 可降妖伏魔 镜面之中 赫然出现了金色的阴阳八卦 朝着射青鬼狠狠地压了过去 射青鬼虽然是极为厉害的鬼物 杀在场大多数数师 都如同杀鸡土狗一般 但在这样的天地之力面前 却无力抗衡 天地正道之力 天生对射青鬼这样的阴邪污秽之物 有着压制作用 那射青鬼察觉到了危险 立刻停下了脚步 转身就跑 他的反应很快 速度更快 宁若宇心中大惊 他身体里所有的力量 都注入了阴阳八卦境中 才刚刚催动他一次 如果这一击没有杀死射青鬼 他就只能任由他宰割了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刻 那射青鬼像是被什么东西 给缠住了一样 原地停顿了两秒 战场之上 区区两秒 已经足够分个生死了 那金色的阴阳八卦 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射青鬼的背上 射青鬼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金光竟然将他的身体 给硬生生腐蚀出了 一个阴阳八卦的形状 他不停地惨叫着 身体如同液体一般涌动 然后啪的一声碎开 钻回了轨道之中 轨道跌落在地 咔嚓一声碎成了两半 静 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李中浩痛苦地大叫一声 猛地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精神一下子萎靡下去 连头发也变得花白 众人这才从震惊中行转 有人拉了拉身边人的衣袖 说 你也问一下 我想知道是不是在做梦啊 好疼啊 不是做梦 那女孩的阴阳八卦镜 居然真的将射青鬼给打败了 这女孩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看来她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练器师师傅 即便如此 还是没人相信 这阴阳八卦镜 是她亲自炼制出来的 拥惑霸绝天下 震慑在场所有人 获得养慕之六百点 杨泽南微微勾了勾嘴角 露出一道意味深长的笑容 你 你居然敢断我宝刀 伤我心脉 我死也要跟你同归于尽 说吧 她猛地拽下胸前佩戴的一枚胸针 朝她扔了过去 那胸针上所镶嵌的红宝石 咔擦一声碎裂 里面钻出了一只恶鬼巅峰的凶恶鬼物 哎呀那子国人好阴险 斗法器斗不赢 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快去救人 那可是恶鬼巅峰的鬼物 你上去根本救不了人 只能送死 乔队长想要冲出去救人 但看了一眼杨泽南 见他窥然不动如同磐石 心中不禁疑惑 那胃不是很看重这个女孩吗 为什么不去救人 难道 他的步子一顿 可别马屁拍在马腿上 再坏了别人的好事 在场的术士也不都是贪生怕死之人 有几人冲了出来 阻挡那恶鬼 一边大声喊道 姑娘快跑 您若语的全部灵气已经耗尽了 又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嗑药 心一横大喊道 萧宗 卫轩 话音未落 两道人影忽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朝着恶鬼迎了上去 这两个灵仆都是天师巅峰 实力无比强大 对付一个恶鬼巅峰 再简单不过 一招 只一招 二人便将这恶鬼巅峰的鬼物 给打得魂飞魄散 众人再次震惊了 乔队长心中暗庆幸 好在那次在白虎门他没有对这小姑娘下手 不然他这条命恐怕早已经交代在那里了 用户霸气策漏 获得养殖五百点 萧宗和魏轩来到您若语面前 恭敬地拱手 众人 我等已经将那恶鬼诛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百一十五集 众人惊得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 那可是两个天师巅峰的顶级高手 他们居然称呼这小姑娘为主人 天师巅峰的高手 可以开宗立派 在华夏也算是顶尖高手了 居然只是这小姑娘身边的仆人 这小姑娘到底什么来头 宁宇涛听旁边人议论 心中也是翻江倒海 他这个没用的女儿 到底是抱了什么大腿 攀上了哪个得道高人 为什么他宠爱的小女儿 就没这个运气呢 宁若语明明已经摇摇欲坠了 却要强撑着 不能让人看出一丁点的破绽 你们做得很好 谢主任 萧宗为宣两名灵仆恭敬的拱手 势立在他的身后 用户有高手保护 威武霸气 得到在场众人敬畏 获得养慕之五百点 那凶真本是李忠浩的本命法器 与他心意相通 如今法器中的恶鬼扶珠 他原本就重伤的心脉 再次重创 砰的一声 心脏处居然炸开了 大少爷 他的两个随从惊恐地扑上来 要是少爷死了 他们也活不了 你们这些阴险狡诈的华夏人 你们是在鄙视法器 你们为何无故伤人 无故 宁若宇眯了眯眼睛 朝卫轩点了点头 卫轩一挥手 那几个被恶鬼吸走浑身清血 变成干湿的华夏术士 飞到了几人面前 那些华夏术士 面容痛苦扭曲 四肢蜷缩 十分凄惨 既然是鄙视法器 你们子国人为何无故杀我华夏术士 斗气失败之后又偷袭我 论无耻 谁比得上你们子国 说完 他转头看向李队长和乔队长 子国术士无故杀我华夏术士 这事绝对不能这么算 请领祖向子国李家问责 替这些无故死去的术士们 也替我 套个公道 说得好 杨泽南从人群中走出 站在宁若宇身侧 直视乔丽二人 李队长还想说什么 被乔队长拉了一下 他义正词言地说 说得没错 我华夏的术士们 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子国李家 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我一定会将此事上报 他又看向李中浩主仆三人 立声道 你们是杀人的凶手 李中浩已死 手犯扶猪 而你们两人是从犯 死罪可免 活最难逃 我们领佐会将你们暂时收押 至于李中浩的尸首 等李家付出代价之后 再领回去吧 两人闻言大惊失色 低头一看 原本气息奄奄的李中浩少爷 已经断气而亡 两人一屁股坐在地上 什么话都不敢说了 现在他们留在华夏 反而是最好的 否则 回去也是个死 李队长也是个聪明人 从乔队长和宁若宇的名字 也瞧出了几分端倪 客气地说 今天要多谢宁小姐仗义出手 救了我们这么多人的性命 那射清鬼刀一旦发起风来 恐怕今天死的 就不是这么几个人了 众人文言都觉得有道理 点了点头 用获得大众人感激 获得M值500点 维护我华夏术士界的尊严 是每一个术士义不容辞的责任 请问楚老和两位评委 我这阴阳八卦境 是否能夺得 今日斗气大会的冠军呢 楚亮还能说什么 现场还有谁能拿得出 五品的法器 他笑容满面 温和地说 宁小姐手中的法器 威力巨大 打败挑衅的紫国术士 维护了我华夏的尊严 当然是冠军啊 但他的话里 只说宁小姐手中的法器 而不是宁小姐所炼制的法器 可见 他并不认为这阴阳八卦境 是出自宁若宇之手 不过无妨 他也不甚在意 宁若宇笑着朝在场的 所有人拱了拱手 说 各位 承让 宁小姐说的哪里话 您能得冠军 绝对是实至名归啊 是啊 宁小姐 宁小姐这年纪轻轻 又如此的修为 各位精彩绝艳 让我等叹服啊 不知宁小姐出自哪个影视宗门 能不能告诉我的 也让我们长长见识啊 好好的话 不要命地朝他抛了出来 宁若与嘴角 始终琴着一丝淡然的笑意 他能够感觉到 在场的人中 有好几个天师进的高手 应该是出自某些影视家族 和影视宗门 刚才倒不是他们不肯出手 只不过 这是斗器大会 比的是法器 而不是修为 要是比武 他们早就打得李中浩 连妈都不认识了 此时 这些人都对他有了几分兴趣 他留下魏轩二人在身边 就是为了警告这些人 自己的随从都是天师进高手 他的师们肯定强大无比 谁要是胆敢有半分的觊觎 绝对只会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此时 李队长也到 宁小姐 不知你是否能做个自我介绍 不然你夺冠的消息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发呀 我师们久不出事 赞不必提 不过我打算在玉林市的 夺兰大厦 开一间法器店 还请各位帮衬一耳 众人一阵 忽望一眼 心中都有些火热 用户得到众人的期盼 获得仰慕之五百点 恭喜你会完成随机任务 获得金色福袋一支 抽奖机会一次 副本券一张 宁如雨心中也火热起来 等这次回去 一定要立刻开启副本 进去狂刷仰慕之 宁小姐 不知道贵宝号是 天赐格 众人无语 是名字 还能再俗迹一点吗 宁如雨一眼 就看出众人心中所想 撇了撇嘴 管他叫什么名字 照法器的品级高 你们都要八八地凑上 不知道贵宝号 会不会售买令氏的作品啊 我师父所列制的法器 品级太高 只怕诸位买不起 何况我师父他 咸云也喝一般 不知道在何处游历 因此店中暂时 只售卖我炼制的法器 众人闻言 不禁有些失望 但能炼制出 无品法器的高人 他的弟子所炼制的法器 想来也不会差 何况说不定 哪天那位高人就回来了 随手拿出一两件法器 在店里售卖 帮衬一下徒弟 总而言之 和这家天赐格 打好关系 有说不尽的好处 楚亮笑呵呵地说 您小姐 不知道贵宝号 哪天开张啊 我们几个老家伙 想去看看 不知道欢不欢迎啊 欢迎 当然欢迎 楚老先生赏光 是我的荣幸 楚亮微微点头 此时正好太阳 从厚厚的云层 后面出来了 一缕阳光照在 宁若宇的身上 这件娇嚣裙 荡漾起一层 掺杂着月白色的淡蓝光子 她的眼睛 一下子就直了 立刻跳了起来 快步来到她面前 目光在她身上 扫来扫去 众人满头黑线 楚老前辈 这是怎么了 她不是好色之人呀 怎么用这么猥琐的目光 看一个小女孩呢 杨泽南不动声色地 挡在了她的面前 嘴角擒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说 老先生这是要干什么 楚亮这才发现自己失态了 连忙道 宁小姐 你身上穿的是 娇嚣裙 用东海娇人之的娇嚣 和精蚕丝做成 娇嚣 真的是娇嚣 用户震惊楚亮 获得养慕之七十点 她情不自禁地伸出手 想要抚摸裙子 杨泽南抓住了她的手 依然微笑着 老前辈 请自重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6集 抱歉啊 宁小姐 我在很小的时候 曾经见过娇嚣 那还是我师父 为宫里的娘娘 练制的一条油仙裙 真没想到 过了这么多年 我终于又见到娇嚣了 而且这娇嚣 比我师父那条好多了 连做工都好上数倍啊 宁小姐 这条裙子 是不是你师父练制的 不 这裙子 是我自己练制的 楚亮呵呵一笑 显然不幸 宁若鱼也懒得跟她解释 转身对在场众人道 各位 我天赐格在这月十五开张 到时候 还请诸位过来捧场 众人连忙称事 斗器大赛结束之后 不少术士都围了上来 想要问宁若鱼买法器 宁若鱼脸上带着微笑 说 这月十五 天赐格见 众人本想在纠缠 但看了一眼他身后 那两尊杀神般的天师随从 只得默默退开 开玩笑 用得起天师仆人的 他们可得罪不起 宁若鱼 此时的心情很矛盾 他对宁若鱼 没有半点父女亲情 反而非常厌恶 只要一看到他和他那个出身卑贱的母亲 他就会想起自己只是个私生子 就算老爷子只有他一个儿子 他仍旧只是个私生子 在宁家之中 他的身份很尴尬 那些表面上对他客客气气的人 在背地里都嘲笑他 说他出身低贱 就是飞上了枝头 也成不了凤凰 只要他有一丁点做得不好的 老爷子就会拿他的出身说事 骂他是私生子 是婊子养的 他每次被骂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 就会对宁若鱼母女俩 更憎恨一分 其实 他憎恨的不是宁若鱼母女 而是出身低贱的自己 但 他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怎么能恨自己呢 于是他便将满腔的恨意 都转移到了宁若鱼母女俩的身上 但是 现在宁若鱼攀上了高知 有个神秘莫测的师门 和高深莫测的师父 对宁家有极大的好处 他必须抛开所有的恨意 拉拢他 只要能将他带回宁家 宁老爷子一定会对他刮目相看 家族中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人 也不敢再多说一个字 他在心底暗暗盘算着 朝着宁若鱼走去 忽然 一个人影挡在了他的面前 那人正式微宣 未得主人允许 不得靠近主人 我是他老子 你凭什么拦我 他的声音很大 周围的人文言都看了过来 议论纷纷 这男人好像是某个乡下地方的 小家族子弟 对 好像救醒你啊 难道他真的是宁小姐的父亲 那我们可要想办法讨好啊 先看看再说 这是主人的命令 宁若鱼 你出息了 就不认自己老子了 不认老父 这样的人撇 就算抛上高枝了 也让人看不起 笑话 你说你是我父亲 有什么证据啊 证据 你身体里流着我的血 还来问我要证据 既然你是我父亲 那我问你啊 我几月几日的生日 小学读的哪所学校 初中高中呢 我又考上的是哪所大学 我平日工作忙 对你关心太少 你恨我也正常 但也不能不认我 就算工作再忙 女儿考到哪所大学 总该知道 女儿的高考分数 总该了然于心吧 不如说来听听 宁若鱼脸色 有些不好看 围观的众人 都露出了 鄙夷的神情 哪有父母 连女儿高考成绩 多少都不知道的 我看是冒充的吧 哼 我只见过冒充儿子的 没见过冒充爹的 这不是逃打吗 小家族就是小家族 尚不得台面 不管怎么说 我是你爹 你就算再恨我 也跟我撇不清关系 你哪有半点 做父亲的样子 窗也不装像一样 你算个什么东西 居然敢教训我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乔队长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吓得脸色都变了 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你这小白脸 除了有张脸之外 还有什么 以为凭着这张脸 就能够的那小贱人 反抗他父亲 我告诉你 做梦 周围的人都连连摇头 这人简直是疯了 乔队长更是 吓得双腿发颤 那位的身份可是 这人居然敢指着 他破口大骂 那位要是震怒起来 后果不堪设想呀 他急匆匆地跑了出来 怒道 这位先生 你对我们尊贵的客人 出言不训 严重违反了 法期大会的规定 我们必须请你离开 两个身材高大的 保安走过来 不由分说 嫁起他就走 宁与涛还在大骂 壮弱疯癫 众人见了 都一脸的鄙夷之色 宁若与朝阳泽南 看了一眼 道 你似乎被人影响了心智 不然以他在世家圈子里 婚了这么多年 是不会这么失态的 他本来精神就不太正常 明明有这么好的妻子和女儿 却抛弃气 为了求一个芝麻大的 家族继承权 娶了头阴险狡诈的豺狼 生了个愚蠢的女儿 就连身边 都是贪得无厌的猎狗 宁若与扑子一笑 倒是形容得很贴切 之前 我用阴阳八卦镜 诛杀鬼屋之时 那鬼屋逃跑 但跑到一半 突然停了两秒 正因为这两秒 我才能将他一击必杀 你知道 他为什么会停吗 或许是 你的阴阳八卦镜 太过于强大 将他给压制住了 宁若与异味深长地笑了笑 谢谢啊 有些事情 看破不说破 这位杨绍 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强 法器大会结束之后 宁若与收起了 魏轩两名领徒 杨泽男一边开车一边倒 你和那家法器店不用担心 有我在 没人敢对你下手 杨绍 我很感激你帮我 但我这辈子 不能依靠别人 不管是谁 只要胆敢 寄予我天资格的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杨泽男 侧过头 看着他的侧眼 他的脸映在窗玻璃上 朦朦胧胧 却出乎意料的华美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的一言一行 一平一笑 都牵动着自己的心 让他无法自拔 他自嘲地笑了笑 真没想到 自己居然也有这天 接下来的几天 宁如雨发现 朵兰大厦周围 多了不少鬼鬼祟祟的人 想必他的资料 已经送上了那些世家大族的书桌 为了以防万一 他搬到了天赐阁里 陪着妈妈 只等着天赐阁开张 15号很快就到了 安玄本来说 要买几个花篮 请一支乐队来庆祝开业 顺便宣传一下 但您入语却道 我们这天赐阁 哪怕什么都不做 都会顾客隐瞒的 于是 这天早上 天赐阁便静悄悄地开张了 而旁边正好有一家 玉器珠宝店也开张 女导购们穿着女婿西装 一个个都非常漂亮 在门口一字排开 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朵兰大厦生意很苦 人流量大 许多客人来来去去 都被这家玉园珠宝店吸引 哪怕什么都不买 都要进去看一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7集 我在电视上 看到这家的广告了 听说他们今天开业 所有珠宝首饰都打八折呢 而且还请了领导来剪彩 真的啊 那我可要去买几条金项链金戒指 大妈们交流着 一听说打折就满脸放光 这时有人看到了旁边的天赐阁 那个店是卖什么的 看着不像是卖珠宝的吧 好像是卖古董 古董 卖古董 该去古董一条街呀 怎么来朵兰大厦开店 会有人到这里来买古董吗 你们都说错了 这家店是卖法器的 法器 就是砍风水的时候要用到的那些 什么法器都是骗人的 我才不信什么风水堪余呢 对 风水就是封建迷信 怪不得连个花篮都不拍 也不搞搞宣传 原来是封建迷信啊 唉 就算卖风水堪余的法器 也该去城邓的风水一条街开 到这里来看什么 这家店老板一定是脑子信水了 要我说 不到一个星期 准得倒闭 这时忽然有保安来维持秩序 领导来了 大家让让 众人连忙让开了一条路 便看见御元珠宝店的老板 陪着一位领导 前呼后拥地走了过来 这位领导官职在本市很高 经常上本地新闻 顾客们一眼就认了出来 哟 连这位大领导都来参加 御元珠宝店的开业仪式 看来这家店很有背景啊 那他们卖的东西肯定没问题了 等仪式结束了 我也去买个戒指 我家那口子天天嚷着药呢 御元珠宝的老板名叫张江 在本地很有些人脉和势力 他朝天赐阁看了一眼 鄙夷地撇了撇嘴 谁给他们的胆子 跟他同一天开业 这不是自找不痛快吗 他很快就把天赐阁给抛到了脑后 在他眼中 天赐阁不过是只小苍蝇 根本不值得他过多关注 天赐阁门口罗雀 安璇抱着吉娃娃 担忧地说 朔宿啊 咱们还是该请个乐队来 你看咱们这里多冷清 开业第一天就这样 不吉利啊 妈 你别担心 你等着看吧 今天咱们店里的营业额 绝对是对面的百倍 安璇的嘴角扯了扯 女儿 你也太有自信了吧 人家都请了大领导来 咱们哪能跟人家比啊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男一女走进了天赐阁 安璇连忙起身 道 两位想买点什么 安夫人 宁小姐 恭喜恭喜啊 李队长 乔队长 哎呀 宁小姐这店铺装修得真漂亮 不知道的还以为 进了哪个世家大族的宝库呢 说着 他们目光一扫 立刻就止了 这店里是中式装修 摆了好几个博骨架 博骨架上放了不少的东西 有的看起来十分精致 而有的却朴实无华 平平无奇 但在两人的眼中 这些可都是宝物啊 这满屋子的东西 居然全都是上了品级的法器 这年头 上品级的法器不难找 但一下子拿出几十件 却是少之又少 二位若是想买呢 便是我们天赐阁的第一单生 我给打九五者 九五折 安玄听着都觉得脸红 这折扣还不如不打折呢 而乔队长而人却根本不在乎 兴奋地跑到博骨架前 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对每一件法器都挨不释手 这个是一品上等 这是二品下等 我的天 居然还有三品中等 了解 这些法器我们都买了 安玄愣了一下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两位可看清楚上面的标价了 要知道 最便宜的一个都是二十万 看清楚了 这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 也不用打折 我们都要了 有一瞬间 安玄还以为他们是宁若语请来的托 谁知宁若语淡淡笑的 抱歉啊 我们店里的法器限购 每个人每个月只能购买一件 什么 苗姐 既然开门做生意 谁不希望卖得越多越好 这怎么还限购啊 两位队长 我法器卖价公不公道啊 公道 我出售法器是为了让更多的正派术士 能够买得起 用得起 而不是让有情有势的大家族大宗们 垄断我的法器 甚至当二道贩子 因此 我所炼制的法器不仅要限购 上了品级的 必须数十才能购买 乔里二人文言都肃然起敬 用户正义凛然 得到乔里二人的尊敬 获得仰慕值一把五十点 宁小姐大义 我等佩服 既然如此 咱们就各挑一件吧 宁若语点头 乔队长目光一扫 便落在了对面的红木桌子上 上面放着一只剑架 剑架上横着一把长剑 他将长剑拿起来 用力一拉 将剑架拉出了一条缝隙 一道剑光从缝隙中飞出 他大惊失色 侧身一闪 剑光打在墙壁上 啪的一声 留下了一道剑痕 用户的宝剑震惊乔队长 获得仰慕值七十点 好剑 真是好剑哪 他握着宝剑不肯放手 连连称赞道 李队长嘲笑他 这把剑至少是三品出的 而且非常凶利 你怕是降不住它 谁说我想不住 他双手掐了个法绝 咬破食指 将鲜血抹在剑鞘之上 大喝道 金雀欲防 大有神功 怒动天地 月光失色 气吞五月 青摧四方 顺无咒者 速来浮降 积极如律令 说吧 朝着剑身一点 长剑发出一声龙吟 从剑鞘之中飞出 在空中打了个转 稳稳地落在了他的手中 我堂堂天师 还降服不了你一把区区的剑 那我就要这把刀好了 他从墙上取下一把大刀 那是金丝大环刀 刀身足有一米五长 重达两百斤 在他手中就如一张保纸般 被他耍得呼呼声风 一位英姿飒爽的女术士 挥舞一把大刀 这场景有种违和的美感 好的 居然也是三品出的 宁小姐 你这里比起世家大族的宝库 也不遑多让了 宁若与神秘莫测地笑了笑 道 不过是我练手的作品 像不得台面 二人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 用户极致装插 获得养慕之一把五十点 乔里二人在心中默默吐槽 堂堂三品的法器 居然只是练手 那些一辈子都练不出 上品法师的练技师们算什么 差也不是这么装的好不好 二人拿出银行卡 居然都是黑卡 安玄做过会计 心中矩阵 这种黑卡 不是普通人能够办得了的 连他以前的老板都没有资格 据说整个云海市 只有寥寥数人拿到这种卡 这两位绝对不是普通人 这两件法器加起来 足有五百多万 但两人眼睛都不眨一下 直接刷卡买下 还一脸占了大便宜的表情 安玄吞了口吐沫 没想到卖法器 居然这么挣钱 几个月前 他还在为一日三餐发愁 现在都成了百万富翁了 您若欲嘴角抽搐了两下 他怎么感觉自己卖便宜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8集 没关系 反正他炼制的法器很多 来个饥饿营销 慢慢买 这时 几个看热闹的路人 看到了天赐阁里的情景 你们看 这家店居然有人买 还是那么大把刀 好吓人啊 这是管制刀具吧 对 一看就开了这儿 还愣着干嘛 还不快举报啊 有人偷偷拿出了手机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一阵喧哗 众人抬头一看 只见一大群人 前呼后拥地朝这边走来 那为首的老者 穿着一身青布长衫 先锋道骨 所有人都对他恭恭敬敬 乔里二人连忙迎了出去 楚老 您怎么来了 宁小姐的店铺开张 我怎么能不来啊 楚老 您能来 小店真是彭壁生辉 您小姐客气了 楚亮目光一扫 顿时心惊 这店铺并不大 但却摆了几十件法器 其中最差的都是一品中等 最好的居然是三品初等 他走上前去 拿起一件法器仔细看 做工十分精美 上面的法阵刻画得精妙绝论 有的还是用的上古法阵 他连剑都没有见过 哪怕是他 短期之内也炼制不出这么多精致无比 品相上乘的法器 这位炼器师到底是什么品级啊 难不成六品 七品 甚至是九品 越看越心惊 他按下定决心 一定要和宁若宇搞好关系 说不定以后能见到他的师父 得到这位前辈的指点 他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 说 宁小姐 今日我既然来了 就不能空手而归啊 我家中啊 有些小妹 正确称手的法器呢 而我竟然懒了 不想被那个事动手 你卖我一件 如何啊 当然可以 不过本店实行限购的政策 一个人只能买一件 有道理 好的法器可不是打白菜 能一天买一点的 那我就要这个镇魂冠吧 这镇魂冠上刻有上古镇法 他非常感兴趣 说完 也不管您若语答应不答应 直接让弟子付钱买下 这时 在周围观望的树士们再也按捺不住 纷纷朝着天赐阁而来 生怕晚了一步 就什么都买不到了 这些人有的是散修 有的来自于世家大族 有的来自于影视家族和宗门 这几天一直在天赐阁周围徘徊 对这个新开的法器店持观望态度 如今连大名鼎鼎的炼器师储亮 都在天赐阁买法器了 他们并不再怀疑 于是 本来在围观玉园珠宝店开业的顾客们 就看见一大群人急匆匆地跑向天赐阁 一脸的急切 怎么隔壁突然来了这么多人 明明刚才一个人都没有 这些应该是老板请来的托吧 请再多托有什么用 没生意就是没生意 玉园珠宝店的老板张江 也发现了这边的情况 微微皱了皱眉头 领导问 那边是怎么回事啊 那是一家卖风水用品的店铺 本来没什么生意 可能是老板请的托吧 现在请托也很正常 很多生意不好的店铺 为了看起来红火一些 都会请托 这种歪门邪风不能搞啊 张江剑自己上演要成功 在心中得意地笑了笑 安玄剑突然来了这么多人 其中还有不少面色凶恶 满身横肉的 不由地吓了一跳 难道是来找茬的 这些人一进门 眼睛便蹭蹭放绿光 迫不及待地冲上去抢法器 两人眼看着就要动手 忽然眼前一花 宁若鱼已经站在了他们面前 按住他们二人的肩膀 脸上似笑非笑 道 二位 都是来买东西的 何必伤了和气啊 老板 你不要拦着我 我今天飞打的 他妈都不认识不可 老板 这法器明明是我先看到的 你到底管不管 管 当然要管 既然如此 我就跟各位说说本店的规矩 第一条 本店每人每月 只能购买一次法器 结上了品级的法器 只限数时购买 第二条 本店禁止打架斗殴 禁止威胁其他买家 否则拉入黑名单 永远不做他的生意 凭什么每人每月 只能买一件法器 老子有的是钱 想买多少是多少 大家说对不对 对 老板 没有你这么做生意的 老板 你要是没那么多法器 就别开法器店了 树士们吵吵嚷嚷 楚亮的弟子压低声音道 师父 我们要不要出手帮忙 哎 不必多此一句 宁小姐能够解决的 宁若宇嘴角上钩 他早就看出 这两个人是专门来找茬的 这是那些世家大族 对他的试探 一旦他解决不了 别说是店里的规矩了 恐怕连他的人身安全 都保证不了 他猛地放出自己法师 进巅峰的威压 镇的周围的人 全都后退了一步 不敢置信地望着他 用户霸气威武 震惊众人 获得养慕之六百点 众人都有些不敢相信 这个女人 居然是法师进巅峰的高手 她才多大岁数 居然就达到这样的修为了 连楚亮都满脸惊涩 只有齐队长和李队长二人 早已经知道了她的修为 才一脸平静 这个女孩子 可是涂了整个白虎门的狠人 你们这些人算什么 宁若宇的目光 在众人身上扫过 众人只觉得后继被一阵发凉 各位规矩就是规矩 既然各位看得起小店的东西 就请遵守小店的规矩 这也是为了各位好 毕竟谁都不希望小店的法器 被某个大家族包园了吧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觉得她说的有道理 用户乙德夫人 获得养慕之六百点 老板 既然每人每月只能买一件 是不是谁先抢到 就是谁的 可以这么说 不过我要提醒各位 法器都是有属性的 如果你辛辛苦苦抢到一件 和自己属性不合的 又失去了一次购买法器的机会 等过些日子 有了合适的法器却买不了 岂不可惜 众人一惊 光顾着抢法器了 都没想到这一点 哪怕那些世家子弟 抢到的法器自己用不了 也可以给家族中的其他人用 但是谁愿意为了别人 随便用掉自己的名额呢 要是过两天 又有适合自己的新法器商家 却买不到 那不是血亏吗 现今时代 本来修炼的资源就少 谁愿意舍己为人呢 树士们立刻变得理性了很多 但博谷加上的法器 还是很快就被人挑走了 这些人根本就不讲价 直接刷卡 安玄看着一个劲 往上跳的银行数字 都有些麻木了 不到两个小时 几十件法器全都卖完了 树士们还不肯走 在宁若宇面前道 宁老板 下一批法器什么时候到啊 对呀宁老板 这下批法器来的时候 能不能先给个单子预告一下 我们也好筹好钱呢 宁老板 你家法器这么好 应该扩大生产嘛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9集 各位 下一次法器上架是在月底30号 各位请早 什么 30号才上架下一批 老板 生意不是这么做的 对呀 那你这十几天 你卖什么呀 平时我们店里也会卖一些珍贵的古董 各位要是感兴趣 也可以来看看 众人一脸失望 纷纷离开了 楚亮 李奇二位队长也告辞而去 热闹的天赐阁 一下子又安静下来 有几个看热闹的普通路人嘲笑道 这是钱没给够吧 突然都走了 所以啊 做生意就应该踏踏实实 不应该整这些歪门邪道 天赐阁内 安璇看着银行卡里的钱 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八千多万 刚才所卖的法器 最贵的一件高达一千万 买的人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还满脸喜色 仿佛占了天大的便宜 法器 居然这么值钱 妈 别看了 再看也不会多一个子 若鱼啊 这些钱 我们怎么转给你师父啊 这些法器都是我练的 我师父练的法器 怎么能这么随随便便摆着卖啊 等过段时间 咱们天赐阁的名声越来越响 再开办一个拍卖会 专门拍卖师父所练制的法器 这 这么说来 这些钱 都 都是我们的 对啊 安玄玄激动的差点晕过去 妈你别晕啊 以后开拍卖会啊 钱都是以亿计的 这点钱你都晕 以后不是要吐血啊 我们家若鱼出息了 太好了 当年你爸 当年你爸离开我们的时候 就说我们出身低贱 和我一起一辈子都要受穷 他宁家有什么了不起的 什么豪门 也不过是个富不到三代的爆发户而已 我的女儿 将来比他们有钱多了 安玄对于前夫抛妻弃子 心中是怨恨的 但他不想将这些怨恨 强加在女儿的身上 因此一直都藏在心底 如今太高兴了 全都宣泄了出来 宁如雨一边安慰他 一边替他擦眼泪 哎呀 那种瞎了眼的男人 咱们就不提了 我们去把古董摆出来卖 还要做生意呢 好 好 若雨你放心 我一定会将这家店打理好的 宁如雨早在鬼市商场里 兑换了一些古董 母女来一起 将古董全都摆了出来 那边御园珠宝店开业仪式 正进行的红红火火 忽然张江的一个助理跑了过来 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 他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这个助理是他派去隔壁打听消息的 他心中暗恨 没想到隔壁的生意居然那么好 一两个小时就卖出去了几千万 他这店里一天的流水能有几百万就不错了 巨大的落差让他嫉妒心发作 满脸怨度 没想到那么多人傻钱多的傻逼 这不是活生生打我的脸吗 我一天的流水都没人家一两个小时的躲 传出去我脸往哪儿搁 老板 我们可以 马上去办 待会我要看一场好戏 宁如雨母女俩将古董刚刚摆好 就有两个人走了进来 严肃地说 是天赐阁的老板吗 我是 你们是 我们是市场监管部门的 有人举报你们贩卖假古董 数额巨大 华夏人最喜欢看热闹 一听到这边有动静 立刻就围了过来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听说是卖假古董 被人举报了 这么个小店 卖什么古董 那真正的好古董啊 现在都走拍卖会了 这种卖假货的店 最好赶紧疯了 免得更多的人上当受骗 安玄正要争辩 宁如雨缓缓走上去 微笑道 两位说我们贩卖假的古董 有什么证据吗 老板 你这是赵孟府的真迹吗 没错 老板 你可要想好啊 卖灵魔作品和卖假古董 可是两个概念 这绝对是真迹 鬼市公众号出品 怎么可能是赝品 没错 用户对我们这么信任 我们很欣慰 那工作人员面色冷淡地说 老板 赵孟府的这副真迹 好好地挂在博物馆里 难道博物馆里的那副 是赝品吗 没错 老板 你到底哪里来的底气 因为我卖的全是真正的古董 童锁武器 赤甲兽甲 我们有权对你这家店进行查封 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说吧 两人拿出了封条 我们会尽专门的权威人士 对柜店的古董进行鉴定 如果是真品 立刻就能解封 张将远远地看着这边 嘴角上钩 敢跟我斗 我一个举报电话 就能让你店铺被封 我看你拿什么来跟我斗 等等 一个威严的声音传来 二人一愣 便看见一个老者 带着一个年轻人大步走来 身边还跟了好几个助理 宁如雨上前 微微汗手 沈老爷子 沈大少 宁小姐 我是不是来晚了 不晚 法器虽然卖完了 但店里的古董还很多 您可以看看 有没有喜欢的 宁小姐 真是我的知己呀 知道我没什么别的爱好 就喜欢古董 说着 她便走到那幅 赵孟府的字前 仔细看了看 惊到 宁小姐 这 这幅字 你是从哪里收来的 这是我师父的珍藏 真没想到啊 我有生之年 居然还能见到 这幅字的真迹呀 老爷子 这幅字的真品在博物馆呢 你可不要被他给骗了 哼 我是御灵士考古协会的 荣誉会长 你说是我懂 还是你懂啊 什么 两人都愣了一下 互望一眼 心中诧异不已 他们请专家鉴定 也是去考古协会请教授来 这时 一个助理走出来 严肃地说 这是我们家老爷子证件 请过目 工作人员拿过去一看 抽了口冷气 居然真是考古协会的荣誉会长 张将脸上有些挂不住 心中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这时那位领导听到了动静 看了过来 道 那边出什么事了 隔壁店铺 制假受假 有关部门正在查处呢 哎呦 那不是神老爷子吧 快快快 咱过去问好 张将再次愣住了 神老爷子 好像听说过 不会是传说中的沈家家主吧 不 不可能的 沈家家主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 就在这时 又一个老者前呼后拥地走了过来 那位领导眼睛一下子就直了 莫老爷子 莫老爷子大步走进天赐阁 莫凡紧随其后 宁如与上前迎接 莫老爷子道 宁小姐 你店铺开张这么大的事 居然没有通知我 实在是不应该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20集 这不过是小事 哪敢麻烦老爷子 谁不知道我老莫最喜欢古董啊 你这里这么多古董 我是一定要来看看的 正说着 莫老爷子就看到了赵孟府的那幅字 兴冲冲地跑过去 却见神老爷子已经将话拿了下来 抱在怀里 老沈 快把字拿出来我看看 不给 当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你就想抢我的字 这幅字 我买了 个死老头子 你钱都没付 哪里算买啊 宁小姐 这幅字 我出双倍 就你有钱 我出三倍 两位老爷子不要伤和气 这幅字是神老爷子先拿到手的 按照店里的规矩 就该归神老爷子所有 莫老爷子 您来看看这幅画 哼 我是给宁小姐面子 不然今天一定要跟你比划比划 神老爷子翻了个白眼 不说话 宁如雨带着莫老爷子来到一幅古画前 莫老爷子一看 眼睛一下子就直了 这是唐颖的画 用后震惊莫老爷子 获得养分之六十点 这是唐颖的美人图 是他晚年所画 据说画中是他晚年偶尔见过的一位官宦人家的女眷 这女子容貌绝美 身姿婀娜 令人一见忘俗 这个故事我曾在名人的笔记中看过 只不过这幅画已经失传多年 没想到还能再见 此生无憾啊 那两个工作人员互相望了一眼 道 老爷子 你怎么知道这幅画就是真迹 小时候 我家里藏了一幅唐颖的画 我祖父很宝贝 经常拿出来赏玩 我在他的熏陶之下 别的不敢说 对唐颖的画 还是略知一二的 我可以将这画 送去做探十四的鉴定 不必了 这幅画我要了 凡儿 父亲 殷小姐 这样的国宝 怎么能随随便便挂在墙上呢 这要是弄坏了怎么办 又吩咐自己的助理 赶快去给我找最专业的团队来 那两个工作人员已经彻底蒙了 他们互相望了一眼 正想上前说什么 忽然看见那位大领导大步走了过来 笑容满面 莫老爷子 沈老爷子 好久不见 两位身体可好啊 哦 小张啊 你怎么来了 也是来天赐阁买东西的 嗨 我那点工资 哪买得起古董 只是 只是随便来看看 小张啊 小张啊 这位宁小姐可不是一般人呐 年少有为给国家立下了不少汉马功劳 你可要好好照顾啊 嗯 这位宁小姐 他一眼都是天大的造化 哎 轻点 都给我轻点 都是破坏了 我跟你们拼命 啊 若宇啊 你这店里的其他古董 买不买啊 当然买啊 而且本店的古董与法器不同 法器限购 古董可不限购 那我多挑几件 好东西难得 我也得多挑几件 二人看了一圈 一个挑了一个宣德卢 一个挑了个汝瑶的冰烈文凭 两人都欢天喜地地走了 那位姓张的领导 对您若语和颜悦色地说 小姑娘 不错嘛 好好加油 我看好你 谢谢 领导也走了 留下一大堆围观的群众 刚才那两个老人 是什么身份 为什么连大领导 都对他们逼恭逼近的 可能是退下来的老干部吧 既然是老干部 肯定没人敢骗他们 这么说来 这家店卖的是真东西 没看见吗 刚才来那是专业队伍 没想到这么个小店 居然卖这么珍贵的古董 他们就不怕禁贼吗 人家背景深着的 怕什么呀 要获得到路人敬畏 获得养慕之七百点 有好奇的人进店来看 但一看到古董的价格 吓得转身就跑 最便宜的都是千万起 很快就到了吃饭时间 宁若宇正打算叫外卖 却看见一个高大的人 引走了进来 杨胜 杨泽南将三个饭盒 放在桌上 说 阿姨 宁小姐 还没吃饭吧 我正好做了一些 一起吃 宁若宇皱了皱眉 正要拒绝 就借杨泽南将饭盒打开 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 这是 宁若宇心中一动 菜里蕴含着丰富的灵气 灵菜 我家里储存了不少灵质和易瘦肉 我平时没什么爱好 就喜欢做菜 今天多做了一些 想到你们应该还没吃饭 就给你们送过来了 用灵质和易瘦肉所做的灵菜 对身体很好 普通人常吃灵菜 能延延易瘦 百病不生 修道之人常吃 能增加修为 促炼身体 因此 灵菜一菜难求 好香啊 没想到杨先生 不仅人长得好 饭菜也做得这么好 我自小父母双亡 家中没有什么长辈 只能自己给自己做饭 手艺还可以 阿姨 不嫌弃的话 尝尝吧 安玄见他这么贤惠 有些动心 有钱有房 父母双亡 还会洗衣做菜 这样的好男人 还真不多见 就是长得太好了些 恐怕有些招桃花 他拿起筷子尝了一口 顿时眼睛都亮了 这菜太好吃了 好吃到 他恨不得把舌头都吞掉 他有些不敢置信 杨先生 杨先生 这真的是你做的 阿姨 你要不信 明天我还给你做了送来 不用不用 这拌菜太好吃了 就是米其林三星大厨 都没你做的好吃 若宇 还愣着干什么呀 还不快去给杨先生倒杯水 宁若宇给他倒了一杯水 他彬彬有礼的接过 安玄在心里点了点头 不错 很绅士 宁若宇见母亲那么高兴 说不出拒绝的话来 三人吃了一顿 其乐融融的晚饭 安玄一直不停打听 杨泽南的家庭情况 他是首都人 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过世了 也没有祖父母和叔伯长辈 截然一身 安玄越听越满意 杨先生长得好 又能干 恐怕早就有女朋友了吧 杨泽南看向宁若宇 见他一脸冷淡 我之前一心扑在事业上 没时间交女朋友 所以到现在 还是孤身一人 杨先生这么优秀 连女朋友都没交过吗 一直没有找到心仪的 我也不想将就 安玄觉得 这就是心目中女婿的 最佳人选呀 吃完饭 他朝宁若宇使了个眼色 若宇 还不快送送杨先生 你多送一会儿再回来啊 店里不忙 我一个人就行 妈 你女儿是嫁不出去吗 这么猴急 他将杨泽南送到停车场 上车之前 杨泽南忽然转过头来 轻轻搂住他的腰 在他耳边低声道 这个 小心 宁若宇顿了顿 有些不自在地躲开他的手 坚定地说 不管来的是谁 今晚都别想活着回去 又获得到杨泽南的欣赏 获得养蒙之一百点 杨泽南嘴角上钩 露出一个欣赏的笑容 说 我很期待 宁若于脸上的肌肉 抽搐了两下 期待什么 期待看你大杀四方的英子 杨泽南的笑容 在略显阴暗的停车场中 显得有几分暧昧 却更为他的容貌 增添了一分俊美 等他的车开远了 宁若于沉默了片刻 心中浸入止水 如果换了别的女人 恐怕早就面红耳赤 心如雷骨了 而他 却连一点心动的感觉都没有 或许 从那个雷雨之夜开始 他的心 就已经死了 所剩下的 只有对变强的渴望 他的心 恐怕早已经装不下男女情爱了 回到店里没多久 就看见一个身材高大满身横肉的壮汉大步走了进来 他嘴角微微上钩 终于按捺不住了 安玄正要上去招呼 被他拦住了 他走上前道 这位先生 不知道您想要买点什么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百二十一集 那壮汉冷着脸道 我要买法器 抱歉 本店的法器已经卖完了 下一批在这个月三上 你开门做生意 居然不卖法器 那你开这个店干什么 这很明显是来找茬的 安玄还想跟他周旋 再次被宁若鱼给拦住了 我练着的法器 想什么时候卖就什么时候卖 想卖多少就卖多少 阁下可以不买 至于我开不开店 关阁下什么事 这是什么态度 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 我们明人不说暗话 你来买东西我欢迎 你要是来找茬 趁我心情好 赶紧给我滚 否则 恐怕你就没法 全虚全倚地走出去了 还敢跟我动手 伟人曾经说过 朋友来了有好酒 豺狼来了有猎枪 不知道阁下是哪种啊 安玄性子软 剑状连忙打圆场 对那壮汉说 先生 抱歉啊 今晚我们要打样了 您还是等三十号再过来吧 壮汉一挥手便朝他的脸上打去 怒喝道 滚开 这里哪有你这个普通人说话的份 母亲就是宁若鱼的逆铃 谁要是敢动他母亲 就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 壮汉还没有回过神来 就觉得胸口一痛整个人都飞了起来 重重地撞在店外的地面 他凶恶地起身 没想到一动 胸口就咔咔作响 肋骨居然全都断了 他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周围的店铺 有人伸出脑袋来看 有人还偷偷拿出了手机 有的报警 有的悄悄地录视频 这是家黑店 我不可是去买东西 他居然对我下这么重的手 商江本来就不满天赐格 生意比他好 背景比他深 见此情形阴阳怪气地说 肯定是仗着自己有后台 就店打七客 这么做生意 恐怕也开不了几天了 店里的女导公们心中发怵 暗暗决定要离这家店远点 您若与大步走到那壮汉面前 目光如刀 壮汉觉得 自己仿佛置身于寒冰之中 浑身发冷 他艰难地往后爬 你 你想干什么 用户下坏雄剑 获得仰慕之七十点 区区一个真人静的术士 居然也赶来我面前挑衅 你胆子不小啊 既然赶来 就要有死的觉悟 他抬起手 就要一掌拍下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一个严厉的声音传来 求要伤我熊家人 话音未落 一记掌风朝着他迎面击来 这掌风凌厉无比 如狂风骤雨 朵兰大厦之内 竟然平地起风 刮得天花板上所悬挂的彩带气球 一阵乱舞 警告 警告 狄袭 对方实力高出用户太多 建议用户赶快躲避 您若与反应极快 使出凌波玉仙部 寝刻间便已在几步之外 轰的一声巨响 那股灵力的力量擦着地面而过 在地上留下了一大片错痕 接着 一个身穿中山装的男人 从天而降 挡在了熊剑的面前 叔祖 这个女人无辜伤人 请叔祖做主啊 那穿中山装的男人 从外表看在四十岁上下 其实已经一百五十岁了 因为他的修为 达到了半步真君 所谓的半步真君 就是修为无限接近 于真君境界的天师境 他卡在了天师巅峰 只需要半步 就可以迈过坎 成为真君 但他毕竟不是真君 宁若与安安问 魏科夫 此人的修为和魏轩 萧宗二人比起来如何 他的实力相当于三十级 比两人都要高 打不过 宁若与想骂脏话 那中山装男人看向他 面色严肃的 你为何无故伤我家人 我还以为你们设了个多么精妙的局 也不过是老的掉牙的手段 叫个傻瓜来我店里群世 还想殴打我身为普通人的母亲 被我教训之后又来讨公道 废话不用多说了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中山装男人背着双手 下巴微抬 他是影视家族雄家的老祖宗 名叫熊氏国 如果不是听闻 有个能炼制无凭法器的炼器师出现 也不会从家族之中出来 他悠悠地打亮着眼前的少女 他长相清秀 身上有一股让人无法忽视的气质 听说他也能炼制法器 倒是个人才 将来发展不可限量 你既然把我的家人打成了重伤 就跟我回熊家吧 让你师父来领人 宁若宇在心中翻了个白眼 看来这些人还以为 那面阴阳八卦竟是他师父练的 我师父贤云野鹤 连我都联系不上 你就别痴情妄想 只要你在我们的手里 就不怕他不来 小丫头 你是乖乖跟我们走 还是我杀了你母亲 强行带你走 宁若宇的心中生出了一股凌厉的杀意 任何想要对他母亲不利的人 他都要拼尽全力将其斩杀 威克福 有没有办法能够打败这个人 打败他至少需要两万养木质 用户只有一万七千九百八十养木质 不能欠账吗 可以奢欠 但用户必须保证一个星期之内还完养木质 否则 否则怎么样 否则将以每天百分之十的利率进行计算 卧槽你真是高利贷啊 用户是否奢欠 宁若宇看了一眼面前的半部真君 咬了咬牙 兑换 用户兑换灭天剑一把 扣除养木质两万点 提醒用户 以用户现在的实力 灭天剑每次只能击出一剑 如果一剑不能将对方击杀 只能任人宰割 怎么感觉被人坑了 提醒用户 不要质疑公众号 我们同所无期 这把剑原价六万点 正好打折 才一两万点出售 好吧 你说什么都行 熊士国见他久久不说话 不耐烦道 看来你不见棺材不落泪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说吧 他一掌朝着天赐阁的店铺里来去 这一掌带着雷霆之势 商场之中平地起惊雷 四周还发出霹雳啪啦的电流声 吓得旁边几个店铺的人 全都缩了回去 有的还迫不及待地拉撒了卷帘门 天哪 难道这是在拍玄幻电影吗 宁若宇召唤出阴魂琉璃扇 朝着天赐阁扔出去 在大门前展开 硬生生接下了这一掌 熊士国眼睛放光 好一剑威力强大的法器 这一套 来对了 宁若宇看着店内瑟瑟发函的日清 眼中几乎要喷出过来 他召唤出灭天剑 这把剑有三尺长 看起来就像战国时代的青铜剑 但上面萦绕着黑色的雾气 那雾气还在不停地涌动着 熊士国转过头 看了一眼灭天剑 眼睛再次亮 好剑哪 真是好剑 小丫头 你这修为太低 出身太剑 根本不配用这样的好剑 立刻把宝剑献上来 本座饶你不死 宁若宇浑身都仿佛笼罩在一片黑雾之中 这把剑的威力太强 力量太暴力 哪怕只是将它拿在手中 它都感觉到有些吃力 仿佛连心智都被它影响了 也变得残忍尸杀起来 想要灭天剑 可以 来拿吧 它立声道 纵身而起 朝着商场外飞奔而去 想跑 没那么容易 熊士国快步追上 宁若宇一路飞奔 终于将它引到了一处无人的工地 这里的开发商 因为资金链断裂跑路了 留下了一大片挖到一半的地基 臭丫头 我看你往哪里跑 熊士国冷笑的 在他眼中 宁若宇早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了 宁若宇抬起头 深深看了一眼天空中那一轮明月 月色凄迷 仿佛能净化世间一切的罪恶 你们熊家妄图夺我法器 杀我母亲 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敬 只要我宁若宇存活一日 定叫你们熊家 永无宁日 他的声音在寂静的夜色中响起 不知为何 熊士国内心深处 居然生出了一抹恐惧 不 不 不可能 他堂堂半步真军 怎么可能被一个小女孩吓住 他闹羞成怒 笑容都变得阴陷起来 小贱人 看来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既然如此 我送你一程 他双手在胸前一团 手中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光团 他身上本来有法器 但仅仅只是四品下的 何况在他心中 一个小女孩而已 哪里需要动用法器 他只要动动手指 就能要对方的命 他冷笑一声 阴瑟瑟地说 小丫头 知道你为什么会有今天吗 因为你不识食物 性格狂傲 皮肤无罪 怀避其罪 你以为你有两个天师境界的仆人 就能高枕无忧了 这华夏实力强大的人多不胜数 你迟早会死得很难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22集 宁若与身上凶煞之气涌动不休 他双目血红 如沙神降时 我会不会死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今天你一定会死 熊士国懒得再和他多说 将手中的金色光球朝他扔去 这女人桀骜不驯 难以相服 留着是个祸害 今日能拿到他手中的几件高级法器 已经不许此行 死吧 而宁若与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恐惧 他缓缓地举起手中的面天剑 哪怕只是将他举起来 都耗尽了他所有的力量 威克福说的没错 他只有一击之力 但是一击已经足够了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在他的意识深处 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 他一定能赢 一定可以 受死 宁若与双眼血红 将手中的长剑一剑斩下 这是很普通的一剑 没有多余的招式 就像一个完全不抖剑的人 随便挥出的一剑 大道之剑 这简简单单的一剑 竟然包含着天地之间的真谛 雄士国惊呆了 他不敢相信地望着眼前的景象 那一剑 化为了一道光的洪流 就像北极最宏大华丽的极光 朝着他席卷而来 催酷拉朽 就在他挥出这一剑之时 玉林城外的青山之上 某个隐藏在崇山峻岭之中的道观内 一个正在打坐的道士 忽然睁开了眼睛 看向宁若于所在的方向 叹息道 兄兵出世 世道又要不太平了 而市郊的一所大园林里 楚亮正在教弟子们一些练器的心得 他是练器师 生平最擅长练制的就是剑 也最喜欢收藏宝剑 因此园林的墙上挂满了剑 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忽然间 墙上所挂的宝剑 全都剧烈震动起来 弟子们惊慌地问 师父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了 楚亮还没来得及说话 墙上的宝剑全都飞了起来 发出龙银般的轻量响声 在外面的空地上 工工整整地排成一排 剑柄对准了宁若雨的方向 弟子们都满脸不可思议 师父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 兄兵出世 这些宝剑全都被他的凶煞之气折服 向他跪拜呢 凶兵 师父 他再凶 能凶过巨鹊剑吗 当年巨鹊剑出土之时 也只是百剑震动 而这件凶兵出世 却是百剑臣服 不能比 不能比啊 师父 既然这件凶兵这么厉害 不如我们 这把剑太凶了 我降服不了 能降服他的 恐怕也只有朝天战神 燕谷战神两位了 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这把剑 落入旁战手中 阿九 你去凶兵出世的地方看看 切记 只是打听消息 千万不要贸然出手抢夺 明白吗 是 师父 而在领祖的分布之中 一个工作人员急匆匆地进了 李队长的办公室 面色严肃地说 队长 一气发现玉林市东部 有极为强大的能量波动 李队长皱起眉头 大步来到监控室 里面到处都是高筋间仪器 其中一块屏幕上显示 玉林市的东部有一个红色的漩涡 十分醒目 这么强的能量 难道是真军级别的术师在战斗 不可能啊 最近没有听说哪个真军来了玉林市啊 调出这块地方的卫星画面 一个女性工作人员在电脑上操作 但画面却只是一片雪花 能量太强 扰乱了当地的卫星信号 李队长当机立断 道 立刻通知乔队长 我们到现场去看个究竟 此时 在那处偏僻的工地之中 宁若宇的一剑已经挥下 强大无比的剑气穿过了熊士国的身体 在地面上留下了一道宽两米 深十几米 长三四十米的巨大剑痕 熊士国旋力在半空之中一动不动 双目死死地盯着宁若宇 死意般的沉默 片刻之后 他的额头出现了一条血红色的剑痕 然后顺着他的下巴 喉咙一直往下 好剑 这把剑 叫什么名字 灭天 好 好一把灭天剑 好一个 宁若 用户剑斩天地 震惊熊士国 获得养殖150点 说吧 他的身体骤然裂成两半 星红的血花炸开 随着他残破的身体一起飘落 用户斩杀熊士国 震惊远处围观术士 获得养殖值一千点 用户斩杀敌人 获得金色福大一支 宁若与此时已经精疲力尽 觉得自己就快要晕过去了 但他绝对不能晕 一旦他晕倒 就是别人案板上的鱼肉 他提着灭天剑 如同一尊惊天动地的杀神 用尽力气大吼道 还有谁要杀我 远处围观的术士并不多 毕竟熊士国乃半步真君 敢在他眼皮子底下耍花招的人 并不多 这些人都十分精明 也很惜命 见宁若与一剑斩杀半步真君 哪敢生出半点杀人夺宝的心思 想也不想 转头就跑 用户虽为强弩之末 却能下退重术士 获得养慕值一千点 恭喜用户还清了养慕值 现有养慕值一百三十点 宁若与再也支撑不住 从半空之中掉落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奇长的身影 从黑暗之中飞出 揽住他的腰 将他稳稳地抱在怀中 杨泽南 别怕 有我在 宁若与的意识开始模糊 那一刻 宁若与又想起了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在他最绝望的时候 也是杨泽南向他伸出了手 他突然变得很安心 在对方的怀中沉沉地睡了过去 这时 楚亮的弟子阿九正好赶到 他见四周无人 宁若与已经昏迷 杨泽南手中拿着那把灭天剑 顿时心中一动 果然不出他所料 这把旷式凶兵 是宁若与的法器 应该是他那个炼器师师傅 给他防身用的 如今四下无人 那个小白脸看起来 也没什么本事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顿时将师傅的主妇 抛在了脑后 从怀中拿出了一面镜子 这镜子名叫定身镜 是师傅赐给他的三瓶法器 可以将人定住十秒 他念诵咒语 定身镜发出一道红光 打在了杨泽南的身上 他心中激动不已 这把旷式凶兵 终于是他的了 但他的笑容 只维持了两秒 就僵硬在了脸上 杨泽南冷冷地 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 让他如坠并哭 那是怎样可怕的眼神 简直像是某种 洪荒巨兽 杨泽南朝着他一指 他便觉得身上一疼 发出一声切烈的惨叫 右臂竟然声声断裂 断裂的手臂掉在地上 燃烧起来 很快便化成了灰烬 他抱着自己的断臂 不停地惨叫着 这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没有被定住 他怎么会这么强 杨泽南冷冷地道 今天我心情好 饶你 如果有下次 定叫你粉身碎骨 那一刻 阿九心中竟然生不出 半点愤怒怨恨之意 只有无穷无尽的恐惧 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朝着杨泽南磕头 谢前辈不杀之人 滚 是 我滚 我马上滚 阿九从地上爬起来 转身就跑 心中竟然十分庆幸 太好了 他放过我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23集 阿九刚走 李队长和乔队长到了 二人惊恐地 看着眼前的一切 好半天才对杨泽南行礼 见过 不必多礼了 杨泽南打断他们 二人连忙闭上了嘴 雄家老祖妄图杀人夺宝 已经被宁若宇击杀 这是正当防卫 林祖不许追究 是 杨泽南带着宁若宇扬缠而去 二人仍心有余悸 那位先生雷霆一怒 说服食百万也不为过 雄家太愚蠢了 以为宁若宇没有后台 就可以随意欺辱 却没想到 他有着最大的后台 雄家已经晚了 安玄在店里急得团团转 他好几次都想报警 但女儿也伤了人 肯定会被抓起来的 这可怎么办才好 就在这时 杨泽南抱着宁若宇走了进来 安玄连忙迎了上去 焦急地问 这是怎么了 阿姨 你别担心 他只是累坏了 没有受伤 休息一下就好了 杨先生 是你救了若宇吗 若宇很强 不需要我救 我宁愿他少挣点钱 也不想他出事啊 阿姨 若宇他不是池中之物 他将来会飞得更高 不用替他担心 你女儿已经长大了 杨先生 我知道你不是普通人 以后就要麻烦你多照顾他了 阿姨 您放心吧 他的笑容莫名 让人心安 安玄想 要是以后 女儿跟他在一起 我也就放心了 当然也得看若宇的意思 女人嘛 总是要嫁人的 杨泽南把您若宇 放在里屋的床上 他灵气耗尽 脸色苍白 连嘴唇都白得让人心疼 杨泽南拿出一颗丹药 给他服下 他的脸色立刻就好了起来 杨泽南轻轻抚摸他的脸颊 在他耳边低难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 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不管你做了什么 我都会护着你 宁若宇在半梦半醒之间 感觉到有一双温柔的大手 轻轻按着自己的额头 一股精纯的灵气 灌入自己的身体 让他仿佛泡在温泉之中 浑身都很舒服 恭喜用户 得到杨泽南的喜爱 获得养慕值120点 他一下子就醒了过来 天已经大亮了 屋子里空荡荡的 一个人也没有 若宇 你醒了 安玄走进来 端着一只托盘 上面放着一碟小菜和一碗粥 饿了吧 快趁热吃 宁若宇吃了一口 心中惊讶 这居然是灵菜 米也是灵米 妈 这些米是哪里来的 这碗粥 可是杨先生做的 昨晚他把你救了回来 又守了你一碗 今早啊 还给你做了早饭 你可得好好谢谢他 宁若宇想起昨晚的一切 急忙问 灵天剑呢 在那儿呢 宁若宇往桌子上一看 灵天剑好好的躺在那里 上面贴着一张符路 将他的胸气镇压下来 与一把普通的剑 没有什么区别 他看着剑上的灵符 心中更加惊讶 这是灵鹿镇凶符 是一种十分高级的符路 杨泽南居然会有这样的包裹 他将剑收进个人包裹 却发现那符路也占了一个 难道他还能再使用 没错 就是给用户的小福利 谢谢你啊 维克夫 不用谢 用户就是我们的上帝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看着那张灵符 宁若宇无奈地叹了生气 又欠了他一条命 此时 楚亮的宅子里 阿九跪在他的面前 哭得声泪俱下 师父 你要替我报仇啊 楚亮心疼的脸都皱在了一起 阿九是弟子中天赋最高的 他一直将他当成自己的一波传人 如今被人断了一臂 再也不能怜气了 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 楚亮压了压心里的难受 问道 阿九张了张嘴 正想说杨泽南 但一想到他一直断他手臂的狠辣 他吞了口唾沫 说 是宁若宇 什么 对 就是宁若宇 昨晚你派我去查看 我正好看到他一剑批死雄家的那位半部真军老祖 他要杀我灭口 我用了您给我的定身镜 好不容易才侥幸逃出来 楚亮一惊 随即个耳光横沉地打在他的脸上 阿九被打蒙了 师父 我不是让你远远地看一眼吗 你怎么会被他发现的 能练之处凶兵的练几事 你知道是什么品级吗 那样的人 就算是十个我嫁起来都不敢招惹啊 他明知道我是您的弟子 还出手杀我 正是不把您放在眼里啊 我断了一条胳膊没关系 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您的命运受损啊 楚亮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名誉 虽然他表面上对宁若宇很有善 其实只是看重了他身后的那位大脸骑士 如今连一个小辈都敢对他的弟子下手 这分明是不把他放在眼里啊 但他活了这么多年 早已活成了一个人精 那宁若宇杀了熊家老祖 熊家又与京城的王家是殷亲 熊家与王家不会放过他 不如先坐山观虎斗 看看情况如何 如果宁若宇不是王熊二家的对手 他再出手 既正回了面子 又不当这个出头鸟 一举多得 想到这里 他拍了拍弟子的肩膀 说 阿九啊 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您先下去好好养伤 此事我自有计较 阿九最了解自己的师父 知道他已经听进去了 不再说什么 毕恭毕敬地退了出去 隐士家族熊家的老宅之中 一片愁云惨雾 我早就说过 不要去招惹那个宁若宇 他既然有天师镜的高手做仆人 师门肯定很强 现在好了 老祖没了 我们熊家该怎么办 一个衣着华贵的美貌 少妇气冲冲地问 这少妇是熊家的长袭 出身首都的大世家 在家族中很有地位 熊家那几个主张 以雷霆手段 夺取宁若于手中宝物的人 脸色都很难看 书香 话也不能这么说 当初请老祖出山 你也是同意了的 现在才来发马后炮 不嫌晚了点吗 三叔 当初可是你 一力主张寝出老祖的 现在我们熊家没了锦梁柱 你说该怎么办 我们熊家虽然没了老祖 却还有很多年轻俊杰嘛 我就不信了 还能怕他屈屈一个小丫头 王叔嫌冰冷的目光 在他脸上一扫 好 三叔 你当时说说 打算派谁去 你那个宝贝儿子 不就是咱们熊家的年轻俊杰吗 让他去好不好 你那是让我儿子去送死啊 其他人听了脸色都很难看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儿子金贵 就要我们的孩子去送死 这是 坐在上手的一个老夫人开口 书贤啊 咱们熊家就数你最聪明了 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呀 奶奶 儿媳认为 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请我娘家帮忙 王叔贤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王家的打算 你们王家分明是想吞兵我们熊家 妈 不然你问问他 他们王家出手 需要我们付出什么代价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24集 熊老夫人问 书贤啊 王家要怎么才肯出手啊 自从听说老祖的事之后 我立刻就给首都那边打了电话 我四叔公愿意出手 但他列了个单子 只要我们把这些东西双手奉上 他就救熊家 说着 他将一份名单双手捧在了熊老夫人的面前 熊老夫人拿过来一看 脸色顿时大变 他看向这个孙媳妇 对于这个孩子 他一向是很喜爱的 他的丈夫也是为了家族而牺牲 他一直觉得他们熊家欠了他 但此时看来是他错了 书贤 你这份名单 是想要走我熊家大办产业呀 他抓着酸枝木椅子的扶手说 王书贤做出一副伤心的模样 我也劝过四叔公了 可四叔公铁了心 还说熊家虽然交出了大办产业 至少保全了一家老小的性命 不然 他没有说下去 但熊家每一个人脸上都布满了阴云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但熊家有什么办法 熊家唯一的半部真军进强者没了 只能任人宰割 他说的没错 归父王家至少能保住 熊家上下的性命 熊老夫人的身子一下子勾搂了 无力地靠在椅子上叹息道 好 就这么办吧 三叔骤然站起急切地说 妈 你住口 这是我们熊家的一线升级 你要是再敢反对 别怪我动家法 三叔不甘地闭上了嘴 王书贤微微低下头 掩盖掉嘴角的一抹冷笑 吞掉熊家是他的主意 一旦熊家成了王家的附属家族 就是他的囊中之物 经过和熊士国的一场大战 再没人敢来天刺阁闹事 而那些偷偷拍下天刺阁前战斗画面的人 将视频发到了网上 没过多久就被删除了 领祖出手十分迅速 接下来的几天 宁若宇都请了假坐镇天刺阁 沈明宇和陆景听到了消息 也都赶过来帮忙 他二人的修行速度很快 沈明宇已经达到了真人镜中期 而陆景已经达到了入道巅峰 过不了多久就能突破真人镜了 经过那一战 宁若宇还清了仰慕值 还多出了一点 他就用这剩余的仰慕值 兑换了一颗破障单交给陆景 陆景闭关了一个星期 终于成功突破真人镜 宁若宇又给了他们二人 一人一件三品初级的法器 有他们和傀儡犬在 想要伤害他母亲 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 而江源武馆的馆主 也派了人在四周巡逻 一旦发现可疑情况 立刻就会报到他这里 安排好了一切 他才回到了学校 一连请了两个星期的家 辅导员传来消息 如果他再不回去上课 就要以旷课处理了 曾非凡见到他松了口气 说 宁同学 我听说你家开了一家古董店 怎么开业的时候没告诉我呀 我也好给你送个花篮去 宁若宇笑了笑没说什么 他没有请他们 就是知道那天凶险非凡 不想将他们卷进来 我听说有人来你店里闹事啊 是哪个不长眼睛的 告诉我 我帮你教训他 宁若宇意味深长地笑道 我已经教训过了 曾非凡觉得后继被一阵发凉 用户惊吓曾非凡 获得养殖六十点 下了课他回到宿舍 两个星期没住 宿舍里布满了一层薄薄的灰 他正打算施一个清洁树 将屋子清理干净 却看见一个人影步履 蹒跚地走了过来 来的正是唐宇 他脸上的伤害有些肿 身上包扎着白布 宁若宇有些惊讶 当初他伤得那么重 居然这么快就能下地走动了 看来唐家在他身上下了血本 找了什么灵药给他疗伤吧 有何贵干 唐宇深吸了一口气 忽然双手抱拳说 宁同学 你对我有救命之恩 请受我一拜 宁若宇心安理得地 接受了他这一拜 拜也拜过了 你可以走了 宁同学 我想做你的随从 跟随在你左右 清平差遣 我不需要随从 你回去吧 宁若宇严肃地说 有两位灵仆在 他要什么舞者随从 宁同学 我会让你知道 我唐宇 是有价值的 宁若宇看着他的背影 心中忽然想到 那些人胆敢对他下手 不就是看他毫无根基 是个孤女吗 他虽然一直都说 自己有一个庞大的师门 但这个师门从未出现过 那些人肯定早就有所怀疑 如果他多收几个小弟 为自己营造出一股势力 那些人会不会就有所忌惮了 只不过 这些下属人选 他必须好好把关 否则养出一群白眼狼来 只会作茧自负 一架私人飞机 缓缓地停在了 玉林市国际机场 熊家的老夫人 带着熊家的重要人物 等在停机场中 眼中有几分不甘 机舱舱门徐徐打开 一个年轻男人 出现在众人面前 熊老夫人脸上的不甘 立刻消失不见 只剩下尊重 王书贤上前道 四叔公 这年轻男人 便是首都王家的 真军镜高手 王成 他是满清末年人 今年已经快一百五十岁了 但年轻时曾有奇遇 功力大净 再加上吃过不少 珍贵丹药 容貌还保持在年轻时 他母亲是当时有名的美女 他也继承了母亲的容貌 身材修长 长得十分秀美 王成 微微点了点头 身上的气势 压得熊家众人抬不起头来 熊老夫人上前道 黄先生 您能来御灵市 为我熊家主持公道 是我熊家的荣幸 我熊家上下感激不尽 王成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道 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 你们熊家的半部真军 居然会死在他手上 看来熊市国也是徒有虚名啊 熊家人只觉得面上烧得慌 却什么话都不敢说 全都低着头 熊家一行人 将王成迎到了熊家老宅 住的是最上等的主屋 王成端坐在最高位 接过一位漂亮女用端上来的茶 喝了一口 道 派人去告诉那个宁若鱼 说我来了御灵市 让他捧着他那把熊兵来见我 熊家众人互忘了一眼 熊老夫人道 王先生 那宁若鱼性子狂傲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恐怕不会来拜见您呀 他再狂傲 也不过是个法师镜的术士而已 身边两个保镖 也只是天师镜 在我真军镜面前 不过是蝼蚁而已 王先生说得极是 但那宁若鱼明知道我们熊家与王家乃殷亲 若他心中忌惮王家 也就不会有那个胆子杀死我们熊家老祖了 我们派人去通知他 恐怕会打草惊蛇 他要是趁机逃跑 恐怕 你们的意思是 让我亲自去找他 不不 我等不敢 王先生 我的意思是 那宁若鱼虽然狂傲 却是个孝女 非常孝顺他的母亲 不如 我们将他母亲抓来 逼他前来 您看如何 好 你们去办吧 我已经派人去侦察过 宁若鱼的天赐阁里 有两个真人镜的高手 这二人手中都有三品的法器 我们熊家 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要你们何用 凶老夫人低着头 不敢说话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25集 算了 我还能指望你们这群无能之辈不成 哈喽 金灵 先生 一直站在他身后的一男一女走上前来 二人竟然都是天师境初期的高手 你们去把宁若鱼的母亲给我抓来 谁要是当根阻拦 都给我杀了 是 那二人答应一声 熊家上下心中暗暗松了口气 宁若鱼可不好对付 还是让王家去对付的好 下午五点 沈明宇正在天赐阁里 为一位客人讲解博骨架上 所放的一支煤瓶 忽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靠近 他心中意境 客气地对那个客人道 抱歉 本店现在不做生意了 先生下次再来吧 男人还想再说什么 但看到他冰冷的眼神 心头忽然一跳 嘴里骂了一声 转身走了 就在这时 一男一女二人走了进来 安玄笑呵呵地道 两位是想买古董吗 话还没说完 陆景和沈明宇就挡在了他面前 而吉娃娃也从他怀中跳了下来 浑身白毛倒树对着二人呲牙 二人看着安玄冷冷道 你就是宁若宇的母亲 你们是 我们是王家真军 王成先生的下属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二人面无表情地说 沈明宇二人立刻拿出了武器 道 想要带他走 先从我们二人的尸体上 跨过去 寒陆二人依旧面无表情 手中忽然多了一件兵器 那是一对一尺长的短剑 但剑身上 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杀意 剑一出鞘 便有剑光扫过 在陆景的脸上 留下了一道浅浅的血痕 陆景只觉得头皮发麻 脸上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冷汗 那是 法器 四瓶法器 而且这法器是一对 双剑合臂之后 威力直逼无匹 不要怕 今天无论如何 也要保护阿姨 陆景咬了咬牙 点头 急娃娃站在二人的脚边 目露凶光 宁若宇正在学校里上课 忽然听到威克福的声音 提醒用户 傀儡犬被破坏 宁若宇猛然站了起来 难道妈妈出事了 林同学 请问你对我的教学有什么意见吗 台上的教授不满地问 这些女生 对学术根本没有半点尊重 读了研究生博士 最后还不是找个老师的工作 回家结婚生孩子 既然如此 还来读那么多书干什么 不如初中回去生孩子算了 她以前带过那么多女学生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结果 让她对女生有很大的偏见 因此才会来玉林理工大学 没想到这次还是带了一个女生 对此 她十分不满 经常找宁若宇的麻烦 宁若宇根本没有搭理她 正想抓起包往外跑 却忽然眼前一花 一个人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那个人正是安选 班上的学生都炸了 全都跳了起来 连教授也吓得碰翻了桌上的鼠标 用户震惊全班 获得仰慕汁三百点 妈 你怎么来了 安玄惊慌地抓住她的手 急切地说 若宇 我 我用了你给我的传送符 您若宇曾用四百点仰慕汁 换了一张传送符给她 方便关键时刻逃跑 时间太久 您若宇都差点忘了 连忙问 妈 发生什么事了 今天来了两个人 他们说 说是 王家的真君王成派来的 要抓我 小景和明宇那两个小伙子 为了救我 被他们给打成了重伤 连小乐也 小乐是她给急娃娃起的名字 她像是想到了什么 道 小乐 变成了一头巨兽 但还是被他们给 宁若于脸色变得很难看 她带着母亲出了教室 留下一大群懵逼的尸声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出了门 她打了个电话出去 很快 手机里就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杨先生 你知道首都王家吗 知道 王家 京城的二等师家 出了什么事吗 王成你知道吗 王成是真君境界的高手 他到玉岭市来了 能麻烦你 帮我照顾一下我母亲吗 我有点事情要做 需要我帮忙吗 不需要 您若宇不想欠她太多 好 你们在哪里 我现在就来见阿姨 您若宇给她报了地址 挂断电话 安玄担心地说 若宇 不如 我们请杨先生帮忙吧 我知道 他是有大能耐的人 您若宇沉默了 真君境强者 他真的不是对手 哪怕用灭天剑 他也没有信心一击必杀 但 他不想什么都依靠别人 更不想欠杨泽南太多 提醒姚户 可以使用副本券 怎么使用 鉴于用户第一次使用副本券 本科服可以指导用户如何使用 说人话 用户见到对方之后 听我指挥就行了 好 信你这一次 很快 杨泽南就到了 宁若已将母亲交给他 认真地说 谢谢你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上了吧 我送你去天子哥 不必了 我自己能搞定 他往前走了几步 忽然听杨泽南道 宁若已 他回过头 杨泽南郑重地说 活着回来 死的不会是我 我就喜欢他这份狂傲 宁若已使用凌波玉线布 一路跑回了天子哥 却见店铺之中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血迹 集娃娃小乐的残骸 散落的到处都是 忽然 他像是发现了什么 一个箭步冲上去 从角落里 拖了一个人出来 那是个女孩 比宁若已大不了几岁 他浑身发抖 说 不 不要杀我 你是什么人 你 宁小姐 我叫熊青兰 是熊家的人 他们叫我来给你传个话 说 他们说 宁小姐的两个随从 被王城真军的随从给抓走了 如果宁小姐想要他们活命 就带着那把兄兵 到熊家的祖宅去 他们为什么让你这么个普通人来给我传话 就因为我是个普通人 他们才拆迁我来的 一个数世家族的普通人 就跟下人没有什么区别 随时都可以抛弃 宁若宇冷哼一声 道 前面带路 是 熊青兰点了点头 带着他上了一辆车 一路开到了郊外 那是一座偏僻的小镇 镇上有一座古宅 这宅子是明代建筑 黑瓦白墙 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 黑色的木门上 悬挂着一块 漆黑的牌匾 写着熊宅 宁若宇来到门口 黑门缓缓打开 一个熊家人鄙夷地 瞥了他一眼 道 跟我进来吧 王先生已经等你很久了 宁若宇没有说话 一路跟在他的后面 目光扫过四周 隐蔽的地方 到处都藏着暗哨 个个都对他充满了敌意 恨不得将他四个粉碎 维克弗 你真的有信心吗 他忍不住在心底 暗暗问 用户不要质疑 这本公众号 我们是专业的 不要怂 就是干 好 这条命就交给你了 很快就来到了后院 一个身穿休闲装的年轻男人 坐在池塘边 正拿着一包鱼石 喂食池塘里的鲤鱼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26集 那个男人长得很英俊 眉眼之间很是迷人 但宁若宇根本不在意他的容貌 而是暗暗心惊 他身上弥漫出来的恐怖气势 哪怕他没有露出一丝一毫的杀意 依然令他心惊胆战 这就是真军的力量吗 我还是太弱小了 王先生 他已经来了 领路的那个熊家人恭敬地说 王城连头都没有回 说 那把熊兵呢 带来了吗 宁若宇背着双手 努力让自己表现得云淡风轻 冷冷道 原来堂堂王家的真军 也做这种绑架索要赎金的勾当 和街头的混合没有什么区别 疯死 站在一旁的王书贤怒喝道 熊家众人也都露出了愤怒之色 只不过 他们的愤怒到底是真的还是装的 就没人知道了 王城转过头来 目光阴森地望着宁若宇 宁若宇只觉得一股强大的压力 笼罩在自己的头顶 仿佛要将自己压进地里去 但他绝对不能送 他依然背着双手 只是手紧紧地握着 面上一派轻松 淡淡地回望过去 王城察觉到他不屑的目光 微微眯起眼睛 这个女人有点意思 用户引起了王城兴趣 获得仰慕之两百点 王城加大了维亚 宁若宇只觉得胸口一闷 差点吐出血来 魏科夫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对抗真军的维亚 用户买不起 只能靠自己了 他咬紧了牙关 硬撑着 王城心中有些不悦 他不喜欢别人 违逆他 更不喜欢女人 违逆他 他再一次加大了维亚 宁若宇几乎将银牙咬碎 对峙了几十秒 王城似乎觉得没什么意思 将维亚收了回去 宁若宇顿时感觉身上一松 差点摔倒 但他挺住了 王城手一抬 王淑贤立刻将一支茶杯端了上来 他粘起茶盖 轻轻地剥开漂浮在水面上的茶叶 喝了一口 我劝你还是把那把熊兵交出来吧 我不喜欢打女人 我的人呢 王城挥了挥手 几个熊家人将沈明宇和陆瑾 给抓了上来 扔在他的面前 二人身上鲜血淋漓 抓沈明宇那两个 身上还穿了生化服 宁若已见二人伤得如此之重 眼神渐渐染上了一层寒霜 这个天生毒人 可惜了 如果他肯归顺我王家 我会给他一个远大前程 但他不肯 我真好奇 你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让他对你忠心耿耿 宁若已看着不成人形的沈明宇 眼底的冷意越来越深 越来越阴狠 就在这时 忽然两个熊家人 压着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 王先生 我们见这些人在外面鬼鬼祟祟的 就将他抓进来了 宁若已一看 皱起眉头 那人身上缠着白布 竟然是唐宇 你怎么跟来了 我说过 我会向你证明 我是真心想当你的随从 你是来送死 你一个名门子弟 天赋也不低 居然想依附一个小女孩 真是愚蠢之计 愚蠢的是你 王成脸上的肌肉抖了抖 一挥手 一股强大的力量便打在了唐宇的身上 唐宇惨叫一声 整个人都倒飞了出去 身上刚刚揭好的骨头又断了 宁若已一惊 再次捏紧了拳头 他根本连保护你都做不到 你做他随从有什么用 你是贪图他的美色 还是贪图他的法器 你不懂 我的确不懂你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愚蠢 宁若宇 我没兴趣跟你耗下去 把那件凶兵交出来 我砍下你的脑袋 给你个素死 就凭你 还杀不死我 你哪里来的自信 你们王家胆敢动我一根好吗 我的师门定会将你们连根拔起 碎势万段 师门 既然你的师门那么强大 不妨将你师傅叫出来 让我看看他到底有多强 是不是能将我们王家连根拔起啊 他身体微微前倾 目光忽然变得凌厉 宁若宇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你那点拙力的骗术 骗到了别人 但是骗不了我 你根本就没有师门 宁若宇心中安静 他几乎就要猜对了 用户放心 他是不会知道鬼师公众号的存在的 我们公众号有严格的保密系统 除了用户之外 没有人能看到公众号 交出你的传承 我给你个素死 否则我会让你尝到世间最大的痛苦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宁若宇心中生出了恐惧 但疏人不疏阵 他也立声喝道 王城 我劝你立刻滚回去 否则今天 你必会丧命于此 周围的人都用看傻瓜的眼神看着他 这个女人是被王城真君吓疯了吧 居然敢对他说这种话 那可是真君啊 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熊老夫人心中也多了几分得意 作吧 就让这个小贱人尽情做吧 最好气得王城将他撕成碎片 才能谢我们心头之恨 王城脸色一冷 猛然出手 隔空卡住了他的脖子 他被一直看不见的手 缓缓地举了起来 吸不进一口气 肺不痛地快要爆炸了 让你师门来救你啊 说着 他刺拉一声撕开了宁若宇的衣服 现在是夏天 他穿得少 露出了白色的胸衣 一股难以言说的屈辱 从他心底深处冒了出来 他一边挣扎一边喊道 王城 我发誓 一定会杀了你 古剑棺材不掉泪 好 我这就将你剥光 先把你赏给熊家人享用 熊家众人都露出了邪气的笑容 能够凌辱敌人 当然是一大幸事 住手 唐宇忽然扯掉自己脖子上的吊坠 朝着王城扔了过来 那吊坠居然是一块玉石做的佛像 在阳光下发出了万丈佛光 这是一件法器 唐家老爷子当年救过一个过路的僧人 那位僧人为了表示感谢 将这块玉石佛像送给了他 说可以在重要的时候救他一命 此时 那万丈佛光笼罩在王城的身上 在瞬息之间 他的心被善意所包围 没有了丝毫的杀意 放开了宁若宇的脖子 宁若宇掉落在地 就在这时 威克福开口了 用户可以使用副本券了 宁若宇立刻点击了 个人包裹里的副本券 眼前居然出现了一个特效 副本券从包裹里黑了出来 闪着金色的光芒 他只觉得眼前一花 再次回过神来时 已经来到了一座破败的道观之中 这道观看上去很古老 一片断壁残垣 连神像都已经倒塌了半截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灰尘味道 也不知道荒废了多久 欢迎来到副本世界 恐怖荒谬 宁若宇的耳中忽然响起了一个机械的电子音 不过不是威克福 威克福的声音他很熟悉 而这个是个冷冰冰的女生 请拥护选择队友 可选择队友三人 队友 他环视四周 这才发现除了他之外 唐宇沈明宇三人 王成甚至连熊家众人 都一起进来了 威克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27集 没有人回答他 威克福 请用户选择队友 可选择队友三人 难道威克福不能进入副本世界 用户选择队友 十秒之内为选择 视为放弃 用户将一人完成任务 他再次看向众人 发现每个人的脑袋上 都悬浮着一个光标 他安安用意念 点了唐宇三人身上的光标 那些光标立刻亮起了绿灯 用户已选择队友三人 唐宇 沈明宇 陆景 检测到队友的生命值过低 鉴于用户第一次使用副本券 可以得到一次满血满状态复活机会 用户是否实用 实用 话音刚落 就听见一个爽朗的笑声传来 众人回过头 看见那供奉神像的祭台上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老者 老者的须发揭白 身上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道服 头上歪歪斜斜地戴着一顶道经 拉里拉遢让人看着生艳 宁若宇忽然发现 他的头顶上飘着一个名字 龙空道人 等级999 宁若宇目瞪口袋 999级 神级NPC吧 宁若宇丫头 见了我还不行礼 宁若宇一愣呆立了两秒 忽然听到一个声音提示道 用户震惊所有人 获得养目值六百点 但提示音并不是微克服的 而是这个副本克服的 宁若宇这才回过神来 眼珠子一转 上前对龙空道人道 啊 拜见龙空师叔 他以前也是玩过游戏的 在一些游戏里面 要叫对NPC的名字 NPC才会搭理你 他叫对方师叔 是想用对方的等级 震慑王城等人 但他又害怕NPC不理他 那他不是就露馅了 那一刻他很紧张 弱宇丫头 好久不见了 最近可好啊 宁若宇松了口气 看来只要叫出 他的名字就行了 后面加个师叔 无伤大雅 龙空师叔 我很好 不知道师叔为何前来 我肚子饿了 很怀念你做的烧饼 啊 宁若宇一愣 这才想起 自己的空间戒指里 有一张今天早上 在学校食堂 买了没来得及吃的烧饼 立刻拿了出来 双手奉上 龙空师叔请用 龙空道人一招手 烧饼便飞到了他的手上 他一阵狼吞虎咽 口中连连道 好吃 好吃 才几口就将那张饼 给吃完了 他用油腻腻的手 擦了擦油乎乎的嘴 夸奖道 你做的烧饼 味道还是那么好啊 丫头啊 那地上躺的三个年轻人 是你的朋友吗 是 他们被人打伤了 龙空道人冲着他们一挥手 宽大的袖子里 忽然飞出三道金光 落在了三人的身上 三人的身体立刻发出了咔咔的脆响 很快就站了起来 他们不敢置信地 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一时间没能回过身来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用户再次震惊众人 获得仰慕值六百点 原来这就是第一次 使用副本的福利啊 让全部的队员满血状态 复活 还真是任性化 王成见他们根本不搭理自己 顿觉自己受到了冒犯 怒道 老头 你是什么人 龙空道人根本不理他 王成大怒 自从成为真君之后 还没有人胆敢无视他 他双手一翻 一道磅礴的真气 朝着龙空道人袭去 尼入于忍不住在心中 骂了一句白痴 果然 龙空道人一挥手 直接将那股力量给打散了 然后一拳打在王成的胸口上 王成只觉得 自己的胸口仿佛被泰山迎头压下 猴头一舔 猛地咳出了一大口鲜血 用户震惊王成 获得仰慕值两百点 怎么可能 王成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扯开自己的衣服 发现胸口上 赫然有一个巨大的黑色掌印 他可是真君啊 虽然只是真君初期 但却是货真价实的真君 这个老道到底是什么修为 居然能将他给打成这样 宁若鱼撇了撇嘴 在心中默默道 真是个傻叉 龙空道人等级999级 神级NPC 你在人在面前就是个渣渣 只能一根指头都能把你碾死 龙空道人不满地盯了王成一眼 道 小子 这里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庶世间向来以强者为尊 既然面前这位道人 比自己强盛很多倍 王成的态度变得谦逊了一些 拱手道 请问道长 高兴大名 小老儿 道名龙空 龙空道长 你既然是宁若宇的师叔 我便要代表熊家向你讨个公道 宁若宇心中一惊 龙空道人不会否认吧 好在龙空道人并没有多说什么 反而不耐烦道 什么公道 林若宇杀了熊家的半部真军高手 杀就杀了 那又如何 龙空师叔真给力 难道贵派一点都不看中自己宗门的名誉吗 名誉算个鸟啊 老子想杀谁杀谁 想打谁打谁 你要有意见 来打我呀 这行 我喜欢 你 王成还想说什么 但想起自己所受的一拳 不得不忍气吞声 天晓得 他到底有多少年没这么憋屈过了 龙空道人转头 看下您若宇 笑眯眯的 若宇丫头 既然吃了你的饼 自然也不能让你空手而归 这样吧 这寺庙之外有鬼物无数 你们杀满一百只高级恶鬼 除掉那只精英高级恶鬼 小老儿就奖励你们一人一只福袋 福袋里面是一件法器 如何 多谢龙空师叔 熊家等人闻言 心中也变得火热起来 他们要是杀了恶鬼 会不会也能拿到奖励 或者等龙空道人走后 他们再从宁若宇等人手中夺走法器 王成自然也是这么想的 这位龙空道人 总不可能跟着宁若宇等人一辈子吧 只要他一走 这四个年轻人手上的东西 不全都是他的了吗 宁若宇自然一眼就看出了 他们心中所想 问 这些人怎么办 王成和熊家等人没有被他选定为队友 头上的光标变成了红色 在游戏中 这一般都是敌对标志 龙空道人虽然是NPC 但却算是宁若宇这一方的 对待敌对势力 自然不会心慈手软 不过是一群蝼蚁罢了 杀满一百个恶鬼 那便放他们出去 打不过死就死了 用户惊吓熊家人 获得养慕值八百点 熊家等人脸色皱扁 熊老夫人急切道 龙空道长 你不能 滚 说吧 那些熊家人便被传送出了寺庙 寺庙外面是一大片森林 树木葱龙 遮天笔日 空间里的天色 永远都是阴暗的 森林中到处都飘荡着青涩的鬼火 如同一只只恐怖的鬼眼 阴森森地盯着人们 熊家人被传送到了森林的深处 满脸的惊慌 拿出武器聚成了一堆 老夫人 这 这个如何是好啊 我们哪里对付得了一百只恶鬼啊 熊老夫人处着龙头拐杖 脸色有些发白 却强自镇定的 别慌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考验 只要我们能活着回去 修为肯定会有所突破 忽然 四周弥漫起了一股阴冷的气息 森林之中细细酥酥酥的 仿佛有什么东西 在悄无声息地靠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28集 熊家人都露出了恐惧之色 所有人背贴着背 脸色惨白 熊老夫人仿佛忽然想到了什么 侧头看向站在身边的王淑贤 眼底闪过一抹阴恨 接着忽然往他肩膀上一拍 王淑贤根本没有想到会被自己人暗算 惨叫一声飞了出去 他如同一只蝴蝶飘到了森林之中 像是被什么东西切过 身体硬生生地被斩成两半 跌落在地 四鼻的血腥味开始弥漫 熊家人都惊恐万壮 没想到熊老夫人居然这么心狠手辣 更没想到周围的恶鬼如此厉害 忽然 有人觉得脸上一热 连忙用手抹掉 却发现喷在自己脸上的是血 他转头一看 身边人的脑袋居然不见了 断掉的脖子就像一口喷泉 鲜血不停地从里面喷出来 他的心态崩溃了 再也忍受不了 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疯了一般冲进森林之中 但是没跑几步 他就被无形的力量给切成了两半 与此同时 众人感觉到森林中 有什么东西朝着自己扑了出来 却看不清那些到底是什么 熊老夫人将龙头拐杖一处 高声道 营迪 森林之中 一时间到处都是各种惨叫声 和血肉模糊的声音 而寺庙之中 您若语又道 这位王城先生如何处置 他的修为虽然低 却比那些外面的恶鬼 要高上很多 让他去杀恶鬼 未免太不公平了 王城觉得毛骨悚然 这老头想要干什么 龙空道人忽然伸手 朝他一指道 这样吧 我将他的实力压制在十五级以内 依旧是杀一百个恶鬼 完成后便可离开 道长 话还没说完 便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钻进了自己的丹田之中 他体内磅礴的灵气被迅速压制 修为迅速跌落 真君境 天师境 一直降到了法师境才停止 这么多年一只顺风顺水的他 第一次感觉到了 什么叫刻骨铭心的恐惧 这个龙空道人实在是太强大了 他简单一指 就能压制自己的修为 将数十人传送走 这样的力量 简直就是神仙手段 他不是龙空道人的对手 整个华夏 恐怕也只有朝天战神 和燕固战神 可与他一战了 不 他甚至怀疑 连那两位战神 恐怕都不是这个道人的对手 宁若宇的师门 居然强大到了这种地步 最可怕的是 此人只是宁若宇的师叔而已 那他师父又是什么修为 是上面的师祖呢 越想 他越觉得恐惧 这样强大的师门 别说是他王家 就是整个华夏所有的宗门 加起来 恐怕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宁若宇的背景 太深了 怪不得他敢将那么多珍贵的法器拿出来 原来是有恃无恐 去吧 你若能活着出去 记得好自为之 说吧 他一甩脏兮兮的袖子 将王城传送进了森林之中 做完了一切 龙空道人笑道 若宇丫头 碍眼的东西已经解决了 你赶快去完成任务吧 多谢师叔 您若宇忠心地表示感谢 拱手行了一礼 带着唐宇三人走出了寺庙 唐宇三人还处于懵逼之中 陆景忍不住上来问 宁姐 那位 那位道长 真的是你师叔吗 当然 这还有假 那你的师父 是不是比他还要强 那当然 龙空师叔的实力 是我师门之中 只能排第五 我师父排第三 三人都露出极度震惊之色 用户震惊唐宇三人 获得仰慕值二百一十点 不知你师门中 最强的前辈 到底强到了什么地步 已经到了道军吗 道军算得了什么 连我龙空师叔 都不止这个修为了 众人再次震惊 用户大吹牛叉 横弓震惑众人 获得仰慕值二百一十点 难道你师叔 已经达到了道尊的修为 我在远古时代的点击里看过 说那个时候 灵气浓郁 到处都是真奇异宝 术师的修炼速度非常快 除了现在这些常用的等级以外 还有道尊 上人 太上真人等等级 只不过后来灵气凋零 能修炼到真君已是不易 更比说是道尊 上人了 因而这些更高等级的称呼 早已经没人使用 渐渐被人遗忘了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不过我师父从未告诉过我 他是什么等级 但他的实力比起地上的神仙 最不终 一不原意 三人都惊得睁大了眼睛 用户牛逼吹大了 震惊唐宇三人 获得仰莫值二百一十点 莫非尊师已经达到了上人 或者太上真人的级别了 宁若宇笑而不语 唐宇觉得自己选择做他的随从 实在是太明智了 四人走出寺庙 森林之中 弥漫起了一股凛冽的阴气 宁若宇召唤出了血魂剑 道 小心 饿鬼来了 话音未落 唐宇便察觉到一股看不见的力量 朝着自己的脖子扫来 他反应极快 身子一矮 那道力量便从他的头顶切了过去 打在后面一棵碗口大的树上 将那树给生生的切断了 树林之中响起了一串阴森的笑声 一只只萤火虫出现了 在漆黑的林子里冥冥灭灭 等等 那不是萤火虫 那是眼睛 恶鬼的眼睛 宁若宇从空间戒指里取出了一对金简 丢给唐宇道 先借给你用 保住自己的性命 这是 二品中等的法器 唐宇满脸的兴奋 将金简在手中颠了颠 好东西 阴森的笑声再次传来 那隐藏在森林深处的一只只恶鬼猛地跳出 朝着四人飘了过来 宁若与眼神一宁 浑身散发出惊人的气势 大声道 杀 他一马当先朝着恶鬼群冲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 森林中的恶鬼越来越少 四人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唐宇手酸得连金简都举不起来 却大声连呼痛快 他出身武术世家 以前也曾见过鬼物 但武功再高 对这些鬼物也没有什么作用 不过是他们立爪下的鱼肉憋屈不已 但这次 他挥舞着金简 一简打出去 就能打断一只鬼物的手臂 多打几下 就能将对方的魂体 给打个魂飞魄散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在杀鬼屋的过程中 宁若宇发现唐宇三人的脑袋上面 出现了一个经验值条 每杀一个都有经验值 随之经验值的增长 他们的等级也会增长 陆景本来是入道巅峰 在他杀了十五个恶鬼之后 经验条满了 他的等级一下子从三级升到了四级 身上的灵气猛然增长了好几倍 正是踏入了真人境 陆景激动的哈哈大笑 宁若宇道 你快退回寺庙去巩固修为 陆景知道 这个时候一个不小心 自己就会走火入魔 不仅帮不上宁若宇的忙 反而会成为拖累 便没有说什么 快步往回走 退进了寺庙之内 盘腿坐下开始修炼 这时 沈明宇一箭刺死了一个恶鬼 那恶鬼惨叫了一声 消散在半空中 然后从它消失的地方掉落了一只布袋 沈明宇俯身将布袋拾起 那布袋是黑色的 里面沉甸甸的似乎有什么东西 宁若宇安安惊讶 他们杀鬼会掉落伏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29集 副本世界中 用户和队友斩杀鬼物都有伏袋掉落 副本世界中 任务完成后 用户和队友都可以获得奖励 用户作为队长 获得奖励最为丰厚 沈明宇正想打开袋子看一看 宁若宇大声道 小心 他耸人一惊 转身一箭刺出 便将身后的恶鬼杀死 这只恶鬼居然也爆出了一只伏袋 另外二人看着十分眼热 杀起恶鬼来更加努力 仿佛那些并不是恐怖的恶鬼 而是一个个闪动着光芒的伏袋 一百只恶鬼很快就杀光了 在杀了27个恶鬼之后 沈明宇正式突破了真人剑后起 几人都得了好几颗黑色伏袋 当然 明若宇杀的鬼物最多 得到的伏袋也最多 就在这个时候 四周起风了 茂密的树冠被风吹得沙沙直响 影子打在地面 翘冷冷如鬼一般 小心 高级立鬼来了 话音未落 他似乎感觉到什么东西 在身上扫了一下 他一经 环视四周 发现唐宇三人都不见了 他紧紧握着血魂间 忽然听见了沙沙的脚步声 转头一看 看见一道熟悉的人影 朝着自己缓缓地走了过来 那个人 居然是他的妈妈 安玄 若宇 我的宝贝女儿 你没事吧 明若宇直接一箭刺过去 将他的胸膛刺穿 若 若宇 你为什么 如果你想迷惑我 还是用点新鲜的手段 安玄的脸开始扭曲 变成了一个恐怖的女鬼 她口中一片漆黑 连牙齿都是黑的 冲着宁若宇 发出一声嘶吼 顿时便消失了 等宁若宇回过神来 发现唐宇和沈明宇 都还在自己的身边 宁小姐 你没事吧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哦 刚才你走神了 我走神了多久 也就一两秒吧 宁若宇似乎想到了什么 又有点走神 宁小姐 打起精神 沈明宇身形一转 朝着黑暗之中刺了一箭 半空中忽然出现了一团黑雾 在他的剑下消散无踪 宁小姐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守护好你 谢谢你们 俗话说 兄弟同心 起立断机 今天我们一定能顺利完成肉 好 在这之前 必须找出迷糊我们的鬼物 将他杀掉 宁若宇的眼底 忽然射出一抹凶狠的光芒 反手一剑 刺穿了沈明宇的胸膛 宁小姐 为什么要杀我 宁若宇的脸上 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情 立刻抽回了剑 朝着他左侧刺去 这一剑 刺向了陆锦的胸口 宁小姐 不要激动 宁姐 不要杀我 陆锦满脸惊恐 但宁若宇毫不犹豫的一剑 刺进了他的胸膛 他一把抽回了剑 看着二人惊恐万壮的捂着胸口 他冷冷道 你们不是真正的唐宇和沈明宇 二人闻言 脸上的惊恐全都消失了 变成了阴冷扭曲的笑意 你今天固定要死在这里 那可不简单 谁若想让我死在这里 我一定会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得 唐宇毅 我杀了 厉鬼尖声大笑起来 笑声令宁若欲浑身发冷 唐宇二人已经死了 不 这不可能 这时他才发现 自己已经看不到 唐宇二人的进度条了 他咬着牙问副本客服 他们真的死了 提醒用户 队友唐宇 沈明宇 战死 副本客服刚说完 两人便化成一缕烟雾消失了 四周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不 他绝对不相信 宁若欲双眼泛红 对着天空发出了一声嘶吼 就在这时 他身后的空气忽然一荡 一个面容扭曲的鬼物 从里面钻了出来 伸出利爪 想要抓他的脖子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宁若欲居然发现了 就在他的利爪 快要抓住宁若欲的时候 对方骤然回过身 一箭刺向他的小腹 这才是他命门所在 为什么你会发现 因为我会初级探测术 这个初级探测术 是当初第一次去沈家时兑换的 为了探测出鬼物所在 之后就一直都没有再用了 没想到这次却帮了他大忙 刚才他用初级探测术 探测出了利鬼的命门 趁着对方想方设法迷惑他 接近他 他在一击必杀摧毁了他的命门 鬼物的命门一旦被摧毁 鬼物也就亡了 血魂剑在他的命门之中 疯狂地吸收着魂力 他不甘心地嘶吼着 宁若欲用剑猛地将他提了起来 举在半空之中 就像一条被鱼插插住的鱼 血魂剑十分贪婪 不到十分钟 利鬼的魂力就被他完全吸干 然后化成了一粒黑物 消失无踪 宁若欲能够感觉到 这次血魂剑吸收完一只高级利鬼 蓬勃的魂力在他体内交融 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彻底消化 他将血魂剑放进了戒指空间 就在这时提示音响了起来 恭喜用户完成副本任务 奖励养墓值五千点 没想到副本任务居然会奖励养墓值 还奖励了这么多 但他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唐宇和沈明宇死了 他无法相信 他们就这么简单地死了 他又如何向他们的父母和家人交代呢 提醒用户 可回到寺庙中 找龙空道人领取奖励 是否前往 是 医生眩晕过后 您若欲回到了寺庙之中 一回头 赫然便看见 唐宇和沈明宇 好生生地站在身后 你们 还活着 二人满脸疑惑之色 刚才 他们已经死了 就在厉鬼迷惑住宁若宇的瞬间 他们二人就已经被高级厉鬼给杀死了 他们清楚地记得死亡的感觉 仿佛掉进了一个阴森恐怖的炼狱之中 四周是一片虚无 就在他们绝望的时候 一股巨大的力量 忽然将他们从深渊之中拉了回来 等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 就已经站在了寺庙之中 提醒用户 本次赴本任务中 用户完成任务 此时的队友就会满血满状态复活 太好了 宁若欲觉得鼻子一阵阵发酸 眼睛有些湿润 他侧过头去 不让他们发现自己的软弱 这时 龙空道人的笑声传来 若欲丫头 不错嘛 这么快就完成任务了 龙空师叔 我来领奖品 小老儿 向来说话算话 说吧 他袖子一甩 从那脏兮兮的大袖子中 飞出了四个黑色的箱子 落在三人的面前 宁若欲心中狂喜 叫了外面院子里的陆锦进来 龙空道人道 这四口箱子中 我各放了一件法器 至于法器品相如何 什么等级 就看你们的造化了 自己选吧 那只厉鬼 是宁小姐所杀 自然应该由宁小姐先选 宁若欲也不矫情 直接选了一只打开 只见金光一闪 众人低头看去 里面是一根翡翠发簪 那发簪的材质 是上等的零食 清脆玉滴 雕刻成兰花的形状 雕工十分精美 连兰花叶子上的纹路 都清清楚楚 发簪灵气浓郁 拿在手中便觉得浑身舒畅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三十集 这是一件四品初等的法器 戴在头上 施行水系术法的时候 威力会增加好几倍 他很喜欢这根簪子 用簪子将长发盘起 青丝中浮动一点脆 为它增添了几分温婉和端妆 陆景看得眼热 也选了一只箱子打开 金光过后 里面是一只玉瓶 他将玉瓶拿起 打开盖子 一股浓郁的酒香迎面而来 这是一件一瓶上等的法器 美酒瓶 将普通的水倒进瓶中 会自动变成美酒 陆景的脸色黑了一半 虽然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法器已经足够神奇 可他想要的是攻击类的法器啊 这手气可真够背的 下一个轮到沈明宇 他选了一个离自己最近的打开 金光一闪 一道流光从里面飞了出来 落在他的手中 众人都是一惊 那居然是一把六品初等的法器 乐华诸神剑 六品法器 龙空道人摸着胡子 微微点了点头 道 嗯 小子运气不错呀 沈明宇心中高兴 面上却不鲜 朝着龙空道人行立一礼 说 多谢道长 这是你自己的契运 不必谢我 最后剩下了唐宇 他搓了搓手 深吸了一口气 打开了最后一只箱子 金光过后 箱子里居然是 一件胸衣 那胸衣 有些像欧洲中世纪的女人 所穿的紧身胸衣 竖腰竖的痕紧 能够完美地勾勒出 女人纤细的腰枝 小子运气不错 这件胸衣 是用黑金虫丝 制造而成 五品上等的防御法器 穿上之后 能抵御三十五级以下的人 全力一击 三十五级以下 不就是真军中期吗 能抵御真军中期全力一击 绝对是好东西 可这玩意儿 对唐宇来说没用呀 就算他想穿 也穿不进去呀 宁若宇三人拼命憋着笑 唐宇哪也不是 不哪也不是 脸色黑如锅底 宁若宇甲壳了两声 说 这东西你虽然用不上 却可以送人吗 比如你母亲或者女朋友 唐宇这才将胸衣拿起来 别看这件胸衣看着很硬 拿在手里却很轻 摸起来暖暖的 和人的体温差不多 非常舒服 那我 我 我拿回去 送给我妈吧 唐宇红着脸说 您若宇咬着下唇 才没让自己笑出来 好了 若宇丫头 考验已经结束 你们也该离开了 龙空师叔 请问熊家人和王成 现在如何了 熊家人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他们没有复活的特权 死了便死了 剩下几个也支撑不了多久 怎么 若宇丫头想放过他们 实书误会了 熊家三番四四对付我 是我的仇敌 我怎么可能放过他们呢 不错不错 这气魄我很欣赏 至于那王成 他的实力还不错 虽然被压制了修为 却也快杀了一百个厉鬼了 宁若宇心中松了口气 他当然希望和他作对的人 都死了才好 但这个王成还有用处 王成已经杀够一百厉鬼 我便将你们一同送回去吧 说完 他双手掐了个法诀 朝着众人以身体调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便又回到了熊家老宅之中 副本劝也消失了 宁小姐 你看 王成就在几步之外 他浑身是血 扶着池塘边的栏杆才站稳 面如金纸 双眼血红 十分狼狈 他看到宁若宇等人 眼中献出了几分愤怒 却没有动手 他此时已经恢复了真君的修为 但这次的副本之行 让他看到了宁若宇诗门的强大 那位龙空道人可以轻而易举将真君级别的他杀灭 而这样强大的人 在他诗门之中 居然仅仅排名第五 拥有这么多强者 这样的宗门 他得罪不起 王家也得罪不起 宁若宇背着双手 似笑非笑地望着他 说 王先生 现在阁下还想要我的灭天剑吗 误会 宁小姐 这是一场误会 用户制计双绝 折服王城 获得养殖三百点 是吗 之前王先生可不是这么说的 宁小姐 我们王家愿意为这场误会 送你一点补偿 你看如何 宁小姐 王家在华夏很有权势 以我师门的能量 还会怕一个小小的王家 用户花式装插 震慑众人 获得养殖五百点 王城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王家什么时候被人说过 区区一个王家 以前说过的人 都不知道死在哪里了 但宁若宇不一样 他有个绝顶强者的诗书 更有一个神秘莫测的可怕诗门 反而是王家惹不起他 不过 既然王家有这个诚意 我当然要给他们一个机会 王先生 不知道王家打算给我什么样的补偿呢 王城正要开口 却听他笑道 王先生 我得提醒你一下 我的师门灵药 法器 多不胜数 你给的东西如果没有诚意 王城恨不得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这个女人太讨人厌了 但他不得不耐着性子温和地说 宁小姐放心 我们王家给出的东西绝对有诚意 哦 那我可要看看到底是个什么宝贝 王城深吸了一口气 从自己的乾坤袋中拿出了一只坦木盒子 乾坤袋和空间戒指一样 是一种空间法器 可以存放东西 只不过他这只空间袋 只有几个平米的空间 宁小姐 这是金线花 是三百年才开一次花的灵药 修行之人吃了能够增长修为 尤其是女人 吃了它能够美容养颜 延缓衰老 一下子年轻二十岁 宁如与心中一动 面上却不显 嘴角依然带着那份莫名的笑意 说 这样的灵药 我师门没有一万 也有八千了 王城恨不得将檀木盒子 扔到他脸上去 不过 这是你们王家能拿出来最好的东西了 毕竟也不是谁都能跟我的师门比的 我就勉为其难地收下吧 王城在心里 将他和他的师门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遍 活了一百多年 他就没见过这么能装插的女人 宁如与朝唐宇点了点头 唐宇心中一喜 连忙上前将檀木盒子接了过来 他激动不已 宁如与这是承认自己是他的随从了 王城心中延暗松了口气 说 既然误会已经解开了 我就不打扰了 告辞 慢走 不送 王城深行一起 请客间便不见了踪影 雄家修为最高的人 已经都死在了副本世界之中 如今的雄家已经群龙无首 连老宅之中 都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和下人 宁如与环室四周道 这座宅子倒是不错 您特别放心 这座宅子就会属于您了 宁如与点头 有个贴心的下属就是好 他对唐宇三人道 如今的雄家已经是强弩之末 但他们在御灵市经营多年 还是很有些家底的 我可不想辛辛苦苦的战斗一场 最后雄家的这些家业 却便宜了别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31集 三人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沈明语道 宁小姐 是想让我们三家出手 瓜分雄家在御灵市的产业 没错 能做到吗 当然的 雄家是御灵市周围老牌的影视家族 这样的家族虽然名声不鲜 但其实经营了数百年 底蕴极为深厚 很多名念上的大家族 都是他们手下的走狗 但是 这样的家族 靠的是强大的术士实力 如果没有实力 就会迅速衰退 就像一块肥肉 谁都想来咬上一口 这么大一块肥肉 与其让别人来抢 不如紧紧攥在他的手中 三个月 宁小姐 三个月之内 我保证会将雄家的产业 全都陷到您的面前 您若宇摸了摸下巴 怪不得那么多术士 喜欢收一大群随从 俗物有人打理 也能更好地修行 此时 在雄家不远处的一棵参天大树之上 杨泽南站在高高的树干上 嘴角上钩露出了一抹奇异的笑容 他本来是担心宁若宇才来的 看来是他多虑了 就在这时 他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宁若宇打来的 听着对方的声音 他脸上的笑容渐渐变得柔和 说 放心吧若宇 阿姨现在很安全 我现在就把他送回去 宁若宇回到天赐阁 杨泽南已经将安璇送回来了 安璇看到陆景二人健健康康 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流下了高兴的泪水 要是他们因为保护自己 而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他一辈子都不会心安 唐宇有些奇怪地看着杨泽南 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却一时又想不起来 等回到湖边别墅之后 宁若宇便将那只坦木盒子拿了出来 盒子里静静地躺着一株金色的花朵 看起来有些像大理局 但花瓣要更细一些 细得如同一根根金色的丝线 带着浓郁的灵气和香味 他将金线花上的花瓣撕下了一些 然后用法术锤炼出了几滴金色的液体 放到水中 递给了安璇 说 妈 这可是好东西 你尝尝 安璇奇怪地看着那琥珀色的液体 一股浓香灌进他的鼻孔 让他整个人都感觉舒服起来 若宇 这是什么呀 这是金线花的精华 吃了之后呢 能一瘦炎年年轻二十岁呢 哪有那么神奇的东西 难不成是仙丹啊 你喝了就知道了 安璇拗不过他 只得将这杯水一口喝下 便感觉到一股暖流顺着自己的喉咙流淌下去 然后钻进四肢把孩冲刷着自己的身体 那种感觉就像有个搓澡大妈正在替他搓起身体一般 没过多久 他就觉得浑身发热 毛孔里冒出了黑色的污泥 简直就像是刚从泥水里捞出来一样 浑身散发着恶心的臭味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金线花将你体内的杂质都排了出来 妈 你快去洗澡吧 安璇红着脸跑进了浴室 花了两个小时才将身体清洗干净 等他从浴室里走出来 看着镜中的自己时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已经四十好几了 这些年为了生计疲于奔命 又舍不得花钱保养 因此皮肤很干燥 眼角和额头已经爬满了皱纹 鼻子和嘴巴边也有了法令纹 令他看上去比他真实的年龄要老上好几岁 而如今 经过金线花洗涤身体之后 他的皮肤变得像婴儿一样细呢 摸上去滑滑的 就像刚刚泡过牛奶 都说一白遮三丑 本儿安璇本来就不丑 再加上眼角和额头的皱纹都消失了 法令纹和黑眼圈都浅了很多 他看起来就像是年轻了二十岁一般 再加上岁月在他身上积淀下的气质 让他有了几分年轻女孩所没有的沉稳和端庄 看上去就像是一位大家闺秀 这 这是我吗 你看 你的头发都变得好了很多 现在的你啊 比那些年轻女孩漂亮多了 妈妈都一大把年纪了 怎么能跟那些年轻的女孩子比啊 怎么就不能比啊 人会变老而美不会 何况我妈妈现在也不老了 当年性宁的抛弃了你 娶了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就让他后悔去吧 一说到宁宇涛 安玄的脸色就沉了下来 他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脸颊 一时无言 他曾经见过宁宇涛后娶的那个女人 那女人长得比他漂亮 又是大家族出身 因此气质也非常好 平日里注重保养 虽然已经四十多岁 看起来却像是三十多岁 举手投足之间 活脱脱的一个名媛 而他不过是个出身小门小户 什么都没有的姑女罢了 宁若宇似乎看出了他心中所想 抓住他的手说 妈 你有我啊 安玄侧过头来 深深地望着自己的女儿 宁若宇道 那个姓渠的女人算得了什么 她不过是出身云海市的小家族而已 在云海市还算过得去 到了玉林市就上不得台面了 而妈妈你有我这个女儿 我们现在在玉林市 也算得上是响当当的人物了 连您家的老爷子见了我都要弯腰 何况一个小小的曲姓女人 你再看看他生的那个女儿 除了耍点小聪明还会干嘛 又恶又蠢 和他母亲一样上不得台面 安玄仔细一想 还真是这样 别看那个姓渠的女人和宁若庆 外表看起来像大家闺秀 其实做的事情一件比一件恶毒 这样的人不提也罢 妈 你好好休息一个晚上 明天一早 我带你去买衣服 正所谓佛靠金装 仁靠衣装 穿上名牌衣服啊 你比那个姓渠的好看多了 安玄心中很安慰 她终于也能向儿女服了 此时 王成已经回了首都王家 王家家主王姓是他的侄儿 因为管理俗物 没有时间修炼 再加上天赋本来就不高 只是个天师出奇的修为 容貌也是老人的模样 王家老宅一山而建 后面的几座建筑 都是建在山上的 还保留着几百年前的样子 王姓和王成一起爬上半山腰 一座环境雅致的院子之中 种满了清脆的竹子 风轻轻拂过 竹叶被吹落 在空中打着悬儿 如同一只只青色的蝴蝶 竹林之内有三个蒲团 三个人端坐在蒲团之上 两男一女 那两个男人都是四五十岁的模样 而那个女人却保养得宜 看起来只有三十五六岁 那个女人和旁边看起来 四十多岁的男人 都是真君中期的修为 只有那位看起来五十多岁的男人 实力达到了真君后期 这三人加上王成 就是王家赫赫有名的四真君 成儿回来了 这次的玉林之行还顺利吗 母亲 王成朝那位女性行了一礼 又向另外两人行礼道 启叔 爷爷 王家老祖王客业上下打量她 皱起了眉头 你怎么受伤了 是谁伤了你 王成的母亲和七叔都是一惊 王成早就突破了真君境界 是华夏首屈一指的高手 谁能伤她 王成脸色有些难看 说 爷爷 那个宁若宇真的有失门 而不是我们之前猜测的 得到了某个远古大能的传承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百三十二集 这次我本想将他斩杀夺取兄兵 谁知道他师叔来了 将我和熊家人全都收进了一座秘境之中 他师叔十分厉害 收拾一点就压制住了我的修为 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掏出来的 什么 竟然有这么强的人 他的实力到达了什么地步 难不成 他是个道君 不 他的实力比道君要高 说不定 已经达到了传说中的道尊 或者上人 三位强者都满脸震惊 华夏已经上百年没有出现道尊了 何况是上人 因此这些人说起术士的修为 根本就不提道君以上的那几个 因为提了也没有意义 根本没人能突破 如今 居然出现了一个道尊 或者上人 他会对华夏的格局 造成多大的动荡 王克叶摸了摸胡须说 那位前辈叫什么名字 他自称龙空道人 而且看宁若宇的态度 那位前辈 恐怕不是他师门中实力最高的 三位强者再次震惊 这是什么样的宗门 居然强到这样的地步 王克叶沉默着 王成道 爷爷 恐怕我们得改变一下 对宁若宇的态度 这样的宗门 不知道传承了多少年 底蕴非常深厚 哪怕是我们王家 都不能轻易去得罪 王成的母亲和七叔互望了一眼 虽然有些不甘心 却也只能点头 王克叶沉思了片刻 道 传令下去 我王家上下 不得去找宁若宇的麻烦 而在玉林市郊外 楚亮的宅子之中 雄家被图禁 真君王成狼狈而逃的事情 他已经知道得清清楚楚 心中一阵庆幸 幸好当时他没有听信阿九的话 对宁若宇下手 否则雄家的惨况 就是他的下场 那个宁若宇背后势力极大 绝对不是他能够得罪的 这时阿九走了进来 朝他行了一礼说 师父 连家徒而来 有什么事吗 阿九啊 跟我去个地方 什么地方 宁若宇家 阿九还不知道雄家发生的事 心中万岸高兴 难道师父要为自己出头了 是 师父 阿九一口就答应下来 满脸喜色 心中充满怨恨的想 宁若宇啊宁若宇 我倒要看看 这次你怎么死 楚亮带着他来到了宁若宇的湖边别墅 天刚蒙蒙亮 宁若宇已经起床 在后院练剑 裂完之后就打算带母亲去商场买衣服 这时敲门声响起 他开门一看竟然是楚亮 他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 那年轻人目光阴森地望着他 眼神之中仿佛催了毒 他微微眯了眯眼睛淡淡的 楚老 有何贵干 宁小姐 可否进去说话呀 进来吧 阿九跟在楚亮身后 鼻孔朝天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宁若宇很不喜欢他那副狂样 对楚老的态度也变得冷淡起来 楚老 无事不登三宝殿 您有什么话请说吧 我今天来是为了我这个徒弟 哦 您入语拼了阿九一 阿九的眼底闪过了一抹怨恨和杀意 恕我直言 您的这位徒弟似乎对我很有意见 姓您的 当初我不过是远远地看了一眼你用兄兵杀人 你的拼头居然就斩断了我的胳膊 这个仇我早就想报了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话还没说完 楚亮就暴怒道 入口 阿九一愣转头看向他 难道今天师父不是来替他出头的 宁若宇听他一说就什么都明白了 这个阿九当初肯定是看他晕过去了 想要夺走他的灭天剑 结果被杨泽男给砍掉了胳膊 觊觎他的宝物还敢欺上门来 胆子不小呀 楚亮一下子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一脚踢在他的胸口上 将他踢得倒飞出去 落在地上还滚了两下 你这个溺徒 事到如今竟然还不知道悔改 我当初怎么下了眼镜 说了你这么个徒弟 是 师父 宁小姐 当初我见有兄兵出事 便让他来看看 当初我说得清清楚楚 只是看看情况 千万不可生出觊觎之心 谁知这小子违背我的命令 被教训之后 不仅不知悔改 还欺骗我 妄图挑拨我和宁小姐的关系 这样凶狠狡诈之人 我不能容他 今天我便当着宁小姐的面 将他逐出事门 把他交给宁小姐处置 阿九被踢得浑身疼痛 却还是不肯相信自己的耳朵 师父以前是非常疼爱他的 把他当成亲儿子看待 要什么给什么 没想到今天 需要将他逐出师门 宁若宇当然明白楚亮的心思 这个徒弟的胳膊已经断了 无法传承他的衣钵 自然可以随意牺牲 用他换自己的好感很划算 然而他对楚亮没有任何好感 既然他曾经是你的弟子 还是由你来处置吧 楚亮心头一己 他将阿九交给宁若宇处置 本来是觉得他一个小女孩 肯定会心软放阿九一条生路 没想到他居然又将难题 给抛了回来 如果自己的处置轻了 他肯定不会满意 他咬了咬牙对阿九道 小子 你知道自己错在哪了吗 阿九痛哭流涕地爬过来 抱住了他的大腿说 师父求求你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吧 不要将我住出师门 师父 楚亮对这个弟子 还是很有感情的 可惜形势比人强 阿九 不是我不帮你 实在是你自己犯下了 不可饶恕的错误 如今是文明社会 我不杀你 但你的一身修为 就不要留了 不要 不要 师父 话音未落 楚亮便一掌打在他的丹田 毁了他的修为 他惨叫一声 倒在地上 顿时就晕了过去 阿九啊 以后你就做个普通人吧 这也是师父 能给你的最后的仁慈了 从今往后 你要记着 以心向善 不要再起贪念了 您若语冷眼 看完了这场戏 您小姐 不知道我这么处置 您是否满意啊 他是你的弟子 你怎么处置都行 难道您小姐并不满意 他还想再说什么 您若语站起身来 客气得到 楚朗 时间不早了 你还是带他去医治吧 我也要陪我母亲出门了 楚亮带着昏迷的阿九 出了湖边别墅 心中有些无奈 原本以为 这个小女孩很好说话 没想到她的心肠 居然这么冷硬 她知道 如果自己真的有诚意 早在出事当天 她就应该带着阿九上门谢罪 而不是等到她除掉了熊家 赶跑了王成真君再来请罪 唉 终究还是七差一招啊 朵兰大厦走的是奢侈品路线 自从您若语给他排了一个风水阵之后 这里的人流量大增 生意非常好 因此 好多奢侈品牌都在这里开了店 神奇的是 很多顶级奢侈品店 在别的地方几天都卖不出去一件东西 在这里 每天都能卖出不少 可以说是财运亨通 生意兴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33集 宁若语和安玄两人 也没去别的地方 就在朵兰大厦里逛了一圈 刚开始的时候 安玄连那些奢侈品店都不敢进去 还是宁若语将他给拉进去的 好在这些店铺的导购小姐都训练有素 并没有狗眼看人低 反而一个劲地夸赞安玄 说他漂亮 身材好 穿衣服好看 安玄红着脸说 自己已经四十多岁了 那几个导购小姐都露出不敢置信的神情 拉着他 问他是如何保养的 把他给吹得飘飘然 结果不知不觉之间 他居然就买了好多 前前后后加起来都快十万了 出了那些奢侈品店的门 安玄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以前十万块是他们母女俩两三年的生活费 恨不得一份钱掰成两半花 现在却买了几件衣服几个包就花出去了 但是想想自己账户上那好几个亿 他又觉得这十万块跟十块钱似的 两人说说笑笑地回了天赐阁 刚打开门就看见一个人走了进来 安玄一下子愣住了 来的居然是宁宇涛 宁宇涛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面前的女人 在他的记忆中 安玄是个非常简朴的女人 以前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什么都先紧着自己 因此哪怕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好 他也打扮得很体面 走出去很吸引女人的目光 至于离婚后的安玄 那更是不修边斧 三四十岁 简直跟个五十几岁的大妈差不多 而今天的安玄 却穿着一条姑奇的黑色条纹连衣裙 这连衣裙是吊带款 腰部和裙摆有白色的蕾丝装饰 将他衬托得清纯又性感 最神奇的是 他的皮肤白了 脸上的皱纹少了 仿佛几十年的岁月 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 甚至为他添了几分迷人的风情 与上次见面时 判若两人 安玄看着面前这个男人 心中不起半点波澜 这个人是他的初恋 曾经他爱对方置身 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 但这个人抛弃了他 伤害了他 在离婚的那一天 他才知道 这个男人 从一开始就看不起自己 刚开始把自己当成踏脚石 后来又把自己当成了绊脚石 一脚踢开 哪怕他再爱对方 在这二十多年的折磨之中 也全都磨光了 宁若宇正要开口 安玄冷冷道 先生要买古董 安玄 你不认识我了 认识 当然认识 所以本店不做你的声音 好走不送 宁若涛被噎了一下 脸色立刻就沉了下来 安玄 你变了 废话 我当然会变 你以为我还是当年那个 傻乎乎为你付出一切的女人 我告诉你 我早就不是当年的我了 滚滚滚 立刻给我滚出去 我不想再看见你 影响我一片的好心情 好 不愧是我妈 宁若涛气得脸色发白 却不得不压着性子说 安玄 当年我是迫不得已 行了 这些话你骗鬼去吧 你要真是迫不得已 离婚的时候能做得那么绝 连女儿的抚养费都不给 你还算是男人吗 安玄 都说一日夫妻百人 咱们毕竟夫妻一场 你有必要这么刻薄吗 刻薄 这个词从你嘴里说出来 可真是讽刺 回去问问你那个宝贝老婆 和宝贝女儿做过什么吗 我差点被他们陷害进了监狱 我不过是刻薄了一点 总比他们心狠手辣得好 你误会了 他们不是那种人 宁若润一直在观察他的神情 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神情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说明他是早就知道这件事的 他知道 但他不阻止 宁若润的眼神冷了下来 他们是不是那种人 他们自己最清楚 滚滚滚 老娘没空招呼你 今天妈妈真是气场全开 怼人怼的那个酣肠淋漓 宁若涛气得发抖 正要开口 门外边传来一个声音 宁若 够了 宁若涛立刻闭上了嘴 站在一旁 微微弯腰道 爸 一个老者走了进来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糖装 一位雍容华贵的贵妇搀扶着他 那老者头有些秃 但身上的气势很高 容貌和宁若涛有几分相似 而那位贵妇只有四十多岁 但肤白貌美 端庄贤淑 一看就是当家大少奶奶 宁若涛的后期渠方和她一比 就是山鸡笔之凤凰 看来 这位就是宁老爷子嫡子的老婆 孟丽莎 这个女人来自玉林市孟家 出身真正的世家大族 当年嫁给宁家嫡子 算是夏家 因此在宁家的地位很高 只可惜她老公死得早 否则将来 她肯定是宁家的当家主母 哪怕现在宁家的继承人是宁宇涛 宁老爷子也更信任她 家中的事情 大多都交给她来打理 渠方在她面前 也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 安玄见过宁老爷子一次 被她身上的气质压得抬不起头来 这么多年了 再次见到宁老爷子 她还是被压住了 目光多闪 不敢和她对视 宁老爷子用居高临下的目光 看了她几夜 然后缓缓在酸枝木的罗汉床上坐了 安玄 我们宁家的确亏待了你们母女 但若宁丫头毕竟是我宁家人 流着我宁家的血 你作为她的母亲 还是不要这么刻薄的好 安玄没来由地畏惧她 虽然心中不满 却不敢反驳 低着头不说话 宁老爷子看下宁若宇 和蔼地说 若宇丫头 这些年 你在外面受苦了 我想给你一个 认祖归宗的机会 让你能够回到宁家来 将来 无论是嫁人 还是行走在外 有宁家的名头在 更加方便 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 哼 宁若宇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扑思一声笑了出来 宁若宇 你这是什么态度 抱歉 我实在是没有忍住 宁先生你难道忘了 之前你可是亲口说过 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他只是一时气话 你不要当真 宁老先生 我不管他是不是说气话 总之一句话 我对宁家没有任何兴趣 虽然我姓宁 但我不是你们宁家的人 请吧 宁老爷子脸色有些沉 摸着胡子不说话 站在一旁的梦丽莎 微笑着开口 若宇啊 我们知道 你们母女对宁家不满 这也是人之常情 但你毕竟信宁 一笔写不出两个宁字 只要你愿意回宁家来 就是宁家的继承人 老爷子 住口 宁老爷子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他一直生活在老爷子的威压之下 老爷子一个眼神 就能让他垂头丧气 连头也不敢抬 孟丽莎继续道 我们知道你在修习法术 修行之人离不开财履法地 其中财是最重要的 我们宁家恰恰最有钱 只要你肯回来 宁家会全力支持你 你再也不必为金钱烦心了 只需要专心致志地修炼就行 宁若宇饶有兴致地望着他 听他讲完 笑道 不愧是孟家的女儿 这心计不是那些小门小户的科比的 我都差点心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34集 孟丽莎嘴角琴这一丝笑意道 若与妹子过奖了 我们宁家这次是诚心诚意邀请你回来 老爷子的意思 只要你肯回来 我们马上就开祠堂 将你的名字写上族谱 定你为继承人 宁与她握紧了拳头 这么多年 她忍气吞声 在宁家兢兢业业 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才得了这继承人的身份 现在却要把她一脚踢开 让一个黄毛丫头当继承人 她绝不答应 宁若宇心中明白 孟丽莎在宁家的身份很尴尬 别看她现在仗着老爷子的宠爱 在宁家支手遮天 只要老爷子一死 宁与涛成为家主掌了权 她就惨了 最轻的也会被赶回孟家 如果宁与涛和渠方 再狠一点 说不定她连命都保不住 所以她才看中了 对宁与涛一家不满的自己 只要扶持自己做宁家家主 孟丽莎至少能在宁家有一席之地 然而宁家又只能入宁若宇的眼 宁若宇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 说 你们可曾听过熊家 众人一愣 宁与涛是不知道的 但孟丽莎出身御灵时 他们孟家还依附着熊家 从小她就知道 熊家是深不可测的高门大户 他们在熊家子弟的面前 就跟下人一样 宁老爷子毕竟见多识广 对熊家略知一二 曾经还想败在熊家门下 成为熊家的附庸 然而熊家看不上她 她只得灰溜溜地回了云海市 熊家倒了的事情 仅限几个顶级的世家大组知道 像宁家这些边远地区的小家族 还没有听到风声 而孟丽莎虽然在孟家那边 听到过一些风言风语 却知道的并不多 为什么突然提起熊家 熊家有头有脸的人 都已经死了 你们知道吗 什么 诸人大惊 用户惊吓咒人 获得养蒙汁一百六十点 若宇啊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 那熊家可不是普通人家 要是让他们知道 你这样咒他们 只怕是 是我的宗门杀了他们 用户极度惊吓咒人 获得养蒙汁两百点 这次连您老爷子都坐不住了 瞪大眼睛问 你 你说什么 那熊家觊予我手中的法器 妄图出手抢夺 我斩杀了他们的老祖雄士国 熊家不敢念我放他们一马 反而从首都请了王家的人来 想要杀我 我的师门长辈非常的愤怒 直接出手 杀光了熊家的众人 王家真君狼狈而逃 如今玉灵室已经没有熊家人了 宁如雨的语气平淡 就像在谈论天气 孟丽莎惊得后退了两步 腿一软 跌缩在了罗汉床上 用户再次极度惊吓众人 获得养蒙汁两百六十点 你 你连王家都敢惹 王家 在我的师门面前 王家算得了什么 用户花式装差 获得养蒙汁两百点 宁如雨缓缓往前走了两步 盯着宁老爷子和梦丽莎二人说 老爷子 我看你的面相 鼻梁低塌 声壮而散 颧骨过高 硬唐有闻 年轻的时候 手上没少沾血吧 你亲手所杀之人 便有五个 其中有一个 还对你有莫大的恩情 至于你让手下人去杀的 那就不计其数了 住口 用户一语重地 惊吓您老爷子 获得养蒙汁七十点 您若语又看向梦丽莎 一对上她的眼神 梦丽莎便忍不住后退了一步 梦女士 我看你面相 下巴过肩 英质不足 后运欠家呀 是晚年七苦之下 用户量是如神 震慑梦丽莎 获得养蒙汁五十点 梦丽莎吸了口冷气 宁若语的话 戳中了她的死穴 她最怕的就是晚年七苦 因此才会算计宁若语 想要扶她做宁家家主 你们想要让我认祖归宗 不过是见我有利用的价值 但我不是你们 可以随意摆弄的棋子 我劝你们 还是赶快回去 以后不要再来 你们应该感到庆幸 我对宁家没有兴趣 否则 你们都会被我玩弄 于股掌之间的 用户霸气策漏 惊吓您家众人 获得养蒙汁一百八十点 宁家人走出了天赐阁 宁与涛上前道 老爷子 这个小贱人不是好歹 您不要生气 闭嘴 看着儿子这副没出息的模样 宁老爷子只觉得头疼 他就知道 这个私生子是上不得台面的 不到迫不得已 他根本就不会让对方做继承人 唉 他这一辈子 女人多不胜数 却只有两个孩子 嫡子是个好的 很有才干 只可惜命不长 如今只剩下这个什么都不行的私生子 要是将来把家族交给他 宁家迟早会衰落 可他也没办法呀 他总不可能将家主之位交给别人吧 到时候嫡系一脉 只怕会断绝 而宁与涛的女儿 他的孙女宁若庆 虽然鬼心眼多 但都是些女人之间勾心斗角的东西 再加上他们母女俩眼皮子兜欠 比起宁与涛来 更上不得台面 将来也只能送出去联姻 和他们比起来 宁若宇就显得特别能干 他年纪轻轻 加入神秘宗门 修为超群 会炼制法器 能够屠灭白虎们和熊家 逼得真君等级的王城仓皇逃走 这样的人物将来定非池中之物 有他必有宁家 宁家不仅不会衰落 还会走向辉煌 说不定 还能成为全华夏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 唉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还使他当年的眼光太短浅 认为那母女俩出身低贱 都是尚不得台面的下贱东西 哪里知道 这孩子却是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 一飞冲天 孟丽莎心中一阵阵发冷 宁若宇的话 给他的打击很大 熊家倒了 孟家作为附属家族 也没有几天好日子了 他回不去孟家 在宁家又要看宁与涛一家的脸色 未来一片黑暗 不行 他不能坐以待毙 他一定要想办法 找个强有力的后台 宁家人各怀鬼胎 匆匆离去了 安玄满脸都是笑容 快二十年了 他从来都没有这么痛快过 但他又有点小担忧 说 若宇啊 宁家那些人心气很深的 他们不会出一些下流的烂招 对付咱们吧 妈 你放一百个心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一切阴谋诡计 都是指导户 他们要是敢来 我保证会让他们比熊家更惨 连安玄都被女儿眼底的冷光吓了一跳 用户邪魅狂娟 接下安玄获得咬慕之五十点 我屈于你的邪魅狂娟 若宇啊 我知道你对宁家的恨意很深 但是你的身体里 毕竟流着宁家的血 咱们国家千百年来以孝之国 孝道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 根深蒂固 就算他们对你再恨 你要是真逼得他们走投无路 也会被人指责的 妈 这个你不必担心 我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只要他们不来招惹我 我自然不会主动对他们下手 但是 他们若是敢来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您家其他人 我都可以不计较 但是您若庆母女俩 我绝对不会放过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35集 安玄还想说什么 被他抬手制止 说 妈 你不用说了 别提什么骨肉亲亲 您若庆根本没有把我当成他姐姐 他们母女这些年 把我们害得那么惨 我怎么可以轻易放过他们 不过 你放心 我不会杀他们 我要他们活着 只有活着 我才能慢慢地复仇 安玄打了个冷战 觉得女儿有些陌生 但是 这样厉害的女儿 总比以前老是任人欺负的女儿好 安玄沉默了片刻 抓住您若语的手 若语 我只有一个要求 不管你做什么 都希望你能够坚守底线 绝对不能伤天害理 你放心吧 我不是那种人 安玄这才放下心来 母女俩 又一起欢天喜地地 拾起了衣服 半个月后 沈明与三人 来到了您若语家的湖边别墅 您若语坐在沙发上 三人立在他面前 眼神中有着一丝敬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您若语身上的领袖气质 更加舍人 让人对他不敢生出非分之想 情况如何 正是这半个月来 我们沈家收购的熊家产业 您若语接过文件夹 仔细看了看 基本上是医疗 保健品等行业 唐宇和陆景 也分别拿了一只文件夹给他 熊家虽然是影视家族 但生意做得很大 各行各业都有涉猎 这些资产加起来 居然有上百亿 这半个月来 除了我们 还有不少家族 也对熊家展开了阻击 熊家剩下的人想念了办法 卷走了熊家仅剩的钱 都逃出了御灵室 我从他们家一个败家子手中 买下了熊家老宅 只可惜 熊家几百年的底院 这仓库里 居然没什么宝物 王家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巨饿 熊家要请动他来对付我 恐怕早就把家里的宝库给搬空了 你们找不到灵药法器 也是理所当然的 没想到熊家倒了 最大的赢家居然是首都的王家 无妨 他们吃下去的 迟早要吐出来 我对经商没什么兴趣 熊家的产业 希望你们能帮我管理 凌小姐 这个你可以放心 我们一定替你 打理得妥妥提提 这些产业 你们尽管打理就行了 不要对外宣扬 说是我的 明白 三人走后 宁若宇望着窗外那座湖泊 湖中波光灵灵 清风浮度岸边的杨柳 风景一人 那一瞬间 他有种不真实感 几个月前 他还是一文不明的小人物 如今却成为了亿万富翁 玉林时人人文之色变 想想 真是奇妙啊 用户不要忘 只要有本宫中浩在 称霸天下不是梦 哎呀 半年前 我的目标还是赚钱养活妈妈 现在的目标 居然成了称霸天下 人生的际遇 还真是神奇啊 就在这时 宁若宇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拿起来一看 是杨泽南 杨先生 有什么事吗 若宇 我刚接了可靠消息 紫国李家 在暗网发布了猎杀悬赏 暗网 猎杀悬赏 暗网被称为深层网络 是非法交易的天堂 无数匿名的交易者 在暗网中进行着非法交易 如果把网络比喻成冰山 普通人所使用的网络 就像是浮在海面上的部分 而暗网 就是隐藏在海面下的部分 是普通网络的数十倍 只有经过特殊的方法 使用特殊的账号 才能访问暗网里的网站 在暗网之中 有一个名叫死亡之神的网站 是世界上所有知名杀手的聚集地 只要有钱 就能在这个网站 雇凶杀人 灵祖每个人都有暗网账号 会时刻关注暗网上的信息 就在今天早上 紫国李家 在死亡之神网站上 发布了烈杀宣伤 要取你的性命 只要能杀了你 就能拿到十亿暗花 还有一颗 严兽弹 紫国李家好大的胆子 之前 你在斗七大会上杀死了一种号 这件事情我们华夏战里 领祖通过和紫国交涉 得到了李家大量的赔偿 李家当然不甘心吃这个闷亏 但是他们又无法进入华夏 对你复仇 所以 就只能返回猎杀宣伤 死亡之神网站上的杀手 个个都是豪杀 特别是上了网站杀手等的 前一百名杀手 更是鲜有白气 何况李家还拿出了一颗严兽弹 那些杀手 就算对十亿不感兴趣 也不会对能延年益寿的宝物 不感兴趣 这么说来 我们应该找个地方避一避 提醒用户 作为鬼市公众号的用户 怎么能被这点小危险吓倒 为了激励用户 本公众号将发布紧急任务 滚了个去 若云 您若云满头黑线 说 我没什么 不够区区一个死亡之神的网站而已 有什么好害怕的 他们要是敢来 我定叫他们有来无回 好 我欣赏你的霸气 但是若云 杀术榜上排在前十名的 都是真君级别的高手 真君级别的高手 还来做杀手 你们真是给真君丢人 真君又如何 我既然能打跑一个 就能再打跑几个 杨泽南一听 都不得不心生敬服 先不说实力 就是这份自信和霸气 也无人能比 无论如何 小心一些 我会随时告诉你新的消息 如果你一个人无法应对 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带你回首都 只要进了我的宅子 任何人都无法伤害你 说得我都快心动了 怎么办 提醒应户 紧急任务必须完成 否则将以本公众号解除关注 本公众号丢不起那人 你还叫什么鬼市公众号 你干脆改名叫霸气测漏公众号好了 他再次深吸了一口气的 谢谢你杨先生 我的事情 我自己能够解决 不管来的是何方神圣 我都要他们有来无回 只是 我妈妈 还请你帮忙照顾一下 只要需要我帮忙就好 怕就怕你 不需要帮忙 我现在在首都 马上派人来接阿姨 你自己小心些 挂断电话 威克福的提示音立刻就响了起来 鬼市公众号发布紧急任务 请注意收看公众号推送文章 您入语拿出手机 打开了公众号 紧急任务 猎杀死亡之神杀手 紫国李家在暗网发布了猎杀任务 到现在为止 共有89人接受任务 潜入华夏 意图对用户不利 这种行为 严重藐视本公众号权威 是可忍孰不可忍 用户应当将这89位杀手全部诛杀 方显用户之实力 本公众号之威严 用户是否接受本紧急任务 这不废话吗 我能不接受吗 宁若宇点击了接受 用户已接受任务 任务完成奖励 残破的佛祖金像一尊 抽奖机会一次 任务失败 则用户与本公众号解除关注 宁若宇深吸了一口气 他能有今天 正是因为有鬼市公众号在 一旦解除关注 他就会被打回原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36集 以前的他没有鬼市公众号 还能像个普通人一样活着 现在他要是没了公众号 他和母亲的下场都会极为凄惨 哪怕是为了母亲 也必须搏上一搏 魏克佛 那个 残破的佛祖金像是什么东西啊 残破的佛祖金像 远古时期 满天神佛统治世界 香火鼎盛的佛寺中 所供奉的金佛 受意外信徒的信仰之力 受佛陀佛法加持 乃神级法器 只可惜 自满天神佛消失之后 佛像被邪魔所毁 只剩下半尊 早已经没了当年的神威 那我要它有什么用啊 虽然佛祖金像已经无法使用 却是修复金佛中的绝好材料 宁若宇一经 当初在沈家除掉纳大师的时候 他从纳大师的手中 得到了一件上古法宝金佛中 乃是一品法宝 但金佛中已经破损 所剩下的力量不足百分之一 当时他在鬼市商场中看过 要想兑换一尊金佛中 需要十五万点养木质 如果他能将金佛中修好 那岂不是净赚十五万养木质 他继续看推送文章 发现下面还有一个名单 那名单之中 列出了三个杀手的绰号 前往华下的八十九名杀手 很多都是记忆超群的普通人 或者修为在用户之下的术士 只有这三人实力在用户之上 宁若宇松了口气 虽说杀手排行榜前十都是真军警 但这些都是绝顶高手 怎么会为了杀一个小女孩 千里迢迢地跑到华下来 更何况 华下对国外的真军 借以上高手入境 有严格的规定 无故前来会受到领祖的阻击 华下两大战神 都是领祖的高层领导 要是这些外国真军闹大了 引得两位战神出手 只会有来无回 但是这些真军高手 都有各种隐藏身份的手段 领祖也不一定每一个都能发现 因此杨泽南才提醒他 一定要注意安全 提醒用户 根据本公众号进行精密的计算 其他前来的真军级别高手 都会被领祖阻止 只有这三人之中的一人 能够混入华下国境 请用户千万小心 宁若宇仔细看那个名单 这三人两男一女 黑魂舞者 天师静中起 扶桑舞者 精通忍术 生性残忍 杀人如马 沼泽巫女 天师静后起 一位东欧的巫女 平日生活在沼泽之中 离群所居 精通各种毒物 擅长黑巫术 鬼脸 真军静初期 印第安人 在杀手榜上排名第九 擅长各种印第安巫术 凶狠狡诈 擅长易容和隐藏 这名单之中 给出了黑魂舞者 和沼泽巫女的照片 只有鬼脸的照片 是空的 威克福 为什么没有鬼脸的照片 本公众号提供的 所有信息来自于暗网 暗网之中 没有鬼脸的照片 如今是信息化时代 人几乎是没有隐私的 每个人的信息 都能在网上找到 哪怕黑魂舞者 和沼泽巫女 这样的人物 只要技术允许 也能在暗网中 找到他们的信息 而这个鬼脸 居然找不到照片 可见他隐藏得有多深 怪不得 连灵祖都无法阻止 他进入华夏 根据本公众号 在暗网中 搜索到的信息来看 鬼脸的兽源 就快到头了 他一直在寻找 能够严年易受的 天才地宝 提醒用户 此人极度危险 对严寿端势在必得 用户必须将他杀死 否则将是 不死不休的局面 明白了 既然你能够搜索到 这三个人的信息 是不是也能找到 另外八十几个的 可以 那既然如此 不如把他们 所有资料都给我 毕竟只有一个人 加上萧宗他们 也不过三个 要对付八十几个杀手 怎么都该 多给点福利才对吧 本公众号只提供 最强三人的信息 如果用户想要 其他杀手的信息 可以用养木质 进行购买 一人二十点养木质 是否购买 减伤啊 宁若与肉痛的不得了 这段时间 他一直尽力 搜集养木质 如今 已经有了 两万五千三百点 还差四千七百点养木质 他就能升到十三几 要是购买这 八十七个杀手的资料 就是一千七百四十点养木质 养木质真不进花呀 但什么也不如自己的性命重要 好 我买 用户购买八十七名杀手的信息 扣出养木质一千七百四十点 叮咚一声 一篇推送文章发了出来 他点开一看 脸上顿时浮起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这一千多杨木质 花得太值了 这篇推送文章之中 八十七名杀手的信息十分详实 还有他们的照片 既然有了照片要找到他们 就意义如反掌了 他立刻给沈明宇打了个电话 问 沈先生 听说你手下有一个高科技公司 您小姐 叫我先生太见外了 还是直接叫我明宇吧 我的确有一个高科技公司 您小姐有什么需要 你的高科技公司里 有没有黑客人才 要最厉害的那种 如果你要找黑客 我就是 区区不才 进出五角大楼 如履平地 您若语有些无语 还真是捡到宝了 我这里有个名单 他们很快就会到达御灵市 我需要你帮我找到他们的位置 可以吗 可以 我能够黑进御灵市每一台电脑 调动每个摄像头 很好 您若语将一份名单传给了他 他看了一眼 脸色立刻凝重起来 林小姐 这些 都是杀手 其他的你不必管了 只需要将他们找出来就行 好 交给我 很快 杨泽南派来监安玄的人就到了 那人从陆虎极光盛跳下来 脸上带着恭敬的笑意 林小姐 安夫人 我是杨先生的助理 毕人林北 林先生 我母亲就麻烦你了 不麻烦不麻烦 这是我的荣幸 宁若语朝着车内看了一眼 发现车中还坐了一个人 但他戴着帽子 看不清面容 但此人给他的感觉很危险 身上的每一根寒毛 都仿佛立了起来 林北注意到他的目光 说 林小姐 这位是我们杨先生派来保护 安夫人的保镖 您放心 他一定能保护好安夫人 宁若语暗暗闻微刻服 车里这位什么修位啊 真军中期 杨泽南能派来一个真军中期的高手 给我妈做保镖 他到底什么来头啊 他本来想向微刻服购买杨泽南的信息 但想了想还是没有开口 既然杨泽南没有告诉他自己的身份 就说明他不想让自己知道 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也是他的朋友 他不该去探查对方的身世 他点了点头对林北道 既然如此 我母亲就拜托给你们了 说着 他手腕一转 两件法器出现在手中 一件是丙衣尺长的匕首 二品上等的法器 一件是件替身的金蚕丝背心 三品中等法器 林先生 还有车里的那位先生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请二位不要推辞 林北看见那匕首 眼睛便是一亮 这 这怎么好意思 二位帮了我大忙 这只是一点小小谢力 我知道二位恐怕看不起 品级这么低的法器 但是我手头只有这两件的属性 和二位相符 希望不要嫌弃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37集 林北嘴角抽了抽 拜托 现在的练器是这么少 一般术士 能够得到一件上品级的法器 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了 就算他们领祖之中 得到法器要容易些 那也是用命拼来的 一般等级也不高 能白得一件二品上等的法器 赚大了好吗 这时 车内那位真军手一挥 金蚕丝织的背心 便落在了他的手中 他说 嗯 我收下了 他声如红钟 听起来四十岁上下 中气十足 林北见此也只得说 那就多谢您小姐了 若云 您一定要小心啊 妈 你不该担心我 你该担心的是那些 不长眼睛的人 用户送法器 装插 引起车上众人的好感 获得养殖五百点 宁若云回到大厦 想要把店铺收拾一下 这几天就不开门了 哪怕不是节夏日 朵兰大厦的人都很多 宁若云刚进门 就不小心撞到了一辆婴儿车 车里的婴儿一下子便哭闹起来 推车的女人不满地说 你眼睛长屁股上了 他们见鹿啊 你推着婴儿车怎么横冲直撞的 就算不在乎自己的安全 也不在乎孩子的 我来看看孩子撞伤了没有 大家回来看呢 这里有个人贩子 他要抢我的孩子 华夏的老百姓 对人贩子都深恶痛绝 一听到他喊便都围了上来 哥哥义愤填膺 有的挽着袖子 准备上来揍人了 这女的看着还漂漂亮亮的 怎么干人贩子这种勾当 我看她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名牌 不像是人贩子 你们不懂 现在的人贩子都穿得很体面 这样才能把孩子给骗走呢 我拐卖小孩 你们看看 这样的小孩 谁会来拐卖 说吧 他一脚踢在婴儿车上 车内的婴儿 一下子就飞了出来 这个人贩子 实在是太可恶了 管孩子不说 被人识破了 还对孩子下毒手 这样穷凶极恶的人 大家快把他抓住呀 几个壮汉立刻冲了上来 其中一个穿着长袖衬衣 他的衣袖之中 闪动着一抹寒光 凝触于眼睛一亮 双手截了个法掘 朝着那装汉一指 装汉立刻倒飞了出去 灰车的女人见状 尖叫道 我杀了你这个坏蛋 说吧 拔出一把尖刀 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凝若宇刺了过来 这女人的速度非常快 坏到几乎只能看见一道残影 若是换了别人 不到一秒 就是这女人的刀下亡魂了 但 凝若宇是什么人物 在她的眼中 这女人的动作 就像是电影里的慢动作一样 那刀上亮着青色的光 居然是脆了毒的 眼看着刀胶刺激凝若宇的胸口 那女人的眼底 浮现出一抹奸济得逞的笑容 但是下一刻 她忽然就起成一痛 随即就没了知觉 她的胳膊 竟然被生生斩断 飞了起来 女人抱着自己的断臂惨叫 用户惊吓女杀手 获得养殖七十点 围观的人们都惊呆了 不是拐骂孩子吗 怎么变得这么血腥 用户惊吓整人 获得养殖一千五百点 快报警 快报警啊 你们看看那个 她这一生用了灵气 众人只觉得 她的声音在耳边乍响 震得耳膜生疼 有人从地上将强宝捡了起来 打开一看 刀愣住了 强宝之中哪有什么婴儿 只有一个会哭的玩具娃娃 这两人都是杀手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围观的群中满脸懵逼 就在这时 宁若宇忽然察觉到了危险 大声道 都闪开 话还没说完 就听见一声枪响 一颗子弹 打在林宁若宇最近的一个人身上 在他肩膀上 炸开了一朵血红的花 有狙击手 围观群众们都尖叫起来 疯狂地四下逃窜 一时间 商场里乱成了一团 宁若宇抱住那个中弹的人 他还很年轻 背着个背包 是个大学生 他抓住宁若宇的胳膊 口中吐出了纤细 我 我不想死 宁若宇看了一眼 他身上的窟窿 足有顽口大 我 我不想 他的眼睛渐渐地直了 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宁若宇的心 一片冰冷 他第一次明白了 什么叫出离愤怒 就在这时 对面的狙击手 看了第二枪 子弹打碎了商场的玻璃 朝着他的脑袋飞来 宁若宇抬起头 目光死死地盯着那颗子弹 放出一股强大的灵力 在自己面前 形成了一道坚实的墙壁 那颗子弹 被生生拦在了灵气墙之外 用户震惊狙击手 获得养殖八十点 对面楼里的狙击手 露出不敢置信的神情 宁若宇一抬手 那颗子弹朝着旁边打去 正好打进了 断臂女杀手的额头 女杀手当场死亡 而之前被宁若宇 一脚踢飞的壮汉杀手 又拿着武器冲了上来 宁若宇抬手在虚空中捏了捏 他便觉得自己的脖子 被掐住了 悬在半空 动弹不得 宁若宇手上用力 咔咔一声 壮汉杀手 被生生扭断了脖子 他抬起头 看向对面的狙击手 那个狙击手 距离他足有三百米 但他脸上的表情 宁若宇看得清清楚楚 用户连杀二人 震慑狙击手 获得养殖八十点 现在 轮到你了 那狙击手 看懂了他的意思 作为一个枪法 出神入化的狙击手 他从来都是 最优秀的猎人 只要他看中的猎物 就没有猎不到了 他最喜欢欣赏猎物 惊慌失措的表情 那一刻 他感觉自己就是神 但是此刻 他觉得自己才是猎物 而那个漂亮的小女孩 才是猎人 跑 他脑中闪过这个字 丢下枪 不顾一切地跑了出去 他有预感 只要他有一秒钟的犹豫 就会死在对方的手下 然而他并不知道 哪怕他跑了 也跑不出宁若宇的五指山 宁若宇召唤出了血魂剑 朝着他所在的方向一指 血色的长剑 便化为一道流光线 那狙击手没跑几步 便觉得胸口一痛 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的胸膛 已经被刺穿 炸开了一个大窟窿 他的死状 和之前被打死的大学生 一模一样 用户飞剑击杀狙击手 在临死前震撼狙击手 获得养殖之一百点 宁若宇抬起胳膊 血魂剑转了个身 又飞回了他手中 三个世界顶级杀手 在短短的几分钟内 被他全部割杀 他看了看四周 围观的群众 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有些躲在店里的店员 正拿着手机远远地偷拍 宁若宇立刻遮住脸 匆匆离开了商场 他给沈明宇打了电话过去 沈明宇道 宁小姐 我刚要给你打电话 我动用了沈家全部的力量 已经得到了五十二个杀手的行踪 很好 全都给我 宁若宇目光森冷 因为他的缘故 害得一个无辜的男生丧命 他必须尽快将这些杀手全部除掉 否则不仅仅是他 还会有更多人死 雷霆手段 方显菩萨心肠 沈明宇很快就将一份文件传了过来 里面有那五十二个杀手极为详细的行踪 甚至连他们上过几次厕所都知道 夜幕很快降临 宁若已在湖边别墅之中 看着电视里的新闻 里面正在报道白天躲篮大厦的杀人事件 漂亮的女主播易正词言地说 今天被杀的三人都是外籍人员 是国际刑警通缉的A级嫌犯 他们用假身份潜入华夏 是想搞恐怖袭击 杀他们的那位女士是见义勇为 市政府正打算颁给她英雄勋章 看来又是领祖的手臂 她关上电视 将一套黑色的皮衣皮裤穿上 一头绣发绑在脑后 再戴上一张黑色口罩 完美地融入了夜色之中 这身衣服是她花了一万养木质 从鬼市商场里兑换的 有隐身功能 不会被任何摄像头拍到 同时又有防御功能 是一件无品中等的防御法器 玉林市上空没有月亮 乌云密布 宁若宇抬头看了看天空 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她召唤出灵仆 萧宗未须二人对着她齐齐拱手 道 参见主人 今晚我们要大开杀戒了 是 她将杀人任务分派下去 三人便消失在无尽的夜色之中 火凤凰是东南亚 修习火巫术的巫师 从她七岁开始就跟随在师父身边学习 一手火巫术修炼得出身入化 但在她十五岁那年 师父和人斗法被人杀死了 她不得不流落他乡 为了生活 她只能成为杀手 刚开始的时候 在东南亚的黑市接一些单子 在目标人物身上制造出一些事故 比如煤气爆炸之类 神不知鬼不觉 渐渐的 她打出了名气 有人便介绍她 进入了死亡之神网站 成为会员 在这个网站上 她简直是如鱼得水 能上这个网站的雇主 都是有钱有势的 给的价格也很高 她从一个偏远小村子的小巫师 变成了有钱人 整天吃香喝辣 要什么有什么 日子过得不要太子润 几天之前 她在死亡之神网站上 看到了一个悬赏帖 一打开帖子 她就震惊了 十亿美金 还有一颗严寿丹 真是大手笔 再看看猎杀对象 一个小女孩而已 虽然上面说了 她是法师剑的高手 但那又怎样 才十八岁 能有多大的本事 这简直是白送她十亿 她立刻就接了单 急匆匆赶往华夏 这是个悬赏任务 又这么简单 肯定想要拿赏金的人很多 她必须赶在他们之前 杀了宁若宇 到达华夏之后 她拿到了宁若宇的信息 和每天的行程 决定明天到玉林理工大学下手 她关上电脑 从冰桶里拿出了一支 99年的红酒给自己倒了一杯 这瓶酒要二十万 她住的也是五星级酒店 最豪华的套房 这样的生活 是以前在小乡村的时候 完全不敢想 坐在落地窗前 她看着窗外的夜色 玉林市的夜晚灯火通明 灯光如同大海中的珠宝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她的眼中 现出了几分迷醉的光 就在这时 一个人影忽然出现在了窗外 她猛然一惊 骤然站起 却发现窗外根本就没有人 谁 她张开双手 手心中冒出了一团黑色的火焰 没有人回答 她警惕地环视四周 忽然 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猛地甩出一个火球 那火球落在床上 哗啦一声便烧了起来 没人 火凤凰皱了皱眉头 难道刚才 真的是她看错了 就在这时 一道仙场的人影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她身后 手中拿着一把锋利的小刀 在她脖子上一抹 她的表情凝固在了脸上 不敢置心地捂着脖子 鲜血从手指缝里飞溅出来 用户完美暗杀 震惊火凤凰 获得M值100点 宁若宇看着轰然倒地的火凤凰 眼神冰冷 仿佛一个冷血的杀手 她对自己施了个清洁咒 将飞溅到自己身上的血水 给清理干净 然后转身往窗外一跳 再次消失在夜色之中 第一个 血观音来自越国的边陲小镇 她是个孤儿 从小就被人贩子拐卖过来 给一个又穷又傻的男人 当同样媳 那户人家对她很不好 她不仅吃不饱也穿不暖 还经常被打骂 在她11岁那年 她实在忍受不了了 便买了一包老鼠药下在饭里面 将那家人全都堵死了 她逃了出来 一边要饭一边流浪 后来遇到了她的师父 一个精通古毒的老太婆 那老太婆年纪很大了 一直在寻找可以传承一波的人 最后选中了她 将她带在身边 她从那老太婆的手中 学到了精深的古毒之术 原本她以为 只要老太婆死了 她身上珍贵的法宝和蛊虫 就全是自己的 但她没有想到 老太婆居然又收养了一个弟子 这个弟子比她天赋高 还比她长得漂亮 老太婆简直把她当成了心肝宝贝 谢观音怎么能忍受 一个小女孩来夺走自己的一切 于是 在一个月黑风高夜 她杀死了师父和师妹 将他们的尸体 扔进了蛊虫池中 让他们被毒虫啃咬 在南越国的文化里 这样死去的人 灵魂永世不得超生 在临死之前 老太婆诅咒她 说她会凄惨地死在异国他乡 她根本没往心里去 一个将死的老太婆 有什么可怕的 她要是有诅咒人的本事 就不会被自己给杀了 这次来华夏 是为了杀一个小女孩 她冷笑一声 这些年她杀了无数的女孩 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不少 何况 有十亿呢 十亿美金呀 有了这些钱 她就能快快活活地过一辈子 她带着笑意睡下 却根本没发现 一个俊美的年轻男人 已经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那男人面无表情 眼神冰冷 拔出了剑 一剑斩下了她的头颅 她根本都没发现自己已经死了 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容 似乎还在回味 梦里拿到十亿美金的快乐 第二个 老K来自花旗国 他是个酒色之徒 最喜欢女人喝美酒 同时又是一个技术精湛的杀手 传说只要她出手 就没有杀不了的人 一到华夏 她的酒瘾就犯了 深夜之时 还在一家夜店喝酒 身后舞池中是疯狂扭动身躯的年轻男女 摇滚越震耳欲脸 她用蹩脚的汉语说 酒宝 再给我来一杯 酒宝拿过她的酒杯 又给她倒了小半杯威士忌 还给她加了两块冰 她满足地喝着酒 看了一眼身边坐着的红衣妖艳女子 忍不住伸手往她臀部拍了一下 那红衣女子一下子跳了起来 指着她鼻子大骂了几句转身逃了 惹得她哈哈大笑 酒宝面无表情地偏了她一眼 这种喝醉了酒酒毛手毛脚的男人 她见得多了 一个个都是禽兽 这种人迟早要被人给打死 就在这时 一个高大的人影出现在了老K的身后 那人一头碎发 穿着一件大风领的风衣 长相非常英俊 但是给人的感觉却很诡异 让人看一眼 都觉得浑身发冷 头皮发麻 来的正是魏轩 老K的反应很快 他迅速跳了起来 袖子里划出一把刀 猛然扔出 朝着魏轩的面门刺来 老K对自己的飞刀很有信心 只要他出手 就没有不见血的 魏轩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老K的嘴角上钩 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39集 但是他眼前一花 魏轩似乎往前走了一步 但他根本没有看清楚 对方是怎么动的 那把飞刀飞了出去 插在天花板上 下一刻 老K低下头 看向自己的身体 发现一柄长枪刺穿了自己的胸膛 将自己牢牢地盯在了身后的吧台上 这不可能 他张大了嘴 魏轩拔出长枪 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转身走进舞池 消失无踪 这个时候 酒宝才反应过来 手中调酒的器具 全都哗啦啦掉在了地上 发出一声惨叫 啪的一声 现场的大白赤灯亮了 音乐也停了 疯狂舞蹈的人们停了下来 转过头 正好看见老K血淋淋的尸体 都吓得失声大叫 现场顿时乱成一团 魏轩的声音缓缓传来 第三个 两个灵仆不能离宁若宇太远 因此他每次杀人时 都是选择离得比较近的三人 然后分别出手 杀掉之后 再迅速离开现场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第五十二个 天还没亮的时候 五十二个杀手 全部辅助 遥远的东方出现了一抹鱼杜白 宁若宇回到了湖边别墅 将魏轩二人收起 然后坐在院子里数了数 昨晚居然获得了九千点养木质 他购买隐身一花的养木质 大部分都找回来了 他有些期待了 剩下的几十个杀手 能让他赚多少养木质呢 不知道高丽李家 知道这件事之后 会有什么感想 就在这时 敲门声响了起来 来的是李队长 李队长所带领的领祖队伍 常年驻扎在御灵市 处理御灵市的非正常案件 有些像驻扎在地方的军队 他的脸色有些发白 看宁若宇的目光 有着几分崇敬 又有着几分恐惧 他的修为在这个女孩之上 却不敢说 能一晚就杀光 五十多个顶尖杀手 这个女孩却做到了 宁若宇坐在椅子上没有动 道 李队长 你是来抓我的吗 宁小姐 昨晚 你做得过火了些 那些人是什么身份 来御灵市做什么 李队长应该很清楚 如果我不先下手为强 就要面对他们无休无止地追杀 这也就罢了 他们在追杀我的时候 要是引起了无辜之人的伤亡 李队长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但是你这样大开杀戒 也会引起普通老百姓的恐慌啊 雷霆手段 方显菩萨心肠 老子说 家兵者不祥之气 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我杀的都是双手沾满鲜血的 穷凶极恶之徒 杀了 是为了止杀 李队长愣住了 他竟然觉得 对方说得有道理 用户引进据点 得到李队长的幸福 获得M值100点 宁小姐 你还要杀下去吗 如果他们不来 我自然不会去追杀他们 但是他们一旦 踏进玉陵室的地级 就是我的敌人 我会让他们 永远留在这里 宁小姐放心 作为领祖 我们有保护国内术士 抵御外敌的责任 那些潜入华夏的杀手 我们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那你们要尽快 不然只能给他们收尸了 李队长从湖边别墅出来 觉得后脊被一阵阵发冷 那个宁若宇 给他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他见过那么多强者 这样的感觉还是第一次 不愧是大宗门的弟子 本来听说 他有上人级别的师父 他还不信 现在他信了 宁若宇打开电视 早间新闻正在播放 昨晚的案件 漂亮的女记者在现场义愤填膺的说 经查 昨晚被杀的这位外籍人员 是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 曾在国外制造了大规模恐怖袭击 请市民们不要慌张 死亡的外籍人员是恐怖分子 妄图破坏玉林市的安定 其恶行已经被我方相关人员阻止 据悉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恐怖行动 大量恐怖分子潜入我国国内 案件已破获 所有的恐怖分子已经付诸 宁若宇倾笑了一声 这时沈明宇的电话打了进来 宁小姐 根据我们这两天得到的情报 你对那52个杀手进行诛杀之后 剩下的几十个杀手 在网站上撤销了申请 没进华夏的全都退掉了机票 而进了华夏界内的也已经回国 你安全了 不 我的危险才刚刚开始 还有三个最强的杀手 接下来的几天 一切都风平浪静 似乎那些杀手都眼旗息鼓了 沈明宇一直在查那三个最强的杀手 却没有查到任何消息 这三人实力强大 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为了不连累学校 宁若宇向学校请了假 也没有去添赐阁 谁知道 新来的辅导员给他打了电话 语气有些不好 说学校高层 对他这种不认真学习的行为很不满 让他立刻回校上课 否则按旷课处理 宁若宇皱了皱眉头 学校高层似乎对他很有意见呀 他知道玉林理工大学的校长 对女性有成见 认为女人都不是做科研的料 所以一直不肯招收女学生 现在好不容易同意了 又只招收一些无关紧要的专业 他忽然想到 逼他去上学 莫非也是这些杀手的计谋之一 学校里人很多 他动起手来 肯定投鼠忌器 杀手也就更容易隐藏了 好深的心机 既然如此 就来好好会会你们吧 宁若宇回了学校 岑非凡紧张兮兮地凑过来道 宁同学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啊 学校里有传言 说你未婚怀孕了 才会请这么长时间的假 那个神经病造的药 你看我像怀孕了吗 岑非凡朝他的肚子看了一眼 确实不像 身材似乎比以前还更好了 胸似乎还大了一圈 他 他居然流鼻血了 要获得到岑非凡的爱慕 获得养殖七十点 岑非凡红着脸 连忙捂住口鼻说 我最近吃了太多牛肉 上火了 要不要 我把你丢进关于湖里 去去火啊 关于湖 是玉林理工大学的人工湖 里面养了许多红色的锦礼 风景非常美 岑非凡后继被一阵发亮 不用了不用了 我喝点菊花茶就行了 您若语勾勾勾贼讲 您同学 今晚有个晚会 你有没有兴趣参加 什么晚会啊 是和隔壁的玉林外国语学院联谊 我们学校每学期都要搞一场 你知道 我们学校都是男生 外国语学校的女生多啊 正好可以联络联络感情嘛 那我还是不去了 在这种非常时期 他要是去了 这个晚会肯定会出事 曾非凡有些失望 道 听说这次晚会 学生会会长也会参加 我们会长可是个 响当当的人物 只是不常在学校 很难见上一次的 凭什么这个会长 就可以请长假 我就不可以啊 老虎不发威 当我是病猫是吧 据说会长也是一位术士 而且还是一位 道行非常高深的术士 道行高深 会高深到什么地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40集 何况在这种时候 他突然回来了 难道有什么企图 有意思 好 我去啊 好好啊 您同学 今晚有幸 能邀请你做我的舞伴吗 没有 扎心了老铁 夜幕降临 滑灯初上 玉林理工多了不少女孩子 一个个都画着精致的妆容 打扮得非常漂亮 谁都知道 玉林理工的学生 都是钻石王老五 哪怕家庭条件不好的 也是潜力股 将来肯定会出人头地 女孩子们要是能够 调到一个金龟絮 那肯定是稳赚不配 您若也没有化妆 就穿着一件 最普通不过的裙子 曾非凡忍不住问 您同学 你就穿这样 我又不是来调铠子的 打扮那么漂亮干什么 我就喜欢你的青春不做做 玉林理工 不愧是有名的土豪学校 光卖各种发明专利 就是一大笔钱了 有传言 说玉林理工的资产 足够买下整个玉林市 今天的晚会 是在玉林招待所举行 名为招待所 其实堪比五星级酒店 里面的装潢是巴洛克风格的 金币辉煌 您若语不喜欢这种场合 成年人举行宴会 全是各种拉帮结派和虚伪应酬 学生举行宴会 是在挥洒荷尔蒙 总结起来就是 男的女的都在做戏 无聊透顶 有穿着适应生服式的 帅气男生来来去去 在人群中穿梭 这些也都是理工大的学生 只不过家境都不太好 理工大让他们勤工俭学 您若语从适应生的托盘中 端起一杯鸡尾酒 正要喝 就听见几个女生在窃窃死语 看到那个女的没啊 穿成那样 真是哗众取宠 就是 以为自己天生励志 难自弃吗 一点妆都不化 我告诉你们 这种人才是最想吊金龟絮的 这是故意装清纯呢 有成办法呢 男人就是喜欢这个调人 正说着 就有两个男生来找您若语搭讪 曾非凡事实地跑了过来 嘴角带着一抹城市花的笑意 抱歉两位 他已经有难办了 原来是层少的女朋友 怪不得这么清纯可爱呢 层少选女人有一套啊 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是不是过不了多久就要出道啊 哈哈 我可去你的吧 可爱 女暴龙可不可爱 两人走后 那几个女生都满脸激动 说 诶 那不是层少吗 非凡娱乐的少东 真的是她 听说她以前的女朋友都被捧红了 比如现在很红那个雪 都成影后了 凌然 你不是说毕业以后想进军娱乐圈吗 还不快去打个招呼 不要说了 人家有女朋友呢 那个女生哪里比得上你啊 快去快去 说不定层少一看到你 就把那女生给甩了呢 那名叫凌然的女生长得很漂亮 容貌很符合现在的审美 只要演技不差 捧一捧就能火 她深吸了一口气 鼓起勇气 脸上露出最得体的笑容 朝着二人走了过来 岑少 你好 宁若雨立刻便道 你们二位聊 我去个厕所 说完就把岑非凡丢给了凌然 岑非凡还想追上来 被凌然给拉住了 宁若雨觉得很无聊 刚走到厕所门口 忽然听见一个声音道 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宁若雨 宁若雨步子一顿 回过头去 见男厕所门口站了一个人 穿着一件阿玛尼的白色衬衣 靠着门延正在抽烟 那年轻人长得极为俊美 容貌比之杨泽男也不相上下 只是皮肤的颜色要深一些 抽了一口烟 他将白色烟雾缓缓吐出 俊美之中 带着一丝脾气 宁若雨打量了他一阵 说 那么 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 学生会会长了 没错 我就是学生会会长 于世杰 文明不如见面 你还是和传言中一样狂恶 听说你还会像面 不如给我看看 我的面相如何 我看像收费很高的 是吗 其实我也会看像 不如我来为你看看面相 怎么样 好啊 请 我光你福德宫发黑 鼻梁上出现赤金 夏天凹凸不平 近期必有血光之灾 你可千万要小心了 于世杰将手中的烟插在垃圾桶上面 转身朝会场内走去 多谢 不过我也有一句忠言要提醒你 哦 请说 不要在我面前装插 我才是装插的祖宗 于世杰的表情有些崩裂 宁若宇走进厕所 这时忽然走进来一群女孩 嘻嘻哈哈的打闹不休 宁若宇背对着她们正在洗手 她们忽然齐齐转过身来 眼神阴森而危险 如蛇一般盯着她 宁若宇察觉到了危险 猛地回过头 看见那些女孩全都拿出了刀 朝着自己冲了过来 宁若宇悚然一惊 立刻抓住冲在最前面女孩的手 仔细一看 那女孩的眼球上出现了一条红线 只是被鬼附身了 这些女孩全都被鬼给操纵了 她抽出一叠正鬼符 口中念诵咒语一把扔出去 符路仿佛有了生命 每一张都准确无误地贴在了女孩们的脑门上 女孩们身体一僵 便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她冲出厕所 居然看见一大群人都朝着自己冲了过来 全都是参加晚会的学生 他们神情扭曲 眼球之上都浮现出了一条红色的线 他们全都被鬼屋给操纵了 宁若语手中没有那么多正鬼符 她召唤出阴魂琉璃扇 将扇面一盏大声道 区区一群恶鬼 也敢来我面前猖狂 统统受死 说吧 我会有善的 一道道七彩的光芒打出去 狠狠地抽在这些人的身上 痛得他们哭爹喊鸟 这些都是活人 宁若语自然不敢杀他们 一边冲一边从重重包围之中冲了过去 回到了会场 晚会会场里的场景非常诡异 舞池之中 一群正在跳交易舞 而其他人都静静地看着 整个会场只有音乐声 没有一个人说话 整个大厅都笼罩在森然的鬼气中 令人毛骨悚然 忽然音乐停了 所有人都起起转过头 直直地盯着她 目光森冷 眼圈发黑 如同一个个眼神空洞的鬼魂 不好 他们全都被鬼物操纵了 一个男生嘴里吐出这个杀气兄弟的字 接着 全场所有人 就好像复读一般齐声喊啥 哗啦一声 不知道是谁 往舞池之中扔了一只大箱子 箱子里的东西散落出来 居然全都是刀 学生们发出一声利吼 疯了一样冲上去 捡起地上的武器 朝着宁若宇冲了上来 宁若宇一脚踢飞了一个学生 那学生似乎丝毫感受不到疼痛 立刻从地上爬了起来 不要命地追杀他 他在学生之中左右拼杀 发现被鬼物操纵之后 他们的力气大了十倍不止 一个个都汗勇无比 恐怕连特种兵来了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宁若宇憋屈得很 若全都是鬼物还好说 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 全都是学生 叫他怎么痛下杀手 他再次踢飞了一个学生 那学生摔倒是摔断了腿 却还是挣扎着爬起来 不要命地杀杀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41集 您入狱咬了咬牙 这样下去可不行 这些学生都是无辜之人 别说让他们死了 就是受了点伤 他都会内疚 毕竟一切都因他而起 他只得一掌拍飞一个 然后转过身 朝楼上跑去 这座招待所是按照 五星级酒店的规格建造的 足有32层楼高 上面全都是客房 他冲进电梯 电梯门关得很缓慢 学生们手拿武器 已经冲了上来 这些人全都汗不为死 前面的摔倒了 没能站起来 后面的就直接踩上去 神情疯癫 十分可怖 宁若宇用力按着关门键 学生们越来越近 就在他们即将冲进来的时候 电梯门哗啦一声 关上了 看着电梯往楼上驶去 宁若宇气喘吁吁的道 威克福 这是怎么回事啊 看他们的样子像是被附身了 但是体内又没有鬼屋 提醒用户 这栋楼被布了阵法 只要进入楼内 就会被阵法操纵 宁若宇心中大惊 在茅山捉鬼术中 曾经提到过一种阵法 名叫都天鬼神阵 是一种极为复杂 但威力极为强大的阵法 这种阵法是专门用来杀人的 布下之后 要在阵法中央 写下被杀之人的性命 不管是什么生物 只要走进阵法所覆盖的范围之内 就会迷失心智 满脑子只剩下一个想法 杀掉阵法中所写的那个人 难道 有人在这里布了都天鬼神大阵 到底是何方神圣 居然如此精通阵法 要布置都天鬼神大阵 需要很多灵石 布阵者更要精通阵法 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 难道那三个杀手中 有一个是阵法高手 你的信息是不是有误啊 提醒用户 袭击用户的并不是那三名杀手 什么 宁如雨一惊 难道又有新的杀手来了 灵祖不是说要阻止他们吗 看来也不过是说说而已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砰的一声巨响 宁如雨抬头 发现几个学生不要命地掰开了电梯门 从上面跳了进来 落在电梯箱上面 然后疯狂地砸着通风口 又是砰的一声 他们居然将通风口给拆开了 一张张扭曲苍白的脸出现在通风口外 神情疯狂让人不寒而栗 他们从通风口跳下来 张牙舞爪地抓下宁如雨 宁如雨迅速出手 在他们额头上各贴了一张正轨符 他们目光一凝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忽然 电梯叫响猛烈地震动了一下 停了下来 发出报警声 竟然超重了 宁如雨只得从通风口爬出来 又打倒几个学生 然后抓住电梯的绳索 朝着天台飞奔而去 就在这时 威克福的提示音响了起来 提醒用户 提醒用户 黑魂舞者 长子巫女 鬼脸三人已经被杀 任务发生改变 怎么回事 三名最厉害的杀手已经被人杀死 袭击用户的另有其人 任务改变 用户是否接受 如不接受 本紧急任务失败 这不是废话吗 他能不接受吗 接受 任务更改 用户之前曾多次破坏鬼气门阴谋 与鬼气门结下仇怨 鬼气门圣子于世杰 妄图借子国李家玄长之计 用都天鬼神阵将用户朱杀 得到一举多得的目的 任务最后目标 打败鬼气门圣子于世杰 脱离困境 任务奖励不变 玉陵理工大学的学生会会长 居然是鬼气门的圣子 怪不得他常常不在学校 原来是在那修行 你要杀我还比我有特权 我不抽你抽谁 威克福 那个都天鬼神阵 需要在阵法的中央写上 攻击对象的名字对吗 是的 很好 我有办法了 只不过 鬼脸三人到底是被谁杀的呢 不管了 反正只要他们死了就行 而此时 远在华夏的国境线上 一片荒芜的戈壁之中 有一片地面焦黑一片 一个面目血肉模糊的男人趴在地上 双腿已经被齐齐斩断 他拼尽了全力往前爬着 只需要再往前爬几步 就能出了华夏的国境线了 这时 身后响起了脚步声 一双高筒皮靴踩在碎石子上 发出嘎吱嘎吱的轻响 魔鬼 那是魔鬼 他更加拼命地往前爬 但有一只修成的脚踩在了他的后背 将他死死地踩在脚下 别 别杀我 要怪就怪你自己吧 谁让你利欲熏心 有胆子跑到华夏来杀人 我来 华夏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为什么这一次 你要对我跟进杀绝 你杀别人 不关我事 但你要杀他 我就不能让你活着 你 你是宁若于什么人 你不配叫他的名字 他擦一身脱下 那人踩断了他的脑袋 大鸣鼎鼎的真君进高手鬼脸 那人收回脚 抬头看了看远处的一轮明月 月光打在他的脸上 为他俊美无仇的容颜 镀上了一层淡淡的荧光 正是杨泽南 一下直升飞机 从天空中徐徐降落 他跳上飞机 对助理临北道 我说多 收 直升飞机缓缓地升起 最后消失在苍茫的月色之中 玉林理工大学的招待所内 宁若于跑上了天台 在天台之上 地面果然绘制着一个极为复杂的扶阵 繁复地 简直就像哥特风格的玻璃窗室 每一个线条都十分完美 他暗暗心惊 能够绘制出这样的阵法 于世杰的天赋高得可怕 你果然如传说中一样 是个打不死的小强 一个慵懒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宁若于抬头 只见于世杰站在高大的水塔上 嘴里叼着一根烟 依旧是那副点儿郎当的戏血模样 宁若于嘴角抽搐了一下 居然敢把我比作蟑螂 今天你死定了 这点本事就要杀我 你未免对自己太有信心了 我真是好奇 到底是谁给了你这么大的自信 总以为自己天下无敌 因为我的确是天下无敌啊 在我眼里 你们这些人就算跳得再高 也不过蝼蚁而已 要杀你们 对我来说易如反掌 既然如此 你就试试看吧 说吧 身后砰的一声响 天台的门被学生们给冲开了 他们眼神空洞 面色疯狂 手中拿着各种各样的武器 简直就像电影里的行尸走肉一般 朝着凝弱与沙来 一时间 喊沙声震天 整栋大楼都仿佛在颤抖 于是杰吸了一口烟 缓缓吐出 白色的烟雾 在他面前变成了一个烟圈 现在你要怎么办 就算你实力再高 你敢把他们全都杀光吗 这么点小事 我分分钟就能解决 哦 那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解决 宁若于手一翻 食指和中指之间 多了一张俯路 区区一张俯路 就想破我的都天鬼神大阵 没错 我这区区的一张俯路 不仅能破你的都天鬼神大阵 还能反噬你 你信不信 牛皮别吹破了天 哼 于是杰根本不信 心中更是嗤之以鼻 不过是个只知道吹牛的女人罢了 鬼气门内居然那么重视 还派他出手 布下都天鬼神大阵 简直就是折辱了他堂堂鬼气门圣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42集 他懒得再和宁若于纠缠 转身就想走 就在这时 宁若于口中念诵咒语 将俘虏一扔 那俘虏便化为一道金光 打在了都天鬼神大阵的中心 在那阵法的中心 正好写着宁若于的名字 这三个字是用传书写的 和整个阵法融为一体 而那道福禄落在上面 传书所写的名字 居然变了 绘制阵法的特殊末之开始流动 先是模糊成一团 然后缓缓地流淌成了一个新的名字 于是杰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朝阵法中一看 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阵法中心的名字 居然成了于是杰 宁若于拍手笑道 主席 忘了告诉你 那张符录是改名符 被阵法操控的学生们 仿佛受到了某种感召 全都停下了动作 抬起头 齐齐看向站在水塔边的于是杰 他们眼神空洞 神色疯狂 有户至近双绝 震撼于是杰 获得养殖150点 学生们嘶吼着 发疯似地冲向于是杰 于是杰 吐掉口中的烟头 恶狠狠地瞪了宁若于一眼 道 今日之仇 我一定要报 被我方这种狠话的人 多了去了 只不过 他们都死了 于是杰不甘心地哼了一声 从顶楼跳了出去 他身形矫健 稳稳地落在几十米外的一栋大楼楼顶 然后朝着远方击驰而去 被阵法操纵的学生们不甘心 又坐电梯下了楼 从大门追了出去 就在踏出大门的请客之间 他们身体一软 倒在了地上 越来越多的学生冲出了门 呼啦啦倒了一地 诡异的是 他们晕倒之后没有醒来 双眼依然睁着 直勾勾地望着前方 简直像死了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 领祖的人到了 一辆家常越野车飞驰而来 停在外面的空地上 李队长带着四个队员 从车上跳了下来 一个工作人员在电脑上快速地操作 说 队长 就是这里 检索到有大型阵法的能量波动 这些人并不是领祖的正式成员 正式成员 必须是实力强大 天赋足够的术士 而这些 全都是聘请的辅助人员 几人一下车 就看见到处十人 横七竖八地倒了一地 这是怎么回事 李队长向身边的一个女队员道 去看看 那女队员点了点头 上前仔细查看了一下 皱起眉头道 他们被一个很阴度的阵法操纵了 现在出了阵法的有效范围 他们失去了神志 你就说能不能治好 我做不到 只能从首都请高手过来 不然他们就会永远这个样子 再也醒不过来 什么 李队长的脸色顿时就变了 这么多学生 至少四五百人 很多还是世家大族的子弟 如果全都成了活死人 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而此时 宁若宇的脑海中 已经响起了提示音 任务完成 用户获得残破的佛祖金像一尊 抽奖机会一次 养慕值三千点 还有三千点养慕值啊 任务内容中途改变 三千点养慕值为补偿 居然还有补偿 吃人不吐骨头 抠门绝顶的鬼市公众号 居然也会给补偿 提醒用户 我们公众号同所无期 用户如果再质疑本公众号 本公众号会扣出奖励 千万不要啊 公众号 我对你的敬仰 如滔滔黄河之水 连绵不绝 提醒用户 你拍马屁的技术并不成熟 请学习之后再来 他从天台山下来 却看见满地的学生 不由地皱起眉头 李队长见了他 急忙迎上来的 宁小姐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宁若于仔细回想 茅山捉鬼树里的 都天鬼神镇 心中叫了一声不好 他们被阵法操纵 其实是被阵法射了魂魄 除非布阵的人回来 用自己的血破除阵法 否则 他们是无法醒过来的 可恶 忘了这一点 把于士杰给放跑 这个于士杰 经常也太过歹毒了 好歹也是 玉林理工大学的 学生会主席 竟然对自己的同学下毒手 鬼气闷 果然个个都是 阴险狡诈之人 总有一日 我必杀之 他偷偷问维克福 有办法救这些人吗 金佛中的钟声 可以唤醒学生 可是这尊 金佛钟是坏的呀 根本没有办法敲响啊 提醒用户 你已经得到了 残破的金佛像 宁若于心中一阵 露出激动的神情 对啊 他有残破的金佛像 正好可以修复金佛钟 他立刻将金佛钟 和残破的金佛 全都扔进了炼气炉之中 炼气炉显示 需要三天的时间 才能修复完成 不过 好在他每天都有一次 免费立刻完成炼制的机会 他本来想点立刻完成 却发现 立刻完成按钮是灰色的 威克福 这是怎么回事啊 提醒用户 金佛钟等级太高 不支持免费立刻完成 请用户到商城 对话立刻完成券 宁若宇打开商城一看 一张立刻完成券 要三千点要目指 我就说你怎么突然 这么大方了 原来在这里等我 他只能兑换了一张 立刻使用 炼气炉打开 随着金光灿灿的特效 一口金钟 从炼气炉中飞了出来 宁若宇欣喜地看着 个人包裹里的金钟 点开一看 笑容顿时僵硬在了脸上 残破的金钟 上古佛家质宝 修复度百分之十 宁若宇无法形容 自己此时的心情 仿佛有一万头草泥马 在心头呼吓而过 宁小姐 李队长见得不说话 表情还很丰富 忍不住轻唤了一声 宁若宇这才回过神来 轻咳了两声 将来龙去脉讲了一遍 李队长满脸愤怒 摇牙道 好个鬼气们 好个圣子 真当我领祖无人了 这些学生 李队长要如何处置 李队长满面愁容 他捋了捋额头上 垂下来对一捋碎发 说 只能请首都的高手过来 看看能不能将他们唤醒 不必烦恼 我能够将他们唤醒 李队长和众领祖成员 都是一惊 不敢置信地望着他 特别是之前 那个女队员说 这都天鬼阵可是上古大阵 十分厉害 哪怕是天师镜的高手来了 恐怕都不一定能够唤醒他们 话中的意思 自然是不相信你 若语 天师镜的高手做不到 不代表我做不到 不过小事而已 那几个队员都露出 不以为然的神情 心中默默想 这女孩子年纪轻轻的 牛皮都快吹到天上去了 连李队长都一脸地怀疑 宁如雨淡淡一笑 盘腿坐在了招待所门口 张开手 一只拳头大小的金钟 从他手心缓缓地升了起来 带着金色的光芒 然后迅速变大 最后变得和寺庙里的 城中差不多大小 悬停在了半空之中 这是 李队长和队员们 都露出了不敢相信的目光 用户放出金钟 战设众人 获得养殖三百点 凝珠与双手合十 念了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种人知觉的 一句佛号似乎在 自己脑海之中炸开 震得自己脑子嗡嗡作响 咚得一声钟响 仿佛从远古而来 金钟放出万丈光芒 众人只觉佛光普照 心安静下来 不由自主地双手合十 朝着那金钟行李 阿弥陀佛 您入语念出了第二句佛号 又是东的一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43集 再一次钟响 声波在半空中 泛起了一道浅浅的涟漪 朝着四面八方弥漫开去 倒在地上的学生们 仿佛感觉到了什么 浑身开始颤抖 阿弥陀佛 咚的一声 这一次学生们张开嘴 猛地吐出了一大口黑血 然后缓缓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诶 我怎么在这里啊 我之前不是在参加宴会吗 啊 怎么回事 我身上怎么有伤啊 天啊 我的脸上怎么有擦伤啊 宁如与脸上的笑容也变得温和 钟声仿佛能够净化心灵 洗去一切恶念 又一声钟响 一道金色光芒缓缓地弥漫开来 将在场所有人包裹进去 我脸上的伤好了 我以后可是要当演员的 太好了 不用去整容了 习惯 我本来浑身都痛 现在也觉得好多了 用户佛光普照 得到众人由衷感谢 获得养墓值五千点 用户再次震惊 李队长等人 获得养墓值三百点 用户养墓值已经达到三万点 可以升到十三级 是否升级 宁如与的灵力已经极度透支 他再也支撑不住 手一伸 将金佛中收回到个人包裹中 然后身子一软 倒在了地上 学生们刚醒 又因为身上的伤 都还处于懵逼之中 没有发现 是宁若宇操纵着那口金钟 只知道在昏迷之中 被金钟的钟声所吸引 穿过一条长长的黑暗走廊 意识才清醒过来 又是那钟声 治好了他们身上的伤 学生中有信佛的人 立刻双手核实道 佛祖显灵 这一定是佛祖显灵 我要去寺庙尽香还月 我也一起去 我也去 学生们都对佛陀有了一丝敬畏 这件事之后 玉灵室周围的寺庙 香火都繁盛了许多 曾飞凡在人群中寻找宁若宇 正好看到他倒在地上 立刻扑了上去 宁若宇 你没事吧 奇怪 刚才的钟声 怎么没支好你呢 李队长等人满头黑线 拜托 刚才的钟声 就是他弄出来的好吧 李队长上前道 别担心 他只是有些虚托 送回家好好休息个两天就行了 曾飞凡心中一喜 正打算送您入宇回家 却忽然看见一个高大的人影迎面走来 来的是唐宇 他没有参加今晚的晚会 但一听说这边出事 就立刻赶了过来 唐学长 我和他是同班同学 还是我送他回家吧 就不麻烦你了 你还不够格 唐学长 这样不好了 他是我朋友 我有责任照顾他 他也是我朋友 我怎么没听他说起过 他不会跟不相干的人说 曾飞凡脸色一白 扎心了老铁 唐宇伸手去报宁若宇 曾飞凡还想抢 被他一把抓住了手腕 疼 酸心的疼 唐宇是舞者 手上的力气非常大 他觉得自己被铁钳钳制住了 怎么都动不了 唐宇抬起眼瞼 冷冷地与他对视的 敢对他不敬 别怪我打爆你的狗头 曾飞凡浑身的寒毛都立了起来 后脊被一阵阵生寒 这个男人太可怕了 那眼神就像要吃人似的 唐宇不再搭理他 抱起宁若鱼转身就走 曾飞凡身上一松 这才缓过气来 身上已经被冷汗给湿透了 领祖的那个女队员低声道 队长 就这么让她走了 不然还能怎么样 这位姑娘 可是那位大人物看中的人 她难道 还敢把对方带回去审问不成 宁若鱼做了一个梦 梦中 她被各种杀手不断地追杀 母亲安玄为了保护她 被一个杀手的飞刀刺进了心脏 她猛然间从睡梦中醒来 身上的睡衣已经湿透了 宁小姐 你醒了 唐宇坐在床边 脸上带着一抹温柔的笑意 宁若鱼看看四周 极简风格的装饰 但处处都透着低调的奢华 这是哪儿 这是我家 别担心 你的衣服是张妈给你换的 你在招待所前面晕倒了 我怕会有危险 才自作主张叫你带回来 你不会生气吧 学生们的情况怎么样 已经都好了 我看到你用那口金钟救人 实在是太神奇了 用户得到唐宇敬佩 获得仰慕值八十点 用户仰慕值已达到三万点 可以升到十三级 是否升级 宁若鱼没有急着升级 他下了床 唐宇说 林小姐 你一个晚上斩杀五十二名世界顶级杀手的事情 已经传的五道戒 数十戒 人尽皆知 你的杀法果断吓坏了不少人 他们都偷偷地叫你 女修罗 佛教传说中的阿修罗 易怒好斗 骁勇善战 与诸天战斗不休 因此后世的战场 又成为修罗场 而女性阿修罗 骁勇好战 又美丽非凡 女修罗 有意思 你家有电脑吗 当然 唐宇带着他来到书房 里面有最新款的苹果电脑 宁若鱼打开一个特殊的链接 进入暗网 在死亡之神网站上申请了一个账号 启明 名修罗 你子国李家会开悬赏 难道我就不会吗 他嘴角勾起一道诡异的弧度 在死亡之神网站开了一个悬赏帖 只要取紫国李家的嫡系一颗首级 就可以从他这里领一件法器 法器的等级与所杀之人的修为有关 修为越高 所得到的法器等级也越高 他从戒指空间里拿出五件法器 从一品到四品都有 他一一拍了照片 上传到帖子里 很快这个帖子就火了 我去 这些法器真都是你一单了 不可能吧 哪怕是有名的家族 都不一定能一下拿出这么多品香完美的法器 你不会是从哪里到的图吧 灰铁都是不信 但很快就有人说话了 从来没有人敢在死亡之神上发布假消息 否则死亡之神会触动最强大的高手追杀他 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这就是死亡之神的规矩 谁若是违反 只有一个下场 死 这套图写双刃 和我修行的法术很相符 我要定了 哼 我对这件防御法器很感兴趣 呵呵 只打了这两个字的杀手 毫不犹豫地借了单子 悬赏铁刚发出不到一个小时 就有13个杀手借了单 宁若于眼中弥漫起了一股凌厉的杀意 十亿美金算得了什么 对于杀手来说 真正需要的是保命的东西 法器 而子国李家只舍得拿钱和严寿单出来 那所谓的严寿单也是上不得品级的东西 最多只能增加三个月的寿命 而鬼市商场里的严寿单 最便宜的也能延寿一年 在这个时代 法器何其珍贵 为了得到衬手的法器 杀手们愿意做任何事 现在 我就让你们知道 什么是修罗 三天之后 子国李家的一个嫡系子孙 在泡巴的时候被杀手暗杀 他手中的酒杯 被那位美艳的女杀手捏碎 插进了他的咽喉 死亡之神网站有专门的计货渠道 宁如雨将法器交给他们派来的收货员 没过多久 那个美艳女杀手便拿到了一件黑灵衣 黑灵衣是用深海黑灵鱼的鱼鳞制作而成的 非常坚硬 可抵御子弹 却非常轻 贴身穿着 感觉不到一丝重量 在刺杀之中 这样的防御法器 足以拯救杀手的性命 帖子中显示 第一个悬赏已经完成 杀手们立刻就沸腾了 这个悬赏铁是真的 雇主真的愿意拿出这么珍贵的法器付报酬 那还等什么 杀呀 无数的杀手涌入子国 李家的人听到了风声 离戏子孙全都藏在老宅里不肯出来 难在戒备森严之下 还是有个老夫人很宠爱的孙辈被刺杀了 一时之间 子国李家人心惶惶 李家的正堂之上 离戏中最有声望的人全都贵作其中 年轻人穿着现代装 而很多老年人还穿着李朝的服饰 戴着网金大帽 只是一个个脸色都不好 家主 那个华夏女人实在是太猖狂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气急败坏地说 这才短短几天 我们嫡系就损失了三个年轻人 家主 不能再这么下去 我们嫡系一脉的人越来越少 庞系就会喧宾夺主 这也就罢了 只怕此事会大大损坏我们家族的声誉 我们在此国的统治地位 怕是不保了 坐在最上面的是个外表四十多岁 其实已经一百三十岁高龄的老人 他目光在众人脸上扫过道 你们的意思是 家主 我主张派家族中的死士前往华夏 将那个宁修罗斩杀 我们要让全地球的人都知道 和我们子国李家作对 不会有好下场 另一个和他不对付的嫡系成员道 派谁去 华夏有两大战神作战 灵谷又像复古之躯 一旦进入华夏国内 我们都会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那怎么办 难道就让他这么折腾我们 我有个提议 家主 我们不如请老祖出面 拿出一件六瓶的法器 宣上宁修罗的项上人头 李家家主李俊皱起眉头 无悦地说 你当六瓶法器 是随随便便就能拿出来的 是啊 我也是练剂师 知道练剂不易 一件法器要细细打磨几个月 甚至几年 都不一定能完成一件 我们家老祖虽然是六瓶练剂师 但碍于材料太少 这么多年 也只练制出一件六瓶初等的法器 那个是我们家族的镇价之宝 如果拿出去悬赏 我们家族怎么办 只怕那些对我们胡适淡淡的对手们 都会蠢蠢欲动 我们练制一件二三瓶的法器 都需要几个月 甚至几年 那个宁修罗怎么会有那么多法器用来宣赏 我们在华下的探子传了消息 据说那个宁修罗是一个隐世大宗门的弟子 那宗门之中有上人境界的高手 他的师父是个大练剂师 主管情报部门的嫡系子弟的 什么 众人都是一惊议论纷纷 上人境界的高手 这怎么可能了 别说华下 就是整个地球都快两百年没出现过 道尊境界的高手了 现在道尊以上境界等级 几乎没人提起 更别说上人 这绝对是一恶传恶 对 没错 说不定是那个宁修罗专门放出的风声 想要吓唬那些基于他法器的人 那个主管情报的嫡系子弟摇头道 凝修罗在一夜之间 途进熊家 将王家真军级别的高手打成重伤 献出宝物狼狈逃回首都 此时在华夏树世界人尽皆知 家主 恕我直言 这个凝修罗 惹不起啊 众人大惊失色 再次议论纷纷 连真军级别的强者 都被他给打得落荒而逃 这怎么可能 阿浩 你的消息出错了吧 他再怎么天才 也不过是个区区的法师 竟数师 怎么可能打败真军啊 这一定是他放出来的假消息 或许 是以恶传恶 传错了吧 哼 据说王家真军出手对付宁修罗 宁修罗师门大为震怒 那次 也是他师叔出面 据说 他师叔乃是堂堂上人经 斩杀真军 便如突击杀狗一般 众人倒出了一口冷气 这世上真有上人级别的强者吗 家主 恕我直言 与这样一个强大的宗门作对 对我们家族极为不利 难道就这么眼睁睁的 看着他欺负到我们头上 一个老者咆哮道 他是李中浩的父亲 膝下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从小就视如珍宝 如今儿子被杀 他怎么能忍 李浩根本就不理他 家主 不如我们让子国外交部 跟华夏交涉 要求他们向宁修罗施压 华夏的外交部 都很重视与其他国家的交往 以往我们每次提出抗议 他们无不照做 这次一定也能解除 我们李家的危机 李俊摸了摸胡子 陷入了沉思 家主 不可呀 李中浩的父亲急切地道 这不是告诉所有人 我们李家怕了宁修罗吗 如果宁修罗的师们 来子国找我们麻烦 我们李家最强 也才真军巅峰 如何抵挡 道寿三叔 是不是愿意打头阵 我们李家这么多年 就没有怕过谁 要是针对宁修罗服软 子国其他家族 怎么会服我们 尹家 金家 可都是想了办法 要将我们李家打倒 家主啊 难道你就让他们 看我们的笑话吗 李浩却力鉴道 家主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 恐怕李家的根基会动摇 到时候 不是更随了尹家 金家的愿 李浩 你简直就是个软骨头的小人 你这是为了私心 要置我们家族于死地 好了 李军一声力喝打断了二人 二人只得信心闭上了嘴 阿浩说的没错 家族的利益 不管何时 都是排在第一位的 为了我们家族的形成 我们要尽力利用 手中所有的资源 阿浩 就由你去通知外交部 让他们对华夏施压 如果再放任任修罗 在暗网上悬上 王李家人的人头 会引起严重的国际问题 是 家主 李中浩的父亲 气得浑身发抖 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不再多言 而宁若于此时 正在家中升级 他点下了升级按钮 一股浩瀚的力量 猛地灌进身体当中 让他的皮肤都感觉 被灵气胀得有些发疼 但是 很舒服 他微微闭上眼镜 感受着身体里的力量 从十二级升到十三级 力量扩大了旗帜十倍 然而 他的修为 还是没有突破天师的坎 依然只是法师巅峰 只要突破十四级 就能达到天师境了 他纵身而起 跳到院子里的大树之上 此时 天空正在下着绵绵细雨 羽丝如同细针一般 为天地之间 蒙上了一层淡淡的薄纱 他顿时进入了一种 玄之又玄的境地 仿佛山川湖海 都在掌握之中 他似有所感 伸出手去 手中带着浓郁的灵气 四周的雨丝全都被吸引了过来 他双手舞动 灵气四溢 周围的雨滴全都朝他聚拢 在他手臂之上形成了一道水膜 随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流动 他在打拳 只是很普通的一套拳 却仿佛沟通了天地 与世界融为一体 天人合一 在那一瞬间 他感觉自己能够 呼风唤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45集 你们快看 在湖边散步的人惊叹的 那棵树上 好像有人在打拳啊 打得真好啊 不对啊 你看四周的雨 怎么全朝它流过去了 还有风 你看那风通往它那吹 周围的树枝朝它摆动呢 我的天 这是神仙在打拳吗 用户震惊路人 得到路人敬佩 获得养慕之五百点 宁如雨打完了一套拳 觉得浑身通畅 仿佛对世界的感受 都更深刻了一份 他长长地输了口气 回到家中 李家的悬赏帖子还没有撤 他暂时还不能把母亲接回来 屋子里空荡荡的 仿佛没有一丝生气 他也不在意 还有一次抽奖机会 希望这次能抽到好东西 他召唤出抽奖转盘 上面的宝贝琳琅满目 看得他双眼方光 一定要抽到宝贝 他闭上眼睛 按下了抽奖键 很快 转盘慢慢地停了下来 伴随着金光闪闪的特效 抽中的奖品 放进了他的个人包裹之中 他睁眼一看 顿时愣住了 一张副本券 他将那张副本券拿出来 这东西就像一张门票 上面还印有图片 图片上是一座阴森恐怖的小岛 看来 这个副本是和小岛有关了 每次副本都有很丰厚的奖励 上次 他在副本里猎杀鬼物 爆出了很多好材料 炼制出了不少法器 他才能在死亡之神网站上 开悬赏帖 这次他要找个好时机 进副本去好好搜集材料 如果能找到召唤卷轴 经佛中这些法器的净化材料就好了 而此时 李队长也接到了外交部的电话 要求他管束好自己辖区内的术室 不要到国际上给华夏抹黑 李队长的脸色当时就很不好了 紫国李家真是下作 他们在死亡之神网站上悬赏猎宁若宇在线 如今却恶人先告状 真当他们华夏无人吗 他直接挂断了对方的电话 沉默了片刻 他又打了个电话出去 是林助理吗 林北正搂着美女 在自己家的豪宅中晒太阳 她好不容易有两天的假期 脸色自然有些不好 不管有多要紧的事情 都等我休假结束之后再说 说着林北就要挂电话 是关于宁小姐的 林北立刻把电话拿了起来 和那位小祖宗有关 他可不敢怠慢 林小姐出什么事了 外交部刚刚打了电话过来 要求我们管束他 不要他在网上发悬赏了 李队长添油加醋的告了状 林北的眼睛眯起 脸色越来越难看 好大的胆子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 你们就不要管了 更不要去打扰你小姐 明白 林北立刻结束休假 将此事禀告了杨泽南 杨泽南原本正在看文件 他缓缓抬起头 目光阴冷地瞥了林北一眼 林北立刻低下头去 不敢说话 不管跟在少爷身边多久 他都不敢与少爷直视 少爷发起怒来 眼神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知道了 需不需要我去做点什么 不用了 我会解决 是 少爷 林北答应一声 走出了书房 这才觉得身上的压力少了一些 长长地松了口气 可怜的子国李家 惹谁不好 惹少爷看中的女人 这简直就是找死呀 又过了一个星期 子国李家到处都张灯结彩 一片繁华盛景 可见这个家族是多么的反胜 今天是李家老祖李童允出关之时 这位六品炼器师是李家的顶梁柱 也是子国的国宝 只不过他寿元将近 最近一直在闭关 希望能在最后的几年里 尽快突破真君境 成为道君 一旦他成为道君 就能再多活五百年 这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而且 今晚李童允出关 还会带来一件新炼制的法器 这件法器 老祖已经炼了将近三年了 一定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李竞心中充满了期盼 只要老祖出关 哪怕不能顺利突破 成为道君 他所带来的那件法器 也能够震惊世界 到时候 再没有杀手敢来刺杀李家的嫡系 李家的嫡系子弟们 在祖宅之中 当了快半个月的缩头乌龟了 这下终于可以扬眉吐气 各位 吉时已到 随我一同去迎接老祖出关 李俊穿着一身正装 红光满面 手大气一挥 带着众人便朝着内院走去 内院身处有一座小院子 这座小院便是李家老祖的修行之地 是整个子国最神圣的地方 李俊带着一众嫡系子弟 来到小院的半月门前 恭恭敬敬地拱手 朝着院子里行立一礼 恭迎老祖 没有人回答 院子的门也没有打开 众人都互相看了看 心中满是疑惑 奇怪 老祖出关 从来都是很准时的 他非常看重这个 再及时入关 及时出关 才能闭关顺利 李俊上前一声 加大了音量道 恭迎老祖出关 众人齐齐应和 但还是没人回答 老祖这么大岁数 闭关这么多次 这还是第一次 李俊心中生出一丝 不好的预感 上前敲了敲门 道 老祖 小辈得罪了 说吧 他解开门上的扶阵 大步走了进去 院子里很安静 一切都很安详 安详的让人极度不安 他大着胆子 来到闭关室前 却发现黑色的木门 居然是虚掩着的 他脸色大变 老祖闭关 从来都要锁门 难道发生了什么变故 他用力推开门 随着大门缓缓打开 月光照了进去 落在了跪坐在里面的 一个老者身上 那老者穿着李朝的衣服 一身雪白 脑袋低垂着 双手放在身前 就像睡着了 但他的面前 散落着一堆破烂的法器 那件法器已经被毁坏得非常彻底 完全不能使用了 李俊只觉得后脊被冒起一股凉意 双腿有些发软 老祖 他小心翼翼地喊 李通雨没有回答 依然低垂着头 李俊颤抖着伸出手 轻轻推了李通雨下 李通雨居然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李家老祖 六品炼器师李通雨 居然死了 老祖 李俊冲上前去抱起李通雨 只觉得浑身的血液直冲脑门 差点晕过去 老祖可是他们一家的希望呀 不 不行 老祖不能有事 他焦急地给老祖把脉 似乎发现了什么 扯开他的衣服露出胸膛 在李通雨的胸膛上居然印着一个漆黑的五指音 他挨了一掌 这一掌直接打断了他浑身的经脉 让他顷刻而亡 甚至连叫都没来得及叫一声 要知道李通雨可是真军巅峰 这是何等强大的修为 何等强大的力量 李俊双腿一软 跌坐在地上 其他嫡系子弟们在外面等的心骄 听他刚才吼了一嗓子 都忍不住冲了进来 却看见这样一副场景 都吓得变了脸色 他们李家的老祖 居然死了 一股恐慌在所有人的心头蔓延 如果李家没了老祖 会怎么样 此过李家能有今天 全靠老祖支撑 毕竟李家的子弟中 真正有出息的并不多 比不上后起之秀尹家 李家会倒吗 是宁修罗 李中号的父亲忽然大吼一声 道 肯定是宁修罗做的 他要把我们全家都杀光 家主 我们不能放过他 一定要出动所有的力量 将他杀死 永绝后患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46集 给我闭嘴 李俊冲上去 一个耳光狠狠地打在他脸上 把他给打翻在地 你这个蠢货 能够将老祖一掌拍死 这样的人 是我们李家惹得起的吗 这是道尊 不 这是上人的力量 众人面如土色 与一个上人为敌 那简直是老寿星上吊 找死呀 李中号的父亲还不甘心 大声道 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你有本事找得去复仇吗 李中号说不出话来 他的确没这个本事 他还只是个法师出气 何况你们不想想 没了老祖 我们李家还能分得出精力去复仇吗 金家 尹家 一旦得到消息 就会对我们家族穷追猛打 我们李家还能保住就不错了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眼神变得凌厉无比 都给我听好了 从今天开始 老祖的事情 谁都不许对外说 只说老祖还在闭关 有三年之后才出来 明白吗 众人都知道其中厉害 连忙应试 但他们没想到 当天晚上 李家老祖被人一掌拍死的消息 就不进而走 尹家和金家 就像闻到了湿处的苍蝇一般 朝着李家扑来 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李家都会疲于应对 高丽其他几个家族的围攻 再没有经历管宁若宇的事 宁若宇得到李家老祖被杀的消息 是在一个星期后 他在死亡之神网站上发了帖子 将那个悬赏铁撤掉了 李家没了那个六品炼器师 根本不足为虑 只是 他本来准备了一件无品的法器 答谢那个杀死六品炼器师的杀手 但奇怪的是 一直都没有人来找他认领 李家也将悬赏铁子撤了 宁若宇便给杨泽南打电话 要将母亲接回来 当天下午 杨泽南便从首都亲自 将安璇给送了回来 安璇拉着女儿的手 对他赞不绝口 若宇啊 杨先生真是好人呐 我在首都那边 住得好吃得好 你看 我都胖了一大圈了 你可得多多感谢他 说着便回过头 对杨泽南道 杨先生 这么晚了 别回首都了 留下来住一晚吧 阿姨 我在首都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 打算在玉陵市再待一段时间 好好 这段时间你就住咱们家里 妈 这不大好吧 咱们家都是女人 亏你还是年轻人呢 这都2018年了 又不是1918年 你怎么还是老封建思想啊 咱们家房子这么大 有什么不可以的 杨先生住不惯我们这种小房子的 我觉得这里很好 很温馨 有家的感觉 而且阿姨做的菜非常好吃 杨先生 你要是喜欢吃 我就天天做给你吃 阿姨 别叫我杨先生了 叫我泽南吧 好好 就泽南 多情热呀 安选怎么看怎么满意 您入鱼满头黑线 妈 你这样会失去你的宝宝大 我去做饭 替我好好招待泽南 杨先生 我欠你的好像越来越多了 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呀 我倒是有件事 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啊 每年领祖都要招收一次成员 今年东南片区的招新会 就在玉林市内举行 我想问你买一件四瓶的法器 奖励给这次招新会的第一名 没问题 有兴趣参加吗 嗯 没有 杨泽南无奈地笑了笑 他就知道 您入鱼是不会愿意被人束缚的 那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 去请你参加这次的招新会 杨泽南绅士地直起他的手 想在他的手背上轻轻吻山一击 宁若鱼脸色一变 立刻将手缩了回来 杨泽南只觉得手中一空 仿佛连心里都空了 杨先生 请自重 是我冒犯了 接下来的几天 杨泽南就住在您家 他就像一个二十四孝女婿 安玄做饭 他就打下手 安玄打扫屋子 他就帮忙打水扫地 家里的垫线水管坏了 他居然也会熟 有次安玄说 想要买一个床头柜 没想到 他居然买了材料回来 花了一个下午 就亲手做了一个床头柜 那床头柜制作得十分精美 比高级家居店里卖得还要好 与安玄卧房的床 风格也很相配 安玄爱不释手 对杨泽南更加满意了 这样的女婿 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呀 她总是时不时地 给两人创造机会 让二人独处 令宁若语十分尴尬 杨泽南的确是个很好的人 但自己对他没有男女之情 似乎从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他被楚天忆赶出来 差点死去的时候开始 他就已经失去了 爱一个男人的能力 他感觉自己的心 似乎缺失了某一块 这样也好 他对任何男人都不会动心 更有利于修行 受不了母亲的拉郎配 宁若与借口学业紧张 回到了学校宿舍 想想个人包裹里 还有个副本券没有使用 他便点了出来 如今夜黑风高 四下无人 正是进副本的最佳时期 用户是否使用副本券 是 副本载入中请稍后 什么 载入中 要等多久啊 载入完成百分之一 宁若与瞬间实话 有没有搞错 开个副本还要读尽读条 等等 貌似游戏开副本都要读的 好吧 赢了 他只能关上手机 等待着再入完成 很快就到了 林祖召开招新会的那天 林祖的招新会 一直是以打擂台的行事举行 林祖在玉林市郊 有个训练基地 建在地下 杨泽南带着宁若与来到基地 里面的设施非常先进齐全 乍一看 还以为进了科幻电影的片场 基地之中有一个练武场 里面有好几个擂台 此时练武场里到处都是人 有男有女 全都是术士 这些术士就是来参加林祖选拔的 这么多人想要加入林祖 林祖是华夏的实权部门 有着华夏最丰富的资源 林祖成员的待遇很好 还会被授予军衔 完成任务之后呢 还可能得到丹药或者法器之类的奖励 在这个末法时代 这是求都求不来的好处 这些年来参加的人 资质越来越好 修为越来越高 可见整个地球的灵气 都在慢慢地复苏 天才地宝也会越来越多 宁若宇忍不住偷偷问维克福 地球的灵气在复苏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科学越发达 环境破坏越严重 灵气就越稀薄吗 用户等级不足 不语回答 宁若宇心中 一万头草泥马奔驰而过 看来灵气复苏这件事 有些内情 只可惜 他实力还太低 这些事情关乎天道 不是现在的他能够知道的 二人刚进来 便有个年轻人 笑着和他们打招呼 你们是来参加灵族选拔的吧 听说这次灵族 只选五个人 但是来参加的 足有三百八十人 竞争很激烈 我这已经是第三次 参加选拔了 两位要是不嫌弃 我给两位讲讲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47集 话音未落 就听见一个声音冷笑道 刘鹏 别白费心机了 以你的资质 是根本进不了领祖的 易小府 又是你 易小府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他身材高大 浑身都是肌肉 此时穿着一件紧身的灰色背心 看起来像一头极具爆发力的猎豹 和他一比 刘鹏就显得有些弱小 这易小府是真人竟初起 而刘鹏只是个入道中起的术士 从年龄来看 他的天赋并不高 远远比不上易小府 易小府瞥了杨泽南和宁若宇一眼 不屑地道 你还真是病急乱投医啊 想要和这两个人组队 他们的修为这么低 你是带两个累赘吧 宁若宇收敛了体内的力量 在修为低的人眼中 他就是个刚刚入道的新人 刘鹏正要争辩几句就听易小府讽刺的 刘鹏 不会是修为高的人都不肯带你 你才找他们的吧 刘鹏仗红了脸 易小府吃笑的 我看你还是死心吧 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进领祖的 说吧 他转身而去 组队 来参加选拔的人太多 第一场比武是大乱动 因此很多人组成临时的战队 一起对付其他人 两位 那个能跟我一块组队吗 我虽然实力差一点 但是选拔赛的规矩很熟悉 抱歉 我们不能跟你组队 我知道了 我会另找队友的 您入语正想跟刘鹏解释 杨泽南拦住他 道 如果他因此就一蹶不枕 就只能是个无能之辈 根本没有资格进入领祖 这倒也是 宁若已点了点头 我安排了一个好位置 正好可以看见全场 跟我来 他带着宁若已往主席台走去 没走出几步 就被一行人给拦住了 那带头的 居然是刚才那位易小府 你们不和刘鹏那个废物组队 还算有点小聪明 不过我要警告你们 以你们这点修为 还是别来丢人现眼了 赶紧回家吧 免得待会儿出丑 若已不必理会这些无聊之人 我们走吧 装什么笔 小子 这次第一名的奖品 是四品中等的法器 那可是难得一见的宝物 为了得到这件法器 很多宗文家族弟子都来了 这是史上竞争最强烈的一次 他们为了法器 可以不择手段 你们啊 这是自寻死路 说着 他朝宁入宇看了一眼 眼底闪过一抹意思 说 我是看在这小姑娘的面子上 才提醒你们 毕竟这么漂亮一张脸蛋 要是待会儿在大乱斗的时候 被打伤了 就可惜了 杨泽南忽然笑了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一旦他露出这样的笑容 说明他动怒了 他一旦动怒 总会有人倒大霉 易小府还在不怕死地说 小姑娘 这样吧 我发发慈悲 今天就让你加入我们队伍 带你进决赛 虽然你进不了领祖 也可以长长见识 按你的意思 你们是一定能够进入领祖了 我们易老大可是一家后人 天赋卓绝 家中老祖还是堂堂的天师敬抢者 哈景领祖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区区一个天师敬抢者 在领祖也就是个最普通的队长 他能有多大面子 易小府脸色一冷 他的队员们也都个个义愤填膺 你一个刚刚入道的人 有什么资格这么说一家老祖啊 小姑娘 知不知道货从口出 哦 你们想怎么样 小丫头 你这么狂傲 待会在选拔的时候 可是要吃亏的 你这是在威胁我 如果你现在立刻向易老大 下跪道歉 到时候 我们倒是可以帮你一把 让你不至于毁容 换言之 如果我不下跪道歉 你们就要让我毁容是吗 那就不敢保证了 你都看到了 是他先威胁我的 你想做什么都行 好 宁若宇答应一声 那队员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觉得脸颊一痛 立刻高高地肿了起来 简直肿成了个猪头 用户威武霸气 阵巾四周几人 获得仰慕之五百点 你 你居然敢打我 从来没有人敢打我 老子今天非把你打成残废不可 说罢就要冲上来揍人 被易小府拦住了 易小府脸色不善地说 这是领祖的选拔赛 不是街头斗 任何人在规则之外动手 都会被取消资格 再办 这里有人打人 现场有五名裁判 都是领祖的成员 那人文言走了过来 脸色不善 是谁动的手 是他 裁判 我只不过好心好意 劝他加入我们的队伍 谁知他不仅对我出言不逊 还动手打人 是你打的吗 是我打的 很好 你被取消资格 立刻出去 你就不问问 我为什么打他 在规则之外动手 就必须取消资格 这是选拔赛的规矩 不管什么原因 你的号牌呢 每个参加领祖选拔的人 手中都会有一张号牌 上面有自己的编号 他要收走号牌 就是彻底取消资格 易小府和他的队员 都幸灾乐祸地望着他 仿佛在说 我看你怎么死的 我没有号牌 什么 没有号牌你是怎么进来的 安保人员在做什么 他立刻拿出对象 计较安保人员 杨泽难道 是我带他进来的 什么 叫李队长过来 他会亲口告诉你 你又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你把李队长叫过来 就知道了 你是什么东西啊 李队长也是 你想见就能见的 那领祖成员毕竟不是草包 仔细打量了他几眼 叫来安保人员道 我去找李队长 你们看住他们 两个安保人员虎视眈眈地将二人围住 那个猪头捂着脸愤怒地说 你们把我英俊的脸打成这个样子 老子绝对不会饶了你们 等李队长把你们赶出会场 老子就 话还没说完 就听见李队长不满的声音 是谁在这里动手 李队长来了 你们死定了 是我 原来是宁小姐 欢迎欢迎 杨先生 两位来得真早 这是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48集 众人的脸色都有些变 要获震惊众人 获得养慕之一千点 刚才只有周围几个人被震惊 因此只有五百点 现在更多人关注 养慕值就更高 宁若宇还没有开口 杨泽南便沉声道 还没进入领祖 就仗势欺人 还调戏梁家妇女 要是进入领祖 那还得了 李队长文言 脸色也是一变 领祖虽然权力大 盯着他们的眼睛也多 这样的人进了领祖 不是给领祖抹黑吗 绝对不能忍 他目光冰冷 在义小府几人脸上一扫 道 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 那个猪头正要说话 被一小府拦住了 他冷静地说 李队长 你不能只听他们一家之言 如果李队长要寻思 我们也没有别的话好说 现在就走 争论之间 更多的人看了过来 李队长眯了眯眼睛 好个心机深的小子 好 我给你们辩驳的机会 我们邀请他加入我们的队伍 是一片好心 也根本没有调戏的 他先出言不逊 然后又动手打人 我朋友脸上的伤 就是最好的证据 周围的人听了 都纷纷点头 毕竟一个毫发无伤 一个被打成了猪头 怎么看都是宁若与不对 我不愿意加入他们 他们就威胁我 说要在选拔赛之中 无故地针对我 还扬言要回我的容 他看了看四周围观的人 道 你们要小心了 要是有一丁点得罪他们的地方 待会儿可是要被针对的 众人的脸色立刻就不好看了 第一场选拔是大乱斗 要是被人在背后捅刀子 不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所有人看 易小府等人的眼神 都有些不友好 易小府后继被有些发冷 说 这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 现在你打了人 自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我可以证明 这个易小府跟我有仇 我刚才想和这两位组队 他们才来找这两位麻烦 我就怕他们找麻烦 所以一直在附近看着 他们的话 我听得清清楚楚 刘鹏 你这事趁火打劫 故意来诬陷我 易先生 他们为什么要打你们 总不会无缘无故就打吧 总要有个由头 他们和刘鹏是一伙的 说不定早就组好了队 只要把我们的人打伤了 他们就少了一个 有力的竞争对手 众人都觉得这话有道理 谁不想在选拔赛开始之前 铲除异己 李队长却像是听到了 天大的笑话 什么 你说他们是为了参加选拔赛 才打你们 没错 李队长笑了 文讯赶来的乔队长 正好听到这话也笑了 小子 你知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不管他们是什么人 我只认一个李字 好 我就来告诉你 这位杨先生 是领祖成员 而且排名不低 而这位宁小姐 你们听说过宁修罗吗 众人都是一惊 宁修罗 这段时间 在玉陵是谁的名气最大 风头最盛 当然是宁修罗 他屠灭作恶多端的白虎们 打败了华夏挑衅的李中浩 又消灭了熊家 将首都王家的真军 打得落荒而逃 他几乎成了一个传奇 而且这次选拔赛的第一名奖品 还是他提供的 用户传奇出场震惊 全场人获得养牧值两万一千点 宁俊以心头大喜 装着一次叉 居然得到了两万多的养牧值 大赚呀 升到十四级 需要十万养牧值 这一下子 居然直接完成一半了 易小夫的人 都露出不敢置信的神情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不可能 既然他们不是来参加选拔赛的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李队长用看白痴的眼神望着他 说 他们当然是来观赛的 难道不行 易小夫说不出话来 只是脸色灰白 十分沮丧 他今天真是倒了大美 本来只是想站站 这女孩的便宜 没想到 居然踢到了铁板 便宜站到女修罗头上去了 李队长沉声道 还不快滚 再迟一点 恐怕就走不了了 易小夫手下几人 立刻转身就跑 宁修罗的凶名 他们都听过 这个时候 保命要紧 要什么尊严呢 易小夫也没办法 低着头连看都不敢看宁若宇 转身就走了 李队长冷哼一声 道 哼 真没中 说完 他立刻对宁若宇杨泽南二人道 两位 这边请 他们给二人安排了最好的位置 其他那些林组成员和工作人员都在议论纷纷 原来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女修罗 我还以为三头六臂呢 又想到长得还挺漂亮 长得不漂亮怎么敢叫修罗呢 那年轻人是谁啊 怎么李队长和乔队长都对他毕恭毕敬呢 难道是首都来的大人物 据说也是林组成员 或许是排名靠前的高手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他那样 走到哪里都有队长向我行礼 哼 就你 做任务都吊车尾 还是下辈子吧 很快 时间到了 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 李队长讲了话 说了林组成员的各种优待 还提到 一旦进入林组排名前时 就拥有许多难以想象的特权 最后说 各位 今天这一战将改变你们的命运 能不能加入林组 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众人都被挑起了满腔的热血 激动的大吼起来 纷纷跳上擂台 这场大乱斗就要开始了 就在这时 宁住于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 副本再入完成 开始进入副本 什么 这个时候进副本 疯了吧 他想要关掉副本 但根本无法关闭 忽然间 四周荡漾起了一层浅浅的淋漪 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在一艘渡船之上了 诶 这是什么地方 宁住于听见这声音 心都两个半截 回头一看 好家伙 在炼污城里面的所有人 包括领祖成员 工作人员 还有那三四百名参加选拔的术士 全都进来了 宁住于满头冷汗 问 威克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提醒用户 这个副本是多人副本 所有进入副本的人 都可以完成副本下发的任务 他们都是我的队友 不是 参加这个副本的所有人 可以自行组队 任务随机出发 宁住于无法形容自己此时的心情 杨泽南坐在他的身边 望着渡船外面的湖泊 若有所思 李队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是在基地吗 怎么一眨眼在船上了 难道这是最新的高科技 能瞬间将人传送到千里之外 难不成是全息投影 这次的选拔还真有意思 李队长和乔队长二人也都是懵的 他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在船上呀 就在这时 一个人走了进来说 欢迎各位参加这次试炼 我们马上就要抵达冬月岛 试炼 众人面面相去 在一些影视家族和宗门之中 都会给后备安排一些试炼 比如说去某个闹鬼的房子猎杀鬼物 或者去深山老林中 采摘某种珍贵的草药 甚至有个大型宗门 掌管着一处秘境 可以让弟子们进去修炼 只不过这样的宗门很少 最有名的也就是龙虎门了 据说龙虎门后山有一座山洞 山洞深处是一座秘境 这样的秘境 其实是与现实隔离的小空间 有的是上古时代某个大能的洞府 有的是自然形成 里面有许多真情异寿 天才地宝 但同时也充满了危险 这是不是一处秘境啊 很有可能 据说灵祖掌管着好几个秘境 灵祖居然舍得将秘境开放给我们试炼 真是大方啊 众人朝李队长投来赶期的目光 李队长嘴角抽了抽 不知道该说什么 虽然灵祖手中是有秘境 可那些秘境都不在御灵区 他也没有资格开放给外人使用 他转头看向杨泽南 低声道 杨先生 请问这个秘境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这个秘境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不属于灵祖 什么 连您也不知道吗 李队长压低声音 看了看四周 现在肯定不能告诉众人 这秘境与灵祖无关 否则一定会引起恐慌 他抬头看向刚才走进来的那个人 他又是什么人 您若语知道 这位肯定是NPC 那位NPC做起了自我介绍 各位好 我是渡船的船长 大家可以叫我 老王 老王 冬月岛是什么地方 各位请看 那就是冬月岛 也被称为鬼岛 众人看出去 只见遥远的水平线上有一座岛屿 岛不大 但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平躺着的人 平躺着飘在水面上 不是尸体是什么 您若语想起这座岛和副本券上的那张照片一模一样 老王 既然冬月岛是鬼岛 岛上有些什么鬼啊 老王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 传说 东月岛曾经是人气旺盛的度假村 里面修建了很多娱乐设施 可是十年前的一个冬天 百渡船将一船游客送去了岛上 第二天就开始下大雪 渡船无法出航 好在岛上有充足的物资 不至于饿死 一个星期之后 大雪停了 渡船载着下一批游客和补给来到东月岛 却发现岛上的人都死了 没有人知道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那些游客和度假村的工作人员 全都离奇死亡 而且死状非常的凄惨 有的被开膛破肚 有的脑袋炸裂 有的断手断脚 现场一片血肉模糊 这些人并不是死在一起的 有的死在自己的客房里 有的死在餐厅 有的死在外面的娱乐设施里 到处都是血迹和飞溅的碎肉 当时看到这情景的人都吐了 后来警察上了岛 经过探查 说是这些游客自相残杀 人被困在封闭的地方 容易精神崩溃 好几个游客都疯了 屠杀了另外的游客 但警方的这个说法 一直受人诟病 就算真有游客疯了 他们怎么做到杀死那么多人的 而且有的人 四肢是被硬生生撕下来的 这需要多大的力气 从那之后 东越岛就被封闭了 已经荒废了整整十年 各位勇士 你们是惨案发生之后 第一批上岛试炼的人 因此你们得到的奖品 也会是最丰厚的 你们下船之后 可以在岛上搜索 会随机触发任务 你们怎么发布任务啊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记住 岛上并不是每一个鬼魂都是坏的 会得到什么奖励啊 奖励多的你们无法想象 有法器 秘籍 丹药 灵质 炼器的材料 应有尽有 众人满脸喜色 都对那座岛屿充满了期待 但是 这时老王泼了大家一盆冷水 各位勇士 如果你们在那座岛屿上 被鬼屋杀死了 就是真的死了 魂飞魄散 众人一下子愣住了 他们不过是来参加个选拔赛 还有生命危险 老王 如果不愿意参加试炼 怎么办啊 如果不愿意试炼 我就只能将你赶下船了 忘了告诉各位 这水下有恐怖的东西出没 千万不要想着跳水逃走 否则你们会死得很可怕的 老王 你们领祖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选拔不允许出现死亡吗 难道你们都是骗人的 对 老王 你们要给个说法 李队长 你倒是说句话啊 李队长心中叫苦不迭 他可不敢随便乱说话 谁知道眼前这个老王到底是何方身上 有脾气差的 上前跟老王理论 老王的态度非常强硬 他一时气愤竟然伸手去推老王 老王手一挥 他便飞了出去 落在水中 众人大怒 骂道 怎么能把人扔进水里呢 那人水性很好 朝着船游了过来 就在快要游到船边之时 清澈的水面之下 忽然出现了一个庞然大雾 一股冰寒之意 从众人的心头升了起来 有几个跟他交好的人大喊道 石勇 快 快上来 石勇似乎也发现了什么 双手快速掐了一个法绝 朝着水下打出一击 但那一击 就仿佛泥牛入海 消失无踪 几乎与此同时 水里的怪物猛地张大了嘴 石勇只觉得 自己被一股巨大的吸力往下拖 他根本来不及挣扎 便被吸了进去 那只巨大的水怪盘旋了一圈 消失在海洋的深处 整个过程不到五秒 众人都还没有回过神来 石勇已经死了 船上的树士们 都用惊怒的目光看向老王 老王却仍旧面带笑容 说 我提醒过各位 不要攻击本人 更不要下水 否则会被水下的怪物吞掉的 众人满肚子的怒火 却不敢对他出手 此人的实力深不可测 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宁如雨可以看出 他头上的等级999 神级NPC 这样的大佬 还是不要去招热的好 提醒用户 或NPC正确的问题 可以得到提示 宁如雨一经 连忙问 什么样的问题 才是正确的问题啊 微客服又不说话了 只要进入副本之后 说话的就是副本客服 这个副本客服 是一个冷冰冰的女生 没有任何感情 就像真正的机器 术士们动不了老王 全都朝李队长 几人围了过来 李队长 这个人是不是 你们领祖的 李队长 你要跟我们一个说法 这座秘境并不是领祖的 我们也不知道 怎么会到了这里 众人都不信 李队长没办法 只能指指老王道 这位的实力太过强大 哪怕是在领祖之中 也只有昭天战神 可与之匹敌 堂昭天战神 会来为难你们吗 众人心头一凉 终于信了 如果这秘境不属于领祖 是谁把他们弄进来的 我们是在领祖出的事 你们领祖 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说法呀 术士中有人高声道 众人如梦初醒 将一枪愤怒和惊慌 都冲着李队长的人发泄 李队长皱起眉头 众怒难犯 他虽然是天师等级的高手 要对付这些人不在话下 但如今不是内讧的时候 就在这时 一声立鹤传来 你们闹什么 那声音中带着灵气 震得众人耳膜发疼 这时 宁若宇缓缓走了过来 目光在众人脸上一扫 冷冷道 这件事与领祖无关 你们这么无理取闹 是以为李队长 不敢对你们动手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50集 是你们害我们到了这里 难道还想对我们下杀手啊 宁若宇偏了那人一眼 刚才鼓动众人 向李队长讨要说法的 也是他 对啊 你们要负责 领祖难道都这么不讲道理吗 众人义愤填膺 似乎恨不得要将领祖众人千刀万剐 宁若宇在心底嗤之以鼻 这些术士在和平世界待得太久了 若是在上古时期 术士横行 以武力为尊的时代 一些入道 真人和法师级别的术士 哪里敢跟天师这么说话 早就被一掌拍死了好吗 愚蠢 能够进入秘境进行试炼 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们不敢恩戴德 反而在这里怨声载道 我们只是来参加个选拔 没想来进什么秘境试炼 说话的又是之前那个人 谁知道那座岛上有多危险啊 危险与机遇并存 哪个秘境不危险 不危险的能叫秘境吗 俗话说富贵险中求 我们修习悬术 本来就是一条充满艰险的道路 寻找天才地宝的路上 我们随时都会死 如果你们怕死 还修什么道 学什么悬术 求什么长生 回家混吃等死就好了 如果你们连这点危险都害怕 这辈子也就这点出现 如果你们不甘心止步于此 就去闯一闯 就算死了 也不往来死走上一遭 要是你们在里面得到什么厉害的功法或者法器 别说禁灵祖了 就是将来开山立派都不在话下 众人的呼吸急促起来 脸色也变得兴奋不已 他们也是突然遇到变故 才会这么害怕 如今仔细一想 确实是这个道理 他们大多数人的出身都不高 都是出身小宗门和小世家 有的还是散修所得到的资源很有限 这次失恋是天大的机会 管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要去闯一闯 说不定都能出人投地呢 对呀 投掉了碗大哥吧 算得了什么 这么好的机会 要是不拼上一拼 这辈子我都不会原谅自己啊 用户震慑众人 获得养慕指两万点 宁朔与嘴角上钩 又是两万进账 这养慕指也太好赚了 说不定在这副本之中 他就能突破十四级 之前那个挑拨离间的男人 眼神飘忽 警惕地退到了角落 就在这个时候 杨泽南出手 他一把掐住那人的脖子 将他举离地面 旁边的树是惊到 你要干什么 杨泽南没有打理别的人 一把扯上那挑拨离间 男人的衣服 露出了瘦骨临寻的背部 他伸手在那人背上一抹 那人有黑的皮肤上 竟然渐渐显露出了 一个漆黑的鬼影 你是鬼气门的人 你们居然让这种人混进来 领祖的人 是不是太松懈了 李队长毛骨悚然 这位爷要是生气了 后果不堪设想 他不敢与之对视 低着头当 是我大意了 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 什么 他居然是鬼气门的人 不可能吧 他不是影视家族方家的人吗 你们看他背上那个黑色的鬼影 那是鬼气门人的标志 只要进入鬼气门 都会被刻上这样的标志 到死都不会消失 标志着他们永不背叛宗门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杨泽南面无表情 手上用力 咔嚓一声 拧断了他的脖子 老王站在船头 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 这说明在这个鬼岛副本之中 人们可以互相袭击 在这里最恐怖的不是鬼 而是人 很快 渡船便停靠在了岸边 老王笑嘻嘻地说 各位 祝你们好运 树士们满脸兴奋地下了船 宁如雨走在最后 看着像咪咪的老王 他只有一次机会 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问题 他心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走上前去的 老王 有没有什么能够帮你的 在游戏之中 遇到NPC 不就要问他要任务吗 老王露出惊喜的神色 说 真没想到现在的年轻人 还有这么热心肠呢 那就麻烦你到度假村保安室里 帮我把上次遗落在那里的钱包 拿回来吧 钱包里有我女儿的照片 我一直想拿回来 可惜我没胆子上岸 我心里才怪呢 你可是神级的NPC 这岛上的鬼物加起来都比你厉害 用户触发任务 替老王拿回钱包 任务等级 二级 用户是否接下本任务 是 用户接下任务 替老王拿回钱包 渡船只在岸边停号三十分钟 请用户在三十分钟内完成任务 否则任务失败 任务失败居然没有惩罚 或许任务失败本身就是惩罚 老王给他的奖品绝对很重要 他转身跳下船对杨泽难道 跟我来 岛屿并不大 远远的就能看到岛上的建筑 这三四百名树士上岛之后 大多禁止往渡假村而去 只有一小部分人去渡假村四周的荒野中搜寻宝物 宁若宇拉着杨泽难快步走进了渡假村 当年的惨案已经过去十年了 这里已经完全荒废 到处都长满了杂草 到处都弥漫着阴森的鬼气 天空也雾蒙蒙地让人寒毛指数 杨泽难若有所思地望着宁若宇 道 你是不是接到了任务 我在老王那里接到了任务 寻找他掉落在保安室里的钱包 保安室就在渡假村大门旁边 铁门上上着一把大锁 宁若宇一把就将锁给拧开 推开了保安室的门 保安室里到处都是血迹 从地上残留的黑色血字来看 当年有两个保安死在这里 死状很惨 连脑僵都出来了 屋子里一片凌乱 还有一些腐烂了的食物 味道很刺鼻 宁若宇启动初级寻宝眼 在屋子里一扫 便看到了躺在角落里的钱包 他将钱包捡起来 就在那一瞬间 他感觉到一股阴气 在四周蔓延开来 若宇 小心 宁若宇迅速后退 一道诡异的力量 从他刚才站立的地方穿过 将一张桌子 给分解成了无数块 要是这力量打在人的身上 瞬间就能将人给分尸 但是还没有结束 四面八方 都有一股诡异的力量 朝他卷来 封住了他的前后左右 根本无法躲避 宁若宇反应极快 拿出了阴魂琉璃扇 朝着四面八方挥手翼舞 将那些诡异的杀伐质里击碎 他一边另付一边往后退 杨泽南一直没有出手 就在退到门边之时 地面之下 忽然伸出了一只血淋淋的手 一把抓住了他的脚踝 然后是第二只 第三只 看这些手上的袖子 穿的都是保安服 是那些死在这里的保安的鬼魂 宁若于脚下 忽然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大洞 他一低头便看见好几个血肉模糊的保安 就挂在他的双腿上 口中发出洁洁的笑声 杨泽南想要出手 被宁若于制止了 不用过来 这点小事我能处理 说吧 他召唤出血魂剑 双手掐了个法掘 红色的长剑 朝着黑洞之中钻了进去 在那几个保安鬼身上穿梭 不到五秒便飞回了他的手中 保安鬼们一下子被肢解了 散落成块 朝着洞穴深处掉落而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51集 宁若于趁机跳出了门 一瞬间 保安室又恢复了平静 连被切碎的那张桌子 都恢复了原样 仿佛刚才的一切幻象 都不曾出现过 我们走吧 等等 你看看那个钱包还在不在 宁若于一愣 在口袋里一摸 果然钱包不见了 刚才他捡到钱包 还没来得及放进空间戒指 谁知就在这片刻之间 钱包就没了 这是 怎么回事啊 是无鬼运才术 无鬼运才 又叫无鬼搬运 术士施展法术 操纵五个小鬼 这五个小鬼 可以不起人门户 不破人相隆而取人钱财 刚才我束手 其实不是帮你斩杀那几个恶鬼 而是想除掉那五个运才的小鬼 不过被你阻止了 你不早说 真尴尬 我在接任务的时候 一定是被人盯上的 他偷了我的钱包 就会去找老王 走 咱们去老王那赌他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杨泽南看着他气呼呼的模样 嘴角上钩 心情似乎很好 他生气的样子 还真可爱 二人急匆匆地赶回码头 看见一个身材瘦小 尖嘴猴腮的男人 正朝着渡船走去 你给我站住 那人一惊 一个剑步就冲上了渡船的船头 来到了老王的面前 从包里拿出一只男士钱包 道 老王 这钱包是不是你的 宁若语气得头皮发炸 恨不得冲上去 将那小偷给千刀万剐 那尖嘴猴腮的小偷满脸喜悦 幻想着老王拿到钱包之后 奖励给他法器或者担药 最好是秘籍 有了秘籍 学了更高深的功法 到时候想要什么就都有了 原来就是你偷了我的钱包 什么 小偷一时间没有回过神来 这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啊 去死吧你这个无耻的小偷 老王非常生气 一脚踹在了小偷的胸口 将他踹得倒飞了出去 落进了海中 手中的钱包也脱手而飞 宁若语趁机冲上前去 一把抓住了那只钱包 而小偷却在海中挣扎了两下 一个浑身漆黑的诡异东西 游到了他的身下 一把卷住了他的腰 将他拉进了大海的深处 他留给世界的 只是一声凄厉的惨叫 宁若语拿着钱包 朝着老王走去 杨泽南按住了他的肩膀 说 刚才那人下场 你也看到了 他会不会用同样的方式 来对付你 不管如何 我都要去试一试 连这个都怕 我还有什么脸面 说自己是宁修罗啊 杨泽南露出欣赏的目光 收回了手 宁若语静止来到老王的面前 将钱包递过去 说 老王 你的钱包找到了 杨泽南握紧了拳头 要是老王敢对宁若语动手 不管他有多强 自己都会从他手中 将对方给救出来 谁知 老王却立刻变了张脸 接过钱包 笑嘻嘻地说 小姑娘 谢谢你啊 终于找到了 这钱包里 有我老婆女儿的照片 是很珍贵的东西 宁若语松了口气 心中顿时了然 是他在老王这里接了任务 只有他拿着钱包过来 老王才会认 别人拿了钱包来 都会被老王认为是小偷 小姑娘 为了答谢你 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你吧 这是岛上的地图 哪些地方最危险 我已经在上面标明了 不过最危险的地方 隐藏的保护物 也会越多哦 宁若语心头大喜 这可是好东西 比他们在岛上漫无目的的 四处乱转要好多了 多谢你 宁若语将地图 放进了空间戒指中 只要放进了个人包裹 或者空间戒指 无鬼运材术 就再也无法偷走了 我走了 三天之后会来接你们 一定要活下来哦 宁若语朝他挥了挥手 渡船开出了海 消失在海平线上 杨泽南忍不住 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道 若语 你的运气还真不错 宁若语嘴角扯了扯 其实是我借了你的气韵 只要和你走得近些 关系好些 就能分享你的气韵 先来看看这座岛到底长什么样 宁若语打开地图 从地图上更清楚地看出岛的全景 从天空中俯瞰 这座岛真的就像一具浮尸 甚至在脑袋的地方 还有两座小湖泊 就像两只黑洞洞的眼睛 而嘴巴那里建了一栋建筑 看起来就像是张大了嘴在踩窍 地图上一共有三个地方被红色的鼻给圈了起来 特别是嘴巴那栋建筑 上面写着一个鲜红的威胁 看起来十分可怖 宁若语指了指岛屿南部 在肾脏位置的建筑上 说 我们先去这儿 而此时 在御林市也是一片紧张的气氛 两支邻祖小队 三四百个术士全部消失了 这件事在一个小时之后就传到了高层 一直从首都来的邻祖小队 接管了整个基地 进入副本的只有练武场内的人 基地的其他工作人员都还在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教授脸色有些发白 站在直升飞机场上 看着一架大型直升机缓缓降了下来 从直升机内跳下来几个人 为首的一个只有二十七八岁 长相英俊 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的衬衣 浑身上下充满了书卷气 这位就是领祖中大名鼎鼎的张新旭张队长 是天师竟初期的强者 这位张队长可是传奇人物 据说他在十六岁那年就进了领祖 得到了昭天战神的赞赏 并下令整个领祖的资源都向他倾斜 他也没有让战神失望 在二十六岁的时候正式突破了天师境界 成为了领祖中最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 哪怕是那些实力比他高的老家伙 都让着他巴结着他 因为他年轻天赋卓绝 是先才级别的人物 将来的成就绝对非同凡响 他的身后跟了几个人 全都是他的队员 都是天赋很高的年轻人 最低的都是个法师中企 张队长 那位教授走上前去说 您能来实在是太好了 事情太诡异 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邓教授 详细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队长 就是这里 今天早上选拔赛 一直进行的很顺利 我们的工作人员 也一直监视着监控 就在开始第一场大乱斗的时候 监控屏幕忽然颤抖了一下 练悟场里面的所有人全都不见了 你的意思是 在一两秒钟之内 这几百人 全都凭空消失了 对 我能肯定 不是监控器出了问题 这里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我们赶过来的时候 看到评委席上的茶水都还是热的 连一滴都没有洒出来 张新旭看向身后一名女队员 那女队员点了点头 从怀中拿出一件法器 那是一面古镜 镜子后面注刻着天地日月 但奇怪的是 天地日月是颠倒的 难道这就是传说的无凭法器 时光回溯镜 您就是赵兮兮赵女士吧 这时光回溯镜 只能回溯三天之内 某个时段的十秒钟 郑教授 告诉我出事的时间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52集 邓教授报了一个时间点 女队员将全身的灵气注入其中 而与此同时 另外一个队员 则拿了最先进的录影机 对准了镜面 镜子背后的天地日月 亮起了耀眼的光芒 然后开始缓缓地转动 原本颠倒的日月湖泊 开始慢慢转回了原来的地方 然后整面镜子 都被金色的光芒包裹住 那镜面之上 渐渐地浮现出一幅奇怪的画面 画面中是李队长在讲话 讲完话之后 所有参加选拔的人都跳上了擂台 就在选拔开始的那一刻 忽然所有人都不见了 画面到这里结束了 赵兮兮耗尽了体内的灵气 有些脱力 看向那个拿录影机的队员 道 都录下来了吗 那队员点了点头 于是便将视频连接到电脑上 将画面一帧一帧地放慢来看 你们看 这是什么 就在选拔开始的那一刻 赵兮兮指着画面的上方说 工作人员将视频放慢了五十倍 发现在练武场的天花板下 忽然出现了一座海市蜃楼 那海市蜃楼看起来有些虚幻 画面是一片广袤的海洋 而海洋之上有一座岛屿 远远看去 那岛屿就像一具浮尸 主人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张兴旭道 继续 往后放 工作人员又按照这个速度 一帧一帧地放 发现在场的所有人 都被那座海市蜃楼给吸了进去 然后海市蜃楼便消失了 前后不过半秒钟 邓教授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秘境 众人皆是一惊 我们基地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秘境啊 如果真是秘境 他们也是因祸得福 秘境之中很危险 却也有很多的天才地宝 能得到一两件都是天大的福分 灵祖众人闻言都是一脸羡慕 封锁消息 密切关注这个秘境 如果能将它收入我们灵祖的囊中 我们灵祖必定如虎天意 此时 宁若宇和杨泽南来到了那座建筑中 这里似乎是度假村的餐厅 可以看出这里当年装修得很豪华 而此时只剩下了一片废墟 桌椅倒了一地 杂草将地面拱开 长得到处都是 忽然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宁若宇朝杨泽南使了个眼色 退到一边藏了起来 从门外走进一堆树士 全都是身材高大的壮汉 领头的是个长相清秀的年轻人 那些壮汉全都以他马首施战 壮汉们在屋子里搜索了一圈 道 牧少 这里似乎没什么东西 年轻人勾了勾嘴角 话不要说太早 静止来到一张翻倒的餐桌旁 从缝隙里捡起了一条项链 那项坠是薄金做的 一个小小的心形 打开一看 里面有一男一女两人的照片 一股阴气在四周蔓延 牧少一惊抬头看去 发现餐厅角落里出现了一个小女孩 那小女孩的身体微微有些透明 没有双脚 双眼一片血红 有一滴血泪 顺着她苍白的脸颊流淌下来 壮汉们都露出惊喜之色 这只是个高级阴魂而已 连恶鬼都不是 等级很低 这简直是送上门来给他们杀的怪 他们在外面时 曾看见两个法师镜的高手杀了几个恶鬼 恶鬼魂飞魄散之后 居然掉落了一只锦缎做的大口袋 而那大口袋里居然是一件二品上等的法器 看到这情景 所有舒适的眼睛都红了 原来这座岛上真的有宝藏 就是这些鬼物 杀了鬼物会有大锦囊掉落 锦囊中可以随机开出法器 功法和担药 所有人都恨不得立刻找出几只鬼物来 杀鬼夺宝 一个壮汉迫不及待地拔出了刀 咬破自己的食指 在刀上一抹 便朝着那小女孩砍了过去 当得一声脆响 刀砍在小女孩的头顶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挡住了 再也砍不下去 与此同时 四周的墙壁上忽然涌出了很多鲜血 朝着他们汹涌而来 木梢大惊 道 快退 说吧 他便朝着餐厅门外飞奔 其他壮汉紧随其后 只有那拿刀砍小女孩的人没来得及跑 被鲜血给淋到了身上 皮肉立刻冒起了阵阵清烟 发出滋滋的声响 他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拼命挣扎 救我 救我 木少等人已经冲出了餐厅 远远地看见这残景自然不敢进来 那些鲜血就像是浓硫酸一样 壮汉的皮肉很快就被腐蚀露出森森白骨 最后连骨头都融化化成了血水 然后退进了墙壁之中消失无形 木少阴沉着脸 其他人都被这残景吓到 后怕不已 要是刚才跑慢了一点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宁若宇盯着那个小女孩 她流着血泪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只盯着木少等人不小心掉落在地的那只心形吊坠 他心电急转 忽然想到了什么 立刻走了出去捡起地上的吊坠 那不是宁羞罗吗 他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他肯定要杀了那个女鬼 抢夺宝物 木少 这个小女鬼是我们发现的 可千万不能让他捡了落地桃子 木少皱了皱眉头 没有说话 你们担心什么呀 那女孩虽然看着修为敌 其实就是个陷阱 你们忘了刚才老胡的死相了 别忘了 他可是宁羞罗啊 宁羞罗又怎么样 他还能真是阿修罗不成 他也不过就是个法师境巅峰的书师罢了 绝对没法对付那些血水 这么说来 他死定了 最好是他和那小女孩打一场 打得两败俱杀 咱们就能渔翁得利了 木少皱了皱眉 他知道一定没有那么简单 刚才似乎有什么东西被他忽略了 这时宁羞羽已经来到了小女孩的面前 那些壮汉们直摇头 道 你墙壁那么简 他死定了 真是可惜 他长得挺好看的 就在这时 众人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原来宁羞羽将心形吊坠打开 这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姐姐 能不能求你帮我找找妈妈 我妈妈不见了 别哭了 我帮你去找他们 他们在哪 我爸爸妈妈被他带走了 被谁带走了 鞋女 她的血水能够将人吞噬 变成她的养分 她吞噬的人越多 力量也就越强 你们要小心啊 用户触发随机任务 诛杀鞋女 帮小女孩找回父母 完成任务奖励 银色复旦一个 养木质三天点 用户是否接受 居然有养木质奖励 当然要接受呀 她立刻点下了试 问小女孩 鞋女 在哪 她在厨房 话还没说完 她身后的墙壁里 便伸出一双鞋手 抱住她的腰 将她硬生生地 拖进了墙中 宁若语握紧了 那只心形吊坠 说 走 我们去厨房 二人转身便朝厨房跑去 同时 副本的威克福提示音响起 用户震惊墓哨等人 获得养木质三百点 她勾了勾嘴角 在她们面前找小女孩接任务 不是她缺心眼 而是需要她们当观众 她们是肯定会跟来的 后续还可以继续赚养木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53集 最好多来一些 让他们被她大杀四方的英姿所折服 心甘情愿地奉献养木质 木少和跟随她的几个壮汉都很震惊 也很无语 也就是说 那个小女孩不是用来杀的吗 木少沉默片刻 道 我明白了 那小女孩是发布任务的 完成她的任务 肯定能得到丰厚的奖励 几个壮汉都有些后悔 她们怎么就没想到呢 木少 我们该怎么办 就这么走了 我不甘心啊 你是我们之中秀为最高的 你拿个主意吧 我们跟上去 待会儿听我命令去使 是 壮汉们兴奋地答应了一声 跟着她往厨房悄悄地追了上去 宁若与现在的五官十分敏锐 听见了木少等人的脚步声 不由地勾了勾嘴角 果然不出她所料 来到厨房 里面的味道更难闻了 灶台上 墙壁上 甚至连坏掉的锅碗瓢盆上 到处都是漆黑的血迹 当年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 怎么会这么凄惨 这里 曾经发生过一场大屠杀 厨子们在做饭的时候 有人从外面冲了进来 先在这里 将切菜的两个厨子砍死 然后冲向对面炒菜的主厨 砍下了主厨的头 另外两个厨子 想从后门逃走 凶手扔出刀 将其中一个放到 又追到另外一个人身后 在他身上刺了几十刀 又回来将另外几个厨子 尸体肢解掉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 这是我根据现场的血迹状况 得出来的结论 最后死在门边的是 一男一女 两人的关系应该很亲密 先被放倒的那个 将凶手疯狂地捅另外一个 挣扎地向他爬过去 想要阻止他 我明白了 这对厨子 很可能是小女孩的爸妈 他将那只新型吊坠打开 放在地上的血迹上 忽然一只手 从血迹之中伸了出来 抓住了吊坠 血迹之中缓缓地冒出来两团血 那两团血在半空中 凝聚成了人的形状 是一男一女 身上穿着厨师服 看着吊坠 他们露出了悲伤的神色 四周忽然阴气大作 他们一惊 立刻缩回了血迹之中 那吊坠当了一声落在了地上 一阵水开的声音传来 宁若宇抬头一看 发现那只放在灶台上的大锅里 不知何时竟然装满了血水 血水仿佛烧开了一般 咕噜噜冒着泡 宁若宇警惕地望着大锅 目光阴沉 锅里的血水 忽然化为一颗颗血滴飞了起来 漂浮在半空之中 停顿了几秒 忽然之间 化为无数的血刃朝着他打来 小心 忽然一声大喝传来 一个穿着衬衣的男人冲了上来 他手中拿着一把长刀 刀身上有几个窝口 看起来颇有些黏透了 但那是一件二品上等的法器 来的正是墓上 他挥舞着手中的长刀 将那些飞来的血刃挡开 大声道 你们快带他对夫妻军舰小女孩 这鱼窝当着 他所带的那群壮汉也冲进来帮忙 血刃打在他们的武器上 留下一道道腐蚀的痕迹 宁若宇没有动 穆少急切地说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呀 宁若宇有些无语 他看着乱作一团的众人 有的人已经受了伤 身上留下了一道道 被血刃切割和腐蚀的痕迹 他默默地召唤出血魂剑 将长剑一舞 剑身亮起了血红色的光芒 那些横飞的血刃仿佛受到了召唤 全都朝着血魂剑飞来 打在剑身上 立刻就被吸收了进去 血魂剑就像一只嗜血的怪兽 疯狂地吸收着血水 直到将整整一大锅的血水 全都吸食殆尽 他身上的红光更加红火 红得耀眼 红得惊人 宁若与血魂剑心意相通 能够感觉到 他吸饱了血之后 特别高兴 现场的气氛十分尴尬 木少和壮汉们 都满脸震惊地盯着他 把他们打得狼狈不堪的血刃 居然就这么轻而易举地 被他给除掉了 不愧是宁秀罗 用户威武霸气 震慑众人 获得养墓值五百点 木少再次奸细 自己的选择没错 宁秀罗不仅是个练气师 实力还很强 和他在一起 胜算一定很大 就在这时 那口大锅之中又冒出了血水 渐渐地凝成了一个人形 漂浮在半空之中 那是个女人 一个浑身遇血的可怕女人 她目光阴冷地盯着众人 身上的阴气让人寒冒直树 邪女 壮汉们脸色发白 眼中露出恐惧之色 缓缓地朝后退去 死 你们所有人都要死 四周的墙壁上 渗出了星红的血水 朝着众人汹涌而来 仿佛要将他们全部淹没 宁若于脸色一沉 将血魂剑用力插进地面 汹涌的血水 被常见疯狂地吸收 没过多久 从墙里涌出的血水 便被吸收干净 木少看得心头火热 这是什么法器 居然这么强 他出身隐世家族 但家族之中最强的一件法器 也不过是三品上等而已 在家族手中 他因为给家族立下了汉马功劳 才得到了这件二品的法器 如果他能得到宁修罗手中的法器 是不是也能大杀死方 他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 那宁修罗不过是个十八岁的小女孩罢了 能有多大本事 一定是仗着这些法器 才能如此嚣张 何况 听说他有两个天师境的仆人 之前他所做的那些事情 很可能是那两个仆人做的 只是以讹传讹 变成了他本人所为而已 现在他身边没有了那两个高手 只有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小白脸 他朝着杨泽南看了一眼 看不出这小子的修为 但从身上的灵气波动来看 修为并不高 不过是长了一张好看的脸而已 他摸了摸自己的脸 他长得也不丑嘛 修为还比这个小白脸高 说不定宁修罗更喜欢像他这样的男人 如果能把宁修罗弄到手 和他结婚 他在家族中的地位一定会大大提高 说不定还能去争夺下一任家主之位 想到这里 他的眼中闪过了一抹金光 杨泽南似乎察觉到了一丝敌意的目光 朝木少看去 见他正目光灼灼地盯着宁若宇 脸色不禁一尘 邪女又惊又怒地看着宁若宇和写魂剑 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怒吼 一股浓烈的阴气在四周蔓延 四周的景象一下子变了 不再破败不堪 反而变成亮堂干净 穿着白色厨师服的厨师们在厨房里忙碌 而外面的餐厅里坐满了客人 是幻觉 鬼屋最擅长的就是营造幻觉 牧少我们怎么办 以不变应万变 这时一个厨师看了看四周 趁人不备往一碗汤里倒了一些白色的粉末 然后端出去送上了一个女人的餐桌 那个女人居然就是邪女 邪女长得很漂亮 她毫不知情地喝了那碗汤 很快就昏昏欲睡 厨师凑了过来 询问她是不是不舒服 然后便将她搀扶回了客房 侵犯了她 邪女醒来之后非常痛苦 她要去告发厨师 厨师很害怕 拿起桌上的烟灰缸 狠狠地打在她的脑袋上 看到她倒在地上人事不行 鲜血流得到处都是 厨师慌了 天黑之后 厨师用送餐车将她偷偷运出去 扔进了大海之中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百五十四集 谁知道邪女并没有死 厨师走后 她居然从海中爬了出来 但此时的她 也不能算是人了 她为复仇而来 她神情癫狂 回到自己的房间 拿了一把水果刀 趁着早餐时间冲进了厨房 开始她的屠杀 诡异的是 她的力气居然变得非常大 厨房里那么多厨师 居然都不是她的对手 她杀光了厨师之后 又再给客人的粥里下毒 厨房里的隔音措施做得很好 客人们根本没发现那场屠杀 他们毫无所觉地 吃光了下了毒的饭菜 全都死在了餐厅里 而邪女也面无表情地跳进了煮开的大锅子中 所有人都看得如痴如醉 完全没有发现地面之中渗出了血水 那些血水化成了一条条血丝 像蛇一样朝着人们的腿上爬了上去 而宁若宇的身上也爬了几次 想要刺破她的皮肤钻进血管之中 提醒用户 威血 威血 副本威克福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宁若宇悚然一惊 从幻觉之中醒来 发现有两个壮汉的身上 已经被血丝给刺破 钻进了他们的身体 那些血丝在疯狂地吸收他们体内的血液 不到半分钟 他们就被吸成了人干 浑身青紫 就像干尸一般 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宁若宇一惊 立刻抽出一张名神符 大喝道 邪女 袖咬猖狂 说吧 她将名神符扔了出去 那俘虏发出一声正耳欲聋的声响 在众人的耳边炸开 众人只觉得 有一道清风拂过自己的脑海 顿时就清醒了过来 他们大惊失色 双手掐断法绝 用法力将那些血丝从身上扫落 郑华 郑瑜 有人看到地上的尸体 不禁惊叫 这二人是一对兄弟 本来励志 一同加入领祖 却没想到死在了这里 他们一阵后怕 好在宁修罗又名神符救了他们 否则 他们也是一样的下场 他们不由地朝宁若宇投去了感激的目光 用户拯救众人 得到众人感激和遵纪 获得养慕值六百点 邪女大惊 不甘心地大吼 身体之中 猛地钻出无数的触手 全都是鲜血组成 在半空中不断的飞舞朝着众人抽来 宁若宇正要动手 牧少道 林小姐 区区一个邪女 哪里值得你对手 交给我吧 天雷尊尊 龙虎交兵 日月照明 赵武分明 远区朋友 接我号令 调到天兵天将 地兵地将 神兵神将 官兵官将 武雷神将 扶制则行 积积如律令 说吧 手中的符咒顿时 熊熊燃烧起来 一到金光闪过 他的神情顿时一变 连声音都变了 高声道 天兵在此 何方妖魔 敢如此声狂 宁若于心中暗吃惊 居然是请神咒 所谓的请神咒 就是请来神仙 附在自己身上 暂时借来神仙的力量 提高自己的修为 这种请神术 自古以来就广为流传 有许多大宗门 大家族都会 只是根据自己 修习的术法 和平日里 家中供奉神仙的不同 请来的神仙 也有所不同 这位木少 请来的神仙 就是天兵天将 只是很普通的神灵 即便如此 他的实力 也增加了数倍 邪女身上的血边 朝着他抽了过来 他却英勇无比 悍然无惧 挥舞着手中的长刀 朝着血边迎了上去 太好了 木少请来了天兵附身 在天兵面前 什么邪女 根本不作为惧 好好一个鬼物 怎么能被人抢了呢 宁若欲有些不满 打开鬼市商场 翻了翻 果然找到了请神符 请不同的神仙 有不同的请神符 价格也不一样 他快速找了找 最终找到一张请吕洞宾的俘虏 吕洞宾是道教主流全真派的祖师 自动宾 闹好纯阳子 自称回道人 乃八仙之意 吕洞宾原为儒生 在唐朝保利年便中了晋史 做过地方官 但当时的唐朝 已经到处都是割据势力 名声困苦 流寇横行 他厌倦了这样的俗事 便辞官不作去深山之中修行 四十岁 欲正火龙真人传剑术 六十岁 欲钟离全传丹法 道成之后 普渡众生 世间多有传说 被尊为剑祖 剑仙 他的请神符 足足要三千仰慕值 而且只出现十五秒 然而 他的已经算是很便宜了 像二郎神 太上老君这样的 要好几万 买了 他立刻就花仰慕值 兑换了一招 吕洞宾的请神符 却忽然听见一声惨叫 穆少竟被那一血鞭给抽飞了 原来以他的实力 也只能请来天兵附身半分钟 这半分钟内 没能斩杀邪女 天兵离开 他躲闪不及 便结结实实挨了一鞭子 胸口被腐蚀出了一条可怕的鞭痕 穆少 穆少请来天兵都不能打败邪女 怎么可能 完了 这下咱全完了 很是跑吧 现在该我装逼 不是 现在该我出场了 仙女 你的遭遇令人惋惜 但是冤有头债有主 你要报仇 也该找侵犯你的厨师报仇 不该迁怒无辜指 既然你手上沾满了鲜血 今天我就替天行道 将你斩杀 太上吕帝君 急急如律令 有请纯阳帝君 手中的寝神符熊熊燃烧起来 忽然间 四周风声大作 虚空之中忽然走出了一个人影 身穿道袍 头戴道经 手中拿着一柄长剑 高声道 有孽 修有成功 所有人都惊呆了 慕少只是请来天兵附身 而这位宁修罗 直接将吕洞宾大声给请来了 他们居然看到了吕洞宾的法相 直了 这辈子直了 仙女也察觉到危险 转身就往大锅里逃去 吕洞宾道 有孽哪里逃 说吧 手中长剑击出 这一剑如雷霆震怒 耐着雷霆万钧之势 狠狠地击打在邪女的身上 邪女发出一声惨叫 直接给打成了碎片 连带着她周围的锅碗瓢盆 也全都被击碎 连地面和墙壁都像是焚烧过一样 焦黑一片 吕洞宾冷哼一声道 说吧 潇洒的一转身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四周又恢复了宁静 连同木少在内 所有人都用震惊的目光望着她 其中又夹杂着惧怕和尊敬 连杨泽男的眼中都闪过一抹惊讶 眼中的兴趣更浓 宁若宇其实也被这寝神符的威力给吓着了 这样看来 根本不用买吕洞宾这样大神级的嘛 请个小神估计就能把邪女给宰了 现在只是用大炮去轰蚊子 太不划算了 但她还是要表现出云淡风轻的模样 背着双手道 区区一个邪女 不过是射轻鬼的修为 不值得我耗费太多的精力 众人一阵无语 你们看 这是什么 有人忽然指着邪女被斩杀的地方道 在那里 静静的躺着一只金色的锦囊 是金色福袋 众人看得双眼放光 恨不得立刻将那福袋抢走 但想想宁修罗的本事 他们只得作罢 牧少走上前去 将福袋捡了起来 众人心中都很惊讶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55集 他到底要干什么 当着别人的面抢人家的东西 你就不怕宁修罗 一剑将你的脑袋削下来吗 牧少拿着福袋来到宁若宇的面前 宁小姐 您斩杀了邪女 这个是您的 众人默默在心中称赞牧少的高段位 杨泽南嘴角带着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 冷冷地盯着他 宁若宇接过福袋 朝他点了点头 转过身 看见身后站着一对穿厨师服的夫妻 你们跟我来吧 我带你去见女儿 二人都露出感激之色 跟着他来到餐厅 小女孩从墙壁之中走出 一家三口紧紧地抱在一起 哭得稀里哗啦 虽然厨房距离餐厅只有几步之遥 却阻隔了他们团聚 咫尺天涯 小女孩来到了宁若宇的面前 小姐姐谢谢你 我这里有个福袋 送给你作为答谢吧 此时宁若宇的脑袋里 响起了副本威克福的声音 用户完成随机任务 小利银色福袋一个 养墓值三千点 其他人都眼巴巴地望着福袋 心头一片火热 多谢各位帮助我们 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答谢 只有这点灵力 希望各位不要嫌弃 说完 三只鬼便化为了无数的星光 看起来就像漫天的萤火虫 钻进了在场所有人的身体之中 众人只觉得体内的灵气暴涨 修为居然提高了一截 有的原本就到了升级关口 这一提升直接就晋级了 众人心中大喜 他们没想到还会有这样的福利 都很高兴 晋级的连忙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开始稳固修为 宁若宇明白 这就像打游戏 在游戏之中 所有打boss的人都会分到一部分经验值 不过只有最后杀了boss的 才能得到爆出来的装备 完成了邪女的任务 宁若宇的心情很好 对木少道 既然邪女已经扶出 我们就此别过 告辞 林小姐 请等一下 木少还有什么事吗 那个 我想跟林小姐组队 不知道林小姐能不能答应 不能 你要不要这么斩定截铁啊 很伤人的好吗 林小姐 我虽然修为不济 但还有些保命的本事 跟在你身边 绝对不会拖你后腿的 抱歉 木少还想说什么 杨泽男挡在他面前 脸上仍旧带着那若有似物的笑意 木少 宁小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就不要上赶着 超人讨厌了吧 木少心头大怒 他看不惯这个小白脸很久了 只会躲在女人背后 算什么男人 这位先生 你如果有一点自知之明 就不该拖宁小姐的后腿 刚才在邪女面前 你可是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 就算我再怂 若宇就喜欢我这样了 你不过是长了一张好看的脸罢了 但若宇就喜欢我这张脸 你长得没我帅 身高没我高 连身上的肌肉都没我好 你拿什么跟我别 木少更加生气 恨不得将他那张俊帘给踩在脚下 狠狠踩烂 你他们还是不是个男人 靠着张脸勾搭女人 你居然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如果对方是若宇的话 这是我的荣幸 木少握紧了拳头 想要一拳打在他的鼻梁上 但他看了看远处的宁若宇 咬牙忍住了 他不能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 杨泽男用鄙夷的目光 淡淡瞥了他一眼 朝着宁若宇走去 木少眯起眼睛 眼中满是杀意 木少别生气啊 一个小白脸而已 这种男人啊 就算一时迷住了宁修罗 也不会长久的 咱们修道之人最看重财履法地 道理也是很重要的 木少你出身好 天赋也高 除了你 还有谁配得上宁修罗啊 是啊木少 别生气了 三天之后杜船就来了 咱们赶快趁这个机会 提高修为啊 对啊木少 我们赶快去找鬼物 说不定还能弄到一些功法 法器什么的 那就发了 木少一想 也是这个道理 我们走 出了餐厅 宁若宇又拿出了那张地图 看到另一个画了圈的地方 在人形岛屿的心脏部位 这是停车场 奇怪 停车场怎么会建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岛屿上面的建筑 所有的建筑布局都很怪异 是风水局 杨泽南微微点头 拿出一支笔 在岛上的建筑上画了几笔 连成了一个诡异的图案 看起来就像一个咆哮嘶吱吼的鬼头 这是天鬼吞灵阵 这个阵法是为了吞噬生命而不 这里很容易产生鬼物 人类心中的恶念也会被放大 最后自想残杀 难道我们也会受到影响 术士受到的影响要小一些 但低级术士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宁若宇宙梅 看来这次的副本会有很多人永远留在这里 世上最可怕的永远都不会是妖魔鬼怪 而是人类自己 走 我们去停车场 刘鹏此时就在停车场内 他躲在一辆破旧的汽车旁边 捂着肩膀上的伤口满头大汗 警惕地注意着周围时不时地朝外面张望 他没有找到愿意接受他的队伍 只好一个人在岛上探索 最后找到了这个停车场 发现入口处的港亭里有个保安鬼 他本来想去除掉这个鬼魂 但这个保安是个老头 看着并不想攻击他 他正在犹豫着要不要动手 那老头便要求他帮忙 他忽然想起老王曾经说过 岛上的鬼魂并不是每个都是坏的 难道这老头是好鬼 专门发布任务 就像游戏里NPC一样 他警惕地走过去 老头说之前有个客人 把一只手提箱落在了车上 那位客人很急 马上就要回来取 让老头去车上把箱子拿过来 等客人回来就可以直接拿走 但老头年纪大了 忘了那客人是哪辆车 便拜托刘鹏去帮他找一找 同时将一把车钥匙递给了他 还许诺会给他好处 他满心地激动 这个老头真的是发布任务的NPC 幸好没有攻击他 不然就错过这次大好机会了 那是一把奔驰的钥匙 他就在停车场内一辆一辆地寻找 发现这些车都很诡异 每辆车上都有血迹 他还被一只突然从车底下 钻出来的鬼物追杀 好在他很机灵 没有惊动那些隐藏在车内的鬼物 在角落里找到了那辆奔驰 从车上拿走了手提箱 就在他准备去交任务的时候 却被一只队伍给拦住了 这只队伍的实力很强 基本上都是真人级别 特别是领头的那个男人 其他人都叫他郑师兄 他是某个隐世宗门的弟子 修为已经达到了法师中期 他们逼迫他交出手提箱 说只要交出来 就放他一条生路 但他知道 他们抢走了手提箱 肯定还会杀他灭口 但以他的实力 根本没办法和这些人抗衡 情急之下 他惊动了旁边一辆车上的亡灵 那是一个小孩鬼 似乎是被撞死的 死得非常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56集 那小孩鬼从车头钻了出来 四肢扭曲着 像蜘蛛一样朝着众人快速爬来 趁着郑可爽等人对付那只小孩鬼 他一溜烟跑 可是他没想到 郑可爽在停车场的出口 也安排了两个人看守 他根本没办法到保安老头那儿去交任务 可恶 他在心底咒骂了一声 他是个散修 没有师门 出生于工薪家庭 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 在他12岁的时候 一个脏兮兮的老道士 经过他家住的桶子楼 看到一大群孩子在一起玩 在那些孩子中 他一眼就看中了刘鹏 老道士对刘鹏的父母说 他有修道的天赋 要收他为徒 刚开始 他的父母以为老道士是人贩子 要拐走他们的小孩 差点报警 老道士一抬手 让两百多斤的玻璃饭桌飞了起来 他们这才相信将老道士奉为上柄 从那天开始 他就跟着老道士学习法术 但老道士年纪大了 没教他几年就受缘耗尽 驾赫习去 他只能摸索着自学 没有任何资源 能有今天的成就 已是不容易了 能进入这个秘境试炼 是他唯一的好运气 他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就在这个时候 他忽然察觉到一股阴气涌动 抬头一看 原来是对面一辆宝马车的车门打开了 从车上流出星红的血液 接着一只手从车里伸了出来 那只手惨白 鲜血在手臂上流淌 有一种妖异的美感 但那条手臂的主人毫无美感 他半边脑袋都没了 身上血肉模糊 像被车子压扁了一样 模样十分圣人 这居然是个高级恶鬼 他握紧了手中的桃木剑 就这把破剑 还是师父临死前传给他的 用来杀杀阴魂还行 杀初级恶鬼就很吃力了 何况是高级恶鬼 那恶鬼却盯上了他 朝着他快速爬来 算了 拼了吧 他咬破舌尖 将一口舌尖血喷在桃木剑上 桃木剑顿时亮起一道金光 他捂了个剑花朝着那恶鬼刺去 这时 郑壳爽等人已经追了过来 见此情景 都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 师兄 你看这个伞修 明明修为这么低 还想要逞强 这不是找死吗 师兄 不如咱们多惊动几个鬼物 好好招待着他 好主意啊 你们 去多弄几个鬼物过来 这小子胆敢用我们吸引鬼物 自己逃走 我就要让他死在群鬼力爪之下 让他死无全尸 师兄放心 交给我了 郑壳爽手下几个队员来到旁边的汽车旁 用法术惊动车里的鬼物 引着这些鬼魂全都朝刘鹏席去 刘鹏心中暗暗叫苦 却没有任何办法 谁叫他修为低微 势单力孤呢 很快他就负了伤 一只小孩鬼爬上了他的腿 露出一抹奸诈的笑容 张开血盆大口 就朝他的大腿咬去 硬生生撕下一大片血肉 露出了里面的森森白骨 郑壳爽等人见此情形 居然哈哈大笑 以此取乐 无命休矣 就在这时 一张葫芦飞了过来 正好拍在那小孩鬼的脑袋上 小孩鬼惨叫一声 从他身上跌落 额头冒着烟迅速逃走 谁 谁在管我好事 回答他的是一把血红色的长剑 那把剑飞到刘鹏身边 绕着他转了一圈 便将围着他的恶鬼 全部斩杀殆尽 刘鹏喘吁吁地 靠着一辆破车 拿出伤药 撒在大腿上止血 接着 两个人影 出现在了停车场入口 宁小姐 用户出手救下刘鹏 得到他的尊敬和感激 获得养慕值100点 你们想要干什么 你们难道看不出来 我当然是要救人了 我乃东阳宗外门弟子郑可爽 这是我要杀的人 你难道要和我东阳宗作对吗 我没有听说过什么东阳宗 只听说过白虎门御林熊家 只不过现在他们都已经不在了 放肆 我东阳宗乃八百年的大门派 你居然敢对我宗门不敬 教养出你们这些称人之危的凶徒 这样的宗门有什么好尊敬 大胆 我看你是活腻了 白虎门和熊家算什么东西 我东阳宗的长老都是天师精高手 我家老祖更是真军巅峰的强者 不要以为你打败了那个白虎门和熊家 就可以横行无际了 许之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郑师兄 这个宁修罗能够找到这里来 肯定是杀了不少鬼物 得了不少好东西 不如我们 他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对啊 郑师兄 我们这么多人 难道还打不过一个娘们吗 我都听说了 他干的那些事情 都是他师门长辈和两个天师精的仆人所为 他本人根本就没什么能力 不过是狐家虎威罢了 师兄 咱们现在在秘境之中 他的仆人没有跟来 只要咱们做得干净些 师门肯定不知道是我们干的 郑可爽心动了 他虽然是东阳宗弟子 但只是外门而已 与内门的嫡传弟子完全不能比 得到的资源也少得可怜 这个宁修罗是个炼气师 身上肯定有不少好东西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他的眼睛有些发红 贪欲战胜了理智 他手下的队员们都激动起来 其中一个身高一米九 剃着光头 头上还纹着纹身的树式上前大喝 你们两个 马上把身上东西交出来 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个素食 郑可爽 平时很有些贤德的名声 没想到他的内心 竟然是这样的误会不堪 虽然这些人都是受天鬼吞灵阵影响 但毕竟这个阵法只是让人内心恶念增大 而不能让心无恶念之人生出恶念 因此郑可爽等人本来就面善心恶 还和他们费什么话呀 直接杀了完事 一起上 刘鹏忍着剧痛 提起陶木剑便挡在了宁若宇的面前 宁小姐是因为他才成为了众矢之地 他不能置身十万 要死也是他先死 不过他不会白白去死 就算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宁若宇有些惊讶 现在这个时代 居然还有刘鹏这样的纯善之人 他能够感觉到 之前木少只不过是在演戏 其实另有所图 而刘鹏却是真心实意 这样的人不帮他一把 连他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他走上前去 按住对方的肩膀 你站都站不稳了 还逞什么枪 到一边休息去吧 这里交给我 宁若姐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 不过一群乌合之众拔了 我还不放在眼里 你在这里 反而会拖我的后腿 刘鹏嘴角抽出了两下 扎心了老铁 宁若宇将他推到一旁 独自面对那一大群凶神扼杀的术士 他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手一翻 血魂剑出现在手中 晨曦的光打在他的身上 留下一道美妙而威严的剪影 如同一尊沙神 杨泽南看着这样的他 眼神中有着一丝迷醉 剑出 隐血 他在人群之中厮杀 身若犹龙 偏若惊鸿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57集 刀划过人的肌肤 鲜血飞出时的声音 就像是风声 他心冷如铁 每一刀都绝不容情 除恶物尽 这是他开始修行之后 学到的第一个道理 郑可爽惊得无以复加 他怎么会这么强 他的剑法之中 居然还蕴含着剑意 这是怎样的天宗奇才啊 他后悔了 本来这次收获颇丰 只要能活着回去 他肯定能够在宗门内 出人头地进入内门 他不该来招惹这个沙神 但现在觉悟已经晚了 下一刻 他便捂着自己的脖子 缓缓地跪倒在地 鲜血从他的手指缝中 飙射而出 他双目无神地盯着 站在面前的宁若鱼 他长得真好看 这么好看的女人 为什么杀起人来 这么狠啊 这个最后的念头 闪过脑海 他便直挺挺地倒下 再无声息 不到十分钟 郑可爽和他所带的队伍 全部被斩于剑下 而宁若鱼也从这些死人的身上 收获了四千多点仰目值 用户杀法果断 赢得杨泽南的赞赏 获得仰目值四百点 用户杀法果断 震惊刘鹏 获得仰目值一百点 刘鹏是真被惊到了 宁若鱼的外表太文静了 看起来就像个模样 长得好些的女大学生 这种女孩应该是内心柔软 看见花落都会伤心的呀 怎么他杀起人来 绣和砍瓜切菜似的 宁若鱼看了他一眼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交任务 哦 刘鹏连忙答应了两声 朝着保安室跑去 没跑出两步 忽然听见砰的一声 一辆破车的门忽然开了 接着是第二辆 第三辆 居然所有的车门都开了 不好 快去交任务 刘鹏撒鸭子狂奔 与此同时 一个个鬼魂 或爬或走或飘地 从车内出来 朝着宁若鱼等人扑了过来 数量好多 宁若鱼眼冒红光 这些可都是宝贝啊 都能包装备和材料 他满脸兴奋之色 仿佛眼前这些不是妖魔鬼怪 而是一大堆金银财宝 他举着剑冲进了鬼群之中 一路沙沙沙 砍砍砍 杨泽南笑了笑 也加入其中 刘鹏回头看了一眼 鬼群中的宁若鱼 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琴着泪花响 宁小姐为了救我 做出这么大牺牲 我刚才居然还质疑她人品 实在太不应该了 我真是混蛋 宁若姐 等我叫了任务 一定回来救你 这样想着 他觉得体内有着无穷的力量 速度也快了许多 几步就冲到保安室内 将手提箱递了过去 那保安老鬼 露出了欣喜的神情 太感谢你了 不然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说着 他拿出一只金色的福袋 我只有这个 就送给你作为报答了 可千万不要嫌弃啊 不嫌弃 不嫌弃 刘鹏激动地连连回答 一把将福袋拿过去 这可是好东西啊 打开看看吧 看你喜不喜欢 刘鹏立刻打开福袋 便感觉到一股灵气 猛地灌进了他的身体 让他功力大增 丹田之中仿佛有什么东西 咔嚓一声碎了 他突破了 从入道中气突破了入道后气 又继续往上升 突破入道巅峰 最后竟然直接突破了真人境 他心中一阵狂喜 没想到做这个任务 收获居然如此之大 等等 福袋之中似乎还有什么东西 他往福袋里一摸 拿出了一对钩 钩是一种武器 古代的十八般兵器之一 由割演变而成 春秋时期 钩与割己并用 那也是钩最辉煌的时代 这对钩 不知道是什么材料打磨而成 电体生寒 拿在手中都觉得冷入骨髓 法器 还是三品上等的法器 转了 转大了 他立刻咬破食指 将自己的血滴在法器上 双钩立刻传来反馈 一人一兵 仿佛在那一刻心意相通起来 法器 认主了 他转过头 看向外面还在战斗的宁若宇 目光变得坚定 提着双钩便冲了出去 宁若宇一看 来了个抢怪的 你晋级了 对 宁若姐 我来帮你 胡闹 你一连升了三级 境界不稳 还不快去稳固修为 不然你境界跌落 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刘鹏感动得稀里哗啦 宁小姐可真是个好人啊 用户得到刘鹏忠心感激 获得仰慕值一百点 宁若宇有些无语 他只是不想多一个人来抢怪而已 怎么就又感动他了 他也太实诚了吧 算了反正鬼屋这么多也不差这一个 他拿出一瓶赔源丹丢给刘鹏 这个可以稳固修为 快吃了 刘鹏打开瓶塞 里面传出了迷人的丹药香味 这 这是丹药 而且等级还不低 品质也很高 这样的丹药如果拿出去卖 少于五百万根本不可能出手 他再次被感动得稀里哗啦 用户慷慨赠丹 得到刘鹏满心感激 获得仰慕值一百点 他往嘴里倒了一颗丹药 丹药入喉 化为一股热流钻进了他的丹田 果然 原本动摇不定的根基 慢慢地稳定下来 修为也没有跌落的迹象 他满心欣喜 挥舞着手中的桃木剑 带着一腔热情 加入了屠杀鬼物之中 他杀死了一只初级恶鬼 那鬼物魂飞魄散之时 一只锦囊掉了下来 落在他的脚边 这是鬼物爆出的装备 未能杀鬼紧装备了 太好了 他俯身将福袋捡起来 塞进自己的随身小包之中 然后扑向了另一个鬼物 宁若宇杀了十几分钟 却发现鬼物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越来越多 虽然爆出来的福袋不少 但这要杀到什么时候 威克福 有没有什么办法在短时间内 将他们全部除掉 没有人回答 宁若宇这才想起 自己可爱的妹子威克福 现在已经失联了 在副本里为自己服务的 是副本威克福 而这个威克福 是不会主动帮他的 他得靠自己 对了 经佛中 经佛中带着强大的佛陀 慈悲之力 能净化灵魂超度鬼物 那么 他是不是能将眼前的鬼物 全部超度 我可以试一试 这些鬼魂虽然都是恶鬼 但生前也都是无辜之人 他们被这座岛杀死之后 又被永远困在这里 其实是很可怜的 如果能将他们全部超度 也是一种功德 何况 现在他晋升到了十三级 用一次金佛中 不至于立刻昏倒 只是会虚弱一段时间 他转过头 看向正在砍杀鬼物的杨泽南 杨先生 如果我身体虚弱 你能保护我吗 这还是他第一次 寻求杨泽南的保护 这说明 他信任自己了 杨泽南的心中 生出一丝狂喜 嘴角不可抑制地往上扬 当然 哪怕是地狱鬼递来了 我也能保护你 他的承诺 就像有着某种魔力 让宁若云莫名心安 眼前的这个男人 是个靠谱的 他点了点头 召唤出了金佛中 那只小小的金钟 一飞上半空 就化为了一口大钟 比一般寺庙里敲得还要大 浑身金光闪闪 包裹着佛光 宁若与双手合十 只觉得自己的心中 也充满了佛光 原本杀红了眼 狂躁不安的心 也宁静下来 他心有所动 阿弥陀佛 咚的一声 金佛中发出一声轰鸣 佛光顿时大声 那一瞬间 他感觉自己体内的全部力量 都被抽了出去 灌入金钟之中 我佛慈悲 普度众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百五十八集 耀眼的佛光 立刻朝着四面八方 弥漫开去 被佛光照耀到的鬼物 原本凶狠残忍的面容 渐渐变得安详 显出了他们生前本来的模样 停车场闹得这么大 早就惊动了不少人 他们都纷纷赶来 却看到了这样的景象 不由地睁大了眼睛 这是怎么回事 这座充满了邪恶和杀戮的岛屿上 怎么会突然佛光普照 法器 一定是一件强大的佛家法器 他们的心 一下子变得火热起来 用户佛光普照 震惊所有人 获得仰慕值五千点 鬼物们全都停下了杀戮 嘴角扶起一抹解脱的欢愉 化为一道道金光 朝着天空升了上去 一时间 无数的光点 如同萤火虫般在天空中飞舞 最终消散在浩瀚的蓝天之中 用户慈悲为怀 超度停车场所有鬼物 得到副本特殊奖励 一万点仰慕值 复活券一张 仰慕值就算了 复活券是什么东西啊 威克福 这个复活券上 字面上的意思吗 是的 使用复活券 可以原地满血满状态复活 复活券极为难得 只有在副本中 完成隐藏任务才能得到 请用获珍惜 在外面的世界也可以使用吗 是的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 发达了 宁若宇看着个人包裹里面 那张看起来朴实无华的纸 这就是他最终的底牌 群鬼已被超度 他一伸手 金服中又缩成了拳头大小 落在了他的手中 他也因为力量耗尽 身体已软 一只有力的大手 从身后伸了过来 缓住了他的腰 他跌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之中 有人来了 别怕 就算是地狱鬼地来了 他也只能匍匐在你的脚下 宁若宇不明白 他为什么这么有自信 他在领祖里的排名 也不过八十一而已 是什么给了他这样的自信 李队长乔队长这些人 又为什么会对他毕恭毕敬 杨泽南将他横抱起来 往停车场外走 刚到门口 就看见一大群人将自己给拦住了 他环视四周 这些术士 个个都拿着武器 有的还是上了品级的法器 崭新崭新 一看就是在鬼岛上得到的 这些人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他 他异常冷静 目光冰冷 仿佛眼前这些 并不是力量强大的术士 而是一群不入眼的蝼蚁 一个外表瘦弱 带眼神凶财阴狠的术士上前道 把宁修罗放下 你可以滚了 我要带他走 你不过是个小白脸 你浑身上下最有用的 也就这张脸而已 赶快把它放下 不然老子把你那张脸给撕下来 一个鸭子还想当英雄 当什么英雄 当狗熊吧 这种小白脸 是我最喜欢的类型 变态离我远点 杨泽南的目光宁静如水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你们是一个个上 还是一起上 妈的 这臭小子还挺嚣张啊 哼 看来老子不打掉他几颗牙 他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 跟他废什么话 直接打死完事 兄弟们 宁修罗可是标准的炼器师 他身上的法器多不胜数 等杀了他 我们平分啊 众树师们眼神发红 眼中满是贪婪之色 激动的大吼起来 兄弟们 给我上 那瘦小男人一马当心 挥舞着他刚刚得到的武器 朝着杨泽南冲了上来 杨泽南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宁若宇盯着他 心中生出了几分疑虑 而树师们 却以为他已经吓破了胆 幻想着待会狠揍那张俊脸 抢夺宁若宇手中的法器 顺便再享受享受 宁修罗那美好曼妙的身躯 想到这儿 他们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 让他们爆发出更强大的力量 杨泽南却缓缓地抬起头 是群愚蠢的肥肋 他忽然出手 朝着冲上来的众人击出了一掌 看起来平平无奇 就像是小孩子打架一般 随随便便打出的一掌 却仿佛带着难以想象的可怕力量 一打出 就带起了一阵阵旋风 连地面都被刮走了一层地皮 所过之处 催枯拉朽 众人还没有回过神来 就被那股力量给吹飞了出去 只觉得身体 像被大卡车给来回碾压了几遍 胸骨不知道碎了多少根 砰砰砰 人摔了一地 有的人想要挣扎着爬起来 谁知道一动 身上的骨头又断了几根 痛得他们在地上 不停地打滚哀嚎 宁若雨惊了 刚才这一击的力量 可不是普通的法师精高手 能够打出来的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会有这样的修为 杨泽南如同一尊战神般 抱着自己的女人 环视四周 目光如刀 让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 别开脸 低下头 不敢与他对视 你们还有谁要上他 偷过来吧 我奉陪 没有人敢回答 原本还气势汹汹的众人 请客之间 变成了一地的怂狗 他们在心里 把杨泽南骂了一千遍一万遍 原来你他们是个 这么高的高手 之前居然一直装成个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会 只知道躲在女人身后的怂包 伴猪吃老虎 这么好玩吗 没胆量又没本事 就不要学别人出来打劫 虚蠢透顶 说吧 他抱着宁若与扬肠而去 刘鹏这才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 吞了口唾沫 紧跟其后 连宁小姐身边的人 都不是普通人 宁小姐的来头果然很大 宁小姐人这么好 实力这么强 连后台都这么惊人 他一定要抱紧宁小姐的大腿 杨泽南将宁若雨 抱到了一间还算干净的客房之中 刘鹏本来想跟进去 杨泽南挡在了门口 你在外面等着 刘鹏哪敢说个步子 只得点了点头 我在外面替你们站岗 等等 这话怎么听着 不是个味儿呀 他们干什么 需要人站岗呀 话一出口 刘鹏就有些后悔 杨泽南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他头皮一阵发麻 低着头不敢说话 谁知 杨泽南却笑了 刘鹏 你 不错 不知为什么 刘鹏为这句夸奖雀跃了很久 就像得到了某个大人物的赞赏一般 杨泽南 杨泽南关上门 回到床边 我口袋里有回穿单 麻烦你喂我一下 谢谢 杨泽南将手伸进他的随山小包里 拿出了一支玉瓶 然后将他搀扶起来 将他搂进怀中 让他的脸贴着自己的肩膀 宁若宇能够清楚地闻到对方身上的男性味道 那是一种清新的青草香味 和别的男人不同 让人闻着很舒服 宁若宇有一瞬间的恍惚 他还从来没有和一个男人离得这么近过 以前他和楚天忆走得近的时候 也是正常的社交距离 连牵手都没有过 如今和杨泽南贴在一起 让他很不自在 杨先生 麻烦你 你涂得什么香水 您若与嘴角抽搐了两下 我没有擦香水的习惯 到时这两天没洗澡 寻找你了 恰恰相反 你身上的味道很好闻 像是某种花香 似乎在什么地方闻到过 杨先生 请自重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59集 杨泽南转变了话题 若与 你怎么不问我 为什么这么巧 那是你的秘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我对你的秘密不感兴趣 若与 不管如何 我对你没有恶意 我知道 我把你当朋友 希望你能够明白 我也只把你当朋友 若与 你知道 我并不仅仅想做你的朋友 我知道 但对不起 我对你 没感觉 若与 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 我不想玩弄你的感情 如果我愿意被你玩弄呢 拜托 你是一个一招打爬一大群术士的高手 不是俱乐部的男模 为什么能够一本正经说出这种话 我不想玩弄任何人 能把丹药给我了吗 杨泽南很无奈 他真希望能够就这样一直抱着你若雨 他的身体那么柔软 他的手温热 此时与他食指交缠 然而他知道 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 他依依不舍地将丹药喂进凝若雨的口中 他一口吞下 丹药中蕴含的灵气钻进四肢百骸 让他终于有了一丝力量 他抓起玉瓶 将一整瓶丹药全都吞了下去 终于能够自由活动了 他立刻起身目光警惕 这个警惕的眼神刺伤了杨泽南 他心中有了一份怒气 若雨 我喜欢你 但我绝对不是那种趁人之危的人 我相信你的人品 但没有办法回应你的感情 等我们离开了这里 以后还是不要见面 就因为我喜欢你 你就要跟我划清界限 再不见面了 我并不是讨厌你 只是不想给你错觉 让你觉得我不接受你 还吊着你而已 他以前看言情小说的时候 就很讨厌那些明明不喜欢男方 却还口口声声说 要当对方朋友的人 他们其实只是吊着对方 享受着对方给予的照顾和温情 归根结底 就是把对方当备胎 他不想做那样的女人 杨泽南盯着他看了许久 走到他的面前 若雨 就算你不喜欢我 也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我 哪怕你不愿意和我做朋友 我们也可以成为合作伙伴 在华夏 你需要领祖的保护 而我们领祖 也需要你这位技术高潮的练骑士 他说的有道理 宁若雨无法拒绝 领祖 毕竟是华夏的官方力量 和他们结盟 对他有百利而无一害 最后 他点了点头 杨泽南心中 暗暗松了一口气 差一点 就被他赶走了 好在我几点 他不动声色地岔开了话题 你先休息一下 等恢复了灵气 我们就去最后一个地方 地图上 最后一个被红笔圈起来的地方 就是在人形 鬼岛嘴巴位置的那个建筑 宁若雨点了点头 你休息吧 一夜没睡 又耗尽了灵气 肯定很疲惫 我就住在隔壁 有什么事情的话 随时叫我 他走了出去 贴心地关上房门 宁若雨也暗暗松了口气 杨泽南身上 有种惊人的气势 与他对视时 他总能感到 对方眼底的那一抹炽热 这份炽热 就像在灼烤着他的灵魂 让他很不自在 但他可以肯定 自己并没有对对方动心 面对任何一个男人 他的心都像是一潭死水 或许 那个风雨交加的晚上 他真的死了一次 只不过死掉的 是他那颗红尘之心 杨泽南一出门 就看见守在门口的刘鹏 刘鹏立刻起身 崇敬地望着他 这位可是一掌 打败一大群术士的高手 自己去找个地方 住一宿 明天一早 我们去最后一个地方 刘鹏心中一阵狂喜 这是不是说明 杨先生接受他成为队员了 杨泽南进了隔壁的房间 面色沉默 他突然后悔了 几个月前 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就该将您入宇带走 而不是送他去医院 失去了最好的机会 然而 命运没有如果 这次 他不会再放手了 宁若宇从鬼市商场里 兑换了一瓶悬缘丹 这种丹药很贵 一颗要888点养木质 但是能够瞬间恢复灵气 在战斗中很有用 他吃了一颗 便觉得体内灵气暴涨 立刻盘腿修炼 在床上坐了整整十几个小时 第二天一早 他站起身舒展了一下身体 所有疲惫都一扫而空 三人收拾了一下 便朝着最后一个危险之地进发 这栋建筑离两个小湖泊很近 本来建成豪华客房最合适 但诡异的是 这里居然是一座庙宇 这座小庙看起来很阴森 破败不堪 就像古代小说里的深山古叉 里面潜伏着各种妖魔鬼怪 仿佛随时都能跑出来吃人 鬼岛上的建筑都很现代 只有这座小庙是仿古建筑 显得格格不入 这一座庙宇 隐藏着鬼岛密文的真相 所以在老王给的地图上 这座庙上画了一个圈 还用鲜红的笔写着 极度危险 就在这时 宁如雨听到了脚步声 回过头一看 见一支队伍正朝这边走来 没想到其中一个居然是熟人 沐上满脸激动地走了过来 宁小姐 没想到在这里能遇到你们 真是缘分啊 杨泽南眯了眯眼睛 没有说话 是啊 好巧 对了 宁小姐 我那天还没有做自我介绍 我姓牧 叫牧耀 这位是林无依 是玉林地区最大的饮食家族 林家的嫡系子弟 宁如雨看向旁边那个年轻人 他二十四五岁 身材奇长 身上穿着一身方便活动的运动服 这些出身世家的男人 长相都不会差 毕竟他们的母亲都是美女 不然又怎么能嫁进豪门呢 林无依深深地打量了宁若宇一眼 伸出手 大名鼎鼎的宁修罗 九雅 宁若宇跟他握了握手 心中安安惊讶 这个年轻人的修为 居然达到了法师中期 从他的年龄来看 也是天纵之才 林家和穆家是世交 二人从小关系就很好 他们都带了一支队伍 只不过在之前的任务中 简缘严重 正好遇上了 就干脆组成一支队伍 到湖泊这边碰碰运气 没想到离湖泊不远的地方 居然有一座庙宇 他们察觉到这庙宇不同反响 想来闯一闯 正好就遇上了宁若宇 林小姐 相请不如偶遇 既然咱们遇上了 干脆就一起 是啊 这座岛上很危险 之前东阳宗的郑可爽 和他所带领的一群人 就在停车场附近 被人给杀了 杀了 被谁给杀了 之前 杨泽南只是将他们 打成重伤 并没有杀死 他们是被人 打成重伤之后 无法动态 被鬼物给杀了 宁若原案心惊 他以为停车场内的 所有鬼物都已经被超度了 没想到还有漏网之鱼 看来这些鬼物都很聪明 隐藏在停车场之外 伺机而动 宁若宇用眼角余光 看了杨泽南一眼 见他一点都不惊讶 顿时明白 他早就知道附近有鬼物 当时不杀郑可爽他们 是不想脏了自己的手 好深的心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百六十集 打伤他们的人 秀为非常高 一定有高手潜伏了进来 你们一定要小心 少年 那个高手就站在你面前 想不到吧 他本想拒绝 但杨泽南先他做了回应 若宇 既然遇到了 就是缘分 一期也好有个照应 他又在打什么主意 虽然不知道他的用意 但杨泽南做事 一向十分靠谱 他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看得木少一阵牙痒痒 不过是个小白脸而已 宁修罗居然对他百依百顺 真是看得人生气 如果能抓住机会将他除去 我一定能博得宁修罗的好感 杨泽南冲着他意味深长的一笑 木少一惊立刻移开了眼睛 他不会发现什么了吧 不 绝对不可能 他又不会读心术 还能知道我心中所想 这座庙宇处处透着诡异 待会儿进去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小心 众人都点了点头 木耀为了博得宁若宇的好感 自告奋勇地打头阵 走上前去 在门上一推 斑驳破旧的木门 发出支鸭一声响 缓缓地开了 一股木结构建筑发霉的味道迎面扑来 再加上灰尘味 木耀不由地咳嗽了两声 众人走进庙中 这座庙并不大 正殿之中供奉着一尊神像 那神像十分怪异 从面容上看 他是一张黑面鬼脸 双目圆瞪 眼大如铜铃 却不是长在正常的位置 而是一只长在额头 一只长在下巴 头发冒着绿色的火焰 他一只手抓着一个 被开膛破肚的婴儿 另一只手抓着一只 怒目圆睁的人头 同时 他的脚下还踩着好几个人 那些人重叠着 一个个都面目扭曲 似乎十分痛苦 这雕塑 怎么看都不像正神 反而像痴人的鬼物 杨泽难打量着那尊神像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 痴人夜叉 夜叉是佛教传说中的鬼物 有空形夜叉 地形夜叉 又有水形夜叉 他们的速度都非常快 生性凶狠残忍 而且 他们吃人 怪不得这座岛屿被布下天鬼吞灵阵 原来是要供奉这只水形夜叉 他们为什么要供奉夜叉鬼啊 水形夜叉生活在海洋之中 每到夜晚就会跑出来吃人 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 相当于 射情鬼巅峰 如果家中能供养一只 再利用它保护家族 除掉对手 就能为家族带来无穷无尽的好处 当初在这里修建多家村 就是精心准备过的 来这里的游客 都是水形夜叉的储备量 既然如此 为什么十年前岛上的游客 会被全部杀掉 如果一下子死了那么多人 岛屿肯定会被关闭的 水形夜叉不就要断粮了吗 应该是这只水形夜叉要升级了 我家族的祖先 曾经和夜叉战斗过 留下过记载 夜叉在晋级的时候 需要吃大量的血肉 才能突破 这至少是个顶级射情鬼 等级的水形夜叉 那你的祖先有没有说过 要如何才能杀死水形夜叉 我家祖先 遇见的是飞行夜叉 飞行夜叉怕水 他将它引到了水中 才将它杀死 但是水形夜叉 这个办法就行不通了 宁若宇深锁眉头 似乎在沉思 其实是在意识中 打开鬼市商城 在里面搜索水形夜叉 没想到这一搜 居然真搜到了 地狱三角叉 四十五级武器 可杀死所有类型的夜叉 售价三十万养木质 这么贵 谁买得起啊 宁若宇继续往下翻 冲天水凝符 专门对付飞行夜叉的符录 售价七万养木质 没用 继继续看 火吐蜗 用西天坛城 佛光普照之土 和十八层地域最深处之火焰 烧制而成的吐蜗 可抓住水形夜叉 售价五万养木质 虽然这个买得起 但好贵啊 宁若宇将搜索到的商品全看了一遍 发现这个火吐蜗反而是最实用最便宜的 但看看自己的养木质 再存一点就可以升十四级 它就能进入天师境了 它实在是有些舍不得 就在这时 忽然间狂风大作 不知从何处飘来了一团乌云 雷电交加之下 大雨倾盆 整个天地之间 仿佛都被雨水给包裹起来 这是水形夜叉 要从湖底出来了 大家小心 话音未落 外面便传来哗啦一声响 一个巨大的人影 从湖泊之中猛然跳出 那是一个巨人 身高足有五米 模样和庙宇里供奉的神像义母一样 面相丑陋凶恶 脖子上挂了一串白惨惨的骷髅头 手中拿着用人的大腿骨制作而成的武器 猛地落在庙宇之前 从庙门看出去 只能看到一双粗长的毛腿 那双腿的脚踝处还各挂了一颗头骨 下颌骨大张 可见死亡之时是多么凄惨 是水形夜叉 林无依手一翻 不知从何处拿出了一根鱼叉 是一件二品上等的法器 宁若宇看了一眼就知道 这玩意儿对付普通的水生妖魔鬼怪可以 但要对付这只顶级射轻鬼的水形夜叉 不行 再看其他人 在这鬼岛上战斗了一两天 基本上活下来的 手中都有一两件法器了 但等级都比较低 没有多大用处 总结起来 就是队伍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他又看了杨泽南一眼 对方一眼不发 看来不到危急关头 他是不会出手的 关键时刻只能靠自己 宁若宇召唤出阴魂琉璃扇 将扇子展开 挡在胸前 说吧 他猛的一锤下来 将寺庙的屋顶掀了 然后抓住一个人 往自己的嘴里塞去 他的速度非常快 刚才整个动作夹起来 还不到一秒 一个人就硬生生被他给咬碎 嚼了两下 吞了下去 他露出阴狠而满足的神情 他又看向下面的众人 仿佛在挑选锅里的食物 林无一怒吓一声 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手中的鱼叉 刺向了水行叶叉 擦的一声 血肉模糊的声音响起 那鱼叉居然扎进了 叶叉的皮肤 众人无不欢欣鼓舞 高兴地大笑起来 林少不愧为林家嫡系的后人 只有这林家这样 底蕴深厚的大世家 才能收服水行叶叉 这样的怪物啊 有林少在 没什么可怕的 大家一起上啊 杀了水行叶叉 肯定能得到很多灵气 说不定还能分到 一两件法宝 实力肯定突飞猛进 财帛动人心 众人都迫不及待地 冲了上去 刘鹏本来也想上去 但看了看宁若宇 见他没动 便也停下了步子 宁若宇紧握着扇子 弯住着战斗 眉头皱起 不对 没有那么简单 这水行叶叉十分厉害 不是一根小小的鱼叉 就能够解决的 而此时 林无一自己也叫苦不迭 就在鱼叉刺入水行叶叉的皮肤时 他就发现了 这鱼叉根本奈何不了他 最多只是刺破一点皮 水行叶叉的肌肉硬得像石头 鱼叉根本刺不进去 果然 下一刻 水行叶叉一巴掌拍在他身上 他便被拍飞了出去 重重地砸在寺庙的墙壁上 撞倒了一大面墙壁 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 便被水行叶叉一顿乱打 顿时有两个被打成了肉酱 水行叶叉一把捞起肉酱 塞进了嘴里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61集 水行叶叉吃得满嘴是血 有几个树士被吓得心太疯了 转身就跑 但他们逃跑的速度 哪里比得剩水行叶叉 一眨眼的功夫 水行叶叉已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伸手一抓 又抓起两个 直接塞进嘴里 那木少倒是勇敢 拿着一把长刀 汗不为死的上去与他拼命 反正逃也逃不过 躲也躲不了 为了活命 只能拼了 宁若于仔细观察 发现水行叶叉的肌肉硬如钢铁 等级低一点的法器 根本穿不透 他沉吟片刻 将手中的阴魂流离善异舞 一道道半月形的光刃 打向水行叶叉的胸口 擦擦几声肉响 光刃在他身上 留下了几道深深的口子 黑色的血 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不行 还是差了一点 光刃虽然对他造成了伤害 但没能突破他的肌肉 但此举激怒了水行叶叉 他转身就朝宁若于抓来 宁若于立刻施展凌波玉仙部 堪堪躲过他一击 钻进了正殿旁的耳饰之中 水行叶叉愤怒的大吼 挥着拳头四处乱打 将自己的妙语都打得碎石乱飞 连阴魂琉璃扇都不能相扶他 看来真的只能兑换活土波龙 好心疼我的仰慕质啊 算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总能挣回来 威克弗 替我兑换 用户兑换活土波 消耗五万点养物质 他的个人包裹里 立刻多了一只陶土色的罐子 看起来就和家家户户屋里 用来装东西的陶土罐 没什么区别 但那却是他们活命的希望 他将那陶土罐拿在手中 一个箭步冲出去 站在一面绊倒他的土墙上 高声道 水星夜叉 你休要嚣张 看看我手里拿的什么 水星夜叉本来已经抓住了木上 正要将它送进口中 听到声音 立刻回过头来 看了那陶土罐一眼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不管是一个陶土罐 你就用它来对付我 对付你这种低贱污秽的生物 这只陶土罐就足够 水星夜叉大怒 将手中的木上一甩 木上便落在另一个术室的身上 他的骨头断了好几根 不过好在没什么大碍 水星夜叉大步朝着宁若宇抓去 我要看看 你怎么用这只陶土罐杀我 宁若宇冷笑一声 将陶土罐往外一甩 收 那陶土罐居然猛的长大 大的如同一座陶罐形的巨屋 朝着水星夜叉压了下来 水星夜叉大惊 这陶土罐仿佛有种可怕的力量压制着它 它连陶都逃不了 今天注定要死在我的手里 话音未落 活吐蕃便狠狠地照在水星夜叉的身上 然后迅速缩小 连同里面的水星夜叉也一起缩小 最后变得和普通陶土罐一般大小 宁若宇立刻拿出盖子 将陶土罐盖了起来 活吐蕃剧烈地摇晃了两下 似乎是水星夜叉要出来 可惜这活吐蕃正好是磕它的 它根本无法逃脱 别枉费心机了 你逃不出去的 术士 你杀我 无非为了法器 多年来 我杀了无数的术士 手中的法器不少 你将我放出来 我将法器全都送给你 作为大险如何 你以为我是那种建立妄议的傻瓜吗 只要你死了 你手里的法器任我取用 何必将你放出来 只有我知道那些法器藏在哪 放我出去 永远别想拿到我的法器 本座有初级的寻宝眼 可以探寻宝物 就算你藏在地下三尺 我也能找出来 臭婆娘 你要是不放我出去 我一定要 他破口大骂 宁若宇用小手指掏了掏耳朵 当作没听见 而幸存下来的术士们 都用诡异的目光望着他 脸色满是震惊 他们被水行叶叉虐得团团转 他用个淘土罐 居然就把人家收服了 用户收服水行叶叉 让众人又惊又味 获得养墓局三千点 这时 一个被水行叶叉吃了兄弟的术士 一时昏了头 指着宁若宇的鼻子骂道 宁修罗 你好狠的心肠 明明有这么厉害的法器 为什么不一开始拿出来 你要是一开始用着法器 收服水行叶叉 我们这么多兄弟 就不会死了 你 话还没说完 就被沐少狠狠踢了一脚 沐少忍着剧痛 指着那人的鼻子教训 你个傻逼 要不是宁小姐出手 你早就被水行叶叉给吃了 还能在这里跳着脚骂人 我这人这辈子最看不惯的 就是像你这种忘恩负义之徒 你要是再敢说一个字 老子立刻拧断你的脑袋 那人是沐家的远知 一家人都投靠在沐家 向来对木耀又惊又味 被木耀这么一骂 什么都不敢说了 只在一旁哭 木耀很看不惯他那没出息的模样 一拳一拐地走到宁若宇面前 拱了拱手 多谢宁小姐的救命之恩 如果不是宁小姐 我现在早已入了水行叶叉的肚子 我这条命都是宁小姐的 以后宁小姐 但凡有所拆遣 我一定万死不辞 用户救了木耀一命 得到木耀真心感谢 获得养莫值一百五十点 一点小事而已 不足挂齿 你能有这个心 我已经很高兴了 林无依也上前表示感谢 宁小姐 请问你这法器 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然如此厉害 这个陶罐 名为火土锅 是专门克制水行叶叉的东西 只不过用这个东西 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不得万不得已 我是不想用 众人心中顿时了然 原来他一开始的时候 并不是不想用 而是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用户忽悠成功 得到证人的感激 获得养莫值一千五百点 拜托 谁说我是在忽悠 五万养莫值 难道不是巨大代价 我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转回来 宁小姐 请问这水行也差 宁小如何处置 不必担心 他马上就要变成一滩血水 大师 大师扬命 只要你饶我这一条性命 我愿意认你为主 将这些年我所有的珍藏都献给你 除了法器之外 我手上还有无数的精英采宝 今后我也为您麻生血沾 你要我往东 我绝不敢往西 你要我杀狗 我绝对不敢碾击 宁如雨再次满头黑线 这水行夜叉 居然还有当汉奸的潜质 还以为他多有骨气呢 而其他人都震惊了 这位宁修罗果然厉害 连水行夜叉都要拍他的马屁 向他献媚 用户惊吓水行夜叉 获得仰慕值五百点 用户震慑众人 获得仰慕值一千五百点 宁如雨朝着火土拨踢了一脚 你杀了那么多无辜之人 吃了那么多活人的血肉 还想让我饶了你 做梦 说吧 他双手掐了个法绝 朝着火土拨一指 火土拨顿时就亮起火红色的光 里面传来了水行夜叉的惨叫声 你不要杀我 你不要 水行夜叉的求饶声不绝于耳 但宁如雨丝毫不为所动 很快里面就再也没有了声息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62集 您入雨伸手去打开火土拨 林小姐 小心些 夜叉都很阴险狡诈 说不定是炸死 放心吧 火土拨不会留他活命的 说吧 他打开了火土拨的盖子 将里面的东西往外一倒 果然倒出来一滩腥臭的血水 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刚才还牛逼轰轰的水行夜叉 就这么死了 简直就跟做梦一样 用户对射众人 获得仰慕值一千五百点 忽然 那一滩血水化为了一道流光 在半空中又分为无数的小光点 钻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身体之中 众人顿时觉得 体内的灵气猛然增长了一大截 特别是伤水行夜叉伤得严重的 增加的灵气特别多 林无一只觉得体内咔嚓一声 居然突破了真人尽巅峰 生入了法师境 他满脸不可思议 随即又是一阵狂喜 立刻盘腿坐下 开始运转体内的灵气 稳固修为 众人都满脸的喜色 真没想到 水行夜叉是宁小姐杀的 他们居然也能分润到一点奖励 就在这时 外面的湖泊忽然翻出了一朵巨大的浪花 仿佛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浮出来 明若于警惕地跑出去 难不成还有一只水行夜叉 众人也顾不得稳固修为了 迫不及待地跟了上去 他们甚至期盼又来一只水行夜叉 这样他们就又可以分到浓厚的灵气 但是从水里出来的并不是水行夜叉 当看清楚水里出来的东西时 所有人都不敢置信地睁大了眼睛 福袋 满满当当四五十个福袋 那几十个福袋被水流冲到了岸边 有两个数十二耐不住冲上去想抢 被林无依和木耀一人一脚给踢飞了出去 你们想干什么 别忘了水行夜叉到底是谁杀的 这些都是战利品 应该归宁小姐 你们已经得到了灵气 近了急 难道还想抢宁小姐的东西吗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没有说话 倒不是他们真觉得这些福袋都该归宁若语 而是他们惧怕宁若语的实力 宁若语连水行夜叉都能轻而易举地杀死 要杀他们就如同突击杀狗一般 宁若语对林无依二人的识趣和满意 竟只走到那几十个福袋面前 拿起两个交给他们 刚才列水行夜叉的时候 你们二人伤水行夜叉最深 这两只福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奖励 二人也不矫情 一人拿了一只 多谢宁小姐 其他人都羡慕地望着 宁若语一挥手 将所有的福袋都收入空间戒指中 岸边和福袋一起冲上来的 还有很多金银珠宝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各位 不管怎么说你们也帮了不少忙 这些金银珠宝就归你们了 众人有些不满 凭什么你们得了法器 而我们只能得一些俗士的财宝 宁若语见他们没有动 呵呵一笑 怎么 你们不喜欢 那好 那我全收走了 众人一惊 连忙朝着那堆珠宝跑去 他们已经没了法器 要是再没有金银珠宝 也太亏了 其中一个朝着珠宝跑去 其他的人就不甘落后 也纷纷跟上 开始捡食满地的珠宝 他们的速度很快 不到一个小时 那些金银珠宝就被他们全都收走了 宁若语看了看天空 不知何时开始 笼罩在鬼岛上方的阴煞之气消失了 太阳缓缓地升上天空 温暖的阳光照在岛屿之上 众人开始在寺庙之中巩固修围 一天的时间匆匆而过 妙姐 已经到了三天了 按照那天老王所说 渡船应该快来了 走吧 我们也是时候回去了 众人沿着海岸线往回走 很快就回到了渡口 此时渡口处已经站满了人 原本参加选拔的有三四百人 如今却只剩下三百人不到了 看来有一百多个人 永远留在了这座鬼岛之上 真是可怕的死亡率 只是不知道 这些人中哪些是死在人类的手上 最可怕的永远是人类自己 宁若语的队伍之中 捡了金银珠宝的那些术士 身上都背着一个沉重的大包袱 里面都是捡来的珠宝 有一个术士没注意 一条钻石项链从包袱里掉了下来 被另一个人捡了 那是我的 捡项链的人呵呵一笑 将钻石项链还给他 这位兄台 不知道你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得到的 你问的太多了 打听同行的财宝 这可是犯忌讳的事情 啊 是我唐突了 但他的表情没有半点唐突的意思 反而带着几分意味深长 宁若语目光在众人身上一扫 就知道他们得到了不少的好处 除了丹药 秘笈和武器之外 他们很多都升了级 还有的运气好 直接升了两三级 此时 宁若语一行人 俨然成了全场的焦点 有的人只是纯粹感兴趣 而有的人眼中 充满了际遇 然而宁若与队伍里的 术士们窥然不惧 在水行夜叉死后 他们分润道的灵气 已经让他们灵气大涨 这些人想要对他们下手 也要看打不打得过他们 他们故意放出体内的威压 周围的人都不由自主地 后退了一步 好强 这些人居然这么强 很多觊觎财宝的邪恶 只被心中一颤 纷纷低下头去 不敢与他们对视 希望刚才 他们没有发现 自己起了觊觎之心 不然自己就死定了 丁小姐 李队长和乔队长 惊喜地走了过来 又对杨泽南 微微欠了欠身 杨先生 兵祖的伤亡情况如何 牺牲了两个 重伤了三个 收获如何 得到了五件法器 十几瓶丹药和一本秘籍 收获还不错 这些东西 是你们用生命拼来的 不必上交给领祖 用你们自由粉配吧 李队长和乔队长 都是一喜 是 看 杜传来了 忽然有人大喊一声 众人都激动地 跑到渡口 果然看见一艘百渡船 缓缓地开了过来 船头上 还是站着那位老王 老王红光满面 笑呵呵地看着众人 各位 在鬼岛上的三天 过得还满意吗 快上船嘛 我送你们回家 众人听到回家二字 都是一阵欢欣雀悦 争先恐后地登上了船 宁若宇等人是最后上的 老王偷偷问 是你杀了水行叶叉 宁若宇微微点了点头 老王立刻竖起了大拇指 哼 不错不错 以你的实力 居然能打败水行叶叉 真是令我们意外 我们还以为你们回不来了 我是属小强的 从来都打不死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 有女孩子把自己比作蟑螂的 反正是那个意思就行 好了 你们都快入座吧 船就要出港了 这个渡船可以容纳五百多人 如今死了这么多 船舱一下子就显得空空荡荡起来 很快 渡船便行驶到了大海的中央 老王的脸上 带着职业性的微笑 褶子也很多 活像个街头混混 各位 恭喜你们成功通关了鬼岛 想必你们都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好处 希望你们今后能够心存善念 清清白白做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百六十三集 说吧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再睁开眼睛时 发现自己还站在演舞场的擂台之上 周围的人全都是一脸茫然 如果不是在鬼岛上得到的法器 丹药之类的宝物还在身上 晋级的人也是真正晋了级 他们还以为 这三天发生的一切 不过是一瞬间的幻觉 宁若宇知道 最终boss已经打了 副本已经结束 他们又被传送了回来 就在这时 忽然一声门响 演舞场大厅的几个出口 全部被封锁 有几个离门近的 一个剑步冲上去 发现门已经被锁死了 没有特殊的钥匙 根本打不开 各位稍安勿躁 我是张新旭 在领祖排行第四十一 现在由我 接手御灵士基地的工作 李队长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御灵士可是他的地盘 众人回过头 看见一个男人 站在阶梯看台的最上面 穿着一件灰色薄麻的衬衣 长身御立 一身气势非常惊人 在他的身后 跟着几个领祖成员 全都是法师境中旗 或者后旗 原来是他来了 他怎么了 他是领祖的仙才 天赋惊人 但此人行事心狠手辣 称呼又极神 一个不小心 就很容易找他的道 你凭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 各位刚才所去的 是一个从未出现过的秘境 我需要知道那座秘境的情况 我们为什么要告诉你 希望各位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们会给各位安排食素 说吧 他转身就走 有不满的树式大喊一声 站住 拔出一柄三尺长的剑 朝着他一箭刺了过去 张心绪骤然转身 朝着他劈出一掌 那人只觉得胸口一痛 眼睛一闭 灯石被晕了过去 众人都变了脸色 这个人太强了 虽然他的修为 仅仅是天师镜初期 然而他的战斗力 恐怕早就超过了 天师镜中期 而且还不知道 他手上有多少法器 如果有高品级的法器 他甚至能与 天师镜后期一站 他才多大岁数呀 就有这样的修为了 领祖不愧是领祖 拥有着华夏 最丰富的修炼资源 不再有人有怨言 当然有怨言也没用 基地的工作人员 给众人安排了住处 然后让人一个个 询问秘境的情况 李队长和乔队长 对此颇有微词 但也没有办法 谁叫他们的实力 比不上这位张队长呢 让宁若宇奇怪的是 自从出了秘境之后 杨泽南便说 有紧急情况离开了 宁若宇无所谓 杨尚又不是他的保姆 还能一直陪着他不成 至于领祖的问话 他也打算和别人一样 随便说点敷衍一下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来询问他的人 居然是张新旭本人 张新旭依旧穿着那件灰色的 薄麻衬衣 淡淡地望着他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宁秋罗 不敢当 大家给面子起了这个外号 其实我是很好说话的 没那么可怕 张新旭微微眯起眼睛 他的外表太有欺骗性了 模样秀美 气质文静 往那里一坐 就像个普通大学生 让人对他完全提不起 提防的心思 然而他却是屠杀白虎门 杀灭隐士雄家 赶跑真军的狠人 他在宁若与对面缓缓坐下 露出了几分饶有兴致的目光 宁小姐 对于你的秘境之旅 我很感兴趣 我一路上 都和你们领祖的成员一起行动 你大可以去问他 好 不知道你是跟哪一位一起行动 杨泽南 杨泽南 抱歉 宁小姐 领祖一百多位正式成员的名单 我都牢牢记在脑海里 并没有你所说的这个人 他在领祖排名第八十一 排名第八十一的 名叫秦鸿妹 是女性 宁若玉有些无语 还发现自己一点都不了解杨泽南 不过也没有了解的必要 可能他骗了我吧 张兴旭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宁小姐 冒充领祖成员是很严重的罪行 希望你能提供此人的信息 连我都不知道又怎么告诉你啊 宁小姐 希望你能配合我们 不管你出身什么样的高门大派 或者是有着什么样的底牌 和我们领祖作对 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如果你们不信我也没有办法 不过我要提醒你 不要威胁我 我不是下大的 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以前威胁过我的人 都是什么下场 张兴旭心中微微吃惊 这个外表闲静 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女孩 居然能有这样的气势 只是短短的一句话 就能令人后脊发凉 有意思 真有意思 又获得到张兴旭的一丝欣赏 获得养慕之一百点 这些男人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以前我温良公解让的时候 这些男人当我是托使 现在我谁都不给面子了 惹急了就动手抽 这些男人反而一个个对我很欣赏 受虐倾向吧 宁若与身子往后 靠在椅子上 我的秘境之旅也没什么特别的 这是我从杜传老板老王手里 拿到的地图 送给你了 反正副本券已经用完了 没有人能够再进入鬼岛副本 把地图给他们又如何 张兴旭一惊 立刻将地图拿了过来 仔细研究 你们领祖 不会还想让我们 把里面得到的东西都交出来吧 我们是领祖 不是土匪 不过出了这个基地 想要抢你们东西的人 可就多了 无妨 让他们尽管来 反正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张兴旭望着他的背影 摸了摸下巴 似乎若有所思 李队长从外面走了进来 张队长 你没有为难他吧 李队长 我很奇怪 为什么你和乔队长 对他都这么紧张 哦 他是练器师 他的师父更有可能是一位练器大师 我们当然想和他打好关系 今后 才能从他的手中买法器 只是因为这个 不然还能是因为什么 张兴旭沉默不语 从询问室出来后 他对赵兮兮道 立刻去调查 跟在宁若宇身边的那个 叫杨泽南的男人 是 队长 给我十分钟 他的所有信息都会送到你的面前 十分钟后 赵兮兮坐在电脑前 脸色大变 不停地在键盘上敲打 不可能啊 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回事 我调出了之前选拔赛上的视频 其他的都很正常 只有这个杨泽南 他不仅面容是模糊的 连身材都看不清楚 就像打了马赛克一样 说着 他将画面放给张兴旭看 画面上 宁若宇身边的人 浑身都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 根本什么都看不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64集 立刻调出他其他的画面 他进入玉陵市之后 去的每一个地方的监控 我都有看到 赵兮兮点了点头 一个小时之后 所有的监控视频 都摆在了他的面前 他一一看过去 脸色越来越沉 每一个画面之中 杨泽南的身体 都被博物笼罩着 别说面容了 连身材 都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赵兮兮愤怒地 在桌上狠狠一拍 这人身上一定有 干扰录影的遗器 队长 我们应该好好查他 说不定 他是林组通缉榜上的人物 这个人不简单啊 李队长和乔队长 似乎都认识他 但他们守口如瓶 什么都不敢说 队长 林组人员勾结邪修 可是重罪啊 他们不会是 以我对他们的了解 他们应该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不过万事无绝对 你安排人手 将宁若宇 李队长 乔队长等人 全都监视起来 你有线索 立刻通知我 是 宁若宇给的那张地图很有用 第二天 领祖就放人了 但秘境的消息 不知道怎么就走漏了出去 全国各大势力都悄悄地派了人来一探究竟 好在这些幸存者中 大多数都是隐士家族和宗门子弟 他们一出基地大门 就有家族和宗门里的人来接 那些隐藏在暗处的萧小支辈们 不敢轻易动手 但是为数不多的散兄们就惨了 不知道多少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 李队长和乔队长都有些担心 对宁若宇道 宁小姐 要不要我们派人送你回家 不用了 一些苍蝇而已 我自己能解决 二人想了想之前那些人的结局 都无奈地笑了笑 想必宁小姐的师门早就已经派了人来暗中保护他 他们还操那个心干什么 刚走出基地大门 宁若宇就感觉到 几道不善的目光落在了自己身上 接着一个人影就朝自己快步跑来 宁若姐 来的居然是刘鹏 有什么事 宁小姐 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他作为一个散修 虽然在副本里进击了 但要躲过那些萧小之辈的追杀 还是很难 因此他只能求到宁若宇这里 我手中还有一个福袋没有打开 我愿意把这个福袋送给您 作为酬戏 宁若宇对刘鹏的印象还不错 可以 跟上来吧 宁若姐 听说您没有开车来 我有车 就停在外面停车场里 话音未落 就听见一个声音 你那辆破车 岂不是辱墨了宁小姐 刘鹏脸上的笑容有些崩裂 一看原来是木耀 他面带微笑快步走到宁若宇面前 宁小姐 我的法拉利就等在外面 您可以坐我的车 宁小姐 如果您不嫌弃 也可以坐我的车 我的是家常林肯 说话的是林无依 我又成了香菠菠了 人人都想上来抢 不必了 我还是坐刘鹏的车吧 林无二人都露出失望的神色 无可奈何又不甘心的 看着他上了刘鹏的车 怎么 无疑你也对宁小姐有兴趣 一家花百家争 更何况这是位炼器师 他的师门又各个都是决顶高手 别说是我们了 就是首都的那些高门大族 肯定也都起了和我们一样的心思 丁修罗可不是一般的女人 那些骗女人的甜言蜜语 是不管用的 只要是人都有弱点 我们就可以投其所好 作为一个炼器师 恐怕他最喜欢的就是炼器材料了 那就送他炼器材料 还有 我们公平竞争吧 好啊 从小到大 我们做什么都旗鼓相当 这次就看看这朵带刺的玫瑰 到底花落谁家吧 宁若宇坐在副驾驶座上 正闭着眼睛养神 刘鹏心情很舒畅 就算他是散修又如何 只要抱紧了宁小姐这条大腿 照样可以安然无恙 忽然间车子发出哐当一声响 立刻就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 可能是引擎出了问题 我去看看 说吧 他一跃而下 打开前车盖 正打算查看一番 忽然听见急促的脚步声 心头不禁一地 从道路两旁走出了不少人 一个个都长得人高马大 看起来很不好惹 为首的一个穿着皮靴 踩在满地的枯叶之上 从人群中缓缓走出 目光阴冷如道 刘鹏 没想到吧 一小府 刘鹏 你用计策将我从选拔赛上逼走 让我无冤秘境 更本领祖彻底举之门外 这滔天的仇恨 你要用什么来偿还 一小府 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 如果不是你挑衅宁小姐 又对告误状诬陷他 怎么会有今天 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一小府大怒 猛地抽出一把刀 刀尖对准了他的鼻尖 给老子住口 老子不想听这些话 立刻把你从密境中 得到的法器交出来 我可以给你留个全室 我要提醒你 宁小姐在车上 你要是敢动手 就是和宁小姐作对 你堂堂大老爷们 居然要一个女人保护 你还要不要脸 你 你要真是个爷们 就跟我单打独斗 那就打 一小府露出奸计得逞的笑容 正要动手 忽然从车内飞出一道光 在他脖子上一抹 鲜血顿时喷涌而出 用户劈力手段 诸杀一小府 震惊众人 获得养慕之八百点 所有人都呆住了 连一小府自己都满脸的 不敢置信 捂着喉咙 缓缓倒了下去 刘鹏倒抽了一口冷气 看向车上的宁若宇 宁若宇仍旧闭着眼睛 跟他逼逼什么 你很闲吗 这种拦路抢劫的人 直接打死 走吧 刘鹏这才回过神来 懦懦地答应着 钻回了车上 用户实力装插 震慑众人 获得养殖八百点 开车 刘鹏一踩油门 跟随一小府的人 全都闪到一旁 目送而人远去 连一个字都不敢说 刘鹏钦佩地看着您若宇 他人多势众 摆明了是要抢的 你跟他讲什么江湖道义 他要是有江湖道义 就不会来抢劫了 记住 对付这种人 就要使用雷霆手段 记住了 宁若姐 又获得到刘鹏的崇拜 获得养殖一百点 二人回到了玉林市区 一路上 再也没有不长眼的人 来找麻烦 连之前跟在二人后面的眼线 也都悄悄地退去了 免得被宁修罗这个狠人 给一刀结果了性命 回到了湖边别墅 安玄一脸神秘兮兮的笑容 丫头 你跟杨先生去了三天 这三天里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 妈 你想多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